忏悔录 作者 奥古斯丁 第一章 颂扬 主 你是伟大的 是可赞美的 你有无限的能力 难数的智慧 人要称扬的 就是你 可是他 受造物中渺小的一份子 浑身是死亡的阵兆 罪恶的痕迹和你讨厌的骄傲人们的证据 不管怎样卑微 他还是要歌颂你 实在 他的乐趣就在歌颂之中 因为我们是造来为你的 我们的心得不到你 就不安宁 主 求你使我明了 先呼唤你呢 还是先颂养你 先认识你呢 还是先呼唤你 可是 不认识你的人 则会呼唤你呢 不认识你的人 只能在你以外 呼唤另一个对象 或许 呼唤你 也会是认识你的前导 可是 那个人家所不吸养的 怎能去呼唤你呢 假如没有宣讲师 人家怎能去吸养呢 寻求主的人 将颂养你 因为密则祸 祸则欲 主 希望我在呼唤中寻觅你 在吸养中呼唤你 因为我们已听到关于你的福音 主 你给我的信德 你通过了你圣言的人性和你宣讲师的工作 灌输于我的信德 正向你呼吁着 第二章 呼吁 我将怎样呼唤我的主 我的天主呢 为了呼唤他 就是叫他到我身边来 在我身上 是否有个足宫天主居留的地方 在我身补 哪里是造天地主宰的行宫 主 我的天主 在我身补 为你找个相当的住宅 是否可能 就是你造的 附在我的大地 是否真能包藏你 是否为了世上的一切 失了你就失了存在 而你就在一切之中 那么 我既存在 为什么还求你立临呢 假如你不在我内 我就要化为乌有 我还没有下夺地狱 可是你已在那里 假使我进去的话 我在哪里还会找到你 我的天主 假使你不在我内 我不能存在 绝对不能存在 换句话 假使我不在你内 我就不存在 万物的存在 是从你你的 闪你和在你内而维持的 主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我既在你内 我到哪里去呼唤你呢 天地之外 哪是我插足之处 我充满天地 你既这样说 我的天主还能从哪里来呢 为了你充满天地 他们就包容了你吗 你究竟充满了天地没有 可是 你仍受拘束的吗 那么 你充满了天地之后 你还在哪里 或许贯彻一切的你 绝对不需要受包容 因为你充忏悔 露满一切 同时又包含了一功 你固定的地位 并不是受你充满的东西给你的 为了假使它破坏 你也不会一出迷 你到我们身上来 你并不下降 你却提拔了我们 你并不分散 你却收容了我们 你充满一切 是否整个的你都在里头 或许为了万物 不能把整个的你容纳起来 而只容纳了你的一部分 统一的一部分吗 或许 各物所容纳的 是你不同的一部分 而大的所容纳的比较大 小的所容纳的比较小吗 在你身上 是否有大部分小部分的存在 或许 你在那里 整个的你就在那里 而没有一样东西 能限制你的全体吗 第三章 欧哥 那么 我的天主 你究竟是什么 请问 你不是天主 是什么 主外还有主吗 我们的天主以外 谁是天主呢 智上 智善 智能 智人与智义 智隐与智显 智美与智力 隐而不可捉摸 不变而变化一切 永不新 永不救 而刷新一切 在不知不觉中压倒傲慢的人们 常动常计 吸大不捐 而什么都不需要 背负 填充 保护 造化与养育 完成与寻求 而什么都有 你爱而不狂 度而不乱 悔而不痛 怒而仍平 你变换你的工作 而又坚持你的计划 你虽负得 却没有失掉过什么 你爱收获 可绝不为了匮乏 你求利息 可没有吝啬 大量的贡献 使你发生义务 可是 谁给了你不是你的东西呢 你没有义务 你还是去工作 你免人的债 你仍没有损失 我的天主 我的生命 我的圣的甘仪 我们说了些什么 几时谈你 我们能说什么 谈话而不谈你的人 是有祸患的 因为牢道的人 甚于假扮 第四章 解死心灵 谁能使我安息于你呢 谁能使你进入我的心灵 而使他陶醉呢 希望我能忘却我的一切烦恼 而把你 我唯一的爱 紧紧怀抱着 对我 你是什么 请今年 使我能说话 可是 在你眼里 我是什么 怎样会令我爱你 而且 缺了这个爱 你就要向我发怒 予以剧烈的威胁 实在 我不爱你 岂是件小患 主 我的天主 以你的仁慈 请你告诉我 对我 你是什么 请你给我的灵魂说 我就是你的救援 说吧 我当洗耳恭听 主 我心灵之耳 已在你前 请你打开它 给我的灵魂说 我就是你的救援 我要随身而驰 抓住你而后已 请勿掩盖而圣容 使我死于世 见而灭 活而命 我的灵事太矮小了 你怎能进去呢 请予以扩大 他已摊毁了 请予以休憩 我知道 我承认 那有不堪入目的东西 可是 谁能加以扫除呢 非向你 向谁呼吁 主 请洁净我的隐恶 我因他人诱惑而犯的罪 亦请予以赦免 我这样自信 所以我这样说了 这 主 你也都明白 天主 我违反我自己 不是已向你宣布了我的罪吗 你不是也已解除了 我心内的罪恶吗 你是真理 我绝不同你争辩 我不要自己哄骗自己 因为我怕我的罪 再要陷害我 不 不 我绝不同你争辩 因为 假使你对于我的罪恶 要严加追究的话 主 主 谁能帮我的忙呢 第五章 孩童祸宠 主 请允许我 尘埃一般的我 在你的慈悲前 讲几句话 请允许我讲几句话 我向你的慈悲说话 我并不像会嘲笑我的人说话 也许你也会讥笑我吗 请你回首饰我 主 我要说什么 无非想跟你说 我还不晓得 我从何处到这里来的 这里是个死亡的生活呢 还是个生活的死亡 我不知道 思想的你收纳了我 一如我的父母所告诉我的 我是已寄不得什么时候 你用他的精 他的血造成了我 于是 人类的奶养育了我 可是 我母亲的和我奶娘的奶水 不是由他们自己充实的 主 利用他们 给幼稚的我食粮的就是你 你照你的计划 把你的财物 给了最渺小的受造之物 你给予我们的本性 使我除了奶水外 不想旁的东西 使我的奶娘倒也乐于 把你大量给予他们的一切给我 文在 从他们身上 到我身上来的好处 对他们也是适宜的 可是 他们虽是这些好处的源泉 却不是最后的 因为 主 一切的好处 是从你来的 我的天主 我整个的生存 都是从你来的 你加给我的一切恩惠 无论外面的 里面的 使我以后对于这个真理 有更确切的见解 当时 我只晓得吃奶 为寻求我的乐趣 好哭 为发挥我的肉体上 感到的不平 之后 时而睡 时而醒的我 开始笑了 这是人家告诉我的 我也深信不疑 为了一般的小孩都是这样 总之 对于这个阶段 什么回忆我都没有 慢慢 我觉得我在那里 我也想表示我的意志 叫人去实行 可是总没有结果 因为意志在内 人们在外 又无法闯进我的心灵 于是我呐喊 摇动肢体 模糊地向人家表示我的意愿 当人家为了不懂我 或为了害怕我 而不怕我的时候 我就怒气冲天 嚎啕大哭 反抗那些不肯顺从我的人 他们虽是大人 又没有什么责任 我也不管 我的幼年终于全部过去了 但是我仍活着 主 你永久活着 在你身上 死没有插足的余地 在世纪还未产生的当 在什么都没有的以前 你已存在 你是天主 万物的主宰 你是一切过去的原因 一切变迁的不变原则 一切暂时的 和无灵之物的永久缘由 我的天主 恳求仁慈的你 给我 你可怜的奴仆说 我的童年 是否是别一个 已经过去的年龄的继续 这不就是 我在母胎中度过的吗 对于此 人家也给我说过一点 我自己也看见过怀孕的女人 可是 我的天主 我的甘仪 在以前 我是什么 我是否存在 我是不是人 对于这个问题 谁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 我的父母也不能 别人的经验也不能 我个人的回忆也不能 你会不会为了这种问题 而讥笑我 你是不是 只要我在我认识的范围内 颂养你 天地的主宰 我感谢你 当我在母胎里和我幼年时 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一切的一切 我虽无从记忆 但也得累推 也得从我所接触的一般女子嘴里 得到许多知识 那个时候 我已存在 我已活着 而且 当我的幼年新疆揭幕之际 我以想法去向人家透露我的感觉 这个动物的生存 主 假使不是从你来的 从谁来的呢 谁是自身的创造者 主 人们身上交织着的存在和性命 你是他们唯一的来源 在你 存在和性命是二而一的 因为最高的存在 就是最高的性命 你是无上的 你是绝对不变的 在你 没有什么西山落日 可是落日总脱不出你 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你掌握中 假使你不予以容纳 就要忙无头绪了 你的年岁既没有终点 你的年岁是个永远的今天 不知多少我们的和我们先祖的日子 都在这今天里过去 并且不出它的范畴 别的日子也将一样糊涂的过去 可是你 永远是一样的 明天的火的和将来的一切 是今天有你造的 昨天的和过去的一切 也是今天有你造的 假使我不懂的话 我也无能为力 希望他感到好奇 自问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希望他感到兴奋 宁愿他找不到答案 而找到你 不愿他找到了答案 而仍找不到你 第六章 孩子的天真 主 请抚听我祈祷的人 人的罪恶可是以诅咒的 说这句话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可怜了他 人果然足你造的 可是他身上的罪 是与你不相干的 谁能为我一提我幼年的罪过 在你眼里 谁没有罪 就是生下只有一天的小孩 也难免 谁能使我记忆 不是吗 不论哪个孩子 不论年龄怎样小 我在他身上 为我渺茫的幼年时代 可以找到一幅图画 那时我犯了什么罪呢 为了引辱的贪心 我没有嚎啕大哭吗 假使我现在还是不爱妈妈的胸怀 而她孩童的饮料 人家必定会名正言顺地笑骂我 可是当时为了我的无知 天理人情都不予苛责 这种孩子气 在长大起来的我们身上 逐渐淘汰了 我从没有看见过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为了去恶而连善也抛去的 哭哭啼啼 求人家给我能害我的东西 怒目而是有地位年龄的人 或我的父母 或别的有知识的人 为了他们不肯满足我无力的要求 甚至轨迹多端 拳打脚踢 因为他们在有害于我的事情里 服逆了我 不用思索 我晓得都是不对的 婴孩的天真 在他肢体的无能 不在他心灵的无邪 记得我观察过一个小孩 他的一副极度的神气 还没有回说 就灭如土色 冷酷地注视他的 共同吃奶的兄弟 这是件很普遍的事 为改善这种心理 我不知道做母亲的 或做奶妈的 可有什么办法 当母亲的穷江 清泉般涌出来的时候 一个小孩竟不许他的兄弟 来分享这唯一的生命之良 我们怎样能说他天真 这种裂根剑 人家不加重视 并不为了他没有关系 却为了他将来跟着年龄 自然会淘汰的 我想 这是独一的理由 因为 当这种心理 表演在成人的身上时 人家就要冲出怒气 主 我的天主 小孩的性命 和他的美妙精巧的肢体五官 一如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你给他的 一切为保卫他健全的倾向 也都是你支配的 最高的你命我为这些恩惠 承认和颂养你的名字 你是全能全善的天主 天主 你所做的一切 谁都不能做 你是绝妙的模型 别的一切都是根据他脱胎出来的 主 这个年龄 我记不记怎样活的 我所知道的 是人家给我说的 会由别的儿童身上观察的来的 这一段生命 我觉得很难把它插入我的生命室里 我在我母胎里的一段生命 与这孩体的段生命 同时在一望乡里消逝的 假使我的母亲在最终怀孕我 喂养我 我的天主 请问我 你的仆人 何时何地 能是无罪的呢 这个时期 我只得把它放在一边 这个时候 在我身上 既没有什么遗迹 那么 与我还有什么关系呢 第七章 牙牙学语 会达到我现在的境地 我当从幼年的第一阶段 转入幼年的第二阶段 更好是说 童年在我身上带了幼年 这并不是说幼年跑了 因为他能往哪里去呢 定是他已不存在了 我已不是不会说话的婴孩 而是能言能语的小孩了 对于这点 我还能记忆 之后 我还能说出 我怎样学说话的 可是 当时大人们 并没有像不久的将来 在我学习字母时 那样有系统地教我学习 我的天主 我是靠你给我的理智 自己去学的 为表示我的内情 为使人顺从我的意志 我或接叹 或做不同的呐喊 我无法使人了解我的意思 亦无法使人接受我的意志 我开始明了 也觉得人家记在一定的字音之下 指点一定的东西 那么 这些字音 当就是那些东西的名称 我看对我讲话的人的各种姿势 我懂得他要说的东西 实在 面容的变化 眼睛的固盘 肢体的动静 声调的高低 不是一种自然的世界语吗 心灵上稀求稀有 稀去稀臂的情绪 它都能反射出来 这些字音 在各种谈话内听惯之后 我就晓得他们所指的事物 从此 我就鼓起口舌 运用他们 来发表我的意见 这样 人间彼此 借以发表意见的信号 我也用意和我周围的人来往了 我在我父母师长的爱护之下 逐渐深入翻云覆雨的社会 第八章 威胁挨打 天主 我的天主 在那个时候 我碰到不知多少的烦恼欺骗 教导我的每个教师 都一致强调 服从师长 为好好活命的关键 因为这样 才能口落悬河 从而打开荣华富贵之门 之后 我进学堂去念书 学习文字 可怜的我 还不知学来盯什么用 若我有些懒惰 就会挨打 大人们认为 这是合理的 我们的祖先 为子孙开辟的取境 是满布着荆棘的 主 当时我们找到几个敬畏你的人 从他们嘴里 我们略是冥冥之中 有个大亨 他 我们虽看不见 但能听我们的呼吁 保护我们 年幼的我 就像你 我的避难所 我的安息地 祷告 我解开结舌 热烈地对你祈祷 希望不要在学校里受鞭挞 为了我的利益 你没有搭运我 绝没有幸灾乐祸的大人们 尤其是我的父母 看到使我胆战心惊的体罚 也不过笑笑而已的 主 世界上 能否有个心地光明 思想正直 恳切爱你的人 看到行驾 智固 和别的使人 棘手促额的情聚 漠然无动于衷 而不要求你予以取缔的吗 他能否向我们的父母 看到那些虐待我们的教师 而置若网闻吗 我们不但痛恨这种教师 且求你做我们的保障 可是 为了我们读书写字 未能尽如仁义 常有身受的危险 主 我的记忆 我的理智 并不薄弱 你的好心所给我的 对我这样的年龄 已绰绰有余 为了我爱嬉戏 我每受罚 可是罚我的那些老师 也正导这种负责 坚衣的嬉戏 他们做了 就看作正常的事 那些老师所指责的 就是他们所犯的小孩 也犯的过失 总之 不论小孩独有的 或与大人共有的过失 人家都不肯屈家原有 一个公正的人 怎能赞成一个小孩子 为了拍弄小球 忽略那些 将来更能使他们 恶作剧的事情 而受一个同罪的大人责罚 老师说一句 假使他的一个同事 在文法上烧占了上风 他就会醋一搏发 比我在同学中游戏里 遭到了挫折 还要厉害 第九章学生的苦楚 可是主 我的天主 我犯了罪 自然界的一切 都是你造的 你知道的 至于罪恶 虽不是你做的 却也脱出出你的掌握 主 我的天主 我犯罪 我违逆父母师长之命 他们要我学习的 不管他们的目标怎样 都是将来 能为我很有穿的 当时 我所以默不关心 并不是为了 我想学习 别的更有用的东西 却为了我太爱游戏 好胜之心太大 动听的故事 颠倒长 我的神魂 戏剧和别的大人们的玩意儿 激动了我的好奇心 出席表演的人 因此得到了声誉 他们差不多都希望 他们的小孩子将来也这样 可是 假如看戏妨害念书 念书也所以使他们将来 能登台表演 为什么却不惜让他们 受老师的责罚呢 主 请怜悯我们的懦弱 援救向你呼吁的我们 请你也援救那些 还没有向你呼吁的人们 使得他们也向你呼吁 而终得救 第十章 潜移默化 当我垂条的时候 已听到人家谭永生 这是自卑自贱的我的主 允许给我们骄傲的人类的 我的母亲很敬仰你 我一生下来 她就用十字圣号祝福我 给我尝神庙之言 主 你晓得年幼的我 曾一度患了胃病 突如其来的寒热 几乎送掉我的小命 天主 你是我的守护 你知道 当时我怎样诚恳地要求 我的母亲和我们大众的母亲 你的教会 赐我基督的洗礼 我纯洁的母亲 忧心如焚 急于使我受洗 信仰主耶稣 除免罪过 而得永生 可是并忽转机 洗礼就此终止 理由 是为了大家认为 假如我活下去的话 我仍会犯罪 而我在灵洗后犯的罪 是将更严重 更危险 当时 我 我的母亲 已至全家 除了我的父亲以外 都信仰耶稣基督 我的父亲 既不能摇动我 对于母亲的信仰 又不能阻止 我不他的后尘 我的天主 我的母亲 满望你是我的父亲 你也使他在我身上 比我父亲 发生了更深刻的印象 他的道德人格 虽高于我的父亲 但在别的一切事情里 仍如你所指出的 为丈夫之命 是从 我的天主 我愿意知道 我的洗礼的延期 是否处于你的圣意 这样放宽了约束犯罪的缰绳 是否是件好事 为了这点 到现在 谈到某人某人 我们还随时可以听到 让他去吧 他还没有灵洗呢 可是有关肉身的问题 我们绝对不会说 让他多受些伤吧 他还没有痊愈呢 实在 早治了我灵魂上的疮痍 而我和我的双亲 在你避孕之下 加以去保卫这个你的恩惠 不是更好吗 是的 这一定更好 可是 我的母亲想到 那阵狂风暴雨式的诱惑 将吹打到我童年的身上 认为 与其糟蹋已经刷新的肖像 不如暂时牺牲 那将来能得复生的一撮之土 第十一章 奥古斯丁的好物 童年时 我既不爱读书 又恨人家来强迫我去读 可是 我的青年 比我的童年 更令人担心 结果 人家的压迫 对我是好的 我实在不好 因为不是这样 我将一无所成 大凡人家不愿意做的事 虽是件好事 也是做不好的 强迫我的人们 做的也并不好 可是 我的天主 为了你的措施 我终于得意 他们所以 强迫我读书的目标 无非是虚体面 假光荣 和一套无耻的勾当 可是 连我们头发的树木 也都知道的你 一面利用人家的强迫 增进我的学问 一面注视我的懒惰 谴责我的罪过 可怜我年龄虽小 我已恶贯满盈 主 你的措施真奇妙 因为人应得的罚 就在他所犯的罪恶之中 若晓得我 究竟为了什么 不爱希腊文 到今天 我还莫名其妙 因为 我虽不爱初级拉丁文 我却酷爱高级拉丁文 实在 那时我在学校里 又要读 又要写 又要算 整天忙得不可生交 怎样还有心去念希腊文呢 这种厌倦的心理 是从罪和空洞的性命来的 我是血肉 我是一去不回的风 可是 那些时我能浏览各种书籍 发表各样意见的浅进学时 比以后我当背诵的 爱妮伊斯漂游机更好 更实用 当时 我忘掉了我个人的不幸 去哭嫡多的死 依依殉情 你 我的天主 我的性命 远离了你 执着其途 我却视若无独 不知痛哭 试问 天下最愚蠢的人 不是那个不知自怜 只知为恋爱爱爱妮伊斯 而死的嫡多 而哭的 又是谁 天主 我心的光明 我灵的失良 我理智的经历 我思想的依靠 不爱你 就是死 这种死 是最值得痛哭的 我不爱你 背着你趋向邪恶 在我花天酒地的当 四面传来喝彩叫好的声浪 卓氏的爱情 实在是一种坚情 与不忠于你的表示 喝彩叫好 是强人陷于罪恶的毒素 这些罪恶 我不予以痛哭 而去哭嫡多自闻 而死的悲剧 尘土出身的我 仍依恋着尘土 掏弃了你 去寻求最卑污的东西 假使人家禁止我去念这种传奇 我将为了念不到这种 能使我悲伤的东西而悲伤 可是 人家把这种东西看作文艺妙品 远在那些使我能念能写的 基本学识以上 现在 我的天主 在我心里 我已听到你真理的呼声 不足这样 不是这样 前者要好得多 我宁愿忘掉爱妮伊斯的故事 或别的同类的文字 不愿放弃那些读语写的基本学识 教授文法的学堂里 门上挂着账卖 这项表示学问的秘诀 实则黑暗而已 希望他们不要伸吃我 我对他们已义无所惧了 我的天主 我向你披示我的肺腑 为对于你的正道 表示敬仰之臣 我觉得我的安乐 就在承认我的罪恶之路 希望那些贩卖文法的人们 无依我为声讨的对象 假使我问他们 爱妮伊斯是否一如维基尔所说 曾到过加太基 学识浅漏的人们要说 我们不知道 比较高明的要说 这是假的 假使我问他们 爱妮伊斯的名字是怎样写的 念过这个字的人 都能如社会上通行的 写来一点不差 假使我在问忘记念 忘记写 比忘记世人虚构的故事 更有害于我们的生活 有些脑筋的人 谁都会给你一个同样的答案 童年的我错了 因为我把那些荒诞的传奇 看在实用之实以上 说得再确切些 我爱好前者 我嫌无后者 一加一 二 二加二 四 这种口诀真使我头痛 至于那些满载武士的木马 特洛伊的火灾 克力优色的阴魂 真使我五体投地 第十二章 外希腊文 为什么我讨厌希腊文 人家用它也写了不少的神话 河马的作品 想入飞飞 意去横生 可是仍旧不合我的口味 我想希腊的小朋友们 假使人家也强迫他们 去念维基尔的拉丁语作品 恐怕也要发生同样的反感 实在 要精通一种外国语 是件难事 用外国语写的小说 随便怎样奇妙 总会被言语的困难所冲淡 当时 我对于希腊文 是个十足的门外汉 我的师掌们 用各种恐吓手段 强迫我去学习 我学拉丁语 相反的是 在奶妈们的吻爱 亲友们的玩笑中进行 绝对没有勉强的氛围 我呢 我也很想 发表我自己的见解 这 假使只靠呆板的学校教育 而不起领语 直接的对讲训练是不可能的 为使通我对讲的人明了我的思想 我自然要发奋学习语言 由此可见 自由中的好奇心 比任何强迫恐吓的手段更有弊议 可是这种恐吓的方法 为制止过分的好奇心 也不可全部抹杀它的作用 我的天主 你为维持你神圣的法律 你也御用教师的体罚 和训教者所受的酷刑 是我们迷途之版 第十三章 希望学有所用 主 请你听我的祈祷 希望我的灵魂 在你的纪律上 不要颓丧 你的仁慈救我出了迷津 希望我能歌颂不屑 希望你加给我的甘仪 比任何诱惑的甘仪更强烈 愿全心爱你 全灵吻你的手 至终不限于罪 主 你不是我的君王 我的天主吗 我愿运用我童年时所学的一切 为你服务 帮我说 我写 我读 我算 我都愿为你工作 因为在我学习空虚的事情的当 你赠给了我一种纪律 你又宽恕了我一切有罪的享受 我虽也学了许多有用的字 可是这些字很难从正经的资料里得来 而且这是为学龄儿童开辟了一条最稳当的道路 第十四章 深斥神怪的非非之想 习俗的潮流你是可以诅咒的 谁能抵御你呢 你何时将枯干呢 你把亚当的子孙卷入无边的险海中 你几时会终止呢 这个险海 对那些欺身十字架上的人们也是难于度过的 不是在你的推动之下 我念了丘比特狂吼淫乱的恶史吗 这自然是不能并行的 可是妙处就在狂吼相是为壮人的胆去步他的后尘的 假使一个出于尘土的人呼着 这是河马的非非之想 他把人类的弱点放在神身上 我更爱他把神的伟大放在人身上 哪个修辞学的教师听到这些话 而不深深怪异呢 下边的几句话 四更准确 是的 河马的非非之想 把污秽的人 与神之等量其观 所以人们的丑视脱离丑视的角度 而使会计张文的人可以说 我并没有倒银棍的覆辙 然而效法了天上之神 啊 地狱之海 人子们出金前去学这些不堪的东西 自投于你的灼浪中 那些教师 除了受刺学生们的心机以外 国家依据法典 还予以津贴 事情的冠冕堂皇可见一斑 你撞击四遍岩石 人家在你的声浪中听到 这里人家学字 这里可以养成伶俐的口才 一面为发表你的意见 一面为征服人们的理智 什么黄金鱼 胸膛 欺骗 天鼎等 假使没有戴朗斯的故事 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他描写一个风流的青年 怎样模仿淫乱的丘比特 青年牧师壁画 画中的神 一如神火所传的 正把黄金鱼 降落在达纳厄女神的怀里 进他玩弄的能事 你看 那个青年 怎样的在神的降掌下 放浪行海 那个神是谁 就是那在霹雳声中 震撼天鼎的家伙 我 渺小的人 怎不照样做呢 是的 我做了 我觉得很高兴 不 这是不对的 不对的 这些字 并不为了那些龌龊的事情 而使人异于记忆 相反 这些字 足使那种丑恶 描写的更加精彩 可是 我并不诋毁这些字 它们仍是精致的器皿 我所恨的 就是那些 最汉放进去的震灸 最可痛心的 假使我们不肯喝的话 人家就要打我们 而我们可怜的一群 绝对没有像一个公正法官 申诉的可能 现在 我的天主 我在你圣台前 心平气静的 重提旧事 可是当时 我对于这些东西 念得杏刀采烈 津津有味 人家为了这点 就把可怜的我 看作一个虔诚无量的孩子 第十五章 成绩特殊 我的天主 请允许我 移许我的理智 你的礼物 和我白费的神思 譬如 人家用奖赏荣誉的激励 或肉体踏法的威逼 要我去做件 有害健康的事情 朱诺为了 未能阻止特洛伊王登陆 意大利国 曾奋极忧伤 实际上 朱诺并没有这种表情 这纯是诗人的空中楼阁 我们的老师 要我们根据这个蓝本 用散文来再描写一次 结果 我的作品 人家认为 一面适合他的身份 一面能把他的哀怒之情 在最美丽的词句内 表现得恰到好处 啊 真要命 我的天主 这一切 对我有什么用 当我演讲的时候 同龄同窗的贺彩声 对我有什么好处 只不过一阵风 和一股烟而已 为练习我的理智和口才 起少相当的材料 主 你的圣经里 充满着你的诵词 这应当是我的心的寄托 假使这样 我的心和志 卷入浮华之风 做恶鸟的牺牲 向邪魔百般奉承呢 第十六章 渴望成名 这样 我在虚荣中随波逐浪 这样 我的天主 我远离了你 在浊世中私混 有何足矣 人家把这些人做我的模范 当我在叙述他们善行的文章里 被人捉出了别字 或犯文规之处 他们就以为奇耻大辱 当他们自身的丑行 写得文情并茂 他们就会眉飞色舞 得意洋洋 主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默默无言 你是忍耐的 仁慈的 真实的 现在 你从可怕的深渊里 救起那个寻求你 渴望你的乐趣的灵魂 他向你说 我寻过你的荣光仪表 主 我还要找他 在黑暗的情欲里 人家和你距离得很远 人家离开你 或亲近你 不必起零渔足 这不是路程的问题 那个离乡背景的档子 不需要骏马舟车 他为漂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以便浪费他慈父给他的东西 或插翅而去 或悉行而前 都没有关系 我们应当注意的 就是附近的仁慈 尤其是在收纳档子时 所表演的 在情欲里偷生 就是在黑暗中偷生 就是远离着你偷生 主 我的天主 你素以忍耐为怀 静看着人子们 怎样注意 受自祖先关于文字 和殷结的一切 而忽略你的永生之约 假使一个文学教授 对于人字的殷结 有些错误 人家就要声色俱利地择斥他 假使他干犯你的胜率 仇恨另一个人 人家却一语予以谅解 仿佛最凶恶的仇人 比胸中的仇恨更危险 仿佛仇人所受到的创伤 比因仇恨之气 而在自心上 发生的创伤更严重 实在 我们天父的良心 叫我们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良心 我们比任何文化的爱好更深刻 伟大的主宰 你静静的高居天顶 是最神秘的 你运用始终不渝的法律 在泛滥的情欲上 散播了盲目的抱负 一个追求雄辩光荣的人 在法官前 在群众前 咬牙切齿 猛烈地攻击他的仇人 可是他在辞令上十分注意 不便说出什么在人间 他为谋害另一个人千方百计 一些不带犹豫 第十七章 寒毒素的教育 请看 这个可怜的小孩 我 躺在那种学校的门边 在那里 为避免写一个别字 什么都不厌其烦 假使我偶尔写了一个别字 我对那些作文 比我好的同学 就要妒忌 我的天主 我对你说这一切 就是承认 我怎样可目虚荣 把求育于人 当作我生活的准则 当时 我远离了你 埋没在污秽的深渊中 而不自知 在你眼里 我比什么都丑恶 就是那些师长 为了我的顽皮淘气 爱撒谎玩弄人家 和醉心于卑鄙的表演 也都讨厌我 我在我父母的厨房里 饭桌上 没有偷窃的行为 这或介意满足我的食欲 或介意吸引同谋的儿童 受我收买的他们 兴高采烈地 参加我的一切恶作剧 在游戏中 我的好胜之心 是很剧烈的 我一觉得有失败的危险 我就不惜使出卑劣的手段 可是假使人家 施行这种伎俩 一经发现 我就会声色俱力 提出强硬的抗议 而我若被识破的话 就指之怒吼 不肯认罪 这岂是儿童的无邪 不是的 主 不是的 我的天主 请允许我这样说吧 他现在为了胡桃 小球 飞鸟 对于师长的态度 和他将来为了黄金 土地 奴隶 对于军后的态度 没有什么大分别 一个年龄接一个年龄 教鞭换了较重的刑具 人性还是始终如一 我们的君王 你所以称雪儿童 不过为了他们弱小的躯体 是谦逊的象征 天国是属于那些像儿童一般的 第十八章 感谢主文 主 造物主 最好的天地大君 我们的天主 就是你只许我活个童年的生命 我也应该感谢你 为了只要我存在 我就有生命 有情感 就注意于保持我身的完整 这个完整象征了神秘的万有一统 而我原来即是各中的一环 我在内感的指导之下 驾驭我五官的动作 在一切细小的观念中 我有获得真理的快乐 我不愿受骗 我的记忆力是坚强的 我的辞令是完美的 我爱友情 我避开痛苦 藐视与于卢 这一切 在我这样的一个人身上 不是很奇妙的吗 可是 这一切是天主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的 这一切是好的 这一切就是构成的我 那个造我的是好的 它就是我意志的对象 童年的我用着这一切而生存 我当歌颂它 我犯罪就是抛弃了你 在受造之物 我自身 于别人身上 寻求快乐 荣誉 真理 这样 我陷入了痛苦 烦恼 错谬的深渊 听我的甘仪 我的荣福 我的依靠 我的天主 我感谢你 为了你赐给我的种种礼物 可是 还请你为我保持着它们 你既保存了我 你赐予我的一切 将发扬滋长起来 我的物体 既是你给我的 我将同你在一块 第一章 歧途彷徨 现在我要回忆我 从前的种种罪恶 尤其是我情欲的狂澜 我回忆 并不为了我爱这些东西 可是 我的天主 只为了要爱你 我这样做 是为了爱你的爱 我在哀伤的回忆中 重温噩梦 为保偿你的甘仪 欲 真实的 幸福的 坚固的温柔 你把破碎的我 收纳在你的怀中 我离开了唯一的你 沉沦在万绪千头的纷扰中 年轻的我 淡于淫乐 黑暗无常的爱 我也尽情去陶醉 我的青春受了损伤 在你的眼前 我不过是贪浓血 我却洋洋自得 还要求欲于人 当时我最乐意的是爱和求爱 可是我不止于精神结合 我脱离了有爱的光明之路 从我浑浊的肉欲 和我鼎沸的春情里 腾起了使我窒息的乌烟瘴气 结果平和的爱 骚扰的爱 我移植不出他们的分野了 这两种爱 纠缠不清的在我心里发酵着 可怜 我的青春 就这样沉沦在情欲的漩涡中 你的怒气 枣龙罩在我的身上 我还不知不觉 醉恋的当当声 使我变为聋子 这正是骄傲的法 那么我离你越来越远了 而你 你让我随风飘荡 我在银库里打滚 消耗我大好的精力 而你却无声无息 我的福乐来得太慢了 你既若寒蝉 我继续远离你 从我所拨的种子里产生出来的 不过是忧苦 骄傲 卑鄙 谁能挽救我的危机呢 谁能使我面对女色的浮华 而不浪荡偷闲呢 假使那种青春寻乐的灼浪 不能遏制的话 我愿踏上男女结合 生儿育女的常轨 主 这是你的法律 你这样继续保存了当死的人类 可是人间天上的时代 在你温和的手腕下 这种野性是驯服的 实在 我们虽远离着你 全能的你 还在我们身边 为什么我没有更细心的 听那来自九天的声音呢 他们将在肉身内遭受苦难 而我要使你们不至波及 不与妇女接触 对男子是件好事 没有女人的人 只管天主的事 只想忠乐他的圣意 受婚约束缚的人 当管臣事的事 当取悦于女人 这些话 为什么我不能洗耳恭听呢 受公刑而入天国 得到你的怀抱 对我不是件更有福的事情吗 可怜的我 昏头昏倒 随波逐浪 离你越来越远 我便犯你的诫命 我也逃不掉你的责罚 实在 谁也逃不掉 你常在我的左右 辞速地把酸苦 放入各种违法的快乐里 为促我去寻求纯粹的快乐 主 这种快乐 不在你那里 在哪里呢 你的诫命里的痛骗 是你假装的 你为医治我们而在打击 你为救我们于死亡 而予以杀戮 我16岁的时候 我在哪呢 不是远离了你的幸福之家 漂流在封尘中吗 银勒的疯狂 完全征服了我 你最为历尽的浪漫行为 竟是俗世纵容的东西 我的亲戚 也不想用婚姻来阻止我的堕落 只要我有悬河之口 能写美妙之文 第二章 咸游浪荡 那一年 我的学业终止了 我离开临城马都拉 在那里 我开始预备研究文学与雄辩学 人家给我筹划了一年的经费 使我在加泰基所异常时期的拘留 我的父亲虽是塔加斯特的平民 但未实现他的奢望 往往不顾他的经济状况 这些东西 我向谁去告诉呢 我的天主 舍你其怀 可是我告诉你 就是告诉我的亲友 告诉世人 能读到我文学的人虽不多 那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我要这样笔录下来呢 因为我要读者和我明了 那个我们在里头呼好的诱缘 是多么深的 一个忏悔的心 和一个以信德为准则的生活 不是最能动你心的吗 当时 为了我父亲 不管家庭的拮据 慷慨接济 他在远地读书的儿子 谁都忌口称扬他 许多富有的人 哪里肯为他们的孩子 做这种牺牲 可是逐渐长大起来的我 在你眼前怎样 在真操方面怎样 他都不注意 他只要我口落悬河 滔滔不绝 就是了 实在 我的天主 你是我的灵主 我的心的唯一的 真的和善的主人 可是我对于你 一点没有认识 行年十六 家境的清寒 终于把我拉出了学校 强迫我诸首家园 与父母一起 当时 我的情欲的荆棘 长得高出头顶 而没有一手去加以剪除 一天 当我沐浴的时候 我的父亲忽然发现 我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他就在不久的将来 可见孙子的兴奋情绪下 走去告诉我的母亲 这种麻醉的情绪 使人忘记你 他的造物主 而去爱你的受造之物 这种无形的振灸 使人忽恶不圈 倾向卑鄙的事情 可是 你已开始在我母亲心里 建筑宫殿 预备你的府地 我的父亲 也心列明于妄教者中 他忧心如焚 为那些不知面向你 只知以背对你 而行的人们寒心 我的天主 我怎样敢说 在我和你背道而驰的当 你真的肌肉寒蝉呢 你真的对我一点不作声吗 这些你的忠心的婢女 我的母亲 频频在我耳边所尽的言语 不是从你来的吗 可是 没有一句话 找到了通入我心的路 也就不能使我听你的命 他恳切地暗中嘱咐我 要避免奸淫 尤其不可与有夫之妇同奸 这种妇人见解 我不屑予以接受 实在 这种见解就是你的见解 而我独步是不知 我以为你不讲话 讲话的只是他 岂知借他嘴向我说话的 就是你 所以我 他的儿子 你的仆毙的儿子 轻慢他 就是轻慢你 可是我盲无所知 盲目的我 正向堕落之路奔驰着 在与我同龄的青年中 我独怕在丧尽廉耻的事情上 不能胜人一筹 因为我每听见他们 自夸他们的种种劣迹 更是无法无天 我也同流合污 并不止为了什么快乐 也为了一种荣誉 罪恶有什么可责之处 我为了怕人家的嘲笑 弄得更污秽不堪 为了表示 能同那些一丘之和 并驾齐驱 没有做的恶事 我也假装已经做过 我深怕我因无罪而受人轻慢 我因贞洁而受人藐视 请看那些我同他们搭伴 逛游巴比伦风月场的 是怎样的一批人 我在乌泥中打滚 如在香花中沐浴 无形的敌人 为使我执迷不悟 把陷于乌泥深处的我 再予以践踏 他设法诱惑我 你知道我是怎样 易于受诱惑的 在我离开了那个巴比伦中心 迟迟地向外围走去的时候 我的母亲 敦促我度一捷径的生活 我母亲在她丈夫的忠告下 仍不想用正式夫妇之爱 来挽回我寄到的情欲的狂澜 这种狂澜 她明明知道 将来对我是个危机 她生怕婚约会打击 她在我身上所寄予的希望 这种希望 不关我后世的生活 这她已托给你了 两个老人家 切切关心的是我的文学生活 我父亲自己 对你也默不关心 所以对于我的前途 只希望能安抚尊荣 我的母亲呢 她深信 我所受的古典教育 不但与我无害 且在一定范围之内 可以引导我归向你 第三章 偷窃的故事 主 盗窃一定是你的法律所禁止的 这个法律刻在人心上 他们的罪恶不是能取消的 哪个被小偷窃而甘心的呢 不论窃者怎样穷 遭窃的富人 总不肯予以谅解 我呢 我曾想偷 而我的偷 并不为了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纯为了厌恶公义 沉沉沉于恶的心理 我偷的东西在我家里很多 并且还要好呢 实在我并不爱我偷的东西 我所爱的就是偷窃就是罪恶 我家园地的旁边有株梨树 树上挂满着梨子 那些果子并不怎样美 怎样掉人口味 一天我们一群丸童 照我们的恶习 尽情胡闹之后 乘着更深夜境 跑去摇纳猪树 把树上的果子摇落金光 我们满载而归 并不为了想嚼个痛快 却全拿去喂猪 就是我们也吃一些 我们的乐趣 纯为了这是饭尽的 天主 请看我的心 是怎样的一个 他沉沦在深渊中 你却怜惜他 这一个心 你假使问他 在哪里干什么 为什么这样坏 他的答案无非是 为恶而作恶 我爱丑陋罪恶 我爱我的死亡 我爱我的堕落 我所爱的 不是使我堕落的对象 而是堕落的自身 满沾醉污的灵魂 脱离了你的保障 自甘堕落 他在这丑恶的 分为金贪求的 无非是丑恶 第四章 放浪的原因 在各种美丽的东西中 像金子 像银子 都有一种吸引力 在性的接触的快乐力 舒适是个要素 五官对于物质的东西 各能感到一种兴奋 世俗的荣华 统治的全能 也都有它们的价值 抱负的剧烈心理 是从全世得失中产生出来的 可是主 为获得这些不同的利益 我们很能不被秘密 不侵犯你的法纪 我们在这世界上所过的生活 自然也有它的乐趣 这个乐趣 一方面是从生活的美中来的 一方面是从同伴物协调里来的 人间的有爱是温柔的 为了这种关系 许多心能变成一个心 这一切的切 给我们犯罪的机会 当我们不合理的依恋那些 悲下的东西时 我们就遗弃更美善的事物 甚至于你 我们的天主 你的真理 你的诫命 也不在例外 一切事物 自然也有它的吸引力 可是 我的天主 造物主的吸引力 是决然不同的 一人的快乐 就在他身上 他是重症人君子的幸福 哪里是罪恶的原因呢 当人们在罪犯身上 找到了追求或怕失落 一种低级利益的意志时 他们就满意 以为得到了答案 那些低级的利益 在高级和超级的利益前 不论怎样悲露 仍保持着他们的美 他们的价值 某甲杀了人 为什么他去干这种勾当 可能为着他垂涎于 某一的妻子或财物 可能为偷他的东西 以维持自己生活 可能怕某已会害他 可能为报复一种夙愿 他能否无故杀人 杀人唇未满足他血腥的怪皮 谁会相信呢 人家说 从前有个人 他是个怪物 残暴的疯子 他没有目标 杀戮无辜 可是历史家还给他 找出一个理由 他怕不活动 会麻木他的手 或他的理智 到底一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他运用这双毒手 为变成罗马的主人翁 夺得荣华富贵 解放他怕法律 怕艰难的心理 这个双重心理 是从他无视良心的身赤 和菲薄的祖产产生的 为此卡迪里那所爱的 不是罪恶本身 而是借罪恶能达到目标 第五章 为罪恶而作恶 哦 偷窃 黑夜里的罪恶 行年十六的我 究竟何爱盯你呢 美吗 你是偷窃 何美之友 我这样同你谈话 是否为了你是个实友的东西 那些我们所偷的果子 却是美的 因为造他们的就是你 无比的美 外有的造物主 好天主 无上的天主 至善 我的真善 那些果子 却是好的 可并不是我卑鄙的心所摊的 实在 我拥有许多还要好的苹果 我去采 纯为了这是件偷窃行为 我采了之后 我就予以抛弃 奈我寻昧的 使我称快的 罪恶而已 就是我也尝尝嘴 也不过夸张我的罪恶而已 主 我的天主 现在我要问在偷窃行为里 夸惑我的究竟是什么 他本身什么美都没有 我说美 我不说正义与智慧的美 我也不说理智 记忆 五官 生命的美 我也不说奇异星象 海 陆雨其中寂寂成成 一切新尘代谢的动物的美 我更不说罪恶包藏的 残缺的迷人的美 骄傲使人虚张声势 不知 我的天主 独占凹头的只有你 奢望使人寻求名誉光荣 不知名誉光荣 永远是你的专利品 全者的铁腕 固然是可怕的 可是 天主 该怕的 只你一个 何时 何地 何如 何人可以 消灭你的全能 浪漫之徒 可求稳爱 其知你美丽的光明 无上真理的爱 是最有益的 好奇心带着科学研究的色彩 可是你贯通一切 鱼桌 以简单天真为面具 可是什么比得上你的简单呢 不是你比什么都天真吗 麻烦罪人的就是他们的事业 懒惰以寻求安静为名 可是天主以外 哪里找得到持久的安静 奢侈自以为丰富 可是你是不朽之乐的不借源泉 浪费自以为充盈 可是你是众善的无穷宝库 吕色贪多物得 可是你拥有一切 极度想争先 可足你在一切之上 发怒要报复 可是谁都比不上你报复的公正 恐惧急于守护他所爱的东西 忽然意外的危机临头 就要长虚短叹 可是对你是没有意外的 突如其来的 谁能把你和你所爱的 逗破瓜分呢 在你以外 哪里找得到一个安全之所 忧虑为了他丧失的 和使他满足的东西 长左右惆怅 他满望如同你所有的一切 什么都不能予以剥夺 灵魂的堕落 在于离开了你 贪图外物 当之脱离了你 他不会找到什么清明的东西 离开你和违反你的人 还是要效法你 可是这样效法你的人 势必承认你是普世的造物主 因此不论怎样 人总不能全部脱离你 我究竟何爱于偷窃 我怎样无意的 在罪恶里效法你 为侵犯你的法律 为了无法使用暴力 我是否乐于采取一种欺骗手段 我是奴隶 我还戴着自由的假面具 大胆妄为 装出你全能的做派 你看这个奴仆 怎样逃避他主人的耳 去寻黑影 啊 腐化 啊 妖怪的生活 死亡的深渊 犯禁的事件 取乐于我的心 是否纯为了它 是在尽力之中 第六章 自诵自成 主 我怎样感谢你呢 我想到以前的种种罪恶 我的灵魂一点感觉不到惧怕 主 我愿意爱你 谢你 称养你的圣名 因为你宽赦了我这样多的罪果 你的圣宠 你的仁慈 使得我的罪恶全部兵逝 还有许多的罪 我能反而性模犯 这也当归功于你 什么罪我都会犯 因为我就足 对我没有益处的罪 我也依依不舍 我感谢你 因为你宽免了我明知故犯的罪 又使我避免了不少的罪 谁敢说 软弱的人 他的行情神洁 是账自己的利 谁敢相信 为了他既不需要你的仁慈 就可以比那些 从迷途里回来的人少爱你 希望特别听你招呼 没有犯过像我所犯的罪的人 不要讥笑我 当之那个治好我病的医生 就是使他不生病 或少生病的一个 他该同样的爱你 我说什么 他该更爱你 因为你解除了我的罪恶 你却使他不限于罪恶 第七章 狼狈为奸的乐趣 我想到那些罪恶 尤其是为偷窃而偷窃的罪恶 我每面红而至 那些罪恶究竟给了我什么好处 实在 偷窃有什么可爱 一点没有什么 只使我做一个更可怜的可怜虫罢了 可是 假使我是一个人的话 我也不至如此 我还记得 当时我却有这种心理 假使我是一个人的话 我一定不会犯的 我犯罪是为了逆不过朋友们的情面 那么 我又不是为偷窃而偷窃了 可是这样狼狈为奸 又为什么 那么 究竟我为什么去行窃 谁能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 不是那个光照和洞主我心灵者是谁 谁引我去这样搜寻 研究 思考呢 假如我对于我所偷的果子 真感到兴趣 甚至垂涎的话 我一个人已足 何必去与人同谋 借以畅快我的贪心呢 既然我无心于那些果子 那么 我的快乐 就在共同做监犯科之中 这是什么一种心理 这一定是很可耻的 我是个可怜虫 可是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谁能为罪过下个切实的定义 这是一种称心的微笑 在人冷不提防的时候 来一个恶作剧 使他哭笑不得 这是当时我们以为最得意的 为什么为了与人共同作恶 而我这样不亦乐乎呢 是否为了独笑不如共笑的更有趣吗 可是 有时一个人虽形单影之 忽然看到或想到一件滑稽的事情 也会捧腹大笑的 总而言之 假如我是一个人的话 我绝不会行窃的 啊 我的天主 这都是我心灵活现的回忆 假使我是一个人的话 我是不会去偷偷摸摸的 就是因我行窃而感到兴奋 也不在偷盗的东西 而在偷窃的本身 假使我是一个人的话 对于偷窃 我也不感兴趣 我也不会干的 啊 那害人的有爱 不可思议的精神诱惑 恶作剧的心理 损人的怪癖 个人绝对没有什么 私利仇恨的踪迹 只要一人喊出去干的口号 自己就会以有耻为可耻 谁能从这堆乱麻里 找出个头绪来呢 我不愿再思想 再看见这种可耻的事情 现在我要的 就是你 纯洁正义美丽之源 你为人预备的幸福 是无限的 在你那里 有深厚的和平 稳定的生活 到达你身边的人 已进了主的月宫 他将无忧无虑的 止于至善 我的天主 我青年时 一度远离了你 徘徊歧途 我身上所有的 一堆粪土而已 第一章 觉性的烦闷 我到加太基后 觉得到处是一片 鼎沸无耻的情场 我虽还没有爱 我想到爱 就蓬蓬心动 最心于爱的我 还嫌爱的不足 我正在寻求爱的对象 我爱爱 我讨厌一个平凡的生活 一条没有陷阱的道路 我的天主 为这少了你精神的食粮 我心已摇摇欲坠 我饥饿 这是一种决性的冲动 我并不寻求不朽的食粮 这又不是为了我以保育的缘故 可是我越缺少了这种食粮 越觉得它的无味 为此 我的灵魂是不健全的 满目疮痍的 专想从物质上寻求刺激 不过 假使那些物质没有灵魂 人家也不会爱的 我欣赏爱人的肉体 我觉得 爱和被爱是很温柔的 那么 在有爱的清泉里 我投下了一堆不洁的东西 又使它的田径 笼罩在淫乱的黑云之下 满腹虚荣 丑陋不堪的我 还自以为文质彬彬 态度风雅 这样 我就陷入爱的漩涡 自甘沦亡 我仁慈的天主 你的好心 一再用酸苦 来警告 罪卧在软红尘里的我 我爱爱 我也感受一意的束缚 于是极度哪 猜忌哪 恐惧哪 发怒哪 争斗哪 种种恶劣的思潮 澎湃的涌上心头 第二章 剧迷 我用酷爱戏剧 大舞台上 可以找到我自身痛苦的写账 以及浴火的燃料 为什么人总联系这种悲剧呢 他一定不希望身利其境 可是官聚者自然会表示同情 而这种同情心 就足他的乐趣 这是什么 非一种可怜的错误为何 因为我们的感情越旺 我们的感觉越尖锐 受苦就是患难 向蒙难人表示同情 这是慈悲 可是 对于戏台上虚构的故事 谈什么同情心呢 官者绝对不会因此被敦促去援救人家的 不 他只被隐居痛哭 他越能体会剧本的精神 越觉得悲伤 假使这种悲剧 或出自传授 或出自幻想 不能引起他的悲伤之情 他临走 必则有繁衍 表示不满 假使他看得乌业欲绝 他必性会淋漓 台怀不忍离去 那么我们所爱的就是泪 就是悲痛的情思 可是人所体味的不是快乐吗 谁都不愿意受难 却肯对别人表示的坚情 是否为了在同情的心理中有痛苦 而艰苦也就受到了人家的爱 有爱是同情心的泉源 可是他向哪里去哪里留呢 为什么他奔向沸腾的年汤 邪乐的深渊流去呢 本来天一般青的他在那里 就变了之同流合污 那么同情心就当予以抹杀吗 绝对不是 有时我们能爱痛苦 可是我的灵魂 希望我的天主 我祖宗的天主 事事当受赞美称阳的天主的保护之下 提防淫罪吧 现在我的侧隐之心并没有削弱 可是当时置身大舞台前的我 也感到情人间互相热络的快乐 虽是作戏没有多大关系 假如彼此一气 我觉得不胜恶腕 这些不同的情绪 对我都是一种愉快 现在陶醉在淫乐中的人 比失去桃花韵的人 更能引起我的惋惜 这是名副其实的惋惜 可是 内中失败者的痛苦 并不使人畅快 怜惜遭难的人 原是爱德的义务 可是真正慈爱的人 希望遭难者减少 假使心肠促侠的话 可能有一种慈悲的人 希望世上有遭难的人 建议表示他的同情 若干痛苦是足以夸奖的 但是没有一个是可爱的 主 天主 你爱护人灵 你的怜悯之臣 无穷纯洁 绝对不是我们所可比拟的 因为你是任何痛苦所不能伤的 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人 当时我是个可怜虫 我爱痛苦的感动 而且也去找寻机会 空中楼阁的悲剧 登场人物的表演 越能使我流泪 越是盛我心意 这有什么稀奇 耐不住你的看护 在遥远的地方 孤零零 漂流的亡羊 满身长着可耻的恶疮 为此我爱痛苦 自然不是那个令人难看的痛苦 因为我虽爱眼见 却不欲身受 而是那个使我轻轻吸痒的痛苦 可是这种接触 一如被指甲抓到后的皮肤 使我发炎 腐化 浓血淋漓 这是我的生活 我的天主 这怎么可算是生活呢 第三章 一群炒客 你的仁慈长高高的笼罩在我身上 哪种罪恶我没有犯呢 我抛弃你 去顺从谢圣的好奇心 他献我于大逆 使我做魔鬼的奴隶 我的种种恶行 就是我对于魔鬼的心香之计 你的鞭子不停地向我打来 在你的圣殿里 当举行圣大典礼之计 我竟敢垂陷于死亡之国 且定下了采摘的计划 你的手更强烈地压在我身上 可是从我的罪恶的一角看来 并不算相当强烈 我的天主 你是我无银的仁慈 我大难中的救援 可怜的我 更是一副傲气 昂着头 背着你 走邪路不走正路 贪图逃亡的自由 这些人家所称的荣誉学问 不过用来抵匪罢了 若是我说谎说的 越冠冕堂皇 我的成绩越斐然可观 这是人们的荒从 他们还自以为得意 在那文学院里 当时我已占了王座 趾高气扬 目中无人 可是主 你知道 比起别人来 我还是循规蹈矩的 我绝对不参加那些 导弹鬼的一套翻天覆地的花样 这种妖魔的勾当 他们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那么 在我放荡的路上 还带着几分廉耻 我对他们无缘无故 戏弄新同学的种种恶行 虽表示增厌 然我仍同他们 悠哉悠哉地私混着 这不是魔鬼的勾当 是谁的 对他们 导弹鬼的名字 是最适合不过的 可是他们戏弄人家 他们就在他们的心中 戏弄里 受魔鬼的戏弄 他们叫人家钻的圈套 也就是 他们自己 再钻的圈套 第四章 荷尔顿西乌斯 柔弱之年的我 就在这一群家伙中 抱着饱藏人是虚荣的心理 研究修辞学 根据进度表 我当读荷尔顿两乌斯 这是西塞罗的作品 劝人重视哲学 这位作家的词枣 比他的心灵更受人称颂 这个读物改变了我的心 使我举心向你 又刷新了我的志愿 一转瞬间 在我空洞的希望中 我只见到卑鄙 在一种特别兴奋的情绪中 我寻求永远的智慧 我觉得我已开始归向你 而且已不想专于 抵立猴舌上努力 这是我母亲的唯一目标了 当时我正十九岁 离开我附近的死财两周年 不 不 我念这本书 并不为抵立我的猴舌 最使我最新的 不是文章 而是文章的内容 我的天主 当时我可欲跃出红尘 直取你钱 不过 我还不知道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智慧在你 哲学 希腊文理 称爱智慧 这个爱火 就是那卷书 所以焚制我心者 不少的人 竟假借哲学名义 哄骗的他们利用这个响亮的 负诱惑性的 可崇拜的名义 渲染他们的异端邪说 荷尔顿西乌斯的作者 把历代自命不凡的贤者 逐一予以批评 他的批评是与你的中途 是图保罗在你逐照之下 所写的几行香和福 你们当注意 那个享用哲学 同根据人的传授 和世俗的短见 违反基督的花言巧语 来侵袭你们的心 当之圆满的神性 有形地寄托在基督身上 那个时候 我心知光 你知道 虽然我还没有认识 这几句圣徒的话 可是 那段书中的文字 非常使我乐意 因为它刺激我 熏制我 催促我去爱 寻 追求和获取 不是这种或那种学说 而是不拘行迹的智慧 这个心火所以未能直冲的理由 为了那里没有基督的名字 主 照你仁慈的计划 这个名字 你 圣子 我救主的名字 当我在母亲的怀里吃奶的时候 我孩子的心 早已热烈地尝过 它深留在我的心底里 所以没有这个名字的书 不论它怎样文雅 漂亮 准确 总不能使我称心如意 第五章 圣经的淡薄性 那么 我决意研究圣经 一看它的真相 我觉得 这不是骄傲的人所能了解的 也不是小孩所能领会的 粗看是平凡的 可是 越读越觉得高超到处垂着神秘之墓 我不能内进 又不肯俯首而前 刚才我所说的 与当时我所感的 可说风马牛不相及 这本书 我以为不配与西塞罗复利堂皇的著作 相提并论 我的观察未能深刻 我的傲气使我轻视它的简陋 当执念这本书的人 越谦小 念起来越透彻 可惜我不甘奸小 把虚荣认为真正的伟大 第六章 一端的耳 这样 我就沦为骄傲 淫荡 花言巧语的一派人 他们满口魔障 你的名字 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安慰之主 圣神的名字 也是他们或人的法宝 这些名字常挂在他们的嘴唇上 可是 这不过是一个声音 一种没有意义的口头禅 他们的心是空的 谈不到什么真理 他们虽终日喊着真理真理 不停地同我谈真理 可是在他们身上 哪里有真理 他们错谬地在谈你 真正的真理 和你所创造的 宇宙的成分 在这个范围内 就是哲学士发现什么真理 我的父亲 我的至善 我的至美 为爱你缘故 我也当置之不顾 当那些人或用口 或用书 千头万叙 叠叠不休地向我称 你的名字的当 我从灵魂深处追念你 永远的真理 当我的灵魂饥饿的时候 他们攻击我的菜 不是你 而是日月 你的奇妙的作品 可总是你的作品 而不是你自己 也不是你第一流的作品 因为无形的受造之物 比天空中的日月星辰 还要美妙得多呢 我所渴望的 不是什么美妙的受造之物 而是你 没有变化 连变化的影子 都没有的你 可是人家放在我书桌上的 无非是美丽的海市蜃楼 崇拜那个我目睹 和时有的日月 比依恋那些 有眼而来 欺骗心灵的东西 更能得到谅解 我竟把那些东西 当作你 当作我的食粮 可是 我感觉不到多大滋味 因为你在我嘴里 没有放真实的味道 你和这些虚假的东西 一点没有关系 那些东西 不但不滋养我 而且使我日趋瘦弱 我们梦中的食物 像我们醒食的食物 可是梦中的食物 不能养睡着的人 主 这些佳肴 同你告诉我的真理 完全不一样 这些虚想 不像我们肉眼所见的 天地间的物体 是真实的 我们如禽兽一样 也看见它们 它们比我们想象里的 它们的像 更确实 相反的 我们对于 直接给我形象的东西 认识 无穷的东西的认识 更加准确 当时饲养我 而食不养我的东西 就是这种幻想 可是 你 我的爱 软弱如我的力量来源 你也不是天上所见的物体 也不是地上所不见的物体 因为它们都是你的成绩 而且不是高级的成绩 我当时的幻想 当时的虚想 离你是这样远的 物像比幻想更真实 物比物像更真实 可是还不是你 你也不是生活的灵魂 生命比物体更美好 更准确 你是灵魂的生命 一切性命的生命 你自动活着 你绝对不变 你是我灵魂的生命 当时你在哪里 离我不是很远吗 我离开了你 远远的漂流 连我那以前未诸的巷子 也得不到一个 骚人默克的预言 虽也卑鄙 但比那些谬说 总胜一筹 是的 诗歌与非的密提阿的悲剧 比神出鬼没 像五黑洞抗战的五行 更加有用 这些空中楼阁 足以杀害信以为真的人 从那些诗歌里 我也可以找到精神实量 非的密提阿 我虽也朗诵过 也听人家朗诵过 我从没有信以为真 可惜我却最心于别种狂妄 一阶段又一阶段 陷入了深渊之底 我的天主 我在黑暗中寻你 我向你忏悔 你在我还没有 向你忏悔的当 以可怜我 可是我寻你 我不用那我们 所以异于禽兽的理智 而根据我的肉体的感觉 你在我身上 比我的内心要深 比我的理智要高 我遇到了 我遇到了所罗门之 慧王所说的那个 泼辣无实 坐在他门前 这样讲话的女子 请你不要疑惑 吃这个奥妙的面包 喝这个神秘的水吧 他迷惑了我 这也不足诧异 因为我的迷惘之心 正在咀嚼我决性 攻击我的一切 第七章 摩尼的学说 我并不否认 那个真正存在的真理 我受人家的刺激 我赞成那些狂徒的意见 他们问我 恶是从哪里来的 天主是否居留在一个物行中 他有没有发着 多欺者 杀人者 打死畜生者 是不是一人 这些问题使我不安 背着真理的我 似仁倾向他 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 恶就是善的缺陷 彻底的讲起来 恶就是灵 我能否见到他 我的肉眼只看有形的东西 我的神物只看缥缈的幻象 我当时还不知道 天主是神体 没有什么长阔肢体 和什么物质的 因为一件整个的物质 大于他的任何部分 假使他是无穷的 那么他拿占据一定空间的部分 是有限制的 他不像神体 不像天主 整个地 在各不同的空间中 至于在我们身上 我们 所以生存的 为什么圣经上说 我们是天主的肖像 那么 我却茫然无知 我也不认识 奈德内心的正义 他不以习俗为裁判的标准 而以全能天主的永律为标准 他根据地狱时代 制定各时代各地狱的风化 不同的时间空间不能加以改变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摩西 大魏和别的受过天主赞美的人们 虽在愚人眼里认为不义之人 在永律前 却都是义人 那些把私人的管件 去测量整个人类道德的家伙 正像不知使用武器的人 用绑腿来保护头 用钢盔来穿在脚上 而还怨恨什么都不中用 又像那在晚上休息日已经开始之后 为了不能售出货物 怒气冲天 自言自语 为什么早上可卖 晚上就不行了的人 又像一个看到一家之中 一个奴隶 出了别的执酒杯的奴隶不许出的东西 或者看到在马棚后做的事情 不能在饭厅里做 而咆哮不平 以为在同一屋内 同一家庭中 个人个地 为什么待遇做法不能一致的人呢 同样 若干知识幼稚之辈 看到古时艺人许做的事情 现代艺人已不能原力 而名不平 实在 天主因时至宜 为这些人定了这种法律 为那些人定了那种法律 可是 截至他们的 都是同一的正义 在同一的人身上 在同一的日子里 在同一的房屋中 你不见适合一个肢体的东西 未必适合另一个肢体吗 你不见刚才开始准行的事情 一小时之后 又视为利尽吗 你不见在这只角落里 允许做或当做的事情 在另一只角落 虽近在咫尺 却干犯法计 而应受处分吗 是不是为此 正义是变化无常的呢 不 它不变 变得是它驾驭的时代 时代的所以变 理由就在时代的因素中 人在世界上的生命是短促的 根据有限的经验 他绝不能了解 古代或别的他未能目睹的社会情形 可是 在同一人的身上 同一的口子里 同一的房屋中 他很易看出 什么是配合这个肢体 这个时间 这个地方 或这个人物的 那么 同一的事情 假使发生在张三身上 他就要惊奇 假使出现在李四身上 他就不以为意了 这些真理 当时 我却不识不知 我也一些不予注意 这些真理 从各方面映入我的眼帘 可是我竟视而不见 我吟诗 蕴角的支配 我也不得随意不同的尸体 要求同一的蕴角 就是在同一首诗里 蕴角也不是都一样的 我所运用的诗蕴学 不是机灵狗碎的东西 而是个整体的组织 我还不知道 那个圣贤们所服从的正义 怎样同那些 从他产生出来的一切法规 在一种至高无上的系统下 打成一片 他的根本虽绝不动摇 可是他随着不同的情形 做不同的适当的表演 盲目的我指责我们忠厚的祖宗 不但对于现在 为天主的马首是瞻 就是对于将来 也为天主的启示是从 第八章 伦理的经纬 全心 全灵 全意爱天主 及爱人如己 能否有意识 在一地 会变成一句不合理的格言 绝不会的 为此 违反本性的罪恶 如同所多玛人的淫乱 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永远当手朱拔 就是在整个人类 倒了所多玛人的覆辙之后 为了天主的永虑的不容侵犯性 也是不能解禁的 天主和我们的中间是社会 用淫乱糟蹋天主 给我们的本性 就是侵犯社会 至于那些违反风俗习惯的无耻勾当 当看不同的习俗予以避免 一城或一国 赖以维系的习惯与法律 绝对不该为了一个市民 或一个外国人的好物 而遭受牺牲 不与整体协和的部分是可耻的 可是 当天主颁布了与习俗 或一种约章冲突的命令 即使这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 从没有做过 也当奉行实施 假使这件事情 已经废弛的话 当使它复兴 假使它还没有的话 当使它成立 一个君王 在他掌管的城里 尽可以创立一种 前人或他没有想到的新法 听他的命 并不破坏该城的社会原则 相反 不听他的命 倒是破坏社会原则 因为听君王的命 也是社会组织的基本 那么 对于天主 天地大军的命令 岂不更当绝不犹豫的去服从吗 在社会的组织里 下级当服从上级 当知天主是无上的上级 关于反性的罪恶的观察 也可以引用于别的 或以崩毁 或以暴力陷害人的罪恶 这些罪恶 或为了报复 如在两个仇人间 或为了贪财 如拦路行结 或为了避祸 如对于自己不信任的人 或为了嫉妒 如穷汉献富翁 富翁怕人家会和他病驾齐驱 或恨人家已达到目的 或为了幸灾乐祸的心理 如讥笑戏弄人家 这是几种主要的罪恶 他们的根子是骄傲 好奇心和追求肉身的快乐 可是有时只根于一种 有时却根于二种 有时竟根于三种 欲最高尚最温和的天主 在这罪恶里生活的人 常干犯你的十戒 十二前三戒 十二后七戒 可是任何罪恶都不能侵犯你 因为你是无法可以糟蹋和损害的 实在 你指发人们 违反自己的罪恶 因为他们得罪你 同时就损害了他们的灵魂 他们的罪恶 或出于过度的享受 或出于逆性的举动 无非自骗罢了 他们用思想 用言语 反抗你的权威 有时他们的大胆 竟敢冲破社会的屏障 独立门户 照他们的好物 创造各种派别 啊 生命的全员 你是普世独一的真的造物主 大君王 只知有自己的傲心的人 就把部分当了整体 一个人怎样会面向你呢 不是依靠一种笑题之臣吗 你好我们的恶习 对于悔过的人 你慈祥匪策 你俯听我们罪奴的呼声 你解放我们自作自负的锁链 只要我们放弃桀骜的自由 在不怕失去一切的心理之下 爱至善的你 超过了爱我们自己 你就会予以援救 可是 在许多大罪巨恶之外 还有一种热心修得者 难免的过失 从修成的一面看来 人家可以为此责备他们 可是 为着他们将来发生的家国 一如轻描的玉宝秋收 人家也当称羊他们 若干行为带着罪恶的色彩 但并不是罪恶 因为他们又不损害你 我们的天主又不损害社会 比方一个人 储蓄若干硬食的养生之物 是否有贪财物的嫌疑 又比方一个合法的政治机关 因处分一个罪人 而感到满意 是否合理 为此 有许多行为 在人们的眼里 像是当受责备的 可是你并不以为罪 相反 许多人们歌颂的事情 你却不以为然 实在事情的外表 每与其人的心理 会截然不同的 我们的环境 为我们有时 也许是神妙的 有时 你突然下一道非常的命令 叫人们做一件 你从前所禁止的事情 所以你暂时不宣布 你的理由 或竟与一地的社会习惯 发生冲突 你的命令应当服从 还能犹豫呢 正义的社会是个 服从你的命令的社会 确切承认你是出令者的人们 是有福的 你的仆人的一切行为 或为满足你现在的需要 或为开放将来的门户 为了我不明的这些原则 我对于你的圣人先知们 每吃之以鼻 不知我嘲笑他们 我也受了你的嘲笑 因为慢慢 一阶段 又一阶段 我竟妄想 人家所摘的无花果 和产生无花果的树 会蹦着泪江枯成一团 假使一个圣贤 摩尼派人所称的圣贤 吃这个无花果 最裁果子的不是他 他却把天使们 天主的分身 放进胃口 又在他的呼吸和祈祷声浪中 抬到外面 这些无上真实的天主的分身 假使不受圣贤的崖位的磨难 将永远存留在那果子中 真可惜 我相信那些为人们 而由地上产生出来的植物 比人们更可怜 摩尼派人以外 谁问我要些冲击的东西 我认为 虽一口之微 也当受断头之行 第九章 摩尼加的梦 你从天上伸下手来 把我的灵魂 从黑暗的深渊里拯救起来 当时在你面前 我的母亲 你的忠信的婢女 为了我 哭得比哭亡者的母亲们 还要凄惨 因为她从你赐给她的 性光与精神里 觉得我不过是个行尸 主 你竟抚允了她 你抚允了她 你没有藐视她的眼泪 她祈祷的地方 到处泪流如注 是的 你抚允了她 这个梦 这个你用来安慰她的梦 是从哪里来的 她从此答应我 和我住在一块 食在一桌 有一个时候 她为了痛恨我的罪恶 不肯和我同居共处 她梦见自己 站在一个牧尺上 一个青年走近她 她又漂亮 又活泼 像绸云满面心事满腔的她笑着 她问她 为什么忧苦 为什么天天哀哭 这如在别的同样的情形下 不是向她探听什么 却是指导她 她答道 她正为了我的沦亡而悲伤 青年叫她放心 又叫她注意 我就在她的身边 她就开始注视 觉得我真的在她身边 和她站在同一的牧尺上 这个梦是哪来的 至善全能的天主 不是从你来的吗 你把你的耳朵 倾听她的心声 你看守我们每一个人 像只看守一人 你看守众人 像只看守一人 这个梦是哪来的 她向我叙述她的梦境的时候 我叫她 不要为我失望 她毫不疑惑地对我说 不 她并没对我说 她在那里 你也在那里 她却说 你在那里 她也在那里 主 我承认这点 且已不止一次了 假使我的记忆力还不差的话 你用我尽肯的母亲的嘴 给予我的答案 她在我错误的 见解前的镇静 她见识的敏捷 指导的准确 使我非常感动 绝不是那个 为安慰这个热心女子的烦恼 而预先向她报告一个喜性的好梦 可以比得上的 差不多 九年之间 我在深泥潭里 我在虚化的黑沟壑中打滚 我求自拔的努力 不过使我越陷越深 可是 那个贞洁的 热忱的 淡薄的 你所爱恋的寡妇 怀着悲伤希望的情绪 不断地在你台前为我哀悼 她的祈祷的声浪 向你飘去 你仍让我在黑夜中翻滚 第十章 又一个预兆 你又给了我另一个答复 这 我还可以记得 我抛弃了许多事情 赶紧来同你 他使我向你表示感激的问题 可惜 那中不少已被我遗忘了 你又利用你的祭司 一个教会里 经就圣经的大主教 来给我另一个答复 我的母亲曾请求她 多多同我谈话 指迫我的迷津 矫正我的罪恶 教训我从善 但是她要碰到 她认为可教的人们 她才肯接受 对于我呢 她竟予以拒绝 她的理由 当时我虽不懂 结果我认为不错 她对我的母亲说 我仍是个不可教的人 为了我接近摩尼派 傲气满腔 心惊摇曳 而且她根据我母亲的报告 也知道我利用种种微妙的问题 迷惑了不少浅见的人士 主教又说 还是让她去吧 只要为她求大主 她的一切毒 将来会向她暴露 这种学说的错谬和恶毒 最后她对我的母亲说 她自己的母亲 也受了摩尼派人的诱惑 曾把她 她幼稚的儿子 托付他们 他们的书籍 差不多她都念过 而且也亲手抄了不少 可是用不着什么深思熟虑 她觉得 这是一种应当逃避的人物 这样她就同他们脱离了关系 可是我的母亲仍不以为然 且枯切鱼 要求她同我会谈 主教不耐烦地对她说 好 算了 不要麻烦我了 你的剃气之子 是不能沦亡的 在我的母亲同我谈话之间 她每对我说这些话 她示意为上天之声 第一章 一梦九年 从我十九岁到二十八岁的九年之中 随着种种情欲的波澜 我受惑诱惑人 我受骗又骗人 有时公开地 借着研究文艺的美名 有时偷偷地利用宗教的淹幕 可怜 前者出于骄傲 后者出于迷信 一切都是空虚的 一方面 我在看课的喝彩 诗文的竞赛 花冠的争夺 儿戏的表演 情欲的疯狂 寻求普遍的光荣 一方面 我想劫行我的罪恶 我又把食粮攻击那些 当时人家所称的圣贤 使得他们的魏力 制造出能拯救我的天使神智 这是我当时所干的勾当 同道的 还有向我受迷和受诱惑的一批朋友 我的天主 这些漂亮的人物 为他们的救援 还没有受到你的当头棒喝 随他们讥笑我吧 我为你的光荣 我承认我廉耻丧尽的行为 请你允许我尽我记忆的能事 重温我的种种罪过 也要以表示我的感臣 因为主 没有你 我 我算什么 不过是一个 引入深渊的向导罢了 当我最优良的时候 我是什么 我把你当我的奶水 我的不朽的食粮 人是什么 为了他是人 不论他是谁 总托不出人的一套 不论英雄豪杰 怎样嘲笑我们 我们弱小的一群 还是歌颂你 第二章 无罪的罪 这几年中 我教授修辞学 在贪心的控制下 我出售以言至圣的艺术 可是 主 你知道我喜欢好学生 诗人公认的好学生 我一相好意 教他们辩论艺术 这绝对不是为陷害一个好人 而是有时为保全一个坏人的头 主 你曾远远看见 在滑溜的地上摇晃的我 你也看见在一堆浓烟中 极点纯洁的火星 假如人家问我要证据的话 请一读我 给予那些爱虚荣 好说大话的青年们的讲义 就可以明了 我呢 如同他们 也是虚荣心非常重的一个 也就在这几年中 在盲目的情欲的冲动下 我和一个女子同居 我们并没有正式结婚 可是我从认识了她 我再没有外宠 我的经验使我觉得 在生男育女的目标下 两性的结合 与只凭肉欲的拼食 后者虽也使他们生育 爱他们自由的结晶 一上一下 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记得一次 为了争取失聚竞赛的锦标 一个神通的家伙 自称可以包我成功 他问我肯出多少代价 我是最恨这种无耻行为的 我对她说 就是未得到一顶金冠 我也不愿牺牲一只苍蝇的性命 因为据她的报告 未得到神的保佑 应当杀生行迹 可是我心知主 我身斥这种罪恶 并不是为了你所爱的真结 当时我不晓得爱你 我只恋恋于世俗的光荣 追求虚荣的人 大言不惭 烂吹法罗 为了你去干那无耻的勾当 我不要人家为我向魔鬼们行迹 而我却神魂颠倒 甘做他们的牺牲 烂吹法罗 就是讨好那些恶神 他们看到我们的罪过 每在冷笑声中表示得意 第三章 星相学 那些谈命的骗子 我很随便去请教他们 大概为了他们谈起命来 又不做祷告 又不行祭宪 争得了算学家的美名 可是对基督的教义 总认为是迷信加以排斥 请你可怜我 医治我的灵魂 因为我得罪了你 这是我当向你说的 最合适的几句话 我不应利用你的仁慈 放肆猖狂 我当牢记无主下面的几句话 看你的病已治好了 以后再不要犯罪了 我怕你越弄越糟了 对于这些起死回生的金言 他们提出一个强硬抗议 犯罪是天定的 不可避免的一条法律 或这是金星所主的 或是土星 或是火星所主的 这无非为解除满腔傲气 一堆血肉的污烂东西的人的责任罢了 结果一切罪恶自然推在造物主 苍天星辰的指导者身上 这个指导者主 非你而谁 你是甘以美德的源泉 你凭个人的功果予以处理 你从不忽是一个忧伤忏悔之心 当时有个理智超群的人 同时他也是个著名的医师 他用代理总督的名义 把失去竞赛胜利的桂冠 放在我的病头上 则斥自命不凡和爱护弱小的你 你治好了这个病 你且接那个老公的手不停地扶住我 你总没有改变照顾我灵魂的初衷 从我同他结交以后 对于他的言论始终不屑地予以注意 他的言论虽不上形式 可是他活泼的思想使他又动听又结实 当他从我谈话里 发现我正在念关于星象的书 他慈父一般地驻我终止 他认为把可用于有意的事情上的精神 好于这种东西上实在不值得 他对我说他年幼时 也曾一度爱好星象之学且有则以为业的意思 他既研究过西波克拉底 当然很能明了这些同类的书 他终于舍死不顾专在医学上用功 唯一的理由是他识破了他的错谬 并且像他一个证人君子 怎愿用骗术来吐谋生计呢 记得他又对我这样说 假如你要争取一个地位 尽可在修辞学上努力 而况你念这种东西 纯为了一种好奇心 绝对不是为了生计 以我深究这种学术 而想借以为生的人 还弃之如必喜 那么我的话不是更可信了吗 我反接他说 可是为什么许多预言尽会应验的呢 他尽其所能地指示我 那纯出于隐于事物中间的偶然性 比如打开一个诗人的作品的第一页 虽他所淫的别是一个天地 很能有一句针对某个难题的事 同样有时 一个人很能莫名其妙地 御用他天赋的机制 脱离任何科学方法 去揭穿来 就证于他的人的心境 这是你经他的手 给予我的劝告 这些劝告在我脑海里 留下了将来自我检讨的方针 当时不但他就是我的好友 纯洁的青年 讥讽星象学的能手 内布里提乌斯士 也无法拉我从迷迹里出来 相反的 那些星象学家的威权 对我有深刻的印象 我虽到处搜求 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证据 足以指出 有时星象学家发现的事实 纯是出于偶然 而是与星象的观察无关的 第四章 金蓝之交 这几年里就是在故乡开始 我教师生涯的当 我结交了一个青年朋友 为了我们同一的学成 同样的年龄 我俩很相好 从小一同长大 一同入学 一同游玩 可是他真正做我的朋友 还在后来 这个友情还不算真正的友情 因为人间真正的友情 你才是枢纽 他们的心中应有 从圣神来的爱德 这个友情 为了我们同一的志趣 是很甘疑的 他青年时的信德 本是脆弱的 经过我的诱惑 弄得全部瓦解 沉沉沉在恶毒的迷信中 为了我的迷信 我的慈母 不知流了多少的泪 我俩在歧途中执着 我的心肠定在他的身上 啊 报复的天主 你也是人赐的泉源 当你向逃亡的我们追逐的时候 为强使我们回头 你采取了一种非常的手段 他接收了他的性命 那个才度过第一年 为我此生比任何甜蜜 更甜蜜的友情 从此就解体了 哪一个人 就只根据他亲身感到的一切 能庆祝你的恩宠呢 我的天主 你当时做了什么 你的判断的深渊 是不可测量的 我的朋友 寒热彻骨 死汗欲身 直将将的躺着 失掉了知觉已好久了 人家在绝望之中 给他赴了圣席 我不加思索 深信他的心灵深处存留着的 一定是我灌输给他的观念 失去知觉的人身上的洗礼 是不会发生什么功效的 可是 事竟出于我意料 并忽然像有些转机了 为了我和他情同交期 我守在病塌前 寸步不离 希望他早些醒来 付得交谈 不久 他果然醒了 我就同他重开玩笑 想他对于他昏迷时所领的喜 同会嗤之以鼻的 其料他已晓得他领的喜 他声色俱力 如临大敌 非常清晰地对我说 假使我要继续做他朋友的话 清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我又心惊又意乱 急忙控制我的感情 以恢复他的经历 我以为他的健康恢复以后 我可再征服他 可是 在我的恶计实行以前 你 我的安慰 已收留了他 当我不在他身边的当 一阵剧烈寒热 竟余数日内打倒了他 我心痛万分 顿时堕入黑暗之中 我所看见的 无非是死亡 对我 故乡忽然变为一种刑罚 老家成为一种无名的烦恼 从前 我们共同参加的一切 少了他 对我都化为一种难堪的痛苦 我的两眼到处找他 可是总找不到 对我而言 一切都是可恨了 因为一切都少了他 怎么也不能再对我说 他快要来了 他已在这里 如同在他生前 同我暂时离别的时候 我以为我自己仿佛是个大迷 我问我的灵魂 他为什么这样忧愁 这样扰乱我 我的灵魂默然不答 假如我对他说 仰望天主吧 他不会服从我的 他自有他的理由 因为亲爱的王者 比那受我呼唤的魂魄 更加好 更加实际 只有酸泪对我是好的 他代替了我的朋友 做了我的称心朋友 第五章 神秘的泪 主 现在这一切都已很远了 时间冲淡了我的忧伤 我能否把心灵之耳 贴进你的嘴 询问你 就是真理的你 为什么眼泪对苦人是温柔的 你虽无所不在 你没有把我的苦难 远袍在外吗 我们在这生活的风浪中沉浮 你不是毅然独立的吗 假使我们的哀气的声音 不能打动你的耳骨 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怎样从好哭 叹息 接怨 此生的痛苦中摘的一只甜蜜的果子呢 我们的甘仪 不就在你能抚听我们的希望中吗 我们对于你的祈祷一定是个好例子 因为它的深处 隐藏一种神往之情 为了我的网友 我不生痛苦 不知在这种痛苦中 也还有和祈祷同样的情绪吗 我不希望看见它复活起来 我也并不为此流泪 我叹息 我哀哭 唇为了我受苦 我失掉了我的快乐 眼泪源是酸苦的 可是为了我们从前享受的东西 现在我们心灵上引起的傲丧 它阻止我们感到兴奋 第六章 讨厌的生活 为什么要谈这一切呢 现在不是高谈阔论 而是向你忏悔的时候 我是可怜虫 我的灵魂被捆在修辅之物的爱情 也是可怜的东西 当它失掉了那些东西 它就痛苦不堪 可是这种痛苦的根苗 早已存在 不过到那时才暴露罢了 这是我当时的心里 我哭得像个泪人 我在痛苦中休息着 是的 我站在这可怜的角落里 可是 这个痛苦的生活 比我的朋友更可爱 我很想换一种新的生活 我却深信失掉性命 比失掉朋友 更令人难受 我不敢说 他活着的时候 我会牺牲我的性命 为救他的性命 我会步奥莱斯德斯 和比拉德斯的后尘 相传 他们希望彼为此 此为彼 共同牺牲的意味 对他们彼此生别离 彼此更苦 可是我的感觉并不这样 在我心里 踏死的情绪 混在艳生的情绪里 我想我越是爱我的朋友 我越是恨和怕死 他如同一个凶恶的敌人 既绑去了我的朋友 也能置重人于死地 这是我当时的心理 至今我还能记忆不爽 我的天主 请看我的心 他的内幕 请你 我的希望 请看我心内的种种回忆 你洗净了我的罪恶 以我的视线向你 以我的脚脱离这些亡谷 我看到云云众生 我觉得很诧异 为什么我所爱的人 绝对不该死的人 竟死了呢 我灵魂的一半 这句诗人 用来称他朋友的话 是怎样美妙的 是的 我觉得他的灵魂 和我的灵魂 是两个肉体中的 一个灵魂 为此生命对我是可怕的 只剩一半的我 我不想活下去了 可是我怕死 因为我怕我疼爱的整个的我 将化为乌有那 第七章 加太基之行 呀 不时根据人道爱人的疯狂 带着不平的名 接受人类的负担的人 是狂人 当时 我正是这样的一个 为此 我烦恼 我叹息 我哭泣 我忧虑 没有什么安静 什么计划可言 我怀着一个残破的 血淋淋的灵魂 他也不要受我包围 我呢 我也不知道 放他在哪里 默默的森林 游玩 歌曲 新香的风景 丰盛的酒席 卧室床入的温柔 诗书 都不能使他平静 妾 甚至光明 都使我厌恶 他死了以后 什么都使我烦闷 我的一点安息 只在感叹流泪之中 我的灵魂 一脱离这种境界 我就觉到一个黑暗的 重担的压迫 主 为医治我的灵魂 我该把他抬到你的台前 我虽晓得这点 却不愿 也无力去施行 当我想到你 我也不疑你是牢固的 实在的 我的神不是你 而是一种虚向和我的错谬 当我是把我的灵魂 为使他得到一些安慰 放在这个神的手里 他立即悬空 结果又落在我身上 我在我身上 如在一个无福的地方 在那里我既无法改进 从那里我又无法逃出 我的心 怎能从我心里逃亡出来呢 离开了我 逃向哪里去呢 哪里可以逃避我自己的追捕呢 我终于背离了我的家乡 我的两眼 为着一个和我们生疏的环境 已不长去寻求我的老友了 从塔加斯特 我到了家宅机 第八章 有意的未见 时间不是闲雾 对我们的感情不是无关轻重的 它在我们心灵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它来 它去 一天又一天 它来 它去 它把不同的希望 不同的印象 留在我脑海里 慢慢起了一种新陈代谢作用 我旧时甜蜜的回忆消除了我的痛苦 实在 替代我的痛苦的 假使不是别的痛苦的话 就是别的痛苦的种子 为什么这个痛苦 这样容易深入我的心灵呢 这无非是为了 我爱行尸走肉 当作长生不老的人 把我的心灵寄托在沙土上 当时特别使我兴奋的 就是别的朋友们的未见 我和他们私混在一起 抛弃了你 想入非非 大言不惭 我们的什么都要予以检讨的心灵 就此孵化了 我的朋友能一个一个死去 我的这种幻想是不会消灭的 在他们身上 还有别种足以诱惑我的东西 就是相互的谈笑 有爱 好书的共同研读 同伴间的自由热情 偶尔意见不合 如在一人身上的两种矛盾心理 一点没有什么仇恨 仅有的若干不同的意见 更反映出同心同德的乐趣 我们中间 人人可以时而为老师 时而为学生 对出外者 大家都不胜挂念 对归来者 大家殷勤借态 相好间相互从内心表示的友情 可见于态度 言语 顾叛和别的甜蜜的一切往来中 这样许多不同的心 靠种种有爱之情 打成一片 这是在朋友身上 我们关心的一切 我们不爱我们的人 或不知以爱还爱 或想爱我们的人 不做爱情的表示 我们的良心 就要认为 这是一种罪灭 为此 我们丧失了一个朋友 我们要痛哭 要彷徨 要失常 甚至我们亲友的死 可使我们的生活 仿佛一种死亡 爱你的人 爱有而不脱离你的人 和为爱你而爱仇的人 是有福的 这样的人 一个亲友也不会丧失 为他 在那个不能沦亡的身上 众生都是可爱的 那个不能沦亡的是谁 不是我们造天地 充满天地的主宰是谁 因为他造化天地 就充满在大地之中 为丧失你 先要背弃你 背弃你的人 往哪里去 往哪里逃呢 无非脱离你的恩爱 趋向你的愤怒 在他受罚的路上 哪里不足你的法律 可是你的法律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你呢 第九章 迷人的东西 万能的天主 求你使我们转心向你 且显示你的圣荣 那么我们就可得救 背了你 自身以外 不论人心向哪里去 接触怎样美丽的东西 结果还是一场苦楚 而且那些东西都是靠你而生存的 他们生 他们也死 他们生 他们开始有 他们欣欣向荣 目的达到之后 他们只得老死 一切并不一定都老 却都要死 所以他们生 向有的境界冲去 可是他们向有的境界冲得越快 同时向无的境界也冲得越快 这是他们的定律 你所以这样处置 因为他们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万物的一部分 他们轮流的或生或灭 失禁了他们分子对于整个的责任 这好比我们的一席谈话 是由洛逸的言语组织的 假使各个角色掩蔽了以后 不肯退出舞台 由另一个取而代之的话 哪能产生整个的谈话 啊 天主 宇宙的创造者 为这些美丽的东西 我的灵魂应当赞颂你 可是 我希望他不要为了那些美丽的东西陷入邪欲的漩涡 他们走从前走的路 已去灭亡 他们用各种狂妄的思想 扰乱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呢 既欲生存 又欲安居在他所爱的东西中 可是 他在这些东亮身上 哪里找得到个安息之所 他们如同扶平 永远漂流着 我们的肉目怎能加以检查 就是他们站在眼前的时候 谁也不能予以控制 这正为了人的五官 是人的五官 是很有限的 感官对于本来的植物 自有足够的能力 可是对于那些从起点到终点 行的这样急速的东西 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只晓得 听你造他们的圣言的命令 从这里到那里去吧 我的灵魂 你不要浮夸 你不要在你浮夸的骚扰中 变成听不出福音的笼子 你听 圣言自己向你呼着 促你回来 在绝对安乐的地方 只要爱者不变心 他的对象是不会离开他的 请看 那些过去的东西 不是为让位于将来的吗 即是整个的东西 不论他怎样微小 是由他的各个部分构成的 天主的圣言自问道 我 我岂也要过去的吗 我的灵魂 你已历尽风霜 你就住在那里吧 把你从他得来的一切 托给他吧 把你所有的真理 交给真理吧 你一定不会因此丧失什么的 相反的 你的腐败的地方将焕然一新 你的疾病将豁然而育 你死亡的成分将改观刷新 同你密切地结合 他们再不会拉你到他们堕落的地方 他们将永久和你同住在永远不变的天主身边 为什么你脱离正道 跟着你的肉身跑呢 来一个反攻使得他跟你吧 你因他的介绍感觉的一切都是零碎的 至于那些零碎所属的整体 你是看不到的 可是你所乐意的不过零碎罢了 假如你的感官能彻通整体 而不因你的法陷于局部的话 会更能体为整体 你一定会希望现在的一切都过去 我们的言语 你也是靠感官听来的 你一定不愿意予予存留着 相反的 你要他们逐个逐个过去 彼此让出位置来 而使得你能明了事情的全貌 一个整体所有组织的一切 也不能同时存留着的 假如我们能了解一物的整体 我们要觉得整体比局部更能使人满意 可是那个创造一切者比什么还要好 他就是我们的天主 他是不会过去的 因为什么都不能继续他的位置 第十章 天主是真福 我们的灵魂 假如肉躯中你的义 你应为了他们赞美天主 你的爱当上升到他们的创造者 不是这样 我恐在你爱我的行为中 你会得罪他 假如灵魂中你的义 你成为天主而爱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变动的 他们得不到他 是不会安定的 终要沦亡的 那么为他而爱他们吧 尽你所能 引他们同你归向他吧 你应对他们说 我们共同爱他吧 万物是他造的 他就在眼前 他造了他们以后 并没有离开他们 他们是从他来的 可是仍在他手里 他在那里 那里就有真理的心香 他在人心深处 人心却同时可以离开他 罪人们快回到你们的心里吧 你们应同造你们的天主 大成一片 你们留在他身边 你们将得到稳定 你们在他身边休息 你们将得到安乐 你们要向峭壁去吗 你们到哪里去 你们所爱的美善 是从他来的 但该晓得美善一旦脱离他 就失掉他的小性 他就变为酸苦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饮水忘园 是一种罪恶 为什么你们还依旧甘心 走在苦难的路上呢 你们求平安 你们偏到没有平安的地方 去找他 你们想寻一样东西 他却不在你去寻的地方 你们在死亡的领域内 寻求幸福的生存 他怎能在那里 在没有生命的地方 怎能有幸福的生命 他 我们的生命 降到了我们中间 他把我们的死亡 放在自己身上 他又运用他丰满的生命 打倒了死亡 他用如雷之声 换我们从这里 向他那里去 从那个神庙之徒 他进入一个真女的胎 和人性 我们死亡的肉躯 结成了一体 可是 这个死亡 并不是永久的 他如新婚床上 跳起来的夫君 巨人一般的奔他的前程 他不时休息 他只管奔着 用他的言行 生死 下地狱 升天堂 督促我们归向他 他离开了我们的肉眼 要我们回到我们的心里去寻他 不错 他已去了 可是他仍在这里 他不要长久同我们在一块 可是他并没有遗弃我们 在这里 我们虽不看见他 他并不是不在这里 世界是他造的 在他来到世界上拯救罪人之前 他已在世界上了 我把我得罪他的灵魂 托付给他他呢 他要予以医治 人类的子孙 你们的心 要硬到什么时候呢 生命既从天降 你们为什么不想 升上去生活呢 可是你们出言不逊 侮辱上苍 你们早已高高在上了 那么你们在升上哪里去呢 这不是我所说的上升 你们应降下来 然后再升上去 升到天主台前 当至你们趾高气扬 糟蹋天主 这是你们的堕落 我的灵魂 请你把这些话 向他们报告一下 勿使他们在剃气鼓中 好好地痛哭 因而地和你一起 升到天主台前 这些话是天主之神 启示我的 你该怀着热烈的神爱之火 去听他们 第十一章 美的问题 这一切 以前我都不认识 当时我所爱的美 都是低级的 我想深渊奔着 我对我的朋友们说 我们丢掉美 爱旁的东西吧 那么美的是什么 美是什么 在我们的爱物上 诱惑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假使在这些东西身上 缺乏一种具有温柔的迷醉性 它们是绝不会吸引我们的 我觉得我又发现在物体上 一方面有种自身的组织美 一方面对于外物有种适应美 譬如身体的隔部分 对于身体是相宜的 脚上的鞋 对于脚是合适的等等 这一连串的思想 从我的心底进入我的脑海 我就写了一本书 《论美与事宜》大约三卷 我说大约 因为我的天主我已记不清了 这几卷书早已不存在 我不知怎样遗失了的 第十二章献给西埃利乌斯 主 我的天主 什么推动我把这些书 献给西埃利乌斯 罗马的演说家呢 虽同他没有一面之缘 我对于他的博学的名声感到兴趣 人家传给我听的他的几句话 使我很注意 可是最使我感动的 就是处处一致推重他 人人支撑养他 以为一个叙利亚人 先研究了希腊的雄辩学 既有精于拉丁文学 且拥有丰富的哲学知识 这是旷世难得的 这样一个住在遥远的地方的人 人家又赞美他又爱慕他 那么这种羡慕之情 是否由赞美者的口 进入听者的心 不是的 这是一人的英雄崇拜 引起另一人的英雄崇拜问题 假如赞美者的心是肯治的 或者他的赞美出自他的爱心的 听者就会对于他赞美的人 一往情深 我的天主 信你的人是不会错误的 可是我爱人 我不依据你的判断 而依据人的判断 为什么人家赞美他 不像赞美一个有名的马车夫 一个有口皆碑的猎人呢 可是这是一种比较更坚强 更真实的景仰之情 这也是我所希望人家家于我的 我绝对不愿意人家称颂我 像称颂舞台上的角色一般 虽然我也像那些人鼓掌喝彩 与其这样出名 不如默默无闻 与其这样受人捧场 不如受人憎恨 这些同一心灵上不同的情感 怎样去予以控制呢 我怎样能在别人身上 爱我所恨的东西 而恨人在我身上所爱的东西 我们不同是人吗 当之爱马的人 就是可能的话 也不会想做马的 可是这根做戏子的人 是贴不上去的 因为我们虽同是人类 我很能恨我所爱 见于人身上的东西 你看人的心里 不是深得难于策夺的吗 主 人的头发 你也有数 一根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可是人心的情思 比他的头发还要难数呢 这位学者 是我想效法的人中的一个 我的骄傲因我走入歧途 我竟随风飘荡 可是你仍神秘地指导我 我怎样知道 怎样能在你面前肯定地承认 我爱他 为着我爱称羊他的人们 并不为着他们在他身上称羊的对象 假使那些称羊他的人 用轻视的口吻 把他的一切告诉我 我对于他 一定不会这样热烈地去称道的 实在 还是同样的是 同样的人 所不同的 一则包 一则扁而已 你看一个不以真理为基点的人 他的灵魂是怎样软弱多病的 他随风转舵 一点没有主张 既没有光明 怎能分别真伪呢 可是 真理就在我们眼前 把我的文学作品 请求那个学者指正 对我是件大事 假使他表示满意 我要更觉兴奋 相反的话 软弱的 还没有得到你的坚强的我 势必伤心难过 论媒与事宜 那部我献给他的书 自然使我常念姿在姿 这与人家的欣赏 没有多大关系 第十三章 论媒与事宜 可是只有你 凭你的全能 能实现各种妙功 我对于你的妙功 还未能彻底了解 我的心灵 徘徊于有形的物体上 我说 自身使人 种意之物为美 为这适合于别一物 而使人遂异者为夷 根据物质世界的一切 我以为宣布 美夷的分野 是合理的 从物质世界 我进入了精神世界 可是为着 我对于精神世界 所有的成见 我未能认识精神世界的真面目 实在 真理之光 照耀于我目前 但是 我的妄动的灵魂 抛弃了无形之物 而着眼于线条 颜色与大小的玩物上 既然住我心灵内 我不能看到这些东西 我以为我也不能明了我的灵魂 再合一理 有理性的精神 这是真理和至善的要素 相反的 在那无理性的生活里 我觉得有种难说的实体 至恶的要素 这种文体不纯是实体 而也是一种生命 可是 我的天主 我想 一切虽有你造成 但不应是从你来的 第一种 我叫他 莫纳特斯 这是种没有性别的神体 第二种 我叫他 在地亚特斯 陷恶中的愤怒 是属于第一种的 淫乱里的感性 是属于第二种的 我虽这样说 我却不知道我说什么 因为 当时我还不晓得 恶不是实体 我们的灵魂 也不是不变的至善 当恶劣的感性 像脱疆之马 狂奔乱驰时 人们就会犯罪 假如情欲的狂澜 灵魂不予抵御 人们就会荒淫无度 同样 我们的灵魂变坏 我们的生命 就要受异端邪说的迷惑 我的灵魂当时正这样 我的灵魂虽不是真理之源 我还小知道 它当受别一光源的照耀 才能获得真理 主 你光照了我的神魂之灯 我的天主 你光照了我的黑暗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你的大全原理来的 你是真光 光照了人世的人群 在你身上 没有一分的会食 我努力向你奔来 拒绝胶折的你 拒绝了我 使我尝些死亡之位 我的本性和你的本性 是一样的 主 这是我疯狂骄傲 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的话 我虽明明晓得 我是个不停变化的东西 但我要做一个 有智慧的人的时候 我不是要更好吗 可是 我更爱说 你也受这边画力的支配 你说我不如你一般 你拒绝我 你反抗我顽固的傲心 就为了这个缘故 我的脑海里 充满着各种幻想 我是血肉 我攻击血肉 我放心在外 我不回到你身边 我的流亡的生活 引我去找 我也没有 你也没有 世界也没有的东西 这些幻想 不是你的真理为我造的 我的虚荣心 根据行虚虚构的我 对谦卑的 和我绝对不同的人们 你的信徒 我的同胞 胡说的说 假使灵魂是天主造的 他怎么会错误呢 可是我绝不要 人家解我说 为什么天主也错误呢 我宁主张 你的不变的实体 是被迫自悟的 我绝不愿承认 我的变化的实体 是自由错误的 而错误是一种罚案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 年约二十六期 这些物质的虚像 在我脑海里打滚 它们的声音 震动着我心的耳骨 可是 你 温柔的真理 当我默想没语仪的当 我把这些虚像 放在你内心的曲雕前 我要站在你面前 听听你 我爱人的声音 而畅快一时 可是 我做不到 因为迷迷之音 把我到外边去 我的骄傲的压力 推我到深渊里去 我道尔还听不到你的福乐 我的骸骨 因没受魔折 还不能踊跃 第十四章 亚里士多德的食饭仇论 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 我获得了一本 亚里土多德的食饭仇论 我不求于人 一念就懂 可是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一谈到范仇 加太基的雄辩学家 我的老师 和别的博学知识 就会兴高采烈 他们的这种姿态 使我觉得 这是件非常的 神圣的事情 有些人在名师的指导下 不但口讲 又在沙土上指话 研究范仇论 可是 没有多大彻误 我向他们问难 他们也没有什么 新的贡献 我认为 这部著作 谈实体与实体的一切 谈得还清楚 就以人类做个例子 外山 身材 两脚 亲戚 弟兄 住职 生日 做获利 便服于武装 自动或被动 已够复杂 上面的各种情形 或属于实体 中属于别的九范仇之一 这种东西 对我有什么用 我只觉他们害了我 当时 我想天上地下的一切 全部包罗在这十范仇之中 单纯不变 奇妙绝伦的 你四也属于你的伟大 你的美善 我看他们 在你如在一躯体之中 而不知你就是伟大 就是美善 相反的 一个肉躯的伟大美善 并不为了它是个肉躯 它很能继续存在 虽比较小一些 少一些 仍旧是肉身 我关于你所想的一切 是海市蜃楼 不是真理 这是可怜的我的幻想 不是你的福乐的 真确观念 你一出令 人就受到影响 土地生产 荆棘慢草 我当流汗劳力 才能得到我的日用粮 做情欲的奴隶的我 虽能独自读通 高等文艺之书 对我又有何用 我在这些书里逍遥着 我却不知 其中一切真理的来源 我背着光明 面向受光照的东西 我的眼虽看见它们发光 却接触不到光线 主 我的天主 你晓得 我怎样不求人 不觉难 撤通了雄辩学 几何学 音乐 数学 因为你给我的礼物 是个锐利的理智 可是 我不只用来献给你 它不但与我无异 且献我于死地 我热烈地拥着我的一部分 美丽的精神产业 背弃了你 跑到远方去 与娼妓共浪费 这一部分的产业 这样不合理的话句 对我有什么用 最聪明和最勤奋的人们 在科学上碰到的难处 我却不以为难 我的难处 只在为他们解说 因为他们中最聪明的人 是比较异于懂我的人 可是这对我一有什么用呢 主 我的天主 你是真理 我却把你当作一个硕大无棚的发光体 而我就是这发光体的一个碎片 看人心坏到何等地步 我是怎样的一个坏蛋 我的天主 你驾驭我的种种慈悲 我不怕予以宣传 我既公然侮辱你 向你狂吠 我为什么独怕呼吁你呢 那个在研究学术上精辟的理智 对我有什么用 为读深奥的书籍 我虽不需要人家的指导 我对拯救我灵魂的问题 我的见解 又丑陋 又可耻 又亵渎了你的神圣 那么 那种聪明对我又有什么用 那些鱼鲁之辈 假使在圣教会的怀抱中 靠着信德的涵养 能稳稳当当地坐带羽毛的丰满 爱德之意的成长 虽资质迟钝 又有什么害处 主 天主 我们希望你的避印 求你保护我们 怀抱我们 你怀抱我们 从摇篮里起 直到我们头发变白 我们的力 有了你才强 脱离你就摇弱 我们的利益 就在你身上了 背弃了你 我们就失掉正路 主 自今以后 为避免败北 我们当回到你那里去 我们在你身上的利益 是不能消灭的 因为这个利益就是你 我们从前失落的安索 假使我们回去 不怕找不到 因为当我们漂流在外的时候 我们的房屋就是永远的你 是不会坍塌的 第一章 慈悲与愤怒的天主 你造我的口舌 要我来趁养你的名字 现在我建议做我的忏悔 请你接受这个纪现吧 又请你医治我的骸骨 使他们呼出主 谁能向你 向你忏悔的人 不能报告你什么新闻 因为任何闭着的心 不能阻止你的观察 任何硬心的人 不能拒绝你的干涉 你什么时候要 或出于怜悯 或出于报复 你能使它软化 谁都不能逃避你的热力 愿我的灵魂 为爱你而赞美你 为赞美你 而宣扬你的慈悲 一切受造之物 不能不赞美你 也不能终止赞美你 归向你的心灵赞美你 牲畜和玩物 凭观察者的口 也赞美你 我们的灵魂 从疲倦中醒来 根据你的奇妙 创造走向你 这样浩达妙宫的作者之前 那里可以找到 安息和真正的勇气 坏蛋和良心不安的人们 背了你逃顿 可是你仍看见他们 冻逐他们的黑幕 他们虽丑 在他们周围的一切 还是美丽的 他们怎能防害你呢 你的国土 上到九天 下达九地 永远是正义的和完整的 背了你 他们逃往哪里去 哪个地方可以使你找不到他们 他们逃走 为躲避你的掩日 可是盲目的他们 却撞到你身上来 当之受造之物 则能脱离造物主的掌握 在他们罪恶的路上 撞到你身上 无非为领受应得的处奔 他们拒绝你的慈善 他们接触了你的愤怒 自然 他们不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 你不受任何地狱的限制 你扇在远离你的人们的身上 希望他们回头寻你 因为他们遗弃他们的造物主 他们的造物主 是不会遗弃受造之物的 希望他们自动回来 你已在他们的心里 已在那些跪在你足前 痛哭流涕 从迷途里回来 向你毁过的人们的心里 慈悲的你将开干他们的眼泪 他们的泪虽更将势如潮涌 可是各种自有快乐 为了安抚他们的 不是个一般的血肉之人 而是你造他们的主宰 当我寻你的时候 我在哪里 你呢 你就在我前 我离了我自己 我既找不到我自己 怎样会找到你呢 第二章 福斯图斯到加太基 我愿在我天主面前 一谈二十九岁的我 在我抵达加太基之后 一个摩尼派的主教 叫福斯图斯 魔鬼的大王 为了他优美的辞令 陷落了许多的人 我虽崇拜他的口才 我并不把他的口才 和我热心研究的真理混而为一 菜碗虽美 我不大关心 我更关心菜碗里的菜 那个大名鼎鼎的福斯图斯 很能影响我的理智 人家对我说 各种高深的科学 上等的文艺他都彻通 我读过许多哲学家的作品 他们的理论 我也能牢记心头 有时我把他们的若干理论 同摩尼派的学说 互相比较 我觉得 他们虽未能认识天地大军 却能深入宇宙的秘密 他们的言论要牢固得多 主 你是最伟大的 你看众自卑自见者 看清雍智自雄者 你亲近悔过者 拒绝骄傲者 就是他们能晓得星辰和沙利的树木 能测量天空 指出行星的轨道 都不在你眼里 他们依据你赐予他们的智力 搜求各种秘密 他们有许多发现 日月的时 事前好几年就有报告 日期 时刻 经纬度 都不差好理 他们的测量很准确 他们的预报全部应验 他们用文字写出科学的定律 到现在我们还念着 根据那些定律 我们可以确切推测 日时和月时的年 月 日 时 面积 于是 这些问题的门外汉 表示惊骇 而那些天文家 却洋洋得意 自命不凡 他们的傲心 使他们远离你的 无穷的光明 他们欲知日时 却不识自己的黑点 他们不知静静地 去探问他们的智力的来源 就是他们知道 他们是你造的 他们也不肯自动来归向你 使得你保存你所造的东西 他们也不肯把自己献给你 为了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的飞鸟 他们都不肯献给你 他们的平原上的羊群 他们都不肯献给你 使得你剧烈的火 一股脑予以毁灭 引他们走永生之路 可是他们不认识路 你的圣言 通过了它 你造了他们知算的东西 计算了他们 和他们建议接触 与计算的感官与智力 你的钱会是不能计算的 你的独子做了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正义 我们的圣宠 他做了我们中间的一份子 他像凯撒纳了水 他们不认识这条路 可是这是他们从自己 一边到他那边去的必游之路 他们不认识这条路 自以为与星辰同样的高 同样的量 请看他们终于堕落 他们的恶心恶暗无光 关于造化 他们不少准确的理论 可是他们没有孝顺之心 不时寻求创造万物的真理 不寻怎能找到真理 就是找到真理 认识天主 他们还不以恭敬天主之礼 恭敬天主 又不知向他表示感谢 他们在他们的幻想中漫游着 他们白以为智者 恶意地把你的当作自己的 把他们的当作你的 他们又把许多虚妄 加在你 真理的身上 他们把永生光荣的天主 问修辅的人 禽兽 重置 相提并论 他们把你的真理化为邪说 把造物主放在受造之物的脚下 他们的宇宙观察 我还能记得几种 他们论四十的变幻 星辰的移动的见解 我认为尚准确合理 我把这些观察和模拟教 关于同一问题的声明 彼此比较 觉得它的轮调又冗长又空洞 对于我在哲学里得知的 春分 秋分 夏至 冬至 日时月时 和别的天象 他一点理由也说不出 人家硬要我信 可是这与科学的方法是矛盾的 同我目睹的现象 是相反的 绝对相反的 主 真理的天主 一个人晓得了这些事情 是否就是已欢与你的心 我认为 那个认识这一切 又不认识你的人是可怜的 相反的 那个认识你 而不认识这一切的人是有福的 至于那个又认识你 又认识这一切的人 并不因此更有福气 他的幸福都是从你来的 希望他认识了你 他会崇敬你 感谢你 并不致沉迷在幻想中 那个得到了数 又为了数的用处 感谢你的人 虽不知道数的高大 可是 比那个只晓得数的尺寸 树枝的树母 而不知道想用它 又不知道认识爱慕树的创造者的人 不是更好吗 同样 一个信友虽不识两极 北斗 假使干贫乐道 不惑于此事的荣华富贵 比那个能量穷仓 属星辰 称五行 而忽视认识调剂物体的轻重大小的你 不是更好吗 谁要求一个模拟派人去写那些 我们可以不知道 而我们的笑爱 尽管可以不受损害的东西呢 你给人说 笑爱就是智慧 这个笑爱 不论他对于那些科学的问题 有什么深刻的研究 还是不识不知 实在他对于那些问题 也是门外汉 竟然大言不惭 以权威百命 而且他又并不知道 什么是笑爱 可怜 科学科学 无论怎样高潮入云 终归浮华而已 只有笑爱 能使人服从你 摩尼教违背了这个正轨 创了许多的邪说 真正有识之事 可以揭破他的昏鱼 使人洞悉 他对于更微妙的事情 能有什么权威呢 他又不愿受人藐视 他设法令人相信 用他的恩德 抚慰教徒的圣神 威仪赫赫地住在他身上 摩尼教对于天地 星辰和日月的运行的谬说 虽与宗教信仰无设 人家仍加以谢圣之罪 因为他说起来 老气横丘 完全处于以神圣自居的态度 当我听到一个同教的弟兄 笑话百出的谈些 他所不识的问题时 我只得以忍耐为怀 我以为在物质界上 他有什么误解 对他还没有害处 只要他对于你 主 造物之主 拥有正确的观念 坏处就在他以为 这些问题与救灵的道理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而固执他的成见 退一步说 信得幼稚之辈 终已得到慈母的谅解 以待他们逐渐长大成人 而不再随风转舵 受人家的捕惑 至于那个自命为不是领袖的人 胆敢给他的弟子们说 他不是普通人 听从他就是听从天主圣神 这样的糊涂虫 骗人精应当受人的制裁 当时 我虽从别的读物里 已得到不少 我认为满意的 关于天文的常识 我还以为人家不能说 模拟对于天文 日夜的轮流 日月的时与别的天象变化 的见解 一定合理 假如他的见解 人家认为可能的话 对于问题的核心 我还是疑惑 当我在那引起学说中 不知哪个是真的时候 为了他圣德的声明 我会选择他的见解 第三章 奥古斯丁与福斯图斯 差不多在这九个年头中 我常与摩尼派人交换意见 同时 我热切地盼望福斯图斯的历临 我的其他同志们 偶然和我相遇 我每向他们提出难题 可是他们总找不出相当的答案 于是他们把福斯图斯介绍给我 百般地夸奖他 说他似使能来的话 我不论有什么疑难 只要向他提出 他立刻能头头是道地迎刃而解 他终于来了 我觉得他有灵力的口才 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他谈摩尼派一般学说的时候 比较要动听得多 可是他犹如一个嗜酒的人 虽宾逼有礼 手里只执着一只宝贵的空杯 怎能解我的渴呢 我对于那些烂调已听得起老简了 他说的一切 并不为了说得悦耳一些 就比较好一些 究竟兴趣不就是真理 福斯图斯的面庞 虽有美妙的表情 他的谈吐 虽一扬顿挫 可是这一切总不是智慧的象征 抬举他的人们 不是好的平派员 因为他在他们眼里 是个有智慧 有学问的人 只为了他闲于辞令 相反的 有一种人认为 悬河一般的嘴里 讲出来的真理 是可疑的 不该信从的 我呢 我的天主 你用奇妙的方法 早教导了我 我相信 教导我的就是你 因为第一 这是真理 第二 不论真理发生在哪 从哪传来 你是他唯一的导师 你告诉我一件 讲的有声有色的事情 不一定是真的 相反的 一件说的笨嘴笨舌的事情 不一定是假的 换句话 一件事情的真假 不在辞令文法的优劣 总之 真理与邪说 如同有益与有害的菜肴 漂亮与捉奔的口才 如同美丽的与粗糙的完展 同样可以放好的和坏的食物 我渴望福斯图斯的热忱 觉得他是个活泼亲热 议论丰生的人 他建议发表他思想的辞令 是适当的 轻松的 是的 我喜欢他 我崇拜他 我和许多人称扬他 并且我的声调 比他们的还要热烈 可是使我讨厌的 为了他常被听众包围着 我未能单独的同他谈一次心 把我心头的疑难 逐一向他提出 听他的答案 最后 机会来了 我同几个朋友去见他 不拘行迹的互相聊天 我就把我的若干疑难 向他提出 我就觉得 他对于高等文艺 是个门外汉 虽对于文法有些造就 也是很肤浅的 他只念过西塞罗的几篇演说 塞内卡的一小部分作品 若干诗人的零碎笔墨 和摩尼派人 用通顺的拉丁文写的二部书 可是熟能生巧 为了他日常的演讲 他的姿态辞令 非常圆润生动 却有一种迷人的魔力 主 我的天主 你是我良心的裁判 你看 这一切是否合理 我先在你前 展开我的心和我的记忆 你早根据你神秘的计划引导我 把我可耻的错误 放在我眼帘前 使我见而生厌 当我发现了 他并不如我所想象的 在那门科学里有什么权威 我就开始失望 觉得我的疑难 不是他所能解释的 只要他不是摩尼派人 他可能一点不懂那种科学 而有真实的笑爱 在摩尼派人的作品里 我们可以找到一连串 关于天体 星辰和日月的记载 我所要求的 就是希望福斯图斯能确切的 把他的见解 和我从别的书籍里得来的 根据数学的学说 彼此比较 说个明白 使我能了解 究竟摩尼派人的学说比较好 或至少同样的好 可是 我已不能相信 他有这种本领 结果 我仍把我的疑难请他审查 但他很明智地 谦虚地 拒绝接受这副担子 他晓得他的弱点 他也小怕予以承认 他又不像别的我所碰到的演讲者 虽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还是喋喋不休 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他虽不倾向你 他却有自知之明 他觉得他对于这些问题 是个门外汉 小肯轻易尝试 自讨无趣 这种坦白的精神 引起了我对他的同情 一个坦白的头脑 比他所追求的学问更要美丽 他呢 他在任何困难的问题前 常维持这种作风 从此 我对摩尼派学说的热忱 就冰冷了下来 他们中间最博学的人尚如此 别的一般学者们 自然更使我贵如脚蜡了 可是 为着他对于文学感到极大的兴趣 另外 我是加泰基青年的文学讲师 我继续同他殷勤地往来 我和他一同读 或他的好奇心促他读 或我认为对他心理而叫他读的书 实在 从我认识了他以后 我研究摩尼派学说的雄心 受了一个致命的打击 可是 我同他们无聊地留居着 仍维持着相互的关系 我盲闯进的区域 坐带着一种星光明 照耀我的前途 福斯图斯对许多人 是重坚强的稚固 我的天主 在你神秘的措施中 打开了我的稚固 你的手从没有放弃我 我的母亲 怀着一颗血淋淋的心 为我的缘故 黑夜白日 在你台前痛哭 你对于我的措施 真太奇了 是的 你是一切的主动者 主 你引导人的步子 指定他的道路 假如你的手不重建他的工程 我们是难得救援的 第四章 奥古斯丁赴罗马 为了你的指导 我决意离开加太基 到罗马去 继续教授文学 想到这件事的动机 我又当归功于你 你的深奥的计划 和你常乐于助人的慈悲 我当念念不忘 我应几口称阳 我决意前往罗马的理由 并不为了教后的薪水 较高的地位 一如敦促我的朋友们 给我所说的 自然 这些理由也有他们的价值 可是那个 为我几乎独一重要的理由 却是为了罗马的青年学生 在执行纪律的严格空气中 要可教得多 他们绝对不会闯入 别一个教授的课堂里去 除非事前先得了他的同意 相反的 加太基学生们的放肆 是足以痛心的 不可思议的 他们疯狂一般的 用人教士破坏秩序 他们种种恶劣的勾当 假使没有宽大的习惯庇护 是当受法律的制裁 这种习惯更招式他们的卑鄙 胆敢侵犯你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 他们作恶 还以能逍遥法外自夸 不知这些盲目的家伙 已受了行中于罪的法 当我自己做学生的当 从不愿沾染这种风气 我做了教授之后 只得在别人身上予以容忍 为此 我决意根据朋友们的劝告 到那个没有这种恶习的地方去 可是你 我的希望 我的活世界上的福分 你为救我的灵魂起见 使我讨厌加太基 终于决定离去 你又把光怪的前途 放在我眼前 引我到罗马去 可是这一切的得以实现 你却介绍于一群浮沉于红尘中的人 他们在这里作恶 在那里许我净花水月一般的荣誉 为纠正我的步子 你神秘地利用了他们的和我的恶意 因为 一方面 那些扰乱我的人 自陷于可耻的疯狂中 一方面 那些敦促我调换职业的人 都是满腔沉着气 我呢 当时我咒骂我在加太基所受的窘难 我贪恋罗马的假福气 归根结底 为什么我离开加太基到罗马去呢 我的天主 只有你知道 连我的母亲和我 你也不予暗示 我的远行 使我母亲皆远万壮 她竟渡海追踪而来 她太疼我了 她决意或留我同住 或陪我同行 我为改变她的计划 我骗她说 我别无她意 只为送一个带顺风行 将航海的朋友 我骗了我母亲 怎样的一个好母亲呢 我就这样跑了 这个罪果 你的仁慈也不予追究 我的灵魂上 虽满罩着罪恶的斑点 你仍不让我沉沦于汪洋大海中 相反的 你洗我以圣宠之水 使我天天气下沾巾的母亲 破涕而笑 她拒绝单独回去 那天夜里 我费了不少的力 叫她留在那座靠近码头的 纪念西普利亚努斯的教堂里 当夜 我就偷偷地动身了 她呢 她行呆影之地 祷告着 痛哭着 我的天主 这个类人一般的她 问你究竟要什么 无非要你阻挡 我呈长风而去 可是 你的深谋远虑 虽接受了她的祈祷的要素 却拒绝了她整个的要求 而这是所以实现 她日夜希望于我的目标 风吹来了 饭张开了 一刹那间 海岸已模糊难辨了 此日清晨 我的母亲 悲痛欲狂 百般哀嚎 振振打击你的耳骨 可是 你枝肉网纹 为了你决于 她的一种热烈的冲动 来医治我的别一种热烈的冲动 我母亲的过分的血肉之傲丧 就在痛苦的鞭挞下受了惩罚 她如同别的母亲 要我长留在她的身边 她的这种情绪 比许多的母亲还要热烈 她哪里会想到 你许我离开她 就为了要为她预备各种的欣慰 她绝对想不到这个棋子 为此她老是痛哭 老是悲好 这又揭穿夏娃的遗传性 她指知 在哀嚎中寻求 她在哀嚎中产出的孩子 她虽痛恨 我的奸雕硬心 在我向罗马进发的当 仍继续如前 向你为我祷告 第五章 奥古斯丁报病 我到了罗马 一场大病 就向我扑江上来 带着重重秘密 逆我 逆人罪恶的我 已临地狱之门了 可怜 为了原罪的雷蟹 亦已该死的我 又负着本罪的雷蟹 当时 你还没有因耶稣的功劳 宽免我任何一种的罪 耶稣也没有用她的十字架 解开你我间的仇恨 这个十字架 在我还没有认识 被定者的真面目前 怎能解开那个仇恨呢 在我认为她肉身的死亡 是假的见解中 可知 我的灵魂的死亡是真的 我虽承认她肉身的死亡是真的 我没有信心的灵魂才是虚假的 我的寒热度越来越高了 我与死亡间已不容易发了 假使我死的话 我当到哪里去呢 一定要到永火里去 受你法律所定的 相当于我罪恶的刑法 我病 我的母亲不知道 可是远居彼岸的她 仍在为我祈祷 藏在她左右的你 你抚允了她的祈求 你哀怜我 逐渐恢复了我的健康 可是我的污秽之心 依旧未经刮膜 在这生死关头 我仍不想要求领圣喜 童年时期 我比较好些 如同上面我所叙述的 曾一度要求我慈爱的母亲 给我复习 我越是长大 越是昏迷无耻 我藐视你神圣的医药 可是 你总不让我陷于 灵与肉双重的死亡中 假使我母亲的心 受到这种创伤 是绝不会痊愈的 因为我实在形容不出 她怎样疯狂地爱我 她生养我的灵魂 比生养我的肉身体 不知要多劳苦几倍 不 我实在意想不到 我的死将怎样使她的肝肠寸断 而她这断裂后的心肝 怎样能豁然而育呢 那么她这样多的 继续不断地祈祷 往哪里去了呢 不像你 向哪里去呢 慈悲的天主 你怎能默示一个 真洁的 淡薄的 长情于祭贫的 服从你的圣贤们的寡妇呢 她天天到你的祭台前县里 每天早晚两次 到你的圣堂里去 这 又不是为满足 一般多言的老玉的怪癖 可纯未听你训话 和向你祷告 你怎能默示她的热泪 她要求你的 不是金银 不是什么脆弱的东西 而是她爱子的救援 你的圣宠 使她修到这个阶段 你怎能藐视她 拒绝辅助她呢 主绝对不会的 相反的 你常在她的左右 你俯听她的祈祷 你照你预定的计划 逐渐推进 她的那些神秘的梦 你的那些答案 如同我在前面粗枝大叶地提起的 怎能哄她呢 这一切的一切 她都牢记心头 又在她持久的祈祷里 常向你哭诉 为了你永远的仁慈 你的许诺 使你向那些受你免债者负责 第六章 奥古斯丁与罗马的摩尼泰 你医好了我的病 你拯救了你婢女的孩子 你先救了她的肉身 为后来救她的灵魂 为一个更加美善的工作 留意余地 当时我在罗马 常通那些假圣人们来往 他们有些称被玄者 有些称旁听者 我生病和养病的时候 就住在一个旁听者的家里 直到那时 我以为犯罪的不是我们 而是在我们的那个劣根性 我认为 我能不卷入罪恶的漩涡 是件足以夸耀的事情 我又以为我虽犯罪 而能否认我的罪行 不向你求宽恕 求医治我的染罪的灵魂 也是件足以兴奋的事情 我爱为自己辩护 声明犯罪的不是我 却是那个在我 而我所不认得的东西 不知犯罪的是整个的我 反击我 瓜分我的非他 就是我的恶心 这个罪恶所以难治 坏处只在我不承认我是罪人 全能的天主啊 我可恶的恶心 宁愿你在我身上失败 而使我堕落 不愿你在我身上胜利 而使我得救 你还没有在我的口前 放一个哨兵 也没有在我的唇舟 立一扇进门 使我的心 同别的一般作恶者 不去为自己的罪过做辩护 为此 虽在这种学说里 什么收获的希望都没有 我还同那些被选者往来 并且我决定 在没有找到更满意的学说前 维持我的信心 可是我已感觉冷淡的多了 我还想到那些更聪明的哲学家 人们所称的汉林学士 他们以为当怀疑一切 任何真理 人都认识不到 我信这是他们的学说 人家也都这样想 可是我对于他们的真实意想 还未能了解 我对于我的房东 过分相信 摩尼派人书中的满指神话 不忘粗他注意 当时我与摩尼派人和不信从 这一端的人们 保持着同样的友谊 我觉得我从前拥护他们学说的热忱 已冷却了 他们中间不少的人潜伏于罗马 我和他们间的友谊 使我冷于别寻西境 啊 天地的主宰 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 这又为了我已不希望在你的教会里 找到那个他们阻挡我认识的真理 我认为 相信你采取一个我们人类的肉躯肢体 是件可耻的事情 那个时候 我要想起我的天主来 我的脑海里 就来了一个物质的形象 在我眼里 非这样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 这是我不能避免的重要错误 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也就为此 我认为 恶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 它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粗稠的 模拟派人叫它地球 一部分精细的 他们称它作恶之魂 它在这粗皮中 如同空气 充满每个角落 我的敬爱之心 虽并不怎样光明 强迫我相信 好天主没有造过什么坏东西 我以为 世间有二种互相对抗的 无穷的物体 可是好的物体 比坏的物体要大些 我的一切亵渎神的思想 都是从这个原则里来的 当我的理智 想回到公教信条上去的时候 它就 资居不前 因为我对于公教信条的观念 是不准确的 我的天主 我认为 设想你在你的各部分里 是无穷的 比设想你向人的躯体 受你各部分的牵连 更适合净种之臣 不过 你 带我挺人子的天主 话又得说回来 那个恶 那个违反你的一部分 是不在内的 你在那个部分里 应当是有限的 我以为 最好 你没有造什么恶 在我愚昧的观察中 恶不单是一种物体 而且是一种有形的物体 因为我看神体 无非是一种细微的形体 它散播在空间 恶的本性 照我观察所得的 不能是从你来的 救赎我们的救主 你的独生子 我也看他 为救赎我们 是从你 一堆光明的物质中 分散下来的 我对于他的观念 都是 从我错谬的见解中 演绎出来的 我相信 这样的一个性体 假使不混在血肉中 是不能由 同真玛利亚生产的 可是 那个我所虚构的东西 怎样能忽而不拙呢 这 我也莫名其妙 为此 我不愿信他祥韵 因为我怕我要被迫相信 他受了血肉的汝染 那些受你神光照耀的人们 假使读我忏悔路的话 将抱着慈悲的同情 复制一笑 但是 事实如此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 我认为 我你派人批评你圣经的话 是无法不斥的 好几回 我想提出二三点 就正于一个问题的权威者 听听他的见解 有个人 叫埃尔比蒂乌斯 他公开演讲 攻击摩尼派人 在迦太基的时候 他的谈话 早在我脑海中 留下一个印象 因为他所引的几段圣经 是不亦加以非难的 摩尼派人的答辩 在我看来 是软弱的 大概正为了这个弱点 他们的答案 不是广播式的 而是丝寿式的 根据他们的论调 新约已有人改过 目的 在把犹太教的信条 颤于基督教的信条里 他们援引的经典 也都不是原封的 可是 由于形象的我 被物质 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像患了贪病一般 虽欲 细些轻烈的真理空气 也终归突然 第七章 读书无信 那个时候 我很卖力的教授文学 这也就是 我到罗马来的目标 我开始劫几几个学生 为了他们的宣传 我的名声 得逐渐外扬 在罗马有种不良的作风 那是在非洲找不到的 在非洲一般无耻的学生 敢到教室里去捣乱 而这是在罗马没有的 人家对我说 罗马的学生们 没能为聚焦学费 而集团去就读于 另一位教师 这是件不信不义 为金钱是重的恶行 我恨这些家伙 可是这个恨是不纯正的 因为我的痛恨 直接为了我个人的损失 至于对他们 不义之行的本身 不过是个面具罢了 可是 这种人总是 是没有人格的 他们遗弃了你 去迎新于静花水月 为了力 不怕污秽自己的手 恋爱刹那间 要过去的世界 轻蔓你 可是你是永远的 你提醒梦迷的他们 假使他们从 迷途里回来 你就宽舍他们 现在 我还看不起这些人 为了他们的恶心 他们的负义 但是 我仍旧爱他们 希望他们改正 看学问在财博之上 看天主在学问之上 我的天主 你是真理 你是可靠的福利 经营的和平之源泉 当时 我为了个人的利益 我决难于容忍 他们的恶行 至于为了你的利益 希望他们缺善之心 却很平淡 第八章 奥古斯丁 与安布罗西乌斯 那个时候 米兰人请求 罗马总督委任 一个文学教授 并且特准他乘公车前往 我就利用那些 最新与摩尼谬说的朋友 追求这个差事 实在我去 我们将从此分到扬镳 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我把一篇论文 上乘于罗马总督西马库斯 他认为满意 就指定我到米兰去 到了那边 我去见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他是当时文明的 一个杰出的圣贤 他的不道热忱 向民众散播你纯洁的麦饼 兴奋的圣油 醉人的美酒 在我不知不觉之中 你的首领我到他身边 使他引我归向你 你的这个后一个目标 我就看得很清楚 这个天主之人 父亲一般地招待我 并且抱着主教的爱德 对于能和我相见 表示庆庆 一见之下 我就爱他 我爱他 并不是为了 他是个真理的博学士 但是为了 他对于我的一腔忍爱 谈到真理 我当承认 我在你教会里 寻获真理的希望 早已消失了 他的公开演讲 我必去参加 可是我没有什么正经的意向 我只想看 这个宣讲师 闲于辞令的声誉 是否明实相符 为此我听他的演讲 专注议他的词早 不留心他的内容 他的演讲词 温和月儿 比福斯图斯的 要高明的多 但不及他的激昂 论道内容 各种有天壤之别 一个漫游于摩尼教的谬理中 一个传授救灵的真理 可惜 我们这些罪人 离彼岸还远呢 但是我虽不自知 我却已逐渐接近他了 在他的演讲里 此早以外 什么真理都不能吸引我的心 我认为天人间的路 没有打通的希望 但仍未能断然忘怀 可是 我所爱的此早和此早中 映出的事理 同时打入我的心坎 我无法加以分开 予以并决 我开始觉得 他的理论摆有他的立场 公教会的道理 在我从前认为 打不到的摩尼派学说下 还有可以生存的余地 山枝使我动摇的 若干断灰暗的古经 在他精神的诠释下 顿消除了字役方面的黑影 对那些诽谤法典和仙之乌的人 从前我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现在 在听了他的演讲后 我一昧驯服的态度也改变了 虽然这样 我还不相信 我当接受公教会的理论 因为对方可能有几个 博学雄辩的味道知识 巧舌如簧 滔滔不绝地提出反正 我也不弃绝摩尼派 因为旗鼓相当 两方面都持之有故 言之成礼 公教会虽已脱离了 接下球的气色 我以为还未能高奏凯旋之歌 我尽我的脑力 想找出几个 足以压倒摩尼学说的理由 只要我的理智能了解神体 那些烂调 不单要受摧折 而且还要从我的脑海里 一扫而空 可是不能 至于这个有形的世界 世界上 能同我们有耳目接触的一切 我的意见是 我觉得 一般哲学师的理论 是最中肯的 根据那些汉林学士的格言 怀疑一切 犹依不定的我 绝技脱离摩尼派 理由是为了那些哲学师的理论 胜过摩尼派的学说 可是 我绝对拒绝把我抱病的灵魂 教育那些不认识耶稣圣明的哲学士 请他们医治 那么 我决议在公教会里 我父母的教会里 开始保守 希望真理的光明 照耀我的前途 第一章 奥古斯丁的心理 主 我从小就仰望你 可是 当我徘徊歧途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到哪去了呢 我不是你造的吗 我与走兽不同 我比飞行聪明 这不是有你支配的吗 我在黑暗中 走条滑溜的路 我在我身外找你 我找不到我心之主 我趁日海底 我畅往 我失去了寻获真理的希望 我虔诚的母亲 以追踪而来 提山航海 把你做靠山 未寻我 任何危险都不怕 当灼浪排天 危急万壮的时候 他返去鼓动那些 理应安抚旅客的水手 保他们平安到达门的地 这是出于你特别的歧视 他觉得 我在极度的危险中 因为对于真理 我已失望 我对他说 我已脱离摩尼派 但还没有做天主教教徒 这个消息 他也不以为意 他只认为 这是黑暗中的一线之光 他在你前 哭我的轮亡 看我当作一个死人 一个应当救活的死人 他把我放在他思想的台架上 请你再说一次 你向那个寡妇的王儿说的话 青年 我命你起来 他复活之后 就外事讲话 你也就把他还给了他的母亲 他虽晓得他哭哭啼啼 天天为我向你祈求的 已实现了一部分 仍不表示 过分乐观 理由是简单的 因为我虽放弃了一端 我还没有许获真理 他确实相信 你允许给他的恩惠 不是零碎的 而是整个的 他希望满怀 震惊地对我说 他深信耶稣基督 要使他在长眠之前 看见我做个虔诚的教徒 可是仁慈的泉源 他在你台前 更热忱地流泪祈祷 催你及早光照我的黑暗 实现你的救援 请看他怎样兴高采烈地 跑到堂里去听圣安布罗西乌斯的演讲 是同长生的源泉 他看他像天使 他认清我的进入那个一律不安的心境 是出于他的推动 那场恶病 如医生们习惯说的 一度使我陷入昏迷状态 可是终于恢复了我的健康 第二章 莫尼加的牺牲 照他在非洲流行的习惯 我的母亲 每些羹姜 面包 清酒 去扫殉胶圣人的墓 看门人对他下了一个警告 他一知道这是主教的禁令 就静静地予以接受 他的这种 在长者命前不加考虑 轻弃自己的精神 使我撑奇 他在饮食上 从不过度 他爱酒 他也爱真理 他不像别的许多 男女们在淡泊前 如同酒鬼在一杯清水前 感到无聊 他到殉胶圣人坟上去的时候 他每提着一筐平凡的菜肴 这是一边为自己用 一边为同伴用的 他的那杯 为滋润他的舌尖的酒 不单是杯响 而且酒也谈 从此 也可以看见他的用心了 假使有许多的圣母 当去巡礼的话 他和他的同伴所分饮的 还是那杯 稀薄砸水的酒 实在 他的饮酒 不是为他的口腹 而是为他的敬礼 他一知道 这个有名的遗讲师 这个神兄的指导者 禁止这种作风 就是简单的酒食 也不例外 一面为断绝各种醉酒的机会 一面为解除 近似外教迷信的嫌疑 他立即慷慨放弃 此后 来到殉教圣人坟上巡礼的他 已不斜 盛着食物的篮子 而他所有的 只有一片冰心了 对于穷人 他还尽力加以周济 殉教圣人们 既为不蒙难的耶稣的后臣 做了牺牲 又得到了安慰 那么 为纪念他们 他认为 参与圣餐之礼 是最恰当的 主 我的天主 请许我在你面前 披露我的肺腑之言 我以为我的母亲 假使那个出禁令的 不是他崇拜的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一定不会这样岳父的 他为了我的救援 非作常敬爱他 他呢 他也爱他的前程 和他参加各种善功 与经常的禁堂礼拜 他见到我 每夸奖他 并且还庆贺 我有这样的一个好母亲 可是他还不知道 我对他是怎样的一个儿子 我怀疑一切 不信能找到生活之路 第三章 奥古斯丁的切尾 我还不得向你呼吁 求你拯救 我只晓得做热烈的争辩 我认为 安布罗西乌斯在俗人眼里 为了显贵人 向他表示的崇高敬礼 是个有福的人 不过他的不婚 我以为是件讨厌的事情 至于他的希望 对于虚荣的奋斗 他在艰难中的安慰 他在研究你胜讯中所得的乐趣 什么观念 什么经验 我都没有 同样 他也不知道我内心的波澜 我的险些被倦入漩涡 我无法照我的意思请教 向他要求我所希望的答复 他实在太忙了 一群请他帮忙的人 挡住了我去见他的路 他稍微得侠 就去进些必要的食物 或去浏览些书籍 他念起书来 书页在他眼前过去 书意深入他的脑海 而他的喉舌 却得到些休息 他的家门 谁都可以无条件进去 我屡次站在他洞开的门前 看见他老是寂静地念着 我也压缺无声地 久久坐着 谁敢去惊扰一个 这样全神贯注的人呢 一一最后 我自动隐退 暗想 这样一个盲人 应当得到片刻之霞 借以休息精神 假使我再去扰乱他 那未免太不实相 他避免朗读 是否为了怕旁听的人 听到什么疑难的问题 会要求讲解 而这样又消耗他一部分自修的宝贵光阴 此外 他的异于随雅的喉咙 也要求他没读 以资保护 总之 像他这样一个人 他的任何理由一定是好的 为了我们间交谈的短促 我未能尽量获得充满你智慧的指导 在我内心极度紊乱的当 我虽有些空闲 可以同他谈回心 可是他老是忙得不堪 每逢星期日 我必须听他演讲你的真理 他向大众所讲的实在好极了 我深信那些异端人毁谤圣经 欺骗我的论调 我已能予以驳斥 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 为这句话做注解的公教徒 你的神子认为 我们不该想你如同一个人 又于一个有线条的肉体中 我看到这个注解 我对于神体 虽没有一丝的观念 我却不觉闪兴奋而而斥 因为在那长久的岁月内 我所狂吠的 不是反对公教的信条 而是我自己构造的幻想 遇到一种学说 本当下个深切的研究 我却抱着成见 冒昧无情地打击他 你是最远的 也是最近的 最神秘的 也是最显明的 你没有什么长的或短的肢体 无论哪里都是整个的你 可是整个的你并不陷于一地 你也没有什么类似我人的形象 人虽是照你的肖像造的 但他的一切都受陷于空间 我既不知道 人怎样能是你的肖像 我应当去推揪这个信条的本意 其可指路为马 随便诋毁呢 我寻求真理的心越是迫切 我越是觉得惭愧 因为我被那似是而非的真理 玩弄得太久长了 我又把不可靠的东西 当作定论向人宣传 我在我的错误和成见里 稚气太重了 可惜 我感觉我错误的日期 来得太晚了 我曾张牙舞爪 攻击你教会中的真理 可是 不久以前 我的态度已改变了 教会只是我们的是否为真理 虽尚待证明 但我是指责他并没有犯的罪行 于是 我的天主 我愧毁 我转变 最后我欣慰 因为你的读的教会 你的唯一圣子的妙身 那个把基督的名字 铭刻于我心板上的教会 对于那些儿戏 一点不感兴趣 他的学说中 从没有一遇 把你照造万物的天主 求于一个扩大的空间 陷于人类一般肢体的线条中 古教的法典 先知书 我从前读起来 觉得有很多背离的地方 相反的 现在我觉得 你的圣人们的思想 并不如我所推测的 所指责的 这又是我感到欣慰 安布罗西乌斯 在他的演讲里 再三主人 注意下面的一条 金科玉律 字面主杀 字意主生 当字意揭开神秘之目 针对字面的欠缺 指出内部的精益 我虽不敢说他所说的 一定是真的 但他所说的 一点不是我讨厌 当时我为了怕陷于歧途 我什么都不肯信 这种资欠的心理 又害了我 我要一切有7加3等于10的准确性 因为对于这种数学真理 我再不会狂的还去疑惑 可是我要一切的真理 无论有形的 我们的五官能接触的 无论无形的 只从有形的反面着想的 都拥有同一程度的真实性 我要医好我自己 我先应有信心 那么我的神魂之目 才可以扩清 在一种定律下 指于你无穷的不朽真理 可是经过拥医之手的病人 没怕信任名医 同样 我有病的灵魂 只有信德可以治好的灵魂 为了怕为信德所获 竟也拒绝他的回春之手 他拒绝信德你手制的先药 可是这个药的灵验是普世无比的 但是我还以为公教的道理比较好 当他要我信从异端上代证明的道理 他所持的态度 是终止坦白的 模拟派人绩效信理 高举科学的旗帜 继而提出一大套的神话 在证明是不可能的标语下 强人信从 主 你最温柔 最慈悲的手 慢慢变化我的心 我觉得在无意中 我信了许多 我并没有亲历目睹的东西 各民族复杂的历史 某地某城发生的事情 我怎能看见 对于朋友们 医生们和别的许多人 我也只得信 因为不是这样 一个人是绝对不能生活的 假使我不信人家的话 我怎能知道 谁是生我的父母呢 这样 你使得我了解 信你普世 那些人是重视经典的人们 不成当受指责 应当受指责的 是不肯信的人 我当防备那些 这样对我说话的人 你怎能知道 那些经书 是真理的 真实的天主之神 对于人类的一种报告呢 这正是我也应当信从的一端 在那些带污蔑性的争论里 在那些纷扰的哲学问题里 我虽还不晓得你究竟是准 我始终没有 失掉你存在的信心 我也从没有怀疑到 一切人事的变化 是受你控制的 不差 对于这点 我的信心有失强 有失落 可是 我常常相信 你实在存在 并照料我们 当时 自然我还不明了 对于你的本性 当有什么观念 哪条路 会引我到你面前 单凭我们的理智 我们不能寻获真理 我们还当起灵于你的圣经 我认为 圣经在世界上 所以行这样的权威 为了你要人们 因他而信你 而找你 在听到了许多满意的解释之后 我前以为 荒诞不惊的事理 细以归诸奥妙的真理栏中 为了任何人都能去读圣经 而且 它的尊严的奥妙性 可以供更高深的研究 圣经的权威 在我眼里显得更可敬 更能引起一种神圣的信心 它明朗的语调 简单的文法 使一般人可以阅读 而且聪明的才智知识 仍能百读不厌 回味无穷 它收纳众人 在他慈善的胸怀中 可是能穿过阳长曲径 到你身边的人为数极小 假使圣经没有这样超越的权威 又不用神圣简单的文笔 去吸引民众 信者的数字可能更少 我默想 你在我身边 我呼好 你俯听我 我漂流 你引导我 我走士族的大道 你仍不遗弃我 第四章 服梦 我热恋光荣 福利 婚姻 你笑着看我 剧烈的情欲痛击我 你使我在你以外得不到安宁 你可怜我 主 这些我的回忆和忏悔 都是你要的 请看我的心吧 愿这个 你从凶恶的死亡里 救起来的灵魂 永属于你 我的灵魂 真可怜极了 你针对它的创伤 使它抛弃一切 回头向你 它向了你 它就得了救 主 你在一切之上 没有你 就没有一切 我是何等可怜的一个呢 你怎样帮助了我 使我气暗投名呢 不是正当我预备 读公主皇上 宋词的那天吗 我想宣读的是一堆大话 这堆大话所征来的 是那些知音者的掌声 心事重重的我 头昏脑障 很是不安 那天 当我正在米兰的一条街上 徘徊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带几分醉意的乞丐 看他的神情 又轻松 又快乐 我长叹一声 我就对同常的朋友们说 我们的痴心妄想 给了我们不知多少的忧愁 我们非常辛苦 在情欲的取色之下 负着重担向前走 而且越走越觉得难堪 这为了什么 这无非为了一个牢固的幸福 可是那个乞丐已经先得到了 我们恐怕永远没有希望了 行路人手里落下来的几文钱 使他得到了一点此事的福乐 我也为了这个福乐 跑来跑去 伤见了脑筋 自然 他的福乐并不是真的 可是 我百般追求的福乐 也是虚假的 不过 他春风满面 我愁眉不展 假使人家问我 灵魂快乐好呢 悠苦好 我自然希望有个快乐的灵魂 假使人家在问我 像那个乞丐好呢 像我好 我虽多愁虑 我还以为像我那样比较好 这简直是错误 不是真理 我不该相信 为了我的学问 我比他高超 因为我的学问 并不给我更多的快乐 我不用学问来教训人 只用来为我取悦于人的工具 为此 主 你挥起纪律之杖 击破了我的骸骨 快乐的原因 是应当研究的 乞丐的快乐在醉酒里 你的快乐在光荣中 那些这样对我说话的人们 离开我吧 主 在你以外的光荣 可算什么 他的快乐不是真快乐 我的光荣也不是真光荣 他给了我许多的烦闷 在黑夜里 乞丐发长他的酒气 我呢 不知多少日子 起卧 卧起 我常昏迷不醒 是的 快乐的原因 是当研究的 圣贤的快乐和虚假的福气 是不可相比的 我们之间大有区别 一定的 他比我更快乐 他欢喜踊跃 我烦门难堪 他饮酒为人祝福 我用大话追求虚荣 关于这点 我对我的朋友们 说了许多的话 与此 在同样的机会中 我检讨我的处境 我觉得我不行 我为了我的饿 又痛苦 又害怕 福乐虽向我笑着 我仍无动于衷 因为在我还没有把握他的时候 他先以鸿飞鸣鸣了 第五章 阿利比乌斯与奥古斯丁 这些都是我们经历 雷同意气相投的朋友间 不平的淡化资料 内中阿利比乌斯与内布利提乌斯 同我更无所不但 阿利比乌斯是我同道的人 他的家庭在城中是很有声望的 他比我年轻 当我在塔加斯特和迦泰基 开始我的教授生涯的时候 他是我的学生 他认为我又瞎学又好心 所以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 为了他虽年小 却具有非常的德性 可是迦泰基的坏风气迷惑了他 使他浮沉于浪漫的戏剧中 当我在那边主讲文学的时候 正是他放肆的当 为了我与他父亲间的一种误会 他竟不来听课 他的这种疯狂 使我很痛心 因为这足已淹没 或竟已淹没了 他身上最美丽的希望 采取一种强硬的手腕 或出以朋友的交情 或出以教师的立场 忠告他 把他拖上正路 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想 他如同他父亲 对于我的感情一样 是恶劣的 实在 并不这样 他不顾他父亲 对我的态度 曾主动来拜望我 和参加我的演讲 可是他听了一个时期 又中断了 当时 我忘记运用 我的前世力 阻挡他爱好戏剧的疯狂 去埋没他先天的各种优点 可是 主 一切的受造之物 都在你掌握中 你没有忘掉 阿利比乌斯 将列明于你的孩子中间 做你神圣使命的主教 他的回头 明明当归功于你 我在不知不觉中 做了你的工具 天 我面对学生 照常做着上课 忽然 阿世闯了进来 向我致敬 又坐着 倾听我所淡的问题 我是有段 英语注解的原文 一面为引起 听众的兴趣 一面为求讲解的详明 我就把戏剧来做比喻 同时 我对戏迷下了几句 泼辣的批评 当时 主 你晓得 我一点没有从 谜途里 教会阿世的心思 可是这种警告 他认为我似乎 为他而提出的 我想 假使别义人 听到这些话 定会勃然大怒的 这个优秀的青年 反以以自责 而且更热烈地爱我 你早已说过 且在你圣经里 曾有过这句话 你责备君子 他将爱你 我没有责备他 责备他的是你 为实行你奇妙的 正义的预定计划 每征用人力 而被征用的人 有时是知觉的 有时是无心的 这样 你就在我无心之中 把我的心 我的舌 变为热烈的火炭 去熏着那个满住希望 灵魂上的黑暗面 而静医好了他 我以为 只有不认识你慈悲的人们 才能不称养你 我呢 我从心灵深处 送养你的人风 阿利比乌斯听了我的演讲以后 就从那个生动力起来 同第一级的 黑暗的快乐诀别 他的这种坚强的精神 洗净了他的灵魂 以后再不到那个 卧里卧龊的魔窟里去了 他一说服了他的父亲 重来跟我求学 当我们在学校里 沉吸与共的时期内 我们同陷入摩尼教的异端 他爱他们的劫狱主义 认为这是真实的 有来源的 不知这是一套假面具 内部包藏着的 都是假人假义 他哄骗了不少有为的 和不知深思的人们 第六章 细迷阿利比乌斯 阿利比乌斯对于他的父母 为他选择的前途 遇试 在他们举出的种种利益前 绝与接受 于是为研究法律 他先我到了罗马 那里他竟不可思议的 又迷于剑客的把戏中 开始时 他很厌恶这类把戏 一天 他的几个同窗 从一个宴会回来 偶然在路上碰到了他 他们强邀他到剧场去 参加残酷的斗剑 他虽尽力挣扎 终给他们嫁了去 他对他们说 我的肉体 你们可以嫁去 压到那里 可是我的心 我的两眼 你们修想强 他们注意这种把戏 我虽无法脱身 我还是胜利者 他虽态度坚决 他的窗友们 仍不肯放松他 还想看看他究竟 能否严行相扶 他们进入剧场 勉强找到了几个位置 残忍的肉搏 已达到封顶 阿利比乌斯闭着眼 定着心 绝不想参与这种惨剧 可是他的两耳没有封闭 忽然一个精彩的镜头 引起一阵剧烈的呼声 制不住好奇心的他 认为只要一直坚决 看看也没有关系 谁料竟从眼帘上 受了一个致命伤 他比那个被打倒的剑客 更行可怜 呼声打动耳骨 间接开了他的迷眼 打破了他的雄心 假使他能虚心依靠你 何至一败涂地呢 他看到鲜红的血 他同流合污了 刚才他还不想看的东西 竟也刮目而逝了 他在不知不觉中 渗透了残暴 沉醉在血腥气的快乐里 他变了 他已是场上群众间最活跃 最得意的一份子 我在说什么 他看 他叫 他发狂 以后他不但同前引诱 他的窗友们成为同伙 而且后来居上 他来的还要急 托起人来还要卖力 且看你的有力的 慈悲的手 怎样从深渊里 救了他起来 这样 你叫他知道 靠自己是不中用的 只有你是可靠的 他的回头 还在遥远的将来 第七章 阿利比乌斯的意识 这个经验 对他将来是个教训 他还有件意外的事情 当他还在加泰基求学的时候 他已来听我的课 一天中午 他在广场上 预备他的一篇学生演讲词 不知怎样的 厂里的警卫 任他为小贼 把他扣留下来 照我的意见 你的这种措施 所以使他 将来的一个大人物 早就明了 在决定别人的是非里 应怎样细心躲避 轻率的判断 当阿利比乌斯 一人手携小板桌和他的剑 徘徊在警署前的时候 一个青年学生 真的小偷 暗暗地跑了进来 运用他私藏的斧头 探断银行路上的铜栏杆 行员听到声音 就派人下来捉拿 贼文脚步声 他被人捕获 就弃腹而顿 阿利比乌斯 虽没有看见他进来 却看见他急促地逃走 为了好奇心 他跑去开那个小偷欺负的地方 当他惊奇地立着视察的时候 行员派来的几个人也到了 他们看见他手指敲铜栏杆的斧头 一人站着 就把他捉了下来 并把他拉到人丛中 自夸拿到了贼 随即把他送到法院里去 侥幸 事情就转了机 你立刻为他血缘 援救了他 在他被押到法庭 或到监狱区的路上 迎面来了一个负责保护公共建筑物的工程师 那些补押他的人们 心里很决快乐 因为他常怀疑他们就是盗窃广场上东西的人 谁是真贼 今天总可水落石出了 因为这位工程师在一个参议员的家里 曾好几次见过阿利比乌斯 他立刻就认了出来 直了他的手 从人从里叫他到另一边 查问他的经过情形 他明了了以后 就叫来势汹汹的一群跟他走 终于到了那个真贼的家门前 门前站着一个小奴隶 他的头脑非常简单 他不懂泄露了秘密 会害他的主人翁的 实在陪他的主人翁到广场去的就是他 他什么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阿利比乌斯认出了是他 就报告工程帅 工程师举起斧头 问小奴隶说这是谁的东西 小奴隶随声答道这是我们的 最后在人家的逼迫之下 他承认了一切 这样在人们失望之下 阿利比乌斯申了冤 而最归于那一个真贼 你的将来的福音宣讲师 许多案件的审判者 解决许多难题的他 在这种事件中取得很深刻的教训 获得更丰富的经验 第八章阿利比乌斯的败姓 我在罗马又碰到了他 我俩交易很深 以致我往米兰他也跟踪而来 他在那里运用他的法学当了律师 这不是他本人的志愿 而是他父母的希望 他曾三度为人辩护 他的连结使他的同事们 折舌称义 他呢 看到人家重金轻易的作风 也表示惊骇 于是 人家就想利诱或威胁他 当他任意大利财政部长 顾问的时候 有个势力雄厚的参议员 不少人都已软化在他的威权下 他也导一般权贵者的负责 求容他作件违法的事情 阿利比乌斯不加思索 利语拒绝 人家还想贿赂他 他一笑置之 人家想威吓他 他也不放在心上 他的手挣不阿的精神 一时有口皆碑 那个矫技百出的家伙 阿利比乌斯不怕他 又不肯讨好他 法官本来也不愿意让步 可是他不敢直言 他把责任推在阿利比乌斯身上 说他的顾问不让他去做 这是准确的 因为假使他做的话 他的顾问一定会离职的 他的唯一的 能摇动他的人格的弱点 就在他是个爱好文学的人 他很想用法官酬谢的钱 去完成若干手抄本 他西家考虑之后 得出了个最好的结论 他认为督促他的正义 当放在便利他的权力之上 这还不算什么 当之忠于小事的必忠于大事 你下面的几句真理之言 是最有意义的 假使你们在虚假的福利上不忠信 谁会把真实的福利交给你们呢 假使你们在旁人的东西上不忠信 谁会把英属你们的东西托付你们呢 这是我的好友的为人 他如同我 美不安地自问 我们当选择哪一种生活 魅布利提乌斯 辞别了离迦太基不远的家乡 和他久久做客的迦太基 一抛弃了他的丰富的家产房屋 和他的不愿随行的母亲 也跑到米兰来了 他的目标 旨在同我一起生活 追求真理与智慧 他热心研究幸福生活的条件 揣摩疑难问题的底蕴 他如同我 喘息着漂流着 我们三个视意如饥渴的人 有时彼此待望着 有时回头向你 希望你及早救济我们 仁慈的你使得我们的生活 遭着痛苦 当我们自问 痛苦有什么用处的时候 我们的神木又黑暗了 这种状态几时会过去呢 这种问题不停地来到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虽长嘴里刀念着 我们仍不放弃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对于另个生活的方式 一点没有把握 第九章 同病相连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 我开始热烈地追求智慧 并且决意一朝获得 当弃绝一切虚伪狂妄的希望 可是想到十九岁以前的漫长岁月 觉得不胜感慨 请看年已三十的我 还在混泥浆里打滚 贪恋那些转眼溜过 疲劳我精神的东西 记得当时我每唱着 明天我要找到 真理要明朗化 我要把握它 福斯图斯就要来 他将给我解释一切 大名鼎鼎的汉林院主君子啊 为指导我们的生活 一个真理也竟找不到吗 不 不 加紧去寻吧 不要失望 圣经上许多从前我认为 荒诞不惊的东西 不已变为可能合理的吗 我要把我的步子 重放在我童年时 我的父母放我的地方 只等到真理显示于目前 可是真理到哪里去找它呢 何时去找它呢 安布罗西乌斯没有空 我也无暇阅读浏览 而且到哪里去找书呢 何时我能购置 谁能借给我书呢 为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且画出一部分时间来吧 伟大的希望 终于降临了公教的信理 并非我想象的虚幻 我污蔑了它 真正认识公教教义的人 以为把天主拘束于 一个有线条的肉体中 是个罪恶 我还犹豫着 不去打开真理之门 使一切豁然开朗 上午的时间属于我的学生 其余的时间 我怎样予以利用呢 为什么不用来研究真理呢 何时我去拜访那些 有地位的朋友呢 他们的帮助 对我是不可少的 何时我要预备学生们 要求我的东西呢 我疲倦的身体心灵 何时可以得到应得的休息呢 不不 这一切都让他去吧 这些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管 我们当宁神专制追求真理 人生是可怜的 死是不可测的 它会突然的来 我们当怎样去应付呢 此时我们不知学习 将来哪里去讨教呢 为了这个疏忽 我不要受到一个严厉的处分吗 可是死亡打倒了我们的知觉 还有什么忧虑可言 这也是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究竟是个不可思议的假设 基督教教义 这样璀璨的传播全世界 一定不是件偶然的事情 假使我们灵魂的生命 和肉身的性命 同归于尽的话 天主那肯创造这样伟大美丽的事业 为什么我们不赶紧抛弃尘世的荣华 专心去寻天主和安乐的性命呢 话还荡说回来 此时的幸福也有它的快乐 不少的甜蜜 我也不当轻易斩断我的世俗倾向 只为好马不吃回头草 去而再来是件可耻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已有把握 可以得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 得到了它 我想我不会别有贪图了 我有许多有势力的朋友 假使我心急的话 我至少就可以做个法官 我娶一个有些财产的女人 则不致加重我的负担 能这样我已心满意足 不少有名的 足为我们模范的人 结婚之后仍在研究智慧之学 当我自言自语的时候 我的心被几阵狂风吹得摇晃不定 岁月不拘 我还拖延归向天主 一天一天的 我虽持于生活与你 我却天天不停地死于我自己 爱幸福生活的我 找到了真正的它 我就发怕 被向着它又追求它 我认为 假使我脱离女人的胸怀 我要痛苦不堪 为医治这种弱点 你的仁慈给予我们的药物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一点没有经验 我相信 节育关系我们的毅力 我觉得我缺少这种毅力 我真太没有知识了 你在圣经上 不是这样说过吗 假使你不赏自人节德 谁都不能自首 假使我诚恳地向你呼吁 求你救援 你一定会给我这个恩典 第十章 婚姻问题 阿利比乌斯 阻挡我结婚 每常对我说 假使我结婚的话 我们绝对不能悠有地 共同生活 可是 这种生活 为了智慧的爱 早在我们心相助导之中 当时 它手身如玉 这是件惊人之举 因为它年轻时 也寻过花 问过刘 可是 它并没有迷醉 后来 它觉得傲丧 丑陋 终恢复了它的坚真 相反的我对它说 许多结过婚的人 既能增进智慧 又能修得立功 还能忠于他们的朋友 其实它的这种浩然之气 是我所望尘不及的 做肉欲奴隶的我 在肉欲的桎梏下 找到了种死亡的温柔 我虽希望能得解除 但不肯听人种的忠道 我怕它 如同它指来解放我的手 触动我的创伤 我当特别指出 饿舌借我的嘴 向阿利比乌斯进攻 在它的路途上 张了温柔的裸网 妨碍它清白自由的脚 它看到我 它很推重的我 竟沉沦于玉海中 觉得万分诧异 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是否应向它执认 我绝对不能离女人而生活 为使得它对于我的话 不要过分惊奇 我又对它说 偶然的和私下的两性之爱 你也曾有过的 已经冷落的 使它傲丧的 和我的津津有味的恋爱 是不可同日而鱼的 假使再加上冠冕堂皇的婚姻美名 我爱这种生活 它一定不会诧异的 它终于也想结婚 它的动机 好奇心 强于我为它描写的肉情快乐 它说它愿意知道 哪个缺了它 我的生命不算一个生命 而是个处罚幸福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那时 它很羡慕我的生命 不受什么束缚的它 对于我的烦恼 表示惊异 这个惊异 把它送上二常事之徒 而且激陷它于惊异的奴役之境 因为它想与死亡节约 爱贤者将死于其中 婚姻的光荣目标 管家和教育子女 一一为他为我 都不发生大兴趣 实在 奴役我 是我烦恼的 还是那个南田的愈鹤 阿利比乌斯的好奇心 即使他导我的覆辙 侥幸得很 无上尊主 我们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中 你没有弃绝悲污的我们 你可怜我们的苦境 用神妙的方法拯救了我们 第十一章 莫尼加的手腕 人家不停地催我娶妻 我已一度做过求婚的手续 对方也已有肯定的答复 我的母亲热忱地在中间奔走 她希望我结婚之后 就可以领圣席 她看见我一天比一天接近零全 很是兴奋 因为在我的信光中 她觉得她的希望和你的诺言 心将一并完成 每一天 她为了我的要求 也为了她个人的期望 举起她的一片担心 恳求你在梦中 关于我的婚姻有所启示 你没有答应她的祈求 紧张的情绪 使她如同一般的人 看见了不少幻想 她告诉了我 但不敢承认 这是从你来的 为此 她也不加重视 她说 她自有一种 难以言语形容的心理 使她能区别 什么是从你来的默契 什么是从她自己来的幻想 事情急转直下 订婚的手续夜已半妥 可是对方还要两年 才能急急呢 不过她非常可爱 再等两年 也没有关系 第十二章 公共生活的计划 我们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几经商榷之后 同意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红尘 去度一个安静的生活 我们的计划 大概如此 把我们私有的财产 作为公有公用 为了我们间真切的友谊 产权不属于个人 而属于团体 换句话 这个化灵为整的产业 同时属于个人 也属于工家 我们一共十来个人 那中好几个是很富的 而罗马尼阿努斯首屈一指 她是我的同乡 我的老友 她为了些严重的问题 曾一度登朝作载 她是我们队里最活跃的一份子 为了她雄厚无比的资产 她的建议也每受人重视 我们决定 每一年 推举二人管理本团的一切 让别人随便去休息 我们又商讨 我们的妻子能否予以赞成 因为我们当中有些已结婚 有些正想结婚 这个美妙的计划 终于飞出了我们的手 变为泡影 我们长探短鱼之后 又回到宽大的红尘路上 我们的脑海中 万千的思潮 络意地起伏着 可是你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 你从智慧的封顶上 对我们的儿戏笑着 你计划着 等待一个相当的时期 为给我们粮食 且配降宠 录于我们的灵魂上 那么我只有罪上加罪 那个与我同居好久的女子 是我是将来婚姻的障碍 被迫与我分离 我心如刀割 悲痛欲绝 久而难忘 因为我非常爱她 她重回非洲 并且在你台前许愿 以后不再与任何男子接触 那个我们的私生子 她留给了我 可怜的我 没有勇气效法她 我既在两年中 不能同我的未婚妻成婚 为了挡不住情佑的狂流 我又拼食了一个女人 这样我的忧火 不但维持了下去 又增长了起来 蓬勃了起来 我的第一个情人 离去时我受的伤 仍没有起色 相反的 在尖锐之人的痛苦下 她崩溃了 痛苦思想惊歇 病情却很危急 第十四章 捕风捉影 慈悲的泉源 我们当称送你 光荣归于你 我每况愈下 你更接近了我 那只当救我出泥囊 洗着我的手 已逼近了 对于这点 我毫无疑惑 那个阻挡 我像玉鹤身处 在滚下去的东西 就是怕死 与怕你审判的观念 这个怕据从 没有离开我的心 我曾同我的朋友 阿利比乌斯 与内布里提乌斯 讨论过至善与至恶 假使我跟着 伊比纠鲁 否认灵魂不死 赏善罚恶的道理 我以为在这问题上 它当是无比的权威 我是如此解的 假使我们是不死的 我们在一个永远的 肉情快乐中生活下去 没有失落之律 我们怎会不快乐呢 还有什么要求呢 可是残破盲目的我 对于那个自身可爱 肉目所不及 只有神目能领会的美德之光 一知半解都没有 这不就证明 我是个可怜虫吗 在我的痛苦中 我每次问 为什么我同朋友交谈 所谈的就是些可耻的事情 也觉其乐融融呢 是的 少了我的朋友 就是进尘于浓郁的情愿之中 我也郁郁不乐 我爱他们 半点没有自私之心 我觉得他们也这样的爱我 写取的路贺 主 离开了你 想能找到什么好东西的灵魂 是糊涂的 可怜的 不论他怎样左右前后 翻来翻去 寻不到平安 只见完硬的东西 你终于来了 你从足以使我痛哭的一段中 拯救了我 你把我们送上你的道路 并且安慰我们说 跑吧 我要辅助你们 领你们到终点 背你们到那边 第一章 天主的观念 我罪恶的青年阶段 已经过去 我正向壮年的阶段迈进 年龄越大 我的幻想越可耻 除了肉目看到的物体以外 别种物体 我都不能思议 我的天主 从我稍逝智慧之学 我已不把你看作一团血肉了 我常避免这种谬理 我深信在你的圣教会 我们慈母的怀抱里 得到了一个准确的观念 实在 除此以外 找不见有什么更好的见解 一个人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想 你是独一伟大的真天主 经我整个的热情 我相信 你是不朽的 不变的 不容侵犯的 我虽不知道 从哪里 从哪时 这个观念阵守了我的心 我却动若观火 修辅之物 比不上不朽的东西 我绝不犹豫 我把不容侵犯的东西 放在能染污的东西之上 不变的东西 放在能变的东西之上 我的心 提出强硬的抗议 来对付我的一切幻想 我曾计划 从我的新日里 把在我脑海中 纷飞的一批不结之像 一股脑 予以驱除 可是 才行放逐 一刹那间 他们又重整旗鼓 向我眼前扑来 遮蔽我的视线 我虽兼具 我仍被迫 把你当作一种占空间 或留于宇宙之中 或散于宇宙以外 无穷区域中的有形之物 虽然这样 我还以为 能腐化的 能染污的 能变的东西 不如那个不朽的 不可侵犯的 与不变的 那个不占空间的东西 我认为是虚无 绝对的虚无 这不仅空间而已 譬如那个本来拥有的地方 或泥的 或湿的 或气的 或天上的东西 东西一去以后 就变为空地了 所谓虚无 就是那个真空 神智昏迷的我 已不能明了我自身的一切 我以为 凡不占空间 或在空间中 不留 不宁 不长 或不聚 或不能聚 这三种状态之一者 都是绝对的虚无 我演习间的形式 必有它们相对的影像 我的理智 就在这些影像中活动 必用我理智的活动 我创造这些影像 那么 我理智的活动 与这些影像 有同样的本性 假使它自身 不是个非常的东西 不会创造这些影像的 主 我生命的生命 我看你如意无限的东西 在无穷空间中 上下内外 贯彻世界的一切 你有充满世界以外的各处 以至地球 苍天 和别的一切都受你的限制 而你是独一无限的 像地面上的空气 不是日光的障碍 不阻挡它透入 透入后 又不受破坏 反而整个的受它光照 同样 我以为 天地 空气 海洋 不论大小 你都透彻无疑 见资在资 你所造的一切 都听你神妙的指挥 这是我的管件 恐我未免错误 因为 假使真的这样的话 面积大的地方 你当用你比较大的部分 去予以占据 面积小的地方 你当用你比较小的部分 予以占据 各种东西 既充满着你 为了骆驼比喜鹊大 你被骆驼占据的部分 当比你被喜鹊占据的部分大 这样 你不是要被世界斗魄瓜分 十小时大吗 实在 事情并不这样 你还没有照明我的黑暗 主 为对付这些自骗骗人 自言自语的人们 只要提出 钱内不利提乌斯 再加载机提出 并使我们折服的难题就够了 摩尼泰人没以为 有种黑暗的势力 在反抗你 假使你不予讨伐 它能做出些什么来呢 假使人家说 它能害你的话 那么你不是不可侵犯 不可败坏的 假使人家说 它不能害你 那么 已失了对抗的理由 而且 在这种战争里 你的一份子 你的肢体中的一个 你的物体的一部 撕头仇敌 串通不是你造的东西 自甘堕落 弃容求辱 假使它得不到外面的救援 它无法自拔 无法自拙 这一个分子就是灵魂 你的圣言将来用它的自由 解除它的桎 用它的贞结 洗净它的污秽 用它的健全 医治它的腐烂 可是它 为了是由同一物体构成的 也是可以腐败的 为此 假使摩尼泰人说 你的物体是不能腐败的 那么 他们上面所说的一切 都是错的 该被打倒的 假使说你的物体是能腐败的 那么更错了 错得更令人痛恨了 是的 这个正理足以塞住他们的口 这些人灌输于我们脑海里的东西 无论如何 当把它赶出去 因为他们的这种想法 这种说法 都是从他们恶毒的口和心理来的 第二章 恶的原因 我常坚持确信你是无电的 不变的 绝对不动的 你 我们的主 真天主 你不单造了我们的灵魂 又造了我们的肉体 不单造了我们的灵魂肉身 又造了一切的一切 可是罪恶的原因问题 在我眼里 还是个不解之谜 不论怎样 我认为 我的结论 总不该隐我居信 不变的天主是变的 否则 我就要变为罪人了 我很放心我的结论 这样 我能稳当地研究那个问题 我也能确定那些 我未必人们的学识错误的 因为研究拒绝罪恶原始的他们 满腹恶意 似更易接受你的本体的受恶性 是他们的本体的作恶性 人家对我说 我们的自由意志 是我们罪过的原因 你的大公无私的判断 是我们苦楚的原因 对于这个学说 我正努力求它的解释 可是还未能彻底了解 我从深渊里爬起 未想找寻别一个见解 结果一无所获 只得再陷下去 虽仍不停挣扎 却越陷越深 可是 我还有从你来的一线之光 因为我晓得 我活着 我有一个意志 当我要或不要一件东西的时候 我能确定 那个要或不要的主人翁 不是别人 而是我自己 这又使我明了 这就是我的罪过的原因 至于那些 不由我做主的行为 我觉得我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我又觉得 这不是一种罪恶 而是一种刑法 为了你的公义 我也认为应得的法 我又重问 谁造了我 不是我的天主吗 他是人善的 而且就是人善的本身 那么 为什么会要我遭难 不要我想福呢 是不是为了他要我受当受的罚 这些痛苦的种子 是谁播散在我身上的呢 那个造我的 不是很良善的天主吗 假使这是从魔鬼来的 那么 魔鬼是哪里来的呢 假使天神变为魔鬼的原因 是他的恶毒的意志 那么 这个恶毒的意志 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天神不是纯善的天主造的吗 这种思潮使我半性 使我心虚不宁 可好 我还不会堕入 这种错谬的漩涡 可在那里 非但谁都不承认你 而且更强调了罪恶的原因 不是人 而是你 我还想寻获别的真理 我扫明了 不能败坏的东西 比能败坏的东西好 不论你怎样 我当承认 绝不能败坏的 一个灵魂总不能设想 一个比至善的你更好的东西 不能败坏的东西 比能败坏的东西好 这是我认为千准万确的 假使你不是不能败坏的 那么我的天主 在你以外 换句话 那个绝对不能败坏你物体的败坏性 是哪里来的 在天主身上 无论败坏是一种意志的 或是一种必然的 或是一种偶然的产物 都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为他既然是天主他所要的 一定也是善 而且他就是至善 假使他能败坏的话 他已不是善了 我的天主 谁都不能强迫你做件事情 因为你的意志 与你的能力是同样大的 假使你的意志更大 那么你比你要更大了 因为天主的意志和能力 就是天主自己 你什么都认识 为你足没有意外的 为了你认识一切 一切才得保存 为证明人是小体的不能败坏性 为什么要这样多化呢 当之 假使他是能败坏的 他怎能是天主呢 我追寻恶的来源 我寻得不对 在我搜寻的路上 我没有见到恶 在我的神面前 我放着整个的受造之物 一边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像地球 海洋 空气 星辰 树母 禽兽 一边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像遥远的碧空 众天使 诸神的世界 那些神仙 我的想象把它们 一如有形的东西支配在这里或那里 我把你造化的成绩做了一个大集团 中间罗列着各种真的有形东西 和各种本是无形 而我假设的有形东西 这个集团虽是有限的 我却以为好好无银 这个无银自然不是实际的 仅是我想象虚构的 主 你整个的包围了它 渗透了它 可是你到处仍是无穷的 你像大海 四面八方 到处是独一的 茫茫无涯的海 一块受它包围的海绵 随它怎样大 总是有限的 而浸透它内外各部的海 是无穷的 我认为在你造化的工程里 充满着你的无穷 我敢说这里是天主 那里是它的受造之物 天主足好的比那些东西 不知要好到什么程度 因为它是好的 它所造的不能不是好的 我们已知道它怎样包围了它们 充满了它们 可是恶在哪里 恶从哪里来 到这里来它经过哪条路 它的根 它的种是什么 恶绝对不存在吗 为什么我们要怕 要当心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呢 假使我们的惧怕是不合理的 那个使我们心乱意迷的惧怕 一定是个恶 那个本不是使我们怕的恶 为了我们的惧怕 更加深了它恶的程度 那么或者那个我们所怕的 恶是实有的 或者恶就是那个怕 究竟恶是哪里来的 既然好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不错 受造之物的好 还不及至善者的好 可是造物主和受造之物都是好的 恶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它所用的物质是恶的 或许当它予以物行 进行组织的时候 还留有什么漏洞的缘故 这又为了什么 全能的它 岂不能把物质弄得机殴无缺吗 最后它为什么要用物质 来做成一样东西呢 为什么不运用它的全能 消灭物质呢 物质能否违反它的意志存留着 假使物质是永远的 为什么它让它这样 长久的存留着呢 又为什么经过了这样漫长的时间 才用以创造东西呢 或许假使它创造的意志 是突然而起的 那么它既是全能的 为什么不予以扑灭 而是无穷的 最高的至善 让它单独的存在呢 假使为至善 不创造 不创造什么好东西 是不合理的 那么 这个可恶的物质 即当予以消灭 或创造另一种好的基本物质 假使它造东西 它需要不是它造的物质 那么 它怎能算全能呢 这是我心灵里 上下其落的思潮 我的心 为了怕死 为了无法找到真理 常愁愁不安 可是 在这心里 常屹立不摇的存储着 对于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基督的信仰 这个信仰就是圣教会的信仰 可是在我心里 从若干方面看来 还是没有参透 死板板的 犹疑不定的 但是这信仰 我从没有放弃它 相反的 它同我的关系 一天比一天加深着 第三章 与星象家绝交 我对于星鹏家 谎六的预言 糊涂的论调 早已不屑一顾 关于这点 我的天主 我愿从我心灵深处 称颂你的慈悲 是的 这当归功于你 谁能托我们 与死亡的错误呢 非与死亡无关的生命而合 它公照人心 而不需要受光照 统治世界 甚至到风吹树叶的智慧而合 我曾固执地反抗过 见解透彻的文提奇亚努斯老翁 和聪明睿智的 内布里提乌斯青年 这个顽固的脾气 不是你给我医好的吗 他俩一个坚决的 一个带些犹豫的 都对我说预言未来的法术 是绝对没有的 这无非是人的推测 与偶然巧合事件的混合物 根据各种环境 只要打声活香 不停地说美能为重的 那个乐于咨询星象家的朋友 也是你给我的 他对于这种法术并不高明 他纯为了一种好奇心 就去证于他们 他曾经对我说 他的父亲 曾经给他讲过一段 关于星象的故事 那个故事很足以打破这种迷信 可是他总不放在心上 菲尔米努斯是个知识分子 并且闲于辞令 他非常爱我 一天为了他的前途 特来拜访我 征求我依据星象学得来的意见 为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提出 内布里提乌斯的见解 我虽不拒绝 向他表示我个人的意见 可是我的态度很犹疑 并且我又对他说 我深信星象是种把戏罢了 他又告诉我他的父亲 很喜欢看星象的书籍 他还有一个朋友 同他一起工作 他们勤奋地研究 可说无微不至 家畜在他们家里生产的时辰 生产时星辰的位置 统统记录下来 以为这与他们的法术 是极有关系的 他的父亲对他说 当他的母亲怀孕他的时候 上述那个朋友的一个婢女 也有了孕 他的主人 对于母狗的一切 即观察周祥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点 于是他俩很审慎的 一个为他的妻子 一个为他的婢女 把日期 时刻 都予以记录 他们同时分娩 他们的两个小孩子 当有同一的命运 当两个女人的分娩 开始的时候 一个守在这里 一个守在那里 彼此派遣通讯员 交换观察情况 直到孩子产下 为了他们都是一家之主 消息的传送 很迅速顺利 暴训人们相遇的地方 是在两家的中间 以至星辰的位置也同 时刻也同 可是菲尔米努斯 靠着他家庭的特殊地位 一帆风顺 既有钱又有势 相反的 那的奴才 根据与他同日诞生主人的话 仍压在他的奴恶之下 赐奉他的主人们 我听了这一段故事 再加上讲者的人格 我以前的种种疑难 顿时云霄无散了 当时我也就想法提醒菲尔米努斯 劝他在星象之外 还当注意他的父母崇高的国民身份 他的家庭在本城中的声望 他自由地诞生 他受良好的教育 他高深地学问 假使那个奴隶也来咨询我的话 时针之外 我不能忽略他家庭的卑贱地位 他的奴隶身份 和一切远续于前者的环境 那么 假使我要说实话 不可为了两个同一的实诚观察 下同一的结论 我们尽可以肯定 星象家可靠的预言 不是从什么科学方法来的 而纯是出于偶然的 事后发现错误的占卜 并不是由于方法的错误 而是由于盲目的一夺 从此门户洞开了 我私自研究 怎样去推翻那些数土的平凡 而予以打击 嘲笑与驳斥 菲尔米努斯对我所说的 不是一堆笑活吗 他自己不是被他的父亲 骗了一次吗 我可想到了双生子 他们出母胎时 两个时间的距离是很短的 虽然爱莲这短促的距离 也加以重视 我以为在星象方面 总找不出什么了不得的一同 这种观察 纯属海誓蜃楼 假使单从星相上想想 一个星象家 当说以扫和雅各的前途 将是一样的 可是实际上 他俩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或者他们所说的是虚假的 或者假使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 他们不同的推测 当基于同一的根据 那么他们所说的 所以准确 并不出于准确的方法 而完全出于偶然 第四章 难解的问题 你 我的依靠 你已解放了我的束缚 可是 在我寻求恶的来源问题上 我总找不出一个究竟 幸亏你还没有允许这个思想的潮流 冲破我的信心 因为我常信你是有 你的物体是不变的 你掌管人类 你事以义德 你用基督 你的儿子 我们的主 你用你的圣经 你圣教会的保障 为人类开辟了救援之路 使他在死亡的幕后 得到长生 这些真理 虽根深蒂固的 刻在我心里 我仍忧心忡忡 寻求恶的来源 那个时候 我的天主 我心的痛苦悲伤 是难以形容的 在我不知不觉中 你已冻足了这一切 当我默默无言 寻求真理的当 我忏悔的热情 只向你慈悲的坐前 鸟鸟飞上 我的痛苦 除了你以外 谁都不知道 就是我用我的口舌 告诉我的几个好朋友 也算不了什么 他们怎样能明了我的心事呢 我既没有时间 去报告他们 我的一张嘴也不够 可是 我内心的一切愁思 你都听兮无疑 我的希望 虽在你坐前 我的眼睛 却已失掉了光明 光明虽还在我心中 我已迷离长谎 它是不属于空间的 我却只注意于 空间内的一切 我在那里 找不到一个安息之所 那些和我接触的东西 也小能对我说 够了 这样好 可是 他们又不让我回到 那个我能随意的地方去 我虽比他们高 我却比你低 假使我对于你是个可教的如此 你将是我的真快乐 别的一切受造之物 所以在我的下边 这纯出于你的安排 上有你 下有别的受造之物 我在中间 这是你贤明的措施 使我 你的肖像 一面奉识你 一面驾驭我的肉身 可是 一如我的桀骜 且而反抗我 我竖着铁顿一般的墙下 且而反抗你 在我下面的一切 也且而压在我身上 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 他们在我的四周 团团围着 当我想回心考虑的时候 那些物像 就来阻塞我的去路 仿佛对我说 你到哪里去 你这个卑鄙龌龊的东西 这是 从我心灵的创伤里起来的 受你压倒骄傲的人 像一个受伤的人 我的嚣张之气 使我离开了你 我死要面子的心 封闭了我的眼睛 主 你是永远的 可是你不会永远 怒目看我们的 我这个尘埃奋土的人 你没有予以金莲吗 我的种种逆行 你没有予以整理吗 我心头错乱 这不是你要使我 获得你的真理而信光吗 从我同你神秘的信光接触之后 我的傲气逐渐消散了 为了你强有力的明炫之药 我模糊的眼睛 已日游起色了 第五章 新柏拉图学说 你首先想指示我的 就是你怎样拒绝骄傲的人 而爱护弱小的人 且天主圣子降生为人 据我人间 你把谦卑之路 招视我们 你的仁慈是怎样浩大的 你利用一个傲气满腔的人 是我得读若干 柏拉图学派的著作 原著是希腊文 而我读的一本 却是拉丁文 我觉得 下边我要引的一段 是根据很多的理论 我还当声明 这并不是与原文符合 而是与原文很接近的一段 太初有道 道在天主 道是天主 太初道在天主 一切由道而造 无道无受造 生命在道 生命是人光 光照暗明 暗明浮时 人灵为光正而非光 道乃天主 天主乃真光 光照人世之人 道在宇宙 道造宇宙 而宇宙不知时 道来其居 居民不知营 凡营而信其名者 道予以能 使成天主子 这段在那些书里 我没有找到 道不由肉 不由血 不由仁义 不由性于生 而由天主生 这段也有 道成肉身 居于我中 这段却没有 在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词句下 我有找到子记 与父同等级 同性体 那么自比天主 不为鉴阅 道自卑鉴 采取卢行 在外表上 亦如我人 自先听命至死 死于十架 为此天主特加包扬 赐予义 义无上之名 耶稣名前 万西区取 无天上 地下 獄中之分 众口同任 主耶稣基督 与天主父同容 这一段 在哪些著作里 也没有 时间之前 时间之上 你的独子 不变不动 他如闷你 也是永远的 灵魂欲得幸福 当于丰满的他联络 灵魂欲得智慧 当受自有智慧的振心 这几句也有 可是他当死 死于恶人决定的时期 你的独子 你也不稍怜惜 为我众人 敬于交出 这几句都没有 这一切 你不以告诸自作聪的人 而以启示千晓的人 使吃苦 负重担的人们 来到他身边 受他的抚慰 因为他是良善心迁的 他是良善的人们 走正义之路 且把这条路 指示于温和的灵魂 他看到我们的谦卑 我们的痛苦 他就宽勉了 我们的一切罪恶 至于那些自以为 拥有高明道理的人 不会听到他说 我是良善心迁的 请你们效法我吧 你们将为你们的灵魂 得到平安 他们虽认识天主 他们却不光荣 不感谢天主 如同天主所应得的 他们沉沉在他们的幻想中 心灵里充满着黑暗 他们自以为有智慧 他们都已变为狂人 为此 我在那些书里 又念到 你光荣不朽的性体 穿上了各种偶像的衣冠 人哪 鸟哪 瘦哪 蛇哪 什么都有 这是埃及人的佳肴 以草 敬畏子 失掉了他长子的权利 你被选的民族 已不像你 而像一只走兽的头 去叩拜了 他转向埃及 用他的灵魂 你的肖像 对着正在吃草的小牛像 表示敬意 这又是我在那些著作里 所找到的 可是我一点不感到兴趣 主 你解放了雅阁 你颠倒了兄弟的位置 你叫别的外教民族 来享受你的产业 我也是从外教民族里来的 我也去争取犹太民族 从埃及抢来的金子 无论什么地方的金子 都是你的 你用你使徒的口 对雅典人说 我们生活 动作 存在 都靠你 他们中间 有几个作家 也这样说 这些著作的来源 是你的圣经 我对于埃及的偶像 一点不注意 那些把天主的真理 化为谬说 和清晰造物 而崇拜受造之物的人们 忘用你的金子 第六章 一片神光 听到忠告 我就回头 在你指导之下 到我心灵深处 我所以能做到这点 完全依靠你的引导 在那边 运用我迟钝的神木 在我神木之上 理智之上 我看到不变之光 这不是任何肉目所见的光 这是另一性质的光 这个照耀万物的光似更强烈 更透彻 不 这个光还不是就这样 它是别一种东西 出人意想的一种东西 它又绝对不是 在我心灵之上 如同游在水面之上 天在地面之上 它在我以上 因为它造了我 我在它以下 因为我是它造的 准认识真理 认识它 谁认识它 认识它 认识永远 认识它的 就是爱得 呀 永远的真理 呀 真正的爱 呀 可爱的永远 你是我的天主 我日夜可念着你 在我第一次认识你的当 你就提拔我向你 使我觉得 有让我当摘养的东西 可是我还没有资格去摘养它 你用你的神光照耀我软弱的眼 引起我一种且爱且惊的情绪 我远离你 居于话外之地 在那里 我仿佛听到你来自天空的声音 我是强大者的神粮 你信 你吃吧 你吃行粮 粮将向你 你吃神粮 我不会向你 而你将向我 我承认你为了人的罪恶 予以修改 你把我的灵魂 珠往一般地 予以晒干 那么 我说 真理既不周不在有限无限的空间 真理不过是个空虚罢了 你摇摇向我喊着 我就是那个白友的 我听了 我心领神会 我再没有理由去犹豫了 真理的存在 在造化的工程中 已使我彻底了解 假使我在疑惑的话 我当以我是否活着 我又回目 看你下边的一切 我觉得他们不能算绝对有 也不能算绝对没有 他们有 因为他们是从你来的 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的有不像你的有 真的有就是拥有 依恋天主 对我是好的 因为 假使我不在天主之内 我也不能在我 可是 你在自己 且常在不便 而刷新一切 你是我的主 因而你不需要我的产业 我认定一切腐化的东西 也是好的 假使它是至善的 它是不能腐化的 假使它什么好都没有 它有什么可以腐化的地方呢 在第一个假设里 它是不会腐化的 在第二个假设里 它不包有什么可以腐化的分子 腐化是件可恶的东西 假使腐化的工作 不再变坏好东西 那么它有什么可恶呢 为此或腐化没有阶害的行为 这是不可能的 或一切腐化的东西 缺少一种好意义 这是不容怀疑的 假使它什么好都没有 它不能存在 假使它保存它的物体 而不再受腐化 这表示它已进入了一个更优美的阶段 既然它完整的存留着 一样东西为了抛掉一切的好 变为更优美 这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什么好都没有 不就等于虚无吗 为此只要一样东西存在福 它是好的 为此凡存在的一切是好的 我常言求恶的原始 我现在明了 恶不是一种物体 因为假使它是个物体 它该是样好的 假使它是个不能腐化的物体 它就是个大善 假使它是个腐化的物体 假使同时它不是好的 它是绝对不能腐化的 这样我认识 我彻底了解 你所做的都是好的 而且没有一样物体 不是你做的 你所造的各种东西 不是平常的 为此一切的东西 分别看是好的 整个是最好的 因为 天主所做的一切是完美的 对于你 不但对于你 就是对于整个的受造 恶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你的造化的工程以外 没有什么能破坏你所定的秩序 只有零碎的部分 为了某些部分 与某些部分的不协调 使人相信它们是不好的 可是 这些统一的部分 很能同另外一些部分相协调 那么 它们不就变好了吗 至于它们自身 自然是好的 那些彼此不相和谐的部分 都能同地球 世界的下层相适合 飘云吹风的天空 无达于地球 我不能说 这些东西不当存在 就是我只看见它们 我已能视它们更为美好 只为了它们 我已当称养你 世间外有都昭告我 你是该散夹的 水怪与众海洋 火与冰雹 雷与雾气 奉行主命的狂风 大山与众丘陵 果树与众相搏 野兽与众牲畜 昆虫与飞禽 世上的君王与万民 统领与世上的众法官 青年人与处女 义人与孩童 皆赞美主名 我们的天主 高天之上 你的众人使 众君旅 日与月 众星辰与光 诸天之天 与天上之水 皆赞美主名 我不再寻求什么更好的东西了 因为我想到这一切的一切 我觉得上层的一切 比下层的一切更好 可是我更觉得 整个造化的工程 比上层的一切更好 对于你造化的工程 不满意的人 是缺少了一种精神的健康 有一个时候 许多你造的东西 使我憎恶 这证明我曾一度缺少这种健康 我的灵魂虽不至于厌恶你 但拒绝承认 一切是他讨厌的东西 是你的手迹 于是 陷入两种物体的学说中 却仍未能安心 且也不以为几处 他从迷途里回来之后 设想了一个处处都在 透彻无穷空间的天主 他又想 这个天主就是你 他把他放在心里 他又变为他的 在你眼里 丑陋不堪的偶像宫殿 又是一次 你在我不知不觉之中 来医治我的头脑 你遮蔽了我的眼 阻挡他去看虚假的东西 我一时神智昏迷 我的梦想也陷入半睡眠状态中 醒来的我已在你的两臂中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你是无穷的 这个影像不是从血肉来的 我看别的种种 它们的存在都当归功于你 它们都受你的限制 可是不像它们在空间中所受的限制 一切都在你真理中 如在一手掌之上 一切为了它的存在 是真的 把不存在的东西认为存在 那么才有错误 我承认每样东西 有它适宜的地位 适宜的时间 你是唯一永远的 没有时空限制的存在 你并不在无数的空间之后 才开始工作 因为一切或已过去 或将过去的时间 祝你工作和存在的大前提下 这时间才会去才会来 经验使我明了 健康时可口的好面包 同样 在病恶上的好面包 会变为不好的 这是不足为异的 对正常的眼光是可爱的 对有病的眼光却是可恶的 你的正义使恶人烦恼 毒蛇蛆虫 在你下层造化工程中 也是好而适宜的 恶人们越是不像你 就越像那些下层的受造之物 同样 他们越是像你 就越积极上层 我曾研究恶是什么 我发现 恶不是一种物体 而是一种被逆了无穷的本体 你 我的天主 亲近背下东西的恶意 这种败坏的意志 放弃了内善 专于表面上做功夫 我自己也觉得很奇异 我已爱了你 我所爱的 已不是一个虚项了 可惜 这种好景是不长的 我虽一边爱你美的吸引 一边我仍爱我自身的压迫 使我离开你 倒在地上呻吟 这种压迫我的东西 就是我的肉欲 可是 我从没有忘记你 我也不疑惑 我当倾向一物 不过总是力不从心 因为这个修辅的肉躯 控制了我的灵魂 这个尘土的居所 颓丧了我在纷扰中的理智 我明白知道你无形的美丽 因得你的造化之功 布露在我们的理智前 你永远的能力 你的神性 自然也在其中 当我研究我对于天上地下 各种物体审美的标准 当我查问那个 使我对于这些变动的东西 下一准确评论的基础 当我探讨为什么我说 这是该这样的 那是该那样的时候 我发现在我变化的理智上 占着永远的 不变的 和真正的真理 这样 涉及而上 从肉体到达 因肉体的介绍 而有感觉的灵魂 再到达那个 接受五官报道的内力 这个内力 就是无灵动物最高的觉察力 再上去 就是那个审编力 它对于五官供给的资料 逐一予以批判 可是 这个能力 照我个人的经验 也是会变的 那么 就当起灵于智慧 智慧从习惯的奴役中 解放我的思想 驱逐种种矛盾的幻想 当智慧绝不犹豫地说 不变得胜于变的 它凭的是什么光明照耀 请问这个不变者的观念 是从哪里来的 假使它对于不变者 没有一种认识 它怎能说 不变得胜于变的呢 最后 在一种摇晃的光明下 我寻获了无上的物体 于是 我就觉得 你无形的一切 借着受你造的有形之物 也可以明了 可是 我仍不能凝目而视 我太软弱了 我终于又倒了下来 对于我所见的一切 只留下一个可爱的回忆 这一叠天上的佳肴 我已闻到它的香气 但我未能尝到它的滋味 第七章 傲骨难消 我寻求那个能使我想见你的法宝 可是总没有找到 实在 除了人天间的中宝 高于一切 永远当受赞美 又是人 又是天主的耶稣基督以外 哪里再有法宝可言 他不是这样对我们说过吗 我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且天主圣子降生为人 他为做我们的神良 采取了我们的人性 你用以创造一切的智慧 做了我们弱小者的穷将 我还未能自卑自贱 把握耶稣 谦逊的天主 我还未能明了 他的谦卑 给予我们的教训 因为你还在一处 高等受造物之上的圣言 永远的真理 一面提拔谦卑的人们 亲近他 一面在此下土 你用我们的泥土 建筑了一座小屋 为吸引那些有意接近他的人们 医治他们的傲气 培养他们的爱情 他要阻挡他们 为了妄自尊大 而陷入歧途 披着皮肉的天主 对俯伏在他的族下的人们 要是他们学习谦卑 看到他们匍匐在他身边 露出眷容 他就起来服役他们 可是我并不这样想 在基督 无主的身上 我只见他是个具有特殊智慧 谁都比不上他的人 他是一个真女产生的 他教我们为的永生而轻视事物 这个神奇的诞生 为了天主一种特别的措施 使他在殉道上 获得无上的权威 可是 再且天圣子降生为人的一句话 究竟含着怎样一种傲计 我时无法予以推测 根据圣经 我所知道的 是他也饮食 睡觉 行走 他也忧乐言谈 他凭一个人类的灵魂 同圣子打成一片 未明了这点 只要知道圣言是不变的 我尽我的能力去阐明这一切 我已毫不犹豫 实在 随意志的指导 他运动肢体 或加以制止 他感到一种情绪 或不知不觉 他用言语 表示他智慧的观念 或济若寒蝉 这一切的一切 无非昭示他有一个变动的灵魂 假如这关于他的一切 是写书者虚构的 那么别的种种 也难说不是虚化 那么这些圣书 最后对人类 还有什么救援的价值可言 但是这些书是可靠的 所以我认为 基督是个真人 他不但有人的肉躯 或只有灵肉 而没有理智 他实在是个真的人 照我的见解 且当超过众人 这不单 为了他就是真理 而且为了他 具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性 拥有最深远的智慧 阿利比乌斯认为 天主教徒相信 在基督带着肉躯的天主身上 除了肉躯与天主以外 并没灵魂 他们也不说 他有一个人性的理智 可是 为了他确信 传授关于基督所说的一切 只有一个 兼有五官理智的人才能干的缘故 他慢慢地 接近教会的信仰 阿波利纳斯派的错误 他是再在后来发觉的 最后 他欣然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 我呢 我承认 在且圣子降生为人的注解里 弗提努斯的谬说 怎样粉碎在天主教心理之前 我发现已较晚了 嚷翅异端的指令 更布露了你的教会的真思想 和你道理的内容 信心坚决的人们 当异端猖狂的时候 才从有信德的人们中 展露出来 在我念了 柏拉图学派的著作之后 我知道 怎样在有形世界外 去寻求真理 我又觉得 你无形的美善 怎样经过有形之物 打人我们的理智 我虽自居不前 我却了解 那个我灵魂上的 被烟雾遮盖的真理是什么 我肯定 你存在 你是无穷的 可是不受有界或无界的空间所限制 你是真的有 永远不变的有 你有不因不粉 不闪动作而自辩 别的东西都是从你来的 这就是他们 所以存在的铁证 对于这一切 我毫不犹豫 可是我太懦弱 未能想见你 我弹起来 天花乱坠 仿佛一个贤者 可是假使我不在基督 我们的救主身上寻路 我不是贤者 我行将沦亡 当时我自以为学究天人 以贤者自命 不知以负重救 比当痛哭悲伤 那个把谦逊的耶稣基督 为基础的爱德在哪里 那些书籍能否有以告我 我诵读圣经以前 先读了那些书 我想 这是为了你要我在那些 屋中读些红爪 以备将来 在我从你圣经中得到了安和 我的创伤得了你的圣手包裹以后 两两对比 我可以辨别门熊是什么 自诵是什么 只知当向那去 不知走上那路的人们 与那些走不单工人摘养 而且工人居住的万福之乡路的人 究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假使我先读你的圣经 又又于他的和谐的氛围中 后念柏拉图学派的书 那么我信仰的基础 或许受到破坏 或许我虽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印象 我会相信 就是只念这些书籍的人们 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第八章 谦逊的秘密 我酷是在圣神启示下所写的经书 保罗使徒的作品 又使我崇拜 对于各种难题 保罗所说的 有时似互相矛盾 有时根据字面 似于法典和先知书背道而驰 可是这些难题慢慢的消逝了 我觉得这些作品满眼是一贯的纯洁 我一面站立 一面却欣慰着 细心研究之下 我又觉得我在新柏拉图主义的书籍里 所得的若干真理 在圣经里也可以找到 不过为了凭着你的圣德说的更透彻 使得我们晓得不单他了解的东西 就是他了解的能力 都是外来的 而不致妄自浮夸 实在他所有的 哪一样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呢 这样他也被劝告去认识你 永远不变的你 并且同时去自行整肃 而终于得到你 离开你太远 未能见你的人 可走归向你的道路 比能见到 而且得到你 人依照他的理智 虽乐于顺从天主的法律 但对于别一条 刻在他肢体中 与理智之律矛盾 使他做罪恶之律俘虏的法律 将如何错置呢 因为主你是公正的 我们犯了罪 做了孽 恶行恶壮 你的手就压到我们身上来 我们就在你的正义之下 被赋于第一罪犯 死亡的君王之手 他强迫我们的意志 违反你的意志 又使我们脱离你的真理 可怜的人可有什么措施呢 谁将从这个死亡的肉体里 救他出来呢 非耶稣基督 我等主的圣宠而合 他是你生的 可也是永远的 他是你造化的计划中 最高的对象 尘世的君王 在他身上 虽找不到什么可处以死刑的罪 却终被置于死地 可是为此 我们才得了解放 这些东西 在那些哲学士的作品里 是找不到的 就是那圣经所产生的孝顺情愫 忏悔的酸泪 祭主的牺牲 困心的痛悔 千亿的心灵 民族的救援 御许的功成 圣神的宠字 救世的久绝 在那些书籍里 什么也都找不到 在那里 没有人唱 我的灵魂不当属于天主吗 因为他的救援是从他来的 他是我的天主 我的救主 我的依靠 有了他 我不会再摇动了 在那里 没有人听到这个呼声 你们受难的人 到我身边来吧 他们藐视他的训话 为了他是良善心迁的 你把这些东西 在聪明伶俐的人们前 隐藏了起来 而启示给谦晓的人们 从丛林高处往和平之乡 可是找不到前往的路径 徘徨于荒郊野外 遭受魔群和其首领们 独龙恶尸般的名家案件 声嘶力竭的挣扎 这是一回事 在天上君王的捍卫下 走那条去天乡的路 路中下渡的天使 也不敢行结 因为那条路 他们是网行长 这又是一回事 这些观念 当我读了自称 史图中最小的一个保罗的作品时 奇妙地进入我的心 我看了你的事业 觉得惊奇不已 第一章感恩歌 我的天主 为感谢你 我要回忆你对于我种种慈悲的措施 我愿我的海骨 浸沉在你的爱情中 且向你说 主 谁向你 你解除了我的束缚 我愿向你做一颂羊之计 你怎样成了我的解放 我要屡树余下 希望亲宠你的人们 听了我的话 要说上天下地的主 当受赞美 它的名字是伟大的 奇妙的 你的话刻在我心灵深处 你四面围困了我 你永远的生命 我虽只在镜中模糊地看到 我已笃信无疑 你的物体是不会破坏的 别的物体都是从它来的 对于这点 我也毫无疑惑 我所要求的 不是希望对于你 获得一个更确实的认识 而是为我对于 你能有一个更坚定的信心 在我的生活里 什么还都摇晃着 希望那个我心中的速教 能一扫而空 主 你是鹿 这是我很乐意 可是 我觉得 我还缺少踏上这阳长取静的勇气 在你敦促之下 我乐意去见西姆普利奇亚努斯 他是你的一个中仆 你的宠光照耀在他身上 我也听见了人家说 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圣德的空气中 当时他已年老 他的高寿 他修德的热忱 到处表示 他是个又有经验 又有学识的人物 在这点上 我没有误会 我想把我的难题 就正于他 希望他能指导 我在圣道上 采取一个适当的步骤 我觉得 在教会里 林林总总的教徒 各有各的修成方式 我讨厌我俗世的生活 对我这是负担子 立露的心 现在使我已不足赴此重担 那些欲望 在你我心爱 温柔美丽的宫殿前 已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当时 唯一能束缚我的东西 就是女人 使徒保罗并不禁止我娶妻 虽也敦劝人们 布他的后尘 选择另一美妙的境界 为了我的懦弱 我想选择的 足那个轻而易举的 我的惆怅 我的怠惰 我的烦恼 都是从这点上产生出来的 我以为 婚姻对我是适宜的 可是想到 从它来的种种麻烦 我又觉得 不亦负担 我曾从真理的口里 晓得有等人 为了天国的爱 甘守功行 可是接上去 我又听到 下边的一句话 让能懂的人去懂吧 不认识天主的人们 都是狂徒 他们虽也看到 美丽的受造之物 却找不到造物主 我已脱离了这种狂想 我已升入上层 我凭受造之物 我已道了你 我们的造物主 你的圣言在你身边 且与你是同一的天主 你用他造了一切 还有一类坏人 他们虽认识天主 却不光荣 也不感谢他 我也是这类的人 可是你的手 拯救了我 使我跃出迷津 登上彼岸 恢复了我的健康 你曾对人说 孝顺就是智慧 不要假装智者 自以为智者的人们 都是笨勃 我寻获了明珠 我当牺牲一切去买它 可是我还犹豫着 第二章 维克托利努斯归正 我去找西姆普利奇亚努斯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是从他手里领洗的 所以主教爱戴 他像父亲一般 我把我所走的迷途 向他叙述了一回 我告诉他 我曾读过 维克托利努斯 前罗马文学教授 用拉丁文艺的 柏拉图的著作 据说 他是林斯林喜人教的 当时 我就额首称庆 一面为了我没有读别的 谬说满伏的唯乌作品 一面为了我所过目的 百拉图派的学说 在许多不同的姿态下 能引人认识 天主和他的圣言 接上去 他叫我 效法基督的谦逊 这不是智者 而是愚人才能发见的 他又同我大谈 维克托利努斯 在他留居罗马的当 他俩往来甚密 他给我说的一切 为表彰你的恩德 我不能不予以赘述 这位博学老翁 这位许多贵贤者的老师 既精通各种学术 又批判读了不知多少哲学作品 为敬仰他教学的卓越贡献 罗马学界在罗马广场上 为他建立了一座铜像 这是个莫大的光荣 他虽已达桑鱼丸井 仍崇拜偶像 这些鬼神曾攻击过海神 美神与智慧医术神 这些鬼神在受罗马人征服后 又受他们的崇拜 年老的为士 声色俱利滔滔不绝地 长时期为这些鬼神辩护 可是他忠于不耻做基督的弟子 领了喜做了天主的儿子 他不单接受谦逊的恶 又干负于苦架之下 主你压低了天顶 你降了下来 你守出山岭 山岭就冒烟 你用什么方法 打入了这样的一个心呢 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对我说 他读圣经 他精心研究各种 关于教会的书 他在私下谈心的 当曾对西士说 你可知道吗 我已是个信徒了 西士答道 我不信 一天我不见你进基督的圣堂 一天我不算你是信徒中的一分子 他笑道 那么使人做信徒的是墙壁了 他屡次说自己是信徒 西士总以他未进教堂为词 而他总以讥讽的口吻谈墙壁 他这样做 为了怕他的朋友们和别的邪神的崇拜者难受 他觉得有一天 从骄傲的巴比伦城头上 从未经主砍断的李鹏的苍白顶上 振振的仇恨会压倒他身上 结果根据圣经 他立了一个坚决的志向 他怕假使他在人前不承认基督 基督在天神前也将不承认他 他觉得假使他对于圣言创立的傲计 为了他的谦卑表示惭愧 而对于骄傲魔鬼的一切不但首肯 而且一去一步 这一定是个罪恶 他对于虚伪已不留情面 对于真理已表示忠诚 一天忽然维克托利努斯 在西士想不到的当 据维士自述已对他说 我们一同到教堂里去吧 我决意做教徒 西士虽不感兴趣仍陪同前去 要理明白了以后 他就登记预备灵洗 一时罗马惊奇呐喊 教会兴高采烈 骄傲之徒看到这一幕 咬牙切齿怒气冲天 可是主天主你是你仆人的希望 他已不再向虚荣回幕 疯狂低头了 最后宣誓皈依的日期到了 根据罗马惯例 灵洗的人 当从高处 向信众背诵规定的宣言 西士说 罗马的神之班 允许维克托利努斯 私下举行这个典礼 这位一般怕在群众前露面的人 已有成立 可是 他为宣扬他得救的恩宠 仍愿公然举行 他曾公然教授文学 这与救灵的问题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他既曾滔滔不绝地 向热烈的青年们 讲授文学 则会怕在田径的信徒前 宣传你的训话呢 在他上座宣读誓言的当 从下边认识他的听众口里 起来夹着他的名字的一片喝彩声 实在 在场的人 谁不认识他呢 在这欢声雷动的空气里 可以听见维克托利努斯 维克托利努斯 他一到场就起了一阵欢呼之声 可是 未恭听他的宣言 一呼耳就鸦雀无声 他朗诵他的神圣誓言 听众都伸着手 在爱和乐的情绪中 表示拥护崇拜 第三章 罪人回头的特恩 浩天主 为什么一个令人绝望的灵魂 假如从迷途里回来 比一个没有多大危险 有得救希望的灵魂 更使人欢欣鼓舞呢 可是 你仁慈的父亲 你看到一个回头改过的罪人 比看到九十九个艺人 不也更快乐吗 当我们想到 那个牧童怎样背着亡羊回来 那个女人怎样把找到的银钱 纳入你府库 而同他的邻居们相亲的时候 我们岂不也手舞足蹈吗 当我们看到 在你厅前盛大的宴会 为了你死去的次子已经复活 失掉的他已经寻获 喜乐的蜜不断从眼里流下来 我们和你的天神 为了爱得的祝圣 不也都能使你欣慰 你是永远不变的 一切不是永远有的 或不是不变的 你永远的且不变的认识他 为什么一样喜爱的东西 在失而复得后 比永久保持着的更可爱呢 关于这点 我们有许多显著的例子 可自证明 譬如一个胜利的皇帝 假使他不动干戈 他怎能揍凯呢 战争的危险越大 胜利的光荣也越大 一个大风暴把异传的旅客 横加威胁 一如美鼎之祸就在眼前 弄得各个面如涂色 假使忽然天朗七青 风平浪静 极度的恐惧之后 定会产生难言的喜乐 一个亲人生的病 卖息缓顿 以临最后关头 希望他痊愈的人们 谁不忧心如焚呢 忽然病是好转 虽一时未能恢复健康 行走如前 可是养病的他 比健康的他 更使他们觉得愉快 由此可知 人们生理方面的快乐 不单自然的 无意的 就是人为的 有意的 也莫不如此 假使没有饥渴之苦在前 哪里会有食饮之乐在后 酒鬼先吃咸酸的东西 是引起一种恶心的感觉 然后举杯痛饮 予以克制 而乐趣就发生了 习俗女子订婚之后 并不立即于归 这是为了要对方 渴望一时 使得她将来 得到了那个礼物 多知珍惜 就是在可耻的 或正经的快乐 和朋友们高尚的交情中 如在死而复活 世而复得儿子的一幕里 苦欲深 乐欲大 苦乐是永远成正比例的 主 我的天主 这又是什么意义呢 你是永远的 你自己就是你的快乐 站在你四周的东西 到你那里 也找到了快乐 为什么在这宇宙一角 有进步 有退步 有和谐 有冲突呢 这是否出于你 给予它的使命 从高天到深渊 从世纪开头到世纪结尾 从天神到驱虫 从第一动作到最后一动作 你一切美妙的事物 各有你为它指定的时间地点 你总不会离开我们 可是我们要到你台前 却是简难事 主 你行动吧 请提醒 呼唤 熏制 吸引 愉悦我们 使我一边爱你 一边向你奔去 许多人从盲目的深渊里 出来归向你 这个深渊比维克托利努斯的还要深 他们接近你 受到你的光明 也大放光明 受到光明的人们 同时也获得做你儿子的能力 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声明的人们 他们的归正所引起的快乐 自然要比较小 就是认识他们的人 也不例外 一种快乐 享受的人越多 个别享受的 也更加丰盛 因为火能生火 情能隐情 声明借借之流 引人走旧灵之路 他们走在前 群众随在后 在前的人们 所以看到有生育的人的归正 这样乐也融融 是为了他们同时也想到 因此将产生的别的美果 我绝对不要想 在你的宫殿里 富人在穷人前 贵人在贱人前 你为压倒此事的奥物 你选择了在他眼里最不忠用的东西 你为使有者化为乌有 你又选择了世俗 视为卑鄙不堪 有等于无的东西 这些画的传生器 就是那个自称众使徒中最小的一个 使徒既打倒了桀骜的监督保罗 又使他接受基督的轻恶 做一个大王的小民 为纪念这个大胜利 他把他原来的名字扫罗 改为保罗 文人的归正 对魔鬼是个更彻底的败仗 因为魔鬼不但特殊地抓住他 还仗着他抓住更多的人 有声势的人们 受操纵的越是如意 为了他们的权威 落网的人数 越是会增加 信徒们认为 为是本是魔鬼的不拔堡垒 运用他历劫一般的口舌 曾杀害了许多的灵魂 忽然看到我们的君王 捆绑了凶手 又收服了他的工具 予以训练 使一变而为你的骨功 在新主人的指导下 做各种善举 怎样能不守武祖导呢 第四章 两个意志 我听到西姆普利基亚努斯 为我述说的 维克托利努斯的故事 我气愿不这伟人的后尘 这也正是他的希望 他一给我说 怎样后来 由利安帝颁布一道玉址 严禁天主教徒教授文学 维克托利努斯 欣然服从命令 宁愿脱离学堂 不肯放弃 能使信徒口若悬河的圣言 我崇拜他的毅力 我更羡慕他的幸福 因为他得到了一个 专心向你的机会 我也期待着这样的一天 可是被我铁一般忽恶的意志束缚着 敌人掌握着我的意志 且用以做了一条铁链 把我捆了起来 饿的意志制造偏情 更需的偏情养成恶习 恶习不破 就构成不得不然的状态 在结结组织成的铁链的束缚下 我附带一种剧烈的劳逸 一个新的意志 开始在我心里萌芽 促我不求仇报地奉饰你 享受你 唯一牢固的福乐 可是新的怎能压到老的 那么两种意志 一种老的 一种新的 一种血肉的 一种神话的 彼此冲突 而使我心伤 凭我个人的经验 我明了了下边的几句话 血肉攻击神魂 神魂反抗血肉 我又在这边 又在那边 可是赞成我的我 比拒绝我的我 更是我的我 在我作恶的时候 我能说 我岂不是我了 因为陷我于罪恶的 是种暴力 不足重我甘心接受的行为 不过这种恶习所有的势力 还是从我来的 这种我所讨厌的劳逸 还是我有意接受的 对于这点 谁都不能报小平 因为这是罪恶应得的法 我已不能再抢遍 我还未能清其世俗 举心向你 纯为了我对于真理 还认识不够 真理已动若观火了 可是 我仍恋爱室友 拒绝跟随你 我怕解除我的束缚 如同人家 常怕因此 不得动弹 世俗的担子 压在我身上 仿佛梦境 也有他的乐趣 我倾向你的神情 宛如一个想 从酣睡中起来的人 虽百般挣扎 中脱不出睡魔之手 世上没有一个 愿意沉沉昏睡的人 悟省总比沉睡好 这是谁都承认的 可是 在肢体疲倦 半睡的人 虽明知精神已觉好 起身的时候一到 仍会躺在床路上 同样 我虽明白 接受你的爱情 剩余顺从我的偏情 我仍不肯通下决心 你的爱情虽忠我的意 我的偏情仍控制着我 你睡觉吗 快起来 快从死人堆里起来 基督将光照你 你到处把真理悬在我眼前 促我接受 我的答语 还是敷衍的好 就来 就来 且请少带 在不断的就来 和少带的烟幕下 我仍拖了下去 在内疚者看来 我对于你法律的兴趣是空的 因为在我肢体内 别有一条反抗理智的法律 它俘虏了我 因我徘徊在罪恶的法律下 罪恶的法律 就是恶习的暴力 它压倒且霸扰了我们的灵魂 这是应得的罪 因为我们的灵魂自愿投入罗网 可怜的我呀 谁能从这死亡的肉躯里救我出来呢 不是耶稣基督的圣宠而合 第五章 解放在前 主 我的靠山 我的教主 这里为你的光荣 我要向你陈述你怎样 从那秘密包围我的情欲之网 和俗世的奴役中解放了我 我活着 照往常生活着一个普通的生命 我不安的心里增长着 我天天向你呼吁着 我尽我所能 使我从叹息的纷扰中 到你教堂里去 阿利比乌斯 再解除了他的法律职务 辞掉了第三任法官顾问后 常从我游 他还想为挣得几个钱 待机而受 利用他的法学 和我教授的雄辩学 内布里提乌斯 为了我们的友谊 接受了米兰人 文法家 我们的好友 凡来公都斯的邀请 做了他的助教 回来公都斯 曾用朋友的名义 兼请我们中的一个 去帮他忙 在他迫切的请求下 内布里提乌斯 就答应了他 这不是为了什么利益起见 假使把利益为前提 像他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 正可向另一方面去发展 这个可爱温和的朋友 为了他的义气 不愿拒绝我们的要求 他非常有智慧 他避免与显贵的人们来往 那么他就得自由地 安闲地或浏览或听讲 去研究智慧之学 一天 内布里提乌斯是一事他出 彭提西亚努斯 来看阿利比乌斯和我 他是非洲人 我们的同乡 在朝廷上很有地位 我已记不清楚他有什么要求于我们 我们坐着交谈 偶然 在我们前面 一直放玩具的桌子上 他发现了一本书 取而读之 竟是使徒保罗的书信 这是他梦想不到的 他买以为 这是我用以教授雄辩学的书籍中的一本 他呼啸竹言开 注视着我 为了我只有这样的一本书 向我表示他的诧异和景仰 实在 他是个虔诚的教徒 每跪在你台前 做深长的祷告 我给他说 这些书信最能引起我的注意力 在我们的谈话里 他给我们讲了不少 关于安东尼的故事 他是埃及的隐修士 你的中途中最著名的一个 可惜 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认识他 彭提西亚努斯看破了这点 在非常惊骇的情绪之下 慢慢的把这伟人的生平 一一为我们介绍 我们看到 就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的诗迹里 你怎样在你的教会中 做了这些奇妙的事情 也觉依然身亡 当时我们都待着 我们为了这样的奇迹 他却为了我们这样的巫师 接下去 我们又谈到许多隐修院 隐士们向你上升的圣德新香 和田径荒野的丰盛 对于这一切 我们也一无所知 原来米兰城外 有个隐修院 各中住着不少有圣德的隐士 安布罗西乌斯就是该院的监护 可是我们也不时不知 彭提西亚努斯仍侃侃而谈 我们也觉得津津有味 一天 他给我们说 他忘了在什么时候 曾一度到特里尔城去巡礼 一个下午 在皇帝正参加运动会的当 他和三个同伴到城边的花园里散步 他们四人分了两队 各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那个没有彭提西亚努斯的一队 行刑重行刑走进了一座草房 房中住着你的几个仆人 这些人就是所谓神品者 天国是属于他们所有 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一本安东尼传 其中一个就斩卷而读 不胜惊奇 大有五体投地之感 他也想过这样的生活 抛弃世上的一切 专心侍奉你 他们本是皇帝的臣子 他忽然爱情勃发 赶快交病 向他的朋友看了一眼后 就呼号说 我要求你给我说 我们这样鞠躬尽瘁 将来可有什么报酬 我们究竟寻求什么 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 什么组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希望 不过在躬尽内做皇帝的朋友罢了 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 不知有多少变化多少危险 为达到这个危险的地位 又要经过不知若干的危险 而且何时真能达到呢 相反的 为做天主的朋友 只要我要 马上可以成功 他讲这一切的当 仿佛尝到诞生的苦 后来他的目光 易设向那本书 继续念下去 当时他的心里 发生一种 只有你能认识的变动 他肆意无心于事物 这不久就证实了 他念着 同时他心中的波澜怒耗着 他终决定归向你 他对他的朋友说 唯一斩断了我们共同的奢望 我决意从此时此地起奉识天主 假使你不同意的话 至少请你不要阻止我的计划 他的朋友决心向他看齐 同工作 同享受 他俩已是你的人了 共同出资 修建一座救援之塔 掏弃一切 一心跟随你 那个时候 西洋行将西下 彭提西亚努斯和他的同伴 开始寻他们 终于找到了他们 祝他们一起回归 他们就把所定的志向 志向的起源 细数了一遍 并且要求二人 假使无意参加的话 不要予以阻挠 两人虽不动心 但不觉泪珠诉索而下 一面向他们表示赫尘 一面请他们多多代道 最后抱着依恋富贵之心 回到朝廷上去 其余二人满心仰慕天上之士 隐居在草棚中 出家的两人 各有一个未婚妻 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 也使之守真 把身灵奉献给你 第六章 奥古斯丁的纷扰 这是彭提西亚努斯所讲的故事 主在他讲述的当 你是我做了一个自我检讨 你把藏在我背后 避免正视的我 放在我面前 使得我明了 我遍体疮疑 怎样丑陋 我看到这幕 不胜惊骇 可是逃往哪里去 怎样能脱离我自己呢 假使我不能正视我自己 彭提西亚努斯和他的故事 仍站在我眼前 这样 你又把我放在我面前 叫我自省 而痛恨我的罪恶 是的 我认识我的罪恶 可是不久又闭上眼睛 印象忌惮 又什么都忘掉了 现在 我看到那些勇往之前的青年 为救自己的灵魂 甘做全凡之计 我觉得非常钦佩 他们的豁然而喻 相比之下 我更觉我的可怜又可恶 行年十九 我读西塞罗著的 《荷尔顿西乌斯》 我使爱智慧 屈指数数 已十二个年头了 可是 我仍依恋于世俗的荣华 不知一心去寻求那个宝藏 那个宝藏 不单把握它 就是寻求它的快乐 已超过一切宝藏 国王和肉情的快乐 踏进青年阶段的我 已是个可怜虫 青年的我更行可怜 我曾恳求你保持我的真结说 请保持我的真结 可是 不要就付诸实行 我怕假使你答应我的话 你就要跟着我的偏情 我更望它能满足 高于见它受灭亡 我走错了路 我迷信了一种邪说 我虽并不坚信它 我却认为它比别的道理好 这是为了对于别的道理 我没有坦白地去探求 而带着恶意去加以攻击 我想 我所以迟迟不忍断绝世俗的希望 一心归向你 是为了我还未能获得 照耀我虔诚的光明 可是一天 我已赤裸裸地 站在我的良心面前 我的良心指示我说 你现在还能脱骨推辞吗 从前你想 你不认识真理 所以未能抛弃你虚荣的包袱 现在 你已不能再犹豫 真理已征服了你 只要你摆脱累赘 用不到这样的辛苦 这样长的岁月 十年 早已差异 向天空飞去了 彭提奇亚努斯高谈的当 我内心非常不安 非常惭愧 他办好了他的事情 就此别而去 我扪心自问 怎能不自怨自意呢 秘密的鞭语 打着我的灵魂 促他和我共同努力归向你 他欲有不乐 无理的拒绝 他举不出什么理由 他举出的 却被薄得落花流水 他只有胆寒的精具 他怕被迫押出 那个污秽死亡的洪流 在这个由我发动 反抗我自己 以我心灵未战场的 剧烈斗争中 我愁长百节 幽云满面 回头向阿利比乌斯呼道 这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刚才听到的 可有什么意义 无智无时的阶级 已经崛起 夺得了天堂 我们自以为 精伦满腹的人 却只晓得在血肉中打滚吗 可不是为了他们 跑在我们前面 而我们溃于跟踪吗 我们不跟随他们 我们反倒不惭愧吗 大概这是我同他说的话 当我在突然隐退的时候 他肩默着 差异着 向我凝视着 我的内情 在我的言语 我的鹅 我的夹 我的眼 我的面色 我的声调中 整个透露了出来 我们的住宅旁边 有座小花园 因为房东不住在那里 许可我们随意享用 我内心的暴风雨 是存那里开始的 这季剧烈的自我战争 谁都不能予以遏制 他的起源 只有你知道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 这个放肆终于使我寻到理智 这个死亡 终于使我找到生活 当时我只见我的黑暗 哪只光明即将穿过黑暗呢 我避入花园 阿利比乌斯步步跟着 他虽在我后 我仍以为形单影之 在这样一个凄凉的情形中 他为什么不离开我呢 我们坐在离住房最远的地方 我长须短叹 怨恨自己 为什么不接受你的圣旨 你的友谊 我的天主 我的千条海谷 催我前进 他们的颂声上彻 云霄 为达到那个目的地 又不需要船 又不需要车 也不需要从我们的住宅到 这花园的一角 那样短短的路程 只是走几步路 向你那边去 走到你那边 只要一个要字 可是当有一个坚决的 整个的意志 摇晃的 半心半意的 部分作战的 部分偷懒的意志 都是不中用的 在我心头路撞的当 我尝试各种动作 可是每向那些肢体残缺 或被捆 或麻木的人们 有动弹不得之凯 我拉头发 鸡鹅角 爆两膝 这些姿势 是由我自动的 这些姿势 假使我的肢体麻木不仁的 是不会如命演出的 这一切足以证明 要和能不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有的事情 我期愿去做 我却不能做 有的事情 只要我要 我就能做 在这个情形之下 真的要就是有效的要 这里能和 要是相等的 要就是做 可是我仍不做 我的肉躯 为意志的马首是瞻 从不抗命 我的灵魂却自相矛盾 它要做的 它却不肯付诸实行 这种怪现象是从哪里来的 这为了什么缘故 主 恳求仁慈的你光照我 使我能从人类的罪罚 和亚当子孙的黑暗痛苦中 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种怪现象是从哪里来的 这为了什么缘故 灵魂命令肉躯 肉躯立可听命 灵魂命令自己 结果是到处碰壁 灵魂命手动 手就动 快的出令和行令 几乎没有先后之分 可是出命的灵魂 和受命的灵魂 是一个魂 而受命的手 却是肉躯呢 灵魂命令自己做事 它却不遵命 这种怪现象是哪里来的 这可为了什么缘故 灵魂命自己做件事情 这表示它已要了 不是这样 它是不会出这样命令的 为什么它不做呢 这是为了它没有整个地要 它没有整个的命 要的尺寸就是命的尺寸 意志的失败 与实践的失败 是成正比例的 因为受命的意志 就是出命的意志 为了它没有整个的出命 它的命令就不能实行 假使出命的不是整个的意志 它的命令自然也不是整个的 那么命令的不行 有什么大惊小怪 这是灵魂的一种病态 真理要提拔它 可是终不能整个地震它 因为恶习压得它太厉害了 为此有两种意志 它们都不是整个的 这个缺少的 恰巧是那个拥有的 我的天主 一如在你面前 空头的理论家和 或人的煽动者 都受淘汰 愿那些为了意志 进行判断时的双重性 肯定我们有两个灵魂 一个的本性是好的 一个的本性是恶的 人们也在淘汰之里 相信这种学说的人们是坏的 假使他们回到真理的路上来 与拥有真理的人们同一见解 那么就可以变为好人 下面保罗宗徒的几句话 大可以贴在他们身上 从前你们是黑暗 现在你们是主前的光明 他们要做光明 可是不是主前的光明 而是自身前的光明 他们以为灵魂的本性 与天主的本性是同的 他们弄得更黑暗了 因为他们在一种多多逼人的傲气下 离开你 距离光照人世诸人的真光更远了 请你们注意你们所说的 而多多自救 请你们接近他 他将光照你 而你的面容将不现残色了 我早有意义现身为主 我的天主夫 在我再三考虑的当 要的是我 不要的也是我 是的 还是我 我没有绝对的说是 也没有绝对的说否 这种斗争 这种不由我主的内心矛盾 是怎样发生的 这不过证明灵魂所受的惩罚 并不指出在我身上 另有一个灵魂 主其事者 不是我 而是我的罪 这是原罪 我既是亚当的子孙 自然也不能避免 假使不同的意志数目 就是不同的本性数目 那么本性要不止两个 而要好几个了 假使一个人自问 应到修院里去呢 或去参加摩尼派的集会 摩尼派人急要说 请看 这里分明 有两种意志 一种好的 促他到我们这边来 一种坏的 推他到别的地方去 不是这样 怎样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 我认为 这两种意志 都是坏的 摩尼派人以为 只有催人接近他们的意志 是好的 假使我们教徒中间的一个 在去西院 与去教堂的两个观念中 犹豫着 我不晓得 我们的朋友 将给我怎样的一个答案 或者他们会承认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一引人到教堂里去的意志 是好的 因为领过教会圣事的人们 理当予以爱护 或者他们会说 这里两个坏的本性 两个坏的灵魂 在一个人身上斗争着 这样他们就一反 他们一个本性好 一个本性坏的主张 或者在觉察了他们错误之后 他们也承认我们的真理 一个灵魂可在矛盾的意志中浮沉着 为此 希望他们 假使觉得两个意志 会在一个人身上斗争 不要再坚持 在人身上 有一个好 一个坏 两个敌对的 有两个彼此冲突的物体 和原因造成的灵魂 真理的天主 你这样驳斥他们 你打倒了他们 再进一步讲 比方一个人的同时 自问用毒药杀人的 或是用刀 接受这种非议之财呢 或是别一种 同时在西园内马戏场上 有表演 应参加哪一种 偷窃和奸淫 都有良好的机会 应怎样选择 在这些动人心 而同时不能兼得的东西中 他当怎样的弄得心烦意乱呢 可是在这种场合下 他们已不谈若干若干不同的物体了 这是从恶的意志方面 我们所得的观察 关于好的意志 我们也有许多的话可以讲 我问他们 乐读保罗宗图的著作 是不是件好事 受念热心的圣勇 全是福音的意义 是不是合理 他们的答案将是是的都好 假使这些善念 同时用同样的热力向我们进攻 那么我们的心不要起伏不安 莫知是从吗 这些不同的意志都只好的 可是人互相撕打着 直至最后 胜利者压倒了群雄才子 同样 当永远的福乐 向我们表示热络的时候 尘世的福乐 也来施展他引诱的伎俩 同意灵魂片面的要死要比 于是 灵魂被弄得痛苦不堪 真理要他接受第一种 恶习要他依恋第二种 第七章 最后的决定 辗转不安的我 自觉罪恶深重 翻来覆去 在束缚中挣扎 直至全部解除为止 束缚在我身上 已没有从前的坚强 可是仍旧拉着我 主 你在我林空处催促我 你严正的仁慈 用惊恐惭愧的鞭子 阻止我再度堕落 假使我在堕落的话 那个脆弱的铁锁 势必加强他的束缚力 我的内心向自己说 快结束了吧 我的话 催我采取行动 我想动 可是仍旧不动 我虽没有倒我的覆辙 可是站住深渊之旁 做呼吸的我 又来了个新尝试 这次我差不多到达了目的地 把握了目标 结果 还 是到达不了 把握不到 因为我还没有以死求生的决心 任凭恶获得新生的力量 在我身上更加有势力 去救更新的时间越近 越使我惶恐 我退 我也不近 我仿佛悬了空 我的那些女朋友 最可怜的可怜虫 最虚浮的绣花枕 美温和地洞 我的肉躯 在我耳边轻轻地咕弄着 你弃绝我们吗 从此 我们就永不能接近你了吗 这个 那个 你永不能再做了吗 我的天主 这个 那个 他们说得出什么好东西呢 粪土而已 丑形而已 希望你的仁慈 从你仆人的心里 扫除这些渣子 他们的声音 我只听到一半 因为他们同我谈话 不像在正大的辩论中 面对面进行的 他们只在我背后击鼓着 当我要远行的时候 他们就拖我 使我回头 他们的拖拉 终使我缓劲 因为我没有拒绝他们 弃绝他们 奔向目的地的决心 顽强的恶习对我说 你想你没有他们 你能活下去吗 可是 恶习同我谈话的声音 已见低弱了 那个我怕去 而我去的地方 贞杰的头脚 庄严地展露着 田静 微笑 无半点妖也气的她 郑重大方帝 请我不要再犹豫 快接近她 她伸着一只慈善的手 站在道德的新乡氛围中 招待我 拥抱我 贞杰的城里 不知有多少男女小孩 多少青年 多少年龄 不刚的人 多少可敬的寡妇 多少老鼠女 这些灵魂的贞杰 不是不毛之地 贞杰是你的敬佩 她生产了许多幸福的儿女 贞杰带着讥讽的口吻鼓励我说 什么 那些孩子 那些妇女所做的 你不能做吗 她们做到这点 账她们的力 还是账天主的力 天主把我给了他们 为什么依靠你自己 站立不安呢 勇敢地投入她的怀抱吧 不要怕 她是不会不管你 让你堕落的 勇敢地投入她的怀抱吧 她要收纳你 医治你 我觉得很惭愧 因为我还爱听秘密之音 我还姿怯着 她再度对我说 在这世界上 不要听你肉欲的诱惑 当加以克制 她许给你的种种干疑 怎能即得到天主法律的温柔 这是我心中的一场斗争 这是我与我的决斗 在我左右的阿利比乌斯 默默地等候着这次决斗的结果 默地等候着这次决斗的结果 从我灵魂深处 一个精密的默想 把我的一切罪过 罗列在我心目之前 呼觉一阵暴风 斜着倾盆大雨而来 为哭一个痛快 我就远离了阿利比乌斯 怕她对我是个障碍 而我相信 独居是个必要条件 这是我当时的情形 她也大概看得很清楚 我不知在我好哭里 说了些什么话 在我起身之后 她仍坐在原处 又惊奇又呐喊 我躺在一棵无花果树荫下 尽情地哭 只觉泪水速速而下 我想这是个最终你意的际限 我向你忠诉 我的话我已记不得了 可是大义如下主 你到何时 到何时你要发怒呢 我们的罪行你都不记吗 我觉得我的罪恶还拖着我 我哀嚎说 为什么尝明天 明天呢 为什么不立刻立刻呢 为什么不立即奸学 我的耻辱呢 我且说且哭 我忧心如焚 呼送邻居传来一个 青年男子或女子的声音 拿着念吧 拿着念吧 我呼变色 我尽心查问 在儿童的玩意儿里 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游戏 可是我终于找不出什么 我压住了泪 我起来 我以为 这无非是天主的命令 要我展开保罗使徒的著作 随手辗卷而读 当时我记得 一天 在安东迷念圣经的时候 忽然感觉下面的几句话 就是天主的命令 去出卖你所有的一切 给予穷人 你将在天上获得宝贝 来跟我 这些话 立刻使他回心向你 我赶紧回到阿利比乌斯座的地方 我起立 保罗的著作落了地 我把他拾起 我随手展开来 我低声 而读下面一段 不要在宴会中活命 饮酒过度 寻柳问花 头角极度 但当福音无主耶稣基督 弃绝肉情的快乐 我不想再多说了 因为多说是没有用的 我念完了这几行 一线田径之光 射进我的心 把我不安的黑暗 一扫而光 我用我的手指 或用别的方法 在那一页上做了一个记号 就把书合了起来 心旷神怡的我 把这一切告诉阿利比乌斯 他呢 他也把他内心的秘密报告我 他要求我念那段圣经 我就指示他 他念得比我更专心 而且念了下去 下边的一句 信德不坚的人 请予以提携 我没有念 他却念了 他以为这是针对他的 这个启示 增加了他的勇气 坚定了他的圣善志向 他的言行是很纯洁的 我实望尘不及 这样他就坚决震惊地跟从了我 不久 我们去见我的母亲 报告他经过的一切 他欢喜踊跃 很是高兴 极口赞美你 你所能做的 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他动人的涕气 哀嚎 在我身上 竟有意外的收获 你这样的弄得我 钟情于你 使我不想再去寻女人 求什么俗事的荣华了 不知多少年前 你默示他的一切 在我决定 把信德为准绳的今日 已全部实现了 他的悲哀 忽变为意想不到的 浓郁万分的幸福 这个幸福 比他前层设想 有一天能见他的孙子孙女的幸福 更纯洁 更可爱 第一章 谢恩的祷告 主 我是你的仆人 你的仆人 和你婢女的儿子 你解除了我的滞骨 我要向你献衣送扬之计 愿我的心 我的蛇 送扬你 愿我的海骨呼着 主 谁向你 愿他们这样呼着 请你答复我的灵魂说 我是你的救援 我是谁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或在行为里 或在论里 或在意愿里 什么恶 我没有做呢 慈善的主 你看透我死亡的底层 你的右手 澄清了我污秽的心冤 结果 我从前所要的 现在已不要了 我现在所要的 就是你从前要的 在一连串的岁月里 我的自主权 藏在哪里 耶稣基督 我的靠山 我的救主 怎样一刹那问 他从神秘之地 跳了出来 使我的景象 接受你的温柔之恶 我的肩胛 接受你轻易之胆 爱恋虚假幸福的念头 忽然烟消云散 我正乐也融融 从前我怕失掉它们 现在我却乐于 同它们作别 你是真实的 最高的甘仪 从我身上 驱逐它们远走的族你 带它们住在我身上的 也是你 你比什么快乐更温和 这自然不是对血肉而言 你比什么光线更明亮 比什么秘密更深奥 比什么爵位更高超 这自然不是为骄傲人们的 我的心早已脱离了 贪多物得的漩涡 和藏购那屋的玉海 我同你的这一席话 充满着仰慕的空气 主 吴主 你是我的光明 我的宝贝 我的救援 第二章 月下讲坛 我在你台前决意采取一种 温和的步骤 走上更新之路 从前我向那些藐视你的法律 你的和平 想运用撒谎的口舌 持续于仇人广众之间的青年 出售诡辩的武器 现在我已无心于这种卑鄙的卖卖了 幸运得很 暑假已尽 我想忍耐一时 然后安然隐退 全心归你 不再干那出卖灵魂的勾当 这是我的计划 晓得这个计划的只有我的几个知己 我们相约严守秘密 在剃气之谷中 我们爬着唱着上升之歌 你又给了我们锐利之剑 火红之叹 借以抵抗多嘴多舌之辈 借辅导的名义 使我们败幸失望 终于在爱的烟幕中 把我们像食物一般的推逝下去 你的爱情之剑刺透了我们的心 我们把你的驯化铭刻在肺腑中 你使圣贤们弃暗投明 出死人生 他们的方表在我们脑海里仿佛一把火炬 焚制我们的颓舵 使我们不再感觉压迫我们向下的重力 我们深觉鬼舌兴起的风波 不但不能熄灭这个神火 反若火上加油 越吹越旺 你的名字扬声于普世 也该有依据我们的心愿和生活而歌颂的人们 那么 我以为我不当等到暑假 可是我的职业是个公开性的 假使我不带假期 立即离职 人家定要疑神疑鬼 则有繁衍 而我有调明孤欲之嫌 揭露我的内情 任人批评 使我们的善顺 遭受诋毁 请问有什么益处 那个夏天因我教学过度 染了肺病 我觉得呼吸很不方便 有时痛起来 简直使我无法发言 大概内部有破裂的地方 开始使我非常扫兴 怕永远被逼离职 就是能复原的话 短时期内也难登讲座 可是 当我整天想到你是主宰 我的天主 你且知道一切 我就很愉快 因为从此 我有了一个实在的理由 足以拒绝那些不识相的 只晓得为他们子弟的利益 来麻烦我的人们 我欣然忍受这个时期 但我不知二十天后 真能过去吗 可是 这种境况总是痛苦的 那个在重担下鼓励我的薪金 我已无所爱了 假使我不爱财 而又没有忍耐 那么我要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 有些人或是你的中途 或是我的亲友 会相信 我既充满奉饰你的热忱 假使我继续教授雄辩学的生活 难免有罪 我不愿同他们多变 可是 主 你是最仁慈的 在圣洗里 这种罪和别的我的罪污 你没有全部予以宽舍吗 第三章 凡来公都斯的心理 我们的幸福 对凡来公都斯是个烦恼 是个痛苦 为了他身受的种种顽强的束缚 他觉得不久会被摒济于我们的小组之外 他虽不是教徒 他的夫人却早已领过喜 他所以不便和我们走同一的路线 他的妻子实在是一个大障碍 他理想中的入教之门正是个难度的言官 可是他继续把他的污舍供我们无限制的使用 在那一人复活的日子 你一定会仇报他的 你已使他达到了他们达到的目的地 我们漫游罗马的当 他呼声了一场重病 病中他领了喜 终于一命呜呼 这样 你不但照顾了他 又照顾了我们 假使不是这样 想到我们朋友的深情厚意 而不能进你的羊圈 我们怎能不报恨中天呢 我的天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属于你的 你的殉道 你的抚慰 是最好的证据 在加西齐亚根的别墅里 我们摆脱了红尘 悠悠于你的圣语中 寄许必见的你 一面赦免别墅主人此生的罪 一面领他登你的山 青葱肥沃的山 终得享春光明媚的天堂之福 那个时候 反来公都司很烦闷 内布里提乌斯 却和我们同样的踊跃着 当时内侍还没有做教徒 他曾一度陷入 那个危险学说的深渊里 他标榜圣子的肉身 不过是虚像罢了 不久 内侍就感觉不安 他虽一件圣事也没有领过 他以热烈地向真理追求 我们领洗归正后 没有多少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忠实的教徒 他留居非洲 手身如玉 在亲友中为你奔走 他立志感化了全家 就在那个时候 你照了他升天 现在他生活在亚伯拉罕怀中 是的 我亲爱的内布里提乌斯 我良善的朋友 脱离了俗世之类 做了你的意思 现在生活在那里 对这样一个灵魂 这是唯一相对的乐图 关于这个乐图 他曾像卑微的我 才学浅漏的我 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现在 他的耳仪不进我的口了 他的神魂之口 已接近你的圣权 在那里 在欢乐无疆的美景中 他可尽最吸灵你的智慧 可是 我相信 他一定不会一醉如泥 甚至把我也忘掉了的 理由是简单的 如今他所见的你 岂不是常在眷念我们的吗 当时我们努力安慰 凡来公都斯 因为我们的规政 虽有损于我们的友谊 对他是件痛心的事情 我们劝他 独守夫妇之道 至于内布利提乌斯 我们等候着他 加入我们的组织 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已同我们很接近 且肆以临决定性的阶段 最后 那个我久以渴望的日期 终于来临了 我乃野行高歌 我的心对你说过 我曾寻求你的光仪 你的光仪 找还要寻求他 第四章 奥古斯丁在加西提亚根 我久想摆脱的职位 终于实现了 从此 我既恢复了我心的自由 又恢复了我口的自由 在我颂养你的欢歌声 我同我的亲友 向加西提亚根别墅而去 我的文学人才 已开始为你服务 可是 如在一个刚到终点 气喘的赛跑员 在我同我朋友们的余路 和我对你的祈祷里 总还带些教师的傲气 就是在我至当时 做客他方的内部立体乌斯 交换意见的书信里 也有这种气息 你加给我的种种红恩 尤其是那个时期内的一切 何时我有侠予以罗列呢 我正在检讨别的比较更重要的问题 主 这几天在我回忆中 我很快乐地想到 你怎样运用一种神秘的刺激 压倒了我 你怎样离平了我心内的高山大陵 你怎样正直了我的取境 缓和了我的危险 你怎样用你的独生子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字 征服了我的内心 阿利比乌斯 在我的书信里 见到这个圣明 而愤愤不平的 不就是他吗 他宁愿文学校内断头摆的亲戚 不愿闻教会中反抗毒蛇 救命之草的香味 大魏的诗篇是信德之曲 笑爱之歌 最足以消除我人的傲气 主 我展颂的当 不知我向你做了怎样的呼吁 对于你的真情是爱 还是门外汉的我 正与阿利比乌斯在田野里 消磨我们的光阴 那时 我俩都还是保守 我的已年老的母亲 虽是个女子 但信心坚定 又镇静 又慈爱 又热心 是的 我念诗篇 我号声上彻鱼竹 我觉得神火满腔 假使可能的话 我满望向全世界朗诵 以压制人类的傲心 实在 世界上 哪里没有这种歌声 谁能逃避你的勋制 阿 我对摩尼派 痛心的抗议 是强硬的 棘手的 我又身责他们的疯狂 倾其这种 能恢复他们健康的妙妖 我公义的天主 我向你呼吁 你听了我的祷告 我在困难中 你鼓励了我 主 请你尽量我 听我的祷告吧 我满望 当我净读这第四首诗篇的时候 他们能潜力于一边 倾听我的声调 观察我的神情 和它在我身上 引起的一切 我说 我要他们 暗暗地观察我 因为不是这样 他们会相信 我在念诗篇时的几句感言 是针对他们发的 实在 假使我觉得 他们在旁观察的话 我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也一定不会这样说的 他们也不会相信 这些向你抬弦飞去的呼声 是语出无心的 是为我自己的 父 我怕 我站立 同时 我觉得对于你的仁慈 满然着愉快的希望之火 这一切 同时暴露在我的眼睛 我的声音之中 当你的圣神 和善地对我说 人子啊 你们的心要硬道时呢 为什么你们爱虚荣 好虚化呢 是的 我曾爱虚荣 好虚化 可是 主 你从死者中 复活了你的圣子 叫他坐在你的右边 光荣了他 他从天上 照他所许的 遣下了圣神 真理之神 他已遣下了圣神 可是我还茫然无知 他遣下了圣神 因为他先已受了显阳 从死者中复活 升了天堂 在前圣神没有降临 因为基督还没有受着光荣 先知大卫说 你们的心要硬道几时呢 为什么你们爱虚荣 好说大话呢 你们该知道主已光荣了他的圣子 到几时 你们该知道 我在漫长的岁月内 什么都不知道 我爱虚荣 我好说大话 为了我像那些当受这警告的人 我听了 我就要站立 那些我认为真理的真理 虚荣虚化 在我痛苦的回忆中 有多么深重的结怨呢 希望那些还爱虚荣 还好说大话的人 快又以字体吧 希望他们惊醒之后 立即改正他们的错误 假使他们向你呼吁 你就要予以俯听 那个为我们受死的人 就是那个为我们祈祷的人 我念着你们动怒吧 不要犯罪了 我的天主 这几句话 怎样动我的心 又为了我可怜的过去 为了要我将来不犯罪 我一直发怒自责 这是愤怒 因为我不单是我自己 还就是那一种黑暗的东西 若干不肯白责的人们 认为那种黑暗的东西 实施犯罪的原因 人不过是工具而已 他们只给你愤怒的审判之日 几些罪恶的材料罢了 我的善功已不在外表上 我已不在这太阳下 运用我的肉眼寻求我的善功 在自身以外寻求福乐的人们 很容易感到失望 他们恋恋于有形的和暂时的东西 他们所得的 不过福乐的空盈罢了 希望他们在觉得饥饿难堪之后 呼号道谁给我们指出善来呢 希望他们能听我们的答复主 你的荣光印在我们身上像一个记号 我们不是那照耀万民的光 你照耀了我们 使黑暗的我们 在你身上变成为光明 希望他们能看见 他们内心中那个永远之光 我感到之后 我苦于无法揭示于他们 希望他们的不认识你 和满住红尘的心 能向我说 谁给我们指出善来呢 我是过来人 我曾为此自怨自毅 我终于痛心忏悔 牺牲了救我 面对着你 提起精神 开始我整个的心我生活 当时 我第一次 尝到你的甘疑 觉得你已将快乐 放在我心里 我念了诗篇 内心顿起变化 对于事物 我已不烧银怀 赞口寸的东西 我既不想 我也不要受它束缚 因为我在单纯永远中 找到了另一种梦 另一种酒 另一种游 下面的一切 更使我常叹 在你的和平中 在你的本体内 我说什么 我酣睡 我觉其意味深长 实在假使圣经上的话 死已沦没在胜利之中 应验的话 谁能控制我们呢 主 你就是那个不变之物 你的平安 使人忘掉各种人苦 准比得了你呢 主 你以外 我不想寻求什么了 为了你简单的支持 我的圣德已屹立不遥 我念了 我觉得神火满腔 可是我不知怎样去 说服那些可怜的聋子 从前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是一种瘟疫 我盲目的狂吠 攻击圣经 不知圣经光芒万丈 满处上天之密 想到那些圣经的敌人 我美忧心如焚 假期内经过的一切 我何时再来回忆呢 我不会忘记的 你厉害的鞭子 你迅速的仁慈 我绝不愿见莫不语 你当时要我牙痛 痛得我话都不能说 我想请共处的各位朋友 向你健康的天主 为我祈祷 我就把我的请求 写在一块板上 比众周知 说来稀奇 我们一开始屈膝祈祷 牙痛就立刻消除 这是什么一种痛苦 他是怎样消除的 主 我的天主 我承认 我很惊骇 因为我生平 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样的事情 我就深信 这是你的警告 兴奋的信德 促我赞美你的圣明 可是 这个信德 对于我的罪 未经圣喜敌尽的罪 仍不能使我安心 第五章 屠露真情 丘收记毙 我正式通知负责人 为米兰的学生 并请高明 接替我的教职 因为我决定 近着我的余生 为你奔走 加以呼吸困难 胸部作痛 时无法维持教职 我又写信给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把我过去的错误 现在的志愿 一样一样报告他 同时 我还请求他为我指出 几段犹须细读的圣经 作为领受圣喜大恩的预备 他提出了以赛亚先知书 这 无疑的 为了他曾预报圣经的妙计 和外邦人规划的圣照 比谁都详尽 可是 我一开读 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以为继续徒劳 就抛掉了它 但望将来 对圣训比较熟悉之后 再来执卷而送 第六章 重回米兰 丙喜登记的时候终于到了 我们就离开乡村 动身回到米兰去 阿利比乌斯也要和我同时领喜 千千君子为领盛世 他已有相当的预备 他勇敢地压制他的肉身一次 在铺满门血的意大利平原上 他斥足而行 这不是一件少见的刚毅行为吗 我们还带着阿德奥达多斯同行 他很年轻 是个私生子 我醉得洁净 他是博学的天才 十五岁时 他的智慧 已超过许多博学知识 主 我的天主 造物主 这样 我也就在表扬你的恩责 我们的缺点 你能这样予以弥补 在这小孩身上 从我来的 罪恶之外 还有什么 假使我们用你的规矫来教育他 也是由你督促我们的 那么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恩责 我写过一卷书 书明老师 中间有他和我的谈话 你晓得 那些对话 都是他的思想的表现 他当时才十六岁 我从他又学了许多更奥妙的事情 他的天才给了我一种神圣的恐怖 可是引了他的水 怎能忘记你是泉 不久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觉得他以或安全 为他的童年 青年 以及整个的生命 都没有可以担心的地方 他和我们一同领洗 得到你的宠爱 我们有意 根据你的圣州教育他 我们领洗之后 心灵上以前的种种不安 都一扫而空 那个时期 我想到你关于救援人类的深谋缘虑 一种难言的甜蜜 常使我咀嚼不厌 你教堂内涌唱的赞美诗 温和的声调 美食我气下沾巾 感慨万壮 歌声于耳边过去 真理在心头留下 热烈的兴致 打起我的精神 无意中泪水赢夹 痛快淋漓 第七章西方教会的歌曲 最近 米兰教会命令众信徒 在教堂中同声同气 同唱同一的歌曲 这是足自安慰和观摩的一种新措施 大概一年前吧 青年皇帝 瓦能提及亚努斯的母亲 尤斯提纳太后 在阿里阿异端人的怂恿之下 做南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一群热心的教徒 在圣堂里过夜 决与他们的主教 你的中途同生共死 当时 我的母亲 你的婢女 也在其中 对她 仿佛在首页祈祷之外 没有别事可做 我们虽未受圣神的勋制 对于该城的风波 却很表同情 就在那时 为预防教徒的败幸失望 大家决定 布东方教会的后臣 同唱赞美诗 这种作风 一直维持到现在 而且流行于许多地方教会内 也就在那时 你把盖尔瓦西乌斯 和普罗泰西乌斯 两位殉教者的葬身之处 歧视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你在漫长的岁月里 神秘地保存了他们的死尸 彼得及时出土 以镇压一个泼辣的女子 她就是那个太后 他们的死尸绝出之后 就在隆重的礼仪中 抬入主教座堂 若干受魔鬼骚扰的人 恢复了平静 连魔鬼也自任败在 两位圣人手里 还有一个著名的世民 他已失明了好几年 听到这片热闹的声音 就问他的所以然 他既获得了答案 又叫领他的人 令他到圣尸旁边 到达后 他要求人家 允许他把他的手帕 移出两圣的棺木 圣人们的死 在你眼里是有价值的 说也稀奇 触过棺木的手帕 一着眼 眼就复明了 消息传来 热烈雄壮的歌声 到处上车云霄 这个场面 虽未能变化 那个女人的心 可是她仇教的狂咽 总冷却了不少 谢谢你 主 我的天主 这些回忆 是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了呢 假使不是你指导我 这样有关系的事情 我怎能向你重提呢 可是 你剧烈的心香 仍未使我们追随你 为此 歌颂声中 我更污液欲绝 从前我图向你叹息 现在 在这临时的草炉里 我得尽量呼吸你 深爱的空气 第八章 莫尼加常识 要志愿相同的人 住在一块的你 并我们一个同事的青年 埃辅蒂乌斯家人 我们的小组织 他是皇帝的政府大员 在我们之前归向了你 他抛掉了军职 领了圣喜 专为供你驱策 我们同居共处 决定不分离 我们研究 在哪里最能为你效劳 结果 我们同回非洲 在我们到达奥斯底 踢驳河口的当 我的母亲刻然尝试了 因为我急于赶路 遗漏了不少的智姐 我的天主 为了我不及提出的种种恩惠 请你接受我的谢臣吧 可是 我不能把关于你婢女的心情 全部抹杀 我暂时的生命是他给我的 我永远的生命也是他给我的 我叙述他个人的长处 就是叙述你赐给他的恩宠 他不是他生命的原因 他也不是独自长大起来的 你造了他 他的父母都不知道 从他们将产生怎样的一个孩子来 在一个信徒的家庭里 你教会的一部分里 你的基督 你独自的纪律 教训他敬畏你 他虽怀爱热心教育自己的母亲 他还念念不忘那个女佣人 他年龄已高 当他做小姑娘的时候 曾抱过背过我还在墙堡中的外祖父 他 他的老年 他的正直 使他的主人们都敬畏他 为此 那家的女孩子 没有一个不托他抚育的 他尽心照顾他们 有时也不忘声色俱力地择斥他们 可是总是有情有理的 一日三餐之外 他绝对不许女孩子们吃东西 就是在渴得难堪时候 滴水也不再例外 为预防这种坏的习惯 他没给他们说 你们现在只喝水 为了你们没有酒 可是 将来你们结婚之后 做了主妇 有了储蓄室的钥匙 水就不能使你们满足了 你们看 随便饮水的后果是怎样可怕的 这样的教育 使那些女孩子 就在饮的方面 小得节制 走人正轨 甚至不做最好不要做的事情 我的母亲 你的婢女告诉我 她爱喝酒 为了她是个有志气的小孩 父母每命她到酒窖里去灌酒 她在把酒桶里的酒 用衣酒器取出 装入酒瓶之前 没洗长摊小口 这并不是 为了她对于酒有什么示好 蠢处于儿童有好奇心和乖觉性 这种心理 只在父母严格的指导下 可以纠正 天天几小口 小得疏忽 终于打倒她 结果她每次去灌酒 每天要干好几杯 请问 那的老人家 她的金训 到哪去呢 主 假使你的回春之首 不来医治我们 这个案病 怎能豁然而遇呢 她的父母 她的保姆 都蒙在鼓里 可是造我们的你 招呼我们的你 不冷眼看着 你会利用小人 做拯救灵魂工作 我的天主 你怎样对待她 怎样设法医好了她呢 你运用一种神秘的手腕 从别一个心里 出来一把恶毒锐利之剑 一下子 割去了她的腐化部分 一天 那个平常陪她到酒窖里去的女佣人 同她吵鸡嘴来了 看见没有旁人 就大胆地说她是个酒鬼 这一击 竟毙命中了 她立刻承认自己的恶习 表示忏悔 予以改过 我们的朋友讨好我们 害了我们 我们的敌人侵犯我们 救了我们 实在 恶人的恶行 恶美在她恶的意向里 所以从恶行里 也能产生善果 这个女佣人的目标 旨在凌辱 不再纠正她的小女主人 她所以私下辱骂她 或为了这是件偶然的事件 或为了假使在公众前发生的话 怕主人 要用包庇的罪名来处奔她 可是 你 天地的主宰 你会把筋骨的恶潮流 纳入正轨 你会利用一个灵魂的 灵魂的罪恶 消除另一个灵魂的罪恶 那么 就是我们因我们的劝告 使某一个人改过千善 谁也不当归功于自己 第九章 征服夫君 莫尼加在圣德和节制的空气中 慢慢地长大起来 她在她父母 尤其是你的指导下 听父母的命 又听你的命 她出嫁后 是父如主 想用她的德性 感化她的丈夫 使她也恭敬你 生得很美丽的她 不久就得到她夫君的敬爱和器重 她的丈夫 持有不忠的行为 她始终忍耐 不予计较 她等候仁慈的你督促她 给她信德 使她痛改前非 她的心非常好 可是很容易发怒 我的母亲看到燎原之火 从不在言行上反抗她 待怒气消沉 才乘机向她解释她自己所做的事情 假使她事前实在过于轻率的话 有许多女人 她们丈夫的脾气 并不怎样坏 可是她们的身上 每留着伤痕 甚至有时面容也弄得很憔悴 那些女人 在与她们同性的朋友谈话中 常指责丈夫的行为 我的母亲一面择斥她们的长舌 一面带着半真半假的口吻 教她们注意 女人们听到自己的婚约以后 该当看婚约为她们开始做奴婢的一种合法文器 她们该明了自己的身份 不要在丈夫前骄傲 那些女人明明晓得我的母亲 有个坏脾气的丈夫 可是从来没有听见或看出 巴特利西乌斯曾打过他的妻子 或他俩间有冲突的一日 她们亲密地盘问她奇迹的究竟 我的母亲就把她的见解和方法告诉她们 在得到良好的结果之后 受过她指导的女人美来谢她 不听她指导的女人仍受她们的丈夫打罢 开始时她的婆婆 为了婢女们的搬嘴弄蛇 曾反对她 可是我母亲的孝顺忍耐良善中感化了她 一天她自动把婢女们 要破坏婆媳间感情的恶意 去告诉她的儿子 并要求予以惩罚 我的父亲听了我祖母的话 为保障家庭的纪律和家人的和睦己见 就鞭打那些长蛇妇 我的祖母又申明 以后凡为讨好她 去控告她媳妇的人 都要受同样的惩罚 结果 谁都不敢尝试一家上下 在最和好最足称道的分刚中生活着 我仁慈的天主 那个怀孕我的女人 你忠实的婢女 你又给了她一个宝贵的优点 两个间起了冲突 她就努力使她们重归于好 譬如两个彼此有戏的女人 先后到她身边来 怀着一肚皮的怨气 加油加降 在背后各尽她诋毁的能事 我的母亲总用听到的好话劝导她们 我认为这是个大德行 因为经验告诉我搬弄是非的罪太普遍了 不知多少人不单在愁人间搬弄是非 还要造谣离间呢 一个君子不但不该引起人间的仇恨 还应努力用好话来扑灭她 我的母亲是这样一个人 在她内心的学校里 你就是她最亲密的老师 她的丈夫是在寿终前被她劝化而归向你的 她做了魔督徒后 不再倒她的覆辙 做一种使她的妻子伤心的事情 她很忠实地为众服务 认识她的人都几口赞美你 光荣你 切爱你 因为从她的家人一行里 她觉得你住在她的心里 她忠于她的丈夫 她孝于她的父母 她的家庭治理的有条不紊 她的善举昭昭在众人耳目前 她教育自己的儿子们 每次看见他们背弃你 就千方百计 使他们重获超性的性命 主 祢的慈善许 我们自称为祢的仆人 禀喜之后 我们活一个同样的性命 她生前对于我们非常关心 是我们慈爱的母亲 她为我们服务 又好像我们是她的父亲 第十章 奥古斯丁的梦 我的母亲离世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这个日子自然你认识她 我们却不知道 依照你的神秘措施 一天你使我们母子俩人 平窗远眺 我们的视线 恰射到我们旧居的花园 泰伯尔河边的奥斯底 是这一幕经过的地点 远离了纷扰的群众 在一个疲劳的长途旅行之后 我们正在从事修养 预备渡海 在最温柔的空气中 我俩相对而谈 抛掉过去 凝视将来 在你的面前 你的真光之下 我们探求 那个目所未见 而所未闻 心所庶明的永生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张着灵魂之臂 向着你绢绢而留的生命之拳 满望痛饮一下 能使对于这个问题 得到一个明朗的见解 我们谈话的结果是 在这样个生活的幸福前 任何肉身的快乐 肉身的光明 都是不足道的 于是我们的心神 转向造物飞去 我们涉及而上 属尽了一切有形之物 就是那个苍人及日月星辰 照耀大地的据点 也不再例外 接上去 在称奇颂扬声中 我们又看了 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杰作 我们一穿越我们的灵魂 到达丰富无穷的境界 在那里 你用真理之良 是以色列永的宝玉 在那里 性命就是上智 上智是一切现有 已有将有的原则 可是它是无始的 现在的它 就是过去的它 也就是将来的它 换句话说 在它 没有过去 没有将来 它单是有 因为它是无始无终的 曾存在 当存在 救足 永远存在 我们谈论上智 敬仰上智 我们的心 在一种高度的兴奋下 刹那之间 同它接触 最后 我们只得叹息 放下圣神的出感 重返唇舌的世界 听有始有终的话 这和你的圣言 我们的主 是绝对不同的 它永远地存在自己 不少衰老 而刷新一切 我们曾经说过 如果有个人 在它身上 血肉和天地水气的幻影 都寂静着 它的灵魂 也静得连自己也不想 如果梦 思想 一切言语 一切记号 和一切暂流的东梁 都兼莫浮 如果一句话 一切的一切 都折服着 在这种状态中 假使个人静听的话 它能听到的当时 我们不是 我们自己的 造我们的是 那个永远存在的 此外 那一切的一切 已不在其耻 只倾听它的造物主 假使造物主直接说话 那么 我们听到的 不是从一个血肉的口舌来的 也不是从天使的声音来的 也小是从云间的怒吼来的 也不是从神秘的预言来的 却是直接从它 我们在万物中 所爱的它来的 同样 那个时候 我们也发展我们的能力 靠一阵思想的光明 在一切上 想见永远不变的智慧 假使这个接触延长的话 假使别的想象消散的话 假使这个接触陶醉我们 使我们乐也融融的话 假使永远的性命 使我们所追求 鼠唇理智的认识的话 下面的一句话 进入你主的乐境吧 不已兑现了吗 这何时会到呢 不是在我们都要复活 而又都要变化的那天吗 无人不必尽死 唯必须尽化 这是我们谈话的精益 所以我们并不一定 用这种方式 这些语词 可是 主 你知道我们这样交换意见的那天 这个世界 世界上的福乐 为我们却变了颜色 我的母亲对我说 我的儿子 为我 此生已没有什么快乐可言 以后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为什么我还活着 我正不明白 我此事的希望已完成了 想我所以 还想在拘留若干时的理由 不过是能在我死前 看见你做个天主教教徒 天主已大量的给了我这个快乐 以为师奉他 甚至轻视此事的幸福 那么 我还要什么呢 第十一章 最后几句 我怎样回答这些话 我已记不清楚了 大概五六天后 他一有寒热 就握到床上 他在病中 一天神智昏迷 连事后的人们都不能辨别 等我们感到 他已清醒了 他看到我的兄弟和我站在旁边 就作觉误状 对我们说 刚才我在哪里呢 接上去 觉得我们忧伤 又对我们说 你们当在这里 埋葬你们的母亲 我肩默着 我止住我的眼泪 我的兄弟向他表示 希望他不要死在客地 因为死在老家 总比较温柔些 他听了面有忧色 表示抗议 随着他回目向我说 你可听见他 刚才给我说的话吗 他又给我俩说 我的骸骨 随你们葬在哪里吧 希望你们 不要为此烦心 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 随你们到哪里 请在主的祭台前 想起我 他含糊地说了这句话 又沉默了 并使转据 他的痛苦也增加了 无形的天主 我想你把你的恩宠 放在信徒心中 是为产生霉果的 想到他怎样计划他的目的 勿使葬在他先父的旁边 我觉得又兴奋又感激 他俩生前缜密地结合 使他还要人们在他死后会说 他有福气啊 他虽度过了重阳 总能同他的丈夫 和葬在同一杯黄土之下 虽从行而上学的观点看来 这也未免太幼稚了 这种幼稚病 你几时医好了他 我是无法指定 可是 病的除根 我很乐于予以证明 在我们临窗谈话的当 他对我说 以后我还有什么可做呢 这句话足以证明 他已不忘死于故乡了 后来 我又探得一天 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 他披露心腹 思想坦白地同奥古斯丁的几个朋友 漫谈此生的可见 和死亡的可贵 听他的朋友们 看见在一个女人身上 有这样的圣德 一一这是你赏给他的一一经意之下 就问他 他是否怕他的肉体 将留在远离故乡的地方 他达到 为天主无所谓远近的 天地终穷之后 我们用不着 怕他找不到那个 他将使我复活起来的地点 在他得病后第九天 这个热心的灵魂脱离了他的肉身 他的年龄是五十七岁 我的年龄是三十三岁 第十二章 乌叶欲绝 我给他闭合了双眼 我心痛至极 泪己夺眶而出 我御用我坚强的意志 急忙予以堵塞 这是很痛苦的时刻 当他呼碎后一口气的时候 我幼年的儿子 阿德奥达多斯不禁放声大哭 经我们训斥之后 他才停止 这种青年的声音 新的声音 也控制了我 溢于流泪的感情 我们相信 为一个像这样的丧事 而替其悲伤 以为死是一个大不幸 或是整个的毁灭 实在是不安事理的 我母亲的死 既没有什么不幸 又不是整个的毁灭 她的生平功德 足以以证明 我们为了许多的理由 也深信不疑 可是 为什么我内心这样痛苦呢 一个气爱温柔的共同生活 血淋淋的呼糟破裂 怎样能使人不伤心呢 我还能幸运的记得 我的母亲 在她最后的一场病中 为了些侍奉汤药之劳 曾叫我乖儿子 她说话的时候 神情肯治 并且指出 从我嘴里 她从来没有听见过 半句生硬无逆的话 我的天主 我们是你造的 我的一点孝敬 怎样即得到她 加予我的恩情呢 我的灵魂少了她 就少了一个大安慰 怎能不唱网呢 我们母子的生命是二而一的 那么 她的死不就是这生命的分裂吗 那个小孩的泪停留之后 埃福蒂乌斯首制一本诗篇 开始涌唱其中的一首《主》 我歌颂你的仁慈 你的公义 许多我们的朋友 和若干热心的妇女 知道了我们的丧事 都争来吊咽 当避夷的人员 进行工作的时候 我根据一般的习惯 退居别式 和陪我的朋友们 共同聊天 我所谈的 自然是有关丧美的 我用真理来减轻我的痛苦 这个痛苦 只有你知道 他们怎的亏策呢 他们留心听着 以为我没有什么痛苦 可足 我在你耳边 怀都听不到什么的地方 怨恨我心的软弱 努力押平痛苦的高潮 我虽渐渐有所成就 可是不久波浪又起 不过还不会涌出泪水 改变我的面色 爱 我内心感受的一切 只有我一人知道 这些人类自然的结果 使我很抑郁 那么 就痛上又加了新创 支支苦剑 穿透了我的肝肠 出病的时候 我自然也去送丧 可是我没有下来 就是在举行追思弥撒 和我们为王者 在你台前念经的时候 就是在照当地的习惯 海谷已至木边 行将埋下的时候 我也没有剃气 可是那整个的一天 我觉得愁长百节 使我尽力求你消除我的忧苦 你没有允许我的祈祷 这无非为了你要利用这个机会 使我明了 习惯的链条 就是对一个 以真理为实量的灵魂 也是很坚固的 当时我想去沐浴 就联想到 沐浴在希腊文里 有驱逐反导的意思 可是孤儿的慈父 我当向你承认 愈后的我和愈前的我 一般无异 我内心的酸苦 一点没有发现 后来我去睡觉 然后觉得好了不少 当我一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记得安布罗西乌斯的 那首好诗《天主》 万物的创造者 朱天的掌管者 你用光明来包裹白天 温柔的睡觉来包裹黑夜 你恢复力竭的肢体 舒畅疲倦的精神 驱除忧虑的痛苦 后来慢慢 而我又回忆你的婢女 在我脑海里的她 对你是热忱的 对我是慈悲的 忽然我少了她 我在你面前 只有痛哭 我为我母亲而哭 又为我自己而哭 从前我饿住的泪水 我已让她自由地 尽情地流去 泪水像枝床 我的心躺在上边 她得到了安息 听我泪水声的 只有你的耳 懂我泪水意的 绝不是一个陌路人 主 现在我在这著作里 向你承认这一切 这著作 谁想念就去念 谁想注解就去注解 假使一个人认为 我在几分钟内 哭我的母亲 哭我为我暂时死去的母亲 哭我为我多年痛哭 使我活于天主的母亲 是个罪恶的话 希望她不要讥笑我 但能根据伟大的爱德 为我的罪果而哭 哭在你众基督弟兄的父亲前 第十三章 为母祈祷 现在 我那个心的创伤已痊愈了 人家认为 我对于王母的爱情 血肉的色彩太深 呀 我们的天主 现在 我在你台前 为你的婢女所流的泪 是另外一种 纯出于对死于亚当的 各灵魂危机的同情心 已活于耶稣基督 还没有脱离去窍的她 常用信德和别的善功 赞扬你的圣明 可是 我不敢肯定 她灵魂以后 从没有半句 相反你法律的论调 你的圣子 真理中的真理 曾经说过 谁说自己的兄弟是狂人 当受浴火之法 罪足称上一个人的性命 假使你不用仁慈去检查 也是可怜的 一般的说 你检查我们罪过的态度 不是苛刻的 而我们常希望在你身边找到一个 谁在你台前计算他的功绩 谁就在计算你的恩责 实在 纯从人的角度看人 人可算什么 自我称养的人 至少当归功于天主 为此 我心的天主 我的光荣 我的性命 我暂时 把我母亲的功绩放在一边 为她的功 我欢乐 我感谢你 现在 我为我母亲的罪过 求你宽舍 为了那个被钉十字架 坐在你的右边 做我们的中宝 医治我们的创伤的爱 求你接受我的请求吧 我知道 她常以慈悲为怀 宽勉背负她的人 请你也免她的罪债 假使她在她领洗后 漫长的岁月内 激欠的话 主 免了她吧 免了她吧 不要计较了吧 希望仁慈压倒公义 诚实的你 你没有许仁慈于仁慈的人们吗 假使他们是仁慈的话 这也出于你的恩赐 你今年你要金脸的人 你爱虚你要爱虚的人 我相信 你已做了我 恳求你的一切 主 请接受我这诚恳的口道吧 走进死亡关头的她 也不谈盛大的丧仪 也不论夫施的香油 也不做坟地的选择 也不求归葬于故乡 这一类的要求 她从没有提出 她唯一的支援 是要我们在你的祭台前 不忘记她 她天天参加这个祭限 神圣地牺牲自行宰割 我们的罪状赖以消除 我们的敌人 在我们身上搜求罪恶 和罪恶的证据 来控告我们 终归失败 她在那个使我们 胜利者的身上 找不到把柄 她的无垫的血 谁能归还她呢 她从仇人余里 救出我们的代价 谁能清偿她呢 你的婢女 因她的信德 同这个傲计发生关系 希望你保护她 永远不温断 希望你与她的中间 狡猾和强有力的猛尸毒龙 没有立足的余地 希望她不要说 不欠什么债 因为我怕那个阴险的原告 会找出什么东西来 可是希望她说 她的债 已由那个义务的还债者 代为清偿了 愿她同她唯一的丈夫 永远安息 为了她要引她的丈夫归向你 服侍她非常耐心 而终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我主 我的天主 我用我的心 我的舌 我的笔 为你的仆人 我的兄弟 你的儿女 我的主人服务 假使他们独到这几页 望你感动他们 命名得在你的祭坛前 也记忆你的婢女莫尼加 和她的丈夫巴特利亚乌斯 我虽不知怎样 我是从他们的血肉来的 希望他们抱着有爱之情 记忆我的父母 他们同时也是我的弟兄姊妹 因为你是我们共有的父亲 圣教会族我们共有的母亲 我们同时也是耶路撒冷天国的子民 我们在这窜流期间 不停地渴望着她 为了我的忏悔路 为了在我的祈祷上 又添了读者的祈祷 她的宏愿将有意外的收获 第一章 希望无穷 你认识我 我也希望认识你 我希望认识你 如同你认识我 你是我灵魂的能力 请进来 加以修饰 务实没有斑点 没有皱纹 做你的下属 这是我的希望 我所以说话的理由 为了这个希望 我欣慰 这是我唯一 合理的快乐 对于别的此生的一切 你多哭 她越不足哭 你少哭 她越足以一哭 你爱真理 发扬真理的人 将得光明 为了我愿发扬真理 我一边向你忏悔 以发扬真理 一边在许多证人前 发表这个作品 第二章 无比的力 而且主 在你眼前 人良心的秘密也暴露着 那么在我身上 就是我想瞒你 也没有什么内幕可言 我给我隐藏 问你 我怎能给你隐藏我自己呢 我的哀嚎证明 在我眼里 我也是个可怜宠你呢 你是我的光明 我的福乐 我的爱 我的希望 我身自惭愧 迟迟抛弃了我 选择了你 我只愿为你而终 我合重你的意 主 我无论怎样 你都知道 我已说过 为什么我向你自怨自意 我向你忏悔 不凭肉躯的口舌 而凭你所熟悉的心灵呼声 我不好 我向你表示忏悔 我好 我也不敢自夸 因为你降福一人 使他脱离罪人的阶段 我的天主 我静默的 又不静默的 向你肃心静默的 因为我并不叫嚷 不静默的 因为我的心是热烈的 我给人所说的真理 你先从我的嘴里听过 你从我嘴里听到的 你已向我说过 第三章 向善人坦白 为什么我要在人前自怨自意呢 其实要他们听了来医治我的疾病吗 谁都喜欢探听人家的生活 而懒于改良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他们愿意晓得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而不愿意听你说他们是怎样的一等人 他们听我怎能知道我不撒谎 因为一个人心内的一切只有他自己能认识 相反的当他们听你谈他们 他们不能说主撒谎 一人听你谈他就是认识自己 认识了自己 还说这是假的 他一定是个撒谎的人 为了爱德要求在他的旗帜下 结成一体的人们相信一切 主 我也要他们听到我在你台前的忏悔 我不能保证他们 我所说的是真的 可是爱德敦促他们听信我 你是我灵魂的医生 请明白告诉我 我工作的利益 我的罪恶 你已予以宽舍掩护 你用信德 用圣事 变化我的灵魂 使得在你身上 找到我的福乐 我的忏悔路 可以使读者兴起 可以阻止他酣睡在失望中 也不致呼道 我不能 我的忏悔路 可以使他明了 你慈悲的爱情 你恩宠的温柔 这种弱者的力 可以使他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至于义人 他们也乐于 听过来人叙述以往的罪恶 他们的乐 不在罪过的本身 而在罪过的消除 主 我的良心 为了他的洁净 但更为了你的慈悲 觉得很安宁 我的良心 既天天向你诉供 为什么还要在这本书里 在你台前 不表白从前的我 而表白现在的我呢 我写我的过去 立在哪里 我已说过 可是有许多人 其中有认识我的 也有不认识我的 他们也愿意知道 写忏悔路的我是怎样的一个 他们或曾听过我 或曾听过人家议论我 可是都没有认识我的心 真的我 他们愿意 我告诉他们 我的心是怎样的 为了我的内心 他们的言 他们的耳 他们的理智 都无法进去 他们愿意听我谈 并且有意相信我 因为非这样 无从认识 这是爱德 善心的泉源 告诉他们的 我在我自贡里 不会骗他们的 是的 那个使他们信任我的 就是他们的信德 第四章 目标在哪里 可是 他们在那里 想得到些什么好处呢 在看到你家我恩宠 使我接近你的当 他们是否想和我共同感谢你 再觉得我还犹豫不前的当 他们是否想为我祈祷 像这些人 我很愿意肃我的心 主 我的天主 为我而许多人感谢你 为我而许多人恳求你 这不是件无畏之举 希望我众兄弟的心 在我身上 爱那当爱 和恨那当恨的东西 这种同情 只能来自 一个真正有爱的灵魂 一个非我族类的灵魂 那些空谈作恶的画外之民 是谈不到的 我说一个有爱的灵魂 因为他赞成我 他和我同乐 他责赤我 他和我同忧 无论他或赞成我 或责赤我 都出于他爱我的心 这等人就是我愿意向他们塑心的人 希望他们看到我的好而赞叹 看到我的恶而惋惜 我的好是你的成绩 你的礼物 我的恶是我的劣迹 最乏的后果 希望见好而赞叹 见恶而惋惜 希望歌勇与痛哭 从这些有爱的心里 香烟一般的向你飞去 主 你乐闻你圣殿的心香 请根据你的无限仁慈 为了你的圣明 怜悯我 你既不会放弃你的计划 请完成我未尽的任务 这是我所望于我的忏悔录 在那里我要描写的 不是从前的我 而是现在的我 主 我向你忏悔 欢乐中带着战力 忧苦中带着希望 我告诉你的 希望与我同信仰 同欢乐 同死亡的人子们 也得听见 他们像我一样 是同一国的人民 同一地的旅客 不过他们或走在我前 或走在我后 或走在我旁 他们是你的仆人 我的兄弟 你的儿子 假使 我要刚你生活 活在你的生命中 我当照你的吩咐 奉识他们 一如我的主人翁 假如你的圣言 只用空言叫我去做 不用实行来指导我 那么也未免美中不足 我是奉他们 不但在言语里 亦在行为中 我在你羽翼之下 奉识他们 因为假使我的灵魂 不以此为住所 假使你不认识我的软弱 我的危险太大了 我是个小孩 可是我的天父 常看守着我 他是最能帮我的保护人 生育我的是他 保护我的也是他 你是我整个的产业 你足全能的 在我没有同你在 块的时候 你已同我在一块 我把我 不是从前的我 而是现在的我 暴露于那些 你要我是奉的人们 可是 我并不想这样判断自己 希望读者 也在这种立场上 读我的书 第五章 认识自己 主 你就是判断我的 只有内在的理智 能知道人心的一切 可是 也有他所觉察不到的 主 他是你造的 他的一切 都逃脱不了你的眼 我在你面前 虽自卑贱 看作灰图 可是有的事情 在你身上 我所认识的 在我身上 我却不时不知 现在 我们糊里糊涂的 看在镜子中 还未到面对面的佳境 为此 在这旅行期内 我既远离着你 我和我的距离比较近 我和你的距离比较远 我明明知道你是不朽的 什么诱惑 我能拒绝 什么诱惑 我不能拒绝 我实在不得而知 我的希望是 你是忠信的 你总不会许我们受的诱惑 超出我们的能力 当诱惑压迫我们的时候 你也不忘加我们力量 支持我们 我应当宣布 在我身上 认识和不认识的一切 我认识 我靠你的光 我不认识 为了我的黑暗 在你眼前 还没有变为白昼 第六章 天主是什么 主 我绝不犹豫地觉得 我爱你 你的话打开了我的心 我曾爱你 天 地 天地中间的一切 到处叫我爱你 也不停地向众人呼号 使得他们无法推诿 受过你爱怜的人 更将受你的爱怜 受过你怜惜的人 更将受你的怜惜 不是这样 天地的歌颂 龙字前的音乐 演奏吧 可是我爱你 我究竟爱什么 绝不是有形物体的美丽 和它们溢于消失的风采 也不是人目钟爱的光明 也不是一阳婉转 唯唯动听的歌曲 也不是花草的分香之气 也不是甘乳 蜂蜜 也不是用以稳抱的肢体 不 我爱天主 我不爱这一切 可是我爱天主 我爱一种光 一种声 一种香 一种食物 一种接吻 这是那个住在我内心者的光 声 香 吻 这种光是无边无际的 这种歌声是万事无疆的 这种香气不是风能吹散的 这种食物不是口腹能消灭的 这种接吻是不会使人讨厌的 这是我爱天主 我所爱的 那么 那个我所爱的 究竟是什么 我问大地 他对我说 我不是你的天主 一切地面上的东西 给我的答案 是一样的 我问海 海中的深渊 深渊中的动物 他们对我说 我们不是你的天主 请你到别处去找吧 我问大气 大气之国 协同他的众住户 对我说 安纳克西美尼斯说错了 我们不是天主 我问天 日月星辰 他们对我说 我们也不是你寻求的天主 我又问我周围的东西说 你们既然不是天主 请谈我的天主 至少有关于他的故事 他们大声向我喊道 我们是他造的 我沾望万有 就是我询问 而万有的美丽 就是他们的答案 最后 我转身自问你是谁 我答道我是人 为公我自己的驱策 我有一个灵魂 一个肉身 灵魂内藏 肉身外露 我当运用哪个部分 去寻求我的天主呢 我会用我的肉身 从下地到上天 尽目利所及去寻他 可是 我内藏的部分更为宝贵 因为天地万物的答案 我们不是天主 我们是他造的 都是由我的肉身 向他报道上去的 他仿佛一个主席 一个判官 内藏的人 借外灵的人手 认识这些东西 那我 我的灵魂 靠我肉身的五官 认识这一切 关于我的天主 我问了整个的宇宙 他的答案总是 我不是你寻求的天主 我是他造的 这个宇宙的美观 不是同样呈现于 各种具有五官的东西前的吗 那么 为什么结果不同呢 大小的禽兽也看到他 可是不能接问他 因为他们没有理智 无法把由五官得来的刺激 发生反应予以辨别 人能接问 可以使他的理智 根据有形的东西 了解天主无形的美善 人受造之物 但也能受他们的奴役蒙蔽 受造这物 只答复那些 会结问判断的人们 他们的作风 不因对方的指见不问 或见而诱问 而随时改变 他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不过时而作答 时而坚默罢了 说得再清楚些 他们向众言讲 可是了解的人 只有那些能把外来的声音 和他们的内在真理 两两比较的人 真理给我说你的天主 也不是天 也不是地 也不是什么有形之物 这我们一看他们的性体 就可以明了 有眼睛的人都知道 有形的物质 它的部件小于它的整体 我的灵魂 我告诉你 你比物质强 因为和你打成一片的物质 它的性命是你给它的 这不是一种物体 对于另一物体所能做的 可是 为你 你的天主 是你性命的生命 第七章 行而上的认识 我爱天主 究竟爱什么 那个控制我灵魂的是谁 我愿凭借我的灵魂下 跑到他身边去 我有一种力 它使我和我的身体打成一片 且使整个的机构 有蓬勃的生气 可是 我寻获我的天主 不单靠这种力 假使不是这样 没有灵魂的马罗 也会寻获天主了 因为他们的躯窍中 也有那种力 我还有一种力 我的肉身 主的工程 不但赖以生活 又赖以感觉 主给我眼 是为看的 不是为听的 别乌尔是为听的 不是为看的 别的感官 也各有他的位置 他的执手 我利用他们 在一统的阵线上 尽我的各种责任 我还有别一种力 因为马罗也有他们的 像我一样的感官 第八章 记忆的宫殿 为达到造我的天主台前 我还当起灵魂别一种力 于是 我就进入了别一个领土 了大的记忆宫殿 那边藏着 从感官得来的 无数的想象之宝 外边也住着 从原有想象 经增减改靴 而构成的想象 和一切 我主他保管 而还没有淹没的东西 我进入这个宫殿 我可随便予以召集 有些立刻报到 有些酒后才来 仿佛是从什么神秘的地方 赶到的 有些 在唱别的名字的时候 呼蜂拥而至 冲到最前线 像喊着 你可不是找我吧 我举神魂之首 陆记忆之面 下了一个逐颗令 并斥他们且等 等那个我要召见的 见了之后 再行定夺 最后 那些被传的 整整齐齐 各一排定的秩序而来 本列于前的 让位于后的 一切皆听我指挥 我想一个故事时 经过的程序 恰正如此 一切感觉 都分门别类的 保存在那里 但是各有各的进口 眼是为光 形状 颜色的 耳是为声音的 鼻是为气味的 蛇是为滋味的 周身的感官 是为软硬 冷热 粗细 轻重 内外的 记忆把它们 全部收容在 他的大厦里 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即可 从神秘的戏风里 应声而出 他们各经自己的门 进去之后 又排列的整整齐齐 还当明了 进去的不是宝物 而是宝物的影像 以供思想的调用 这些影像 是怎样组成的 我想谁都说不出 大家知道 他们是从哪一条路 进入这个仓库的 就是在黑暗静默中 假使我要的话 也能重现那些颜色 白的 黑的 和别的一切深浅混合的颜色 都得予以区别 我用不着 惧怕我听到的声音 会扰乱我看到的雾影 他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招呼他们时 他们立刻会报道 我的喉舌可以代工 我仍能唱我喜爱的歌 颜色的影像 虽就在旁边 也不会来干涉打扰的 我尽可玩弄 有耳送来的宝贝 同样 我也可以随意禁约 各感官存储的印象 我可不问什么花 而辨别百合花和兰花的香气 我可以什么都不长不处 而说蜜糖比热酒好 平坦的比凹凸的好 这靠什么 只靠记忆 这一切都表演在我记忆大厦中 在那里 我支配大地海洋和珠帆我曾收纳 而还没有忘记的印象 在那里 我又遇到我自己 记起我自己 和我所做的事情 和我做事的时间点 在那里 我可以找到 由我本人经验的来的 或由他转告我的 从这个仓库里 我借用许多印象 或这一些 或那一些 或由我亲手制成的 或由他们传来的 我把他们细于过去 我又为将来创造 行为 事业 希望 于是 这一切如在目前 我要做这个 做那个 这是 我在这充满如许事物 如许大事物的千千无形的 了煞中所说的 我得来的结论 也不是一样的 假使某事某事能实现的话 希望天主 使我们不要遭到某事某事 我这样自言百语 当我说话的时候 我所说的物象 活现于我前 这些物象 是从我记忆宝库里来的 没有它们 我是无法说话的 我的天主 记忆的能力是强大的 的确是强大的 这是个无穷的宝库 谁能进入他的唐傲呢 这是我灵性的一种能力 我也未能了解我之所以然 我的灵性未把握自己 看来还不够大 那么 那个他不能容纳的 流到哪里去呢 是否在他以外 不在他以内 可是 怎样能不包括他呢 这个观念使我惊奇呐喊 人们晓得去撑上高山的鼎 大海的浪 江河的洪流 浩浩无垠的海滩千万星辰的运行 而不关心他们自己 这不是件怪事吗 这一切 我虽未经目睹 却能侃侃而谈 他们也不以为奇 可是我谈我在了大的自然界内 看见的山 浪 江河 星辰 我听见的海涛 假使在我记忆的无穷宝库中 看不到他们的影像 我是无从谈起的 我的眼看这些东西 并不把他们吞下去 进入我内心的 不是他们 而是他们的影像 我明明知道 他们的影像 是怎样各经各的感官而内进的 第九章 灵性的记忆 我的记忆不但藏纳这一类的东西 还收受我从科学方面得来 而远没有遗忘的东西 它们藏在另一比较深奥的地方 实在并不是个地方 这些东西不是单纯的印象 而是我保留的知识 文学是什么 雄辩学是什么 问题可分几种 这些观念在我记忆中 和一样宝物的印象 在我记忆中绝对不同 一个声音震动我的耳骨 就留一个印象 为了这个印象 声音虽已过去 我还能仿佛听到 一种散布在空中的香气 碰到我的嗅观 就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一个印象 为了这个印象 我想起来 我就可以仿佛闻到 一种食物 尽了我的口味 人家就尝不到它的滋味 可是在我记忆中 可以找到它的遗迹 一样东西 同我们的肢体接触之后 虽已远扬 我们的记忆 还能提起它 知识在我们的记忆中 并不这样 那些东西的本身 不进我们的记忆 神速的进去的 不过是它们的影像 它们在里头 各有它的位置 神妙的记忆 不费吹灰之力 可以找见它们 我听了人家说 我们论一样东西 问题可分三种 它存在吗 它是什么 它是怎样的 因自我认识 因的印象我也认识 它们经过空气 发出一种声音 然后化为乌有 可是因自代表的东西 我的感官却摸不清 我只在我的灵性里 能找到它们 我在我记忆里收藏的 不是它们的像 而就是它们 它们怎样进入我的内心 假使可能的话 请它们告诉我 我便查我身上的 各种门户 我寻不到什么蛛丝马迹 也要说 假使它们是有颜色的 我们一定会指出的 而要说 假使它们是有响声的 我们一定会提供的 不要说 假使它们是有气味的 我是会自动说出的 感官要说 假使它们不是物质的 我怎能摸出它们 假使我不摸出它们 我怎能报到它们 那么它们究竟 怎样进入了我的记忆 我不知道 我认识它们 我的认识 不是从他人来的 而是由我的理智来的 我在我的理智里 认识它们 确定它们的真实性 我把它们存在那里 比得随意提用 在我认识它们以前 它们已在那边 可是还没有进入 我记忆的领域 那么它们在哪里 怎样当人家 把它们向我提出的时候 我已认识它们 而会喊到 是 是 这是真的 这样看来 它们早已藏在我的记忆中 埋没在记忆的一角深处 不经发觉 我是不会想起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 这一类的真理 既没有什么影像 那么我们认识的 不是它们的影像 而是它们的本身 那么认识它们 就在整理凌乱地 分散在记忆中的各单位 误使它们与我们 一度接触之后 将来听到我们的招呼 就得应声而出 所以学习认识 就在发觉和整理沦没 在记忆中的这类观念 可是 假使我疏于训练 短期时间 它们又会弄得一团糟 甚至失踪 那么 我们又当下一番苦工 予以搜求整理 在拉丁语理 思想是从搜集来的 实在思想 就是一种搜集的工作 不过思想专对理智的搜集工作而言 记忆里还包容着 无数关于数量的定律 这些定律一定不是从五官 进入我们的脑海的 因为这些见解 是没有色 没有声 没有气味 没有滋味的 又是不可摸住的 当人家同我谈那些问题的时候 我很清晰地听见 它们用以表明各自的声音 可是字是字 物、字和它表明的东西 不可混为一物 字为了它们或是希腊文 或是拉丁文的分别 而有不同的音 可是那些定律是无所谓拉丁的 或希腊的 它们绝对不是一种语言的私有物 我看见过专家们画的 细如蛛丝的线 但是数学的线 不是肉眼报告我那些线的影像 数学的线的认识 就在我们的内心 并且用不着去想一种宝物 我的五官使我认识被数的数 可是数数的数令是一种 它们不是第一种的影像 它们绝对存在 读我的书而笑我的人 是不认识他们的人 随他去笑吧 我对他的笑只有表示惋惜 第十章 怀旧的记忆 这些见解我都存在记忆里 我还记得它们是怎样得来的 我又听到过许多 反驳这些赤裸裸真理的谬说 我也把它们藏在记忆中 这些言论虽是假的 我记得它们却是个事实 我记得我怎样辨别正法论调 现在我发现我提出这个区别 和我记得 当我屡次揣摩的时候 我曾加以区别 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为 我记得 我多回明了这些事情 至于现在辨别它们的事实 我把它藏在记忆里 使得我将来能说 今天我曾了解过这些事情 我曾记得过 假使将来我记得 现在我曾记得过 那过去的我所以能记得 当归功于我的记忆 第十一章 情思的记忆 记忆也容纳灵魂的重印象 自然不是灵魂感到的印象 而是灵魂感到印象的印象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印象 且后者当适合记忆的本性 记得我曾是活泼的或多愁的 所以现在已不是了 记得某日我曾恐怖 所以现在已不恐怖了 记得某种过去的意愿 重现于我的记忆中 所以现在它已消散了 有时我却会愉快地记得 过去的忧伤 忧伤地记得过去的愉快 假如谈纯粹的物质印象 这原是不足诧异的 因为肉躯是一样东西 灵魂是别一样东西 想到一种肉躯过去受着的痛苦 而感到快乐 这也不足惊骇 可是在伦理的领域里 并不这样 记忆就是心灵 我们受入一个不容疏忽的使命 我们每对它说 请你放在心灵上 假如我们忘掉了一件事情 我们会说 这件事已不在我心灵里了 已离开了我的心灵 那么心灵不就是指记忆吗 既然这样 为什么当我快乐地 纪念过去的一种忧愁 我心灵里有快乐 而我记忆里有忧愁呢 假使我的心灵快乐 这是为了快乐在心灵里 那么又怎么忧愁在记忆里 而记忆不是忧愁呢 可不是记忆不关心灵的吗 这又谁敢主张呢 可能记忆像心灵的味 苦乐像甜酸的食物 那些印象寄人记忆 仿佛进入肠胃 它们进入之后 就失去一切的滋味 想在这些东西间求个类似 这是可笑的 可是不能说它们间绝无相似之处 我说心有四情欲望 喜乐 踏距 忧苦 这不是从我的记忆里提出来的吗 我讨论四情 逐一予以分类解析 记忆是它们的储藏室 记忆是我言论的发源地 我想从记忆里唤起它们 我不感到什么烦门 在我记起它们和傅诸讨论之前 它们已经存在 我靠我的记忆力 才能把它们发掘出来 反嚼可使胃中的食料 重新伸到嘴里 同样记忆力可使那些印象 从记忆的底层里浮起来 那么 为什么那些唤起这些印象的人 在他们的思想的嘴里 绝不到喜乐的温柔 忧愁的酸苦呢 这正是为了类似中的差异 十足的类似是不可能的 假使读优惧二字的时候 同时当感到优惧之情 请问 谁愿去谈这些东西呢 可是 假使在我们的记忆中 不存这些东西 我们怎能谈呢 就是字音的印象 情绪的意义也莫不如此 这些观念不是有五官之一 从外面进入我们的心灵 心灵根据它 对于情感的经验 把自己感觉的托付于记忆 或许记忆能不带心灵之命 自动予以登记 这种登记是否起灵于影像 是很不容易谈的 我说 石头 太阳 石头 太阳本身并不在我的感官里 在我记忆里的是它们的印象 我说 肉体的痛伤 它也不在我身上 因为我不觉痛苦 可是 假使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痛苦的印象 我怎能谈痛苦 我又怎能辨别痛苦与快乐 当我健康的时候 我说健康 这是个实在的问题 假使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它的印象 我怎能明了这个嘹亮字音的意义呢 人家在病人前谈它缺少的健康 假使病人在它的记忆里没有健康的印象 它是不会懂的 可是 我谈数数的数 在我记忆里不是它们的影像 而是它们自身 我谈太阳的像 它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回忆一物时 我所有的 不是物像的像 而是物体的像 我说记忆 我就认识我所指的东西 可是 我在哪里认识它呢 不在记忆里在哪里 记忆在记忆里 靠它的像呢 还是靠它自己 第十二章 忘记的记忆 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说忘记 我同样认识我所说的 可是我记不得的东西 我怎样认识它呢 自然 我不说忘记的字立音 我却说 忘记表示的东西 假使我忘记这个东西 我绝不能认识字音表示的东西 我提起我的记忆 记忆因记忆而在记忆之中 我说忘记 记忆和忘记同时出现在我心灵里 记忆 因为我记忆正靠我的记忆 忘记 因为我正在提起它 归根结底 忘记是什么 不是缺席的记忆吗 怎么它存在 而又要我记忆它呢 它既存在 我还要忘记它吗 假使我们用记忆记着我们的记得的东西 又假使我们不记得忘爱记忆 那么我们说忘记 我们绝对不能认识那两字的意义 那么忘记当在记忆里 它当存在 不是这样 我们要忘记它 可是 正因为它存在 我们才能忘记 那么 我们应否这样结伦 我们记忆它 在我们的记忆中的 不是它 而是它的像 因为 假使它存在的话 它要使我们忘记 而不会使我们记得 这个谜 谁能去打破 这个奇迹 谁能去解释 主 为这个问题 我辛苦极了 为自己 我辛苦极了 为我是块南庚的田 是块逼出我亥业的田 现在 我们不研究天空 也不测量星辰 不寻求地球的均衡率 记忆我的 就是我的心灵 一切非我的东西 远离着我 这是不足怪异的 离我最近的就是我 我记忆的要素 我实在不懂 我没有它 连我自己也叫不出来 我还说什么 我记得我忘记 这是一定的 我能否说 我记得的东西 不在我的记忆中 我能否说 忘记在我记忆中 只是为了 要我不忘记 这两种假说 都是不可思议的 下面的第三种学说 你看我能怎样说 假使我记得忘记 我的记忆记得的 不是忘记 而是忘记的影像 我怎样能说 寓一种物的像印在记忆中 物的本身先当在场 然后它的像才能印出 这样 我记得迦太基 我活过命的地方 我也记得我遇到过的人物 和一切我的五官所接触过的 如身体的健康或痛苦 这些东西在前 我的记忆才能接受它们的影像 而使我觉得它们存在 和使它们重陷在我脑海中 假使它们远去 我得予以追还 假使记忆保存的 不是忘记本身 而是忘记的影像 那么 必先当有忘记 而后可以获得它的影像 假使忘记在场的话 它怎能把它的像印在记忆中 因为忘记报道 什么记录过的都得取消 随事情怎样难讲难懂 随记得的形式怎样变换 我一定记得我的忘记 那个一切存记的毁灭者 第十三章 记忆力的奇迹 记忆的力真大呢 我的天主 他的深奥 他无变的变化 实在使人惊骇 这就是我的心灵 就是我自己 我的天主 我是什么 我的本性是什么 是个多变的 多头的 神妙莫测的生命 请看 在我的记忆里 有广大的土地 万千的洞穴 中间住着 不知多少种类不同的东西 有形的东西 它们的影像住着 无形的学识 它们自己住着 已经过去灵魂的情感 我不知道 它们怎样也住着 当之在记忆里的任何东西 同时也在我们的灵魂里 在这区域里 我这边走走 那边飞飞 大有五远福界 无孔不入之概 人的记忆力真大 人的生活力真大 可是 人生来是未死的 我的天主 我的真生命 我当怎样做呢 我要超越的我的记忆 飞向你温柔的光明前 你要给我说什么 我靠我的灵魂 我要升到你高高在上的台前 我要超越我的记忆 希望捉摸你可以捉摸的一面 拥抱你可以拥抱的一面 记忆 飞行走 兽也有 不是这样 它们怎能找到它们的窝 和它们许多的习惯 这些习惯 不就证明它们有记忆吗 我要超越记忆 未能与那个使我别于走兽 并与飞行者相接触 我要超越记忆 可是到哪里去找你 浩天主稳定的温柔 我哪里去找你呢 假使在我的记忆以外 我找到你 我不就是忘记了你吗 假使我不记得你 我怎能找到你 第十四章 上升的阶梯 那个失去银元的妇人 点上灯去寻 假使她不记得失掉的东西 怎能找到手呢 找到了以后 假使她没有记忆 怎能知道她找到的 就是她所失去的呢 我记得我当寻觅 而终找到了我遗失的东西 假使在我寻找的时候 人家给我说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那个 在我没有看见原物之前 我的答案总是否定的 假使我记不得遗失的东西 无论如何 为了我不认识它 就是人家把它放在我眼前 我也只得失之交臂 我们寻获一样一世的东西的步骤 是常常不变的 一样不在我眼前的东西 仍能在我们的记忆中 譬如一样物质的东西 它的像印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们寻它 就是使它重陷于我们的脑目上 我们寻一样东西 我们当根据它在我们内心的印象 并且 假使我们不认识那样一世的东西 我们不能说找到它的 因为认识脱不出记忆 已经遗失的东西 我们的眼固然看不见它 可是我们的记忆仍把握着它 可是 假使记忆自己失掉了什么东西 譬如我们忘记了一样东西 或想再度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到哪里去寻呢 不是也就在记忆中吗 假使记忆给我们找出来的 不是我们所找的东西 我们不予接受 直至得到原物才满意 当原物出现 我们就会忽缠 对了 就是它 请问 假使我们不认识它的话 我们怎能这样说它 为认识它 我们该记得它 可是 我们的忘记 也是不容否认的 或许人家可以说 我们遗忘那个东西 不过遗忘了它的一部分 那么 我们依赖它存留的一部分 去找那遗忘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的记忆 觉得记不出整个的它 正如缺了一个肢体的人 觉得不惯 而想予以补足 这又正如一个我们认识的人 忽然发现于我们的眼前 或陷于我们的意念之中 而我们一时记不得它的姓名 假使我们寻它的姓名 我们找到的不是它的姓名 我们一定不会张冠李戴的 因为在我的记忆中 从没有发生过这种观念联系 在没有找到我们认为 合乎标准的姓名前 我们总不肯接受它 可是 那个姓名从哪里来 不是从我们的记忆里来的吗 当在旁人的提醒之下 我们找到了它 它仍是从我们的记忆里来的 它对我们并不是一样新东西 不 不过我们重新记得之后 申明这正是它而已 假使我们遗失了整个的它 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去找它呢 记得忘记一样东西 这就是证明 我们没有忘记整个的它 假使一样遗失的东西 不留一灵半爪在我们记忆里 我们绝不会去找它的 第十五章 幸福的观念 主 我怎样寻找你呢 我的天主 我寻你 就是寻幸福的生命 我寻你 所以使我的灵魂活着 因为我肉身的生命是从灵魂来的 灵魂的生命是从你来的 只要我还没有说 还没有被迫说 够了 幸福在这里 那么 我还没有把握它 没有把握它 怎能找它呢 在我忘记了它以后 是否在忘记的回忆中 我能找它 幸福不是众人所求的吗 幸福谁不可忘呢 那么 在哪曾认识它而这样仰望它呢 在哪曾见过它一面 而这样爱慕它呢 我们一定还保留着它 怎样占有的呢 我却不知道 有人得到一点幸福就满意 有人的幸福只在希望中 后面的人自然比不上前面的 可是比那些既没有幸福 又没有幸福希望的人 要胜过一筹 就是这些没有幸福希望的人 在某种程度下也认识幸福 不然它们不能有要享福之心 可见它们享福之心的存在 是不容疑惑的 是的 它们也认识 怎样认识的呢 我也不知道 怎样的一种观念呢 我更不知道 现在我要研究的是想确定 那个观念是否存在记忆中 假使存在的话 我们从前当是有幸福的 我们是否个别的有幸福 或者我们的幸福 只在第一个人 我们的始祖身上 他犯了罪 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 我们生来都是可怜虫 现在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我只问幸福生活的观念 是否存在记忆中 假使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是不能爱他的 一听到幸福的名 我们都承认 这是我们希望的东西 这并不是因为幸福两字的声音 迷醉了我们 不懂拉丁文的希腊人 听到拉丁文的幸福的名词 因为不懂它的意义 绝对无动于衷 如同他们一听到希腊文里幸福的名词 也有同样的感想一般 为此那样东西 也不是希腊的 也不是拉丁的 希腊人 拉丁人 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只要谈到那样东西 就希望得到它 那么这是众人所认识的 你们要享福吗 假使他们听到这个问题 他们一定要同声答应到 要 要 假使他们心内不存幸福二字 表明东西的印象 这个一致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这种回忆 和嘉菜机游客 对于该城的回忆是否一样 不 幸福不是形体 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 那么和树木的回忆是否一样 不 认识树木的人 不想得到树木 可是幸福的观念 驱策我们追求幸福 爱慕幸福 那么 和雄辩学的回忆是否相同 不 不嫌于此令的人们 听到雄辩两字 虽也明了他们所指的东西 可是仍靠他们的五官 认识他人的雄辩之才 而后予以欣赏 希望也有一天能这样 而没有雄辩观念的人们 怎能希望有雄辩之才 这种愉快的情绪 自然是一种内心认识的后果 假使他们感觉不到雄辩的可贵 他们不会希望做演说家的 可是他人身上的幸福 不是我们的五官可以感到的 那么和喜乐的回忆是否有益 或许无益因为我在痛苦中 可以回想喜乐 在艰难中可以回想幸福 况且 这个喜乐竟可以同我的五官 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 当我喜乐的时候 喜乐是在我心灵内感到的 它的观念存在我的记忆中 使得我随便使用 它来时 为了我想到的东西不同 我对它有时冷落 有时热烈 从前我享受的淫乐 假使我今天想到的话 我会出以轻慢痛恨之心 有时我愉快地想到 我过去的功绩 为了现在已无法再行树立 我会出以傲丧之情 那么 最后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时候 我凭我的经验 认识了我的幸福 而能记得它 恋爱它 期望它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 或某一群人的问题 整个的人类要求享福 一个弱小的观念 怎能在我们身上 引起这样一个坚强的意志 你问两个人 愿意当兵吗 可能一个说好 一个说不行 这又为了什么呢 假使你问他们 愿意享福吗 他们一定没有疑惑 要答应你说 这正是我们所求的 实在 一个愿意去当兵 一个拒绝去当兵 他们都为了愿意享福 某人爱这个职业 某人谋那个职业 他们的爱好可以不同 可是他们求幸福的心理 总是一样的 在他们要快乐的问题前 他们也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这个快乐 就是他们所称的幸福 他们唯一的目的 不过各有各的途径罢了 谁都不会说 他才听到了幸福两字 才在记忆中找到它 认识它 以前它与快乐 从没有一面之交 第十六章 幸福基于真理 主 愿向你坦白的仆人不要想 任何喜乐的观念 能使他有幸福 因为有一种喜乐 不是凶恶的人能享受的 这种喜乐 是爱你和是奉你的人的专利品 这种喜乐就是你 幸福的对象是你 幸福的理由是你 幸福的路径也是你 你以外 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在你以外 可能找到的幸福一定是假的 一句话 意志的对象 总脱不出幸福的影子 你既是唯一的幸福 那些不到你身边寻求喜乐的人们 就是不要幸福的人 那么 这不是证明了 不是众人都要享福的吗 或许众人都想享福 可是为了血肉和精神的互相攻击 他们不能为所欲为 而只得以做到能做的为满意 有些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情 假使他们加强他们的意志 或许也能做到 假使我问众人 他们想在真理里寻喜乐呢 还是在虚幻里 他们一定不稍迟疑的要说 假如他们要享福 他们要真理 不差 从真理里来的才是幸福 我的天主 我的光 我的救援 你是真理 这是从你来的喜乐 众人都要这个幸福的生活 都要这个独一幸福的生活 都要这个从真理来的喜乐 我见过许多骗人的人 我从没有见过自愿受骗的人 他们幸福的观念 是从哪儿寄来的 是从汲取真理观念的地方 寄来的 他们也爱真理 因为他们不愿意受骗的 爱幸福就是爱从真理来的喜乐 他们自然爱真理 假使在他们的记忆里 没有真理的观念 人间绝不会爱的 为什么他们在那里找不到喜乐 为什么他们没有幸福 因为他们过分关注于 可使他们痛苦的东西 而不大关心于薄弱的幸福观念 在人身上还存着一线之光 希望他们快走 快走 不然他们就要笼罩在黑暗之中了 可是真理怎么会产生仇恨 为什么他们要仇视一个用你的名义 向他们宣传真理和真理的喜乐的人呢 为了真理普遍的受爱 甚至爱他物的人们 也以为他们所爱的是真理 又为了他们不愿意自认受骗 他们也不愿意人家指责他们的错误 那么我们可以说 他们恨真理是为掩护他们的真理 他们爱真理的光明 他们恨真理的严正 他们不愿意受骗 却甘心自骗 他们爱自己启发的真理 却恨启发他们的真理 真理给予惩罚 使他们不愿意真理指破他们的迷津 或真理虽指破他们的迷津 真理对他们仍藏在迷雾中 可怜 原心原来是这样的 盲蓝丑恶的心愿意隐藏着 可是他又愿意什么都暴露在他面前 结果他虽免不掉真理的监视 真理却放弃了他 可是那个可怜虫还爱在真理中 不爱在虚伪里找寻他的喜乐 当他胸怀坦荡 无忧无虑把握了唯一的真理 真理的真理 他将是有幸福的 第17章 天主住在记忆中 我的天主 你看 我未寻你 我怎样纵横持居于记忆的领域中 最后 我在他那里找到了你 从我开始认识你的那天 我觉得 我对于你所有的认识 都是从我记忆中来的 从那天起 我总没有忘记你 那里我找到真理 那里我找到天主 真理的真理 从我认识真理那天起 我总没有忘记他 由此可见 我认识你以后 你就住在我记忆中 何时我想到你 我就在记忆里找到你 欣赏你 这是我神圣的乐趣 你仁慈的恩典 你曾慈敏地垂青于贫乏的我 第18章 住在记忆的那部分 主 你住在我记忆的哪一个角落 哪一个角落的角落里呢 为你 你又建筑了什么华屋 什么圣事 你恩准我的记忆住在那里 我虽知道你也住在那里 可是我要问 你住在哪一个部分呢 我想你 我先经过记忆中那个 我和禽兽共同的一层 那里 在物质的影像中 我找不到你 进而进入 我情绪的储藏室 那里也找不到你 最后 我进入我理智 在记忆中的包厢 仍扑了一个空 实在 你又不是个表象 又不是个 有生命东西的情感 如忧 喜 希望 恐惧 纪念 遗忘 你也不是单纯的理智 因为你是理智的主和天主 这一切都是会变的 你是不变的 你涌在这一切之上 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 你甘心 住在我的记忆中 在记忆中既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我要问 你住在记忆的哪一角呢 我敢肯定的 就是你住在那里 因为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 我常记得你 我一想你 我就在那里找到你 第十九章 人天的关系 究竟我在哪里找到了你 认识了你 在我认识你前 我的记忆里 还没有你 究竟我在哪里找到了你 认识了你 当在你那边 在我以外 你我之中 虽没有空间 我们仍得说 我们亲近你 我们离开你 你是真理 你到处答复咨询你的人们 而且你在统一的时候 答复他们 你的答案是清晰的 可是听的人 听来并不一样清晰 他们可以随便发问 但是你的答案 不是他们常常愿意听的 你最忠实的仆人 不问听到的 众议不众议 只想奉行听到的命令 第二十章 写忏悔路的心理 主 你是无救无心的美 我爱你太晚了 太晚了 你怎会在我内而我在外 我在外面找你 我追求妖艳的受造之物 破坏了我自身 你在我身边 我却最欣于物 远离了你 当之脱离了你的一切 都不算什么 你叫过我 你的呼声震动了我的耳骨 你发过光 你的光明驱逐了我的黑暗 你散过你的心香 我闻了又敬仰你 我尝过你的美味 我仍急着渴着 你感动过我 我对于你的和平 觉得神火满腔 第二十一章 生活是个斗争 当整个的我和你结合之后 我再没有什么痛苦 什么疲倦可言 我的生命 在你充满了它以后 将变成真正的生命 受你充满的人 你要提拔它 我为我还是个负担 因为你没有充满我的心 我可气的喜乐 和我可敬的忧苦 还在斗争着 胜利属于哪方 我不得而知 主 可怜我吧 我实在太可怜了 我不欲掩盖我的创伤 你是医生 我是病人 你是慈善家 我是可怜虫 在这个世界上 人的生命 不过是个斗争 困苦艰难 谁都不希望它们逼上来 你也指命我们去担当 不命我们去爱它们 人家虽爱担当 却更爱不需要去担当 在逆境中 我希望幸福 在幸福中 我害怕逆境 在这两种对立的状态中 是否有个脱离战争的中立状态 世俗的荣华是多祸患的 因为它同时带给我们很多的顾虑 而且它给我们的喜乐 是足以使我们腐化的 世俗的逆境也是多祸患的 因为它催比我们更热烈的去求荣华 而且它的酸辣性 可使我们失掉忍得 在这个世界上 人的生命实在是个继续的斗争 我的希望全部在你的最大仁慈中 请你先给我你要求于我的东西 然后随你要求吧 你要我们真结 假使天主不想给人真结 他绝不能自由 有智慧的人 才能知道这个恩典的出处 真结仇报我们 是分心走意的我们 富贵于一 爱你而同时 悲你而爱物的人 不能算真正爱你 爱情常然 永远不惜 主 请用你的爱熏灼 我心吧 你问我要真结 请你先给我你 要求于我的东西 然后随你要求吧 第二十二章 各种偏情 你要我反抗肉欲 沐浴和世俗的贪欲 你历尽一切男女的苟合 至于婚姻 你虽批准 你还指出别意高超的境遇 在我被卓为实行你的圣事以前 为着你的特恩 唯一选择了这个高尚的地位 可是那些邪恶的丑行怪状 如我曾冗长的诉说的 依旧出没在我的记忆中 邪恶的像是由我的恶习写上去的 他们跑到我前面来 当我醒的时候 他们是软弱的 但当我沉睡的时候 他们卷土重来 抢我接受 使我仿佛身临其境 这些虚想在我梦境中 在我身临上得到的结果 无异于他们的真行 在我苏醒时 在我身临上得到的结果 主 我的天主 是否先后有了两个我 苏醒时的 我与沉睡时的我 是否有极大的不同 那个在我醒时 指挥我反抗恶势力 而使不为仇敌所成的理智 到哪里去了 他是否跟着我的眼 也封闭了 是否跟着我的感官 也折眠了 可是 有时 当我们酣睡时 我们也反抗 不忘记我们的决心 始终如一 绝对不肯投降 还有一个极大的分别 在睡眠时 假使我们抗争失败 醒来的我们 感觉不到什么不安 因为我们虽也表示深切的歉疚 但明明知道 我们是战场 我们却不是败仗的负责者 全能天主 你的手 岂不能医好我灵魂上的一切维靡 岂不能赐以特恩 约束那野性意外的跋扈 主 希望你多加我恩宠 使我的灵魂能脱离欲情的牵连 跟着我直到你身边 不再自己攻击自己 永远解决那个有丑恶的印象 在肉躯上激起可耻的冲动 而不再顺从希望这一类的诱惑 就是弱小的 经不起睡下去时神智清明者一击的诱惑 总不要再在我身上或现在或将来引起一种兴奋之情 主你是全能的 你能赐给我们出乎我们意料的恩宠 这对你有什么难 仁慈之主 我的环境还没有改好 一面为了你给予我的恩责 我跳着怕着 一面为了我的缺点 我痛着哭着 希望你慈善的甘霖佩然降下 使得我的内陵外驱保持他们圆满的和平 直到那个我用死换来的胜利吉日 第23章 食欲 还有一种我们天天逢到的诱惑 天主希望这是最后的一种 我们饮食为弥补我们每天消耗的精神 这个经常的工作 到那天到那食物胃口同遭毁灭 我们的需要神妙地得到满足 腐败的肉躯开始永远不朽的一天才会停止 这种需要对我是示意的 我摘戒同他周旋 终于压服了我的肉情 我用快乐去驱逐痛苦 即可是痛苦 假使没有食粮的滋补 他们能燃煮杀害我们 慈悲的你安慰我们在痛苦中 食海路空大量供给我们各种生活用品 饮食原是件麻烦的事情 可是我们仍觉得快乐 你教训我们是饮食如药物 当我一生里的要求 走进宝玉的途中 狡猾的贪涛 常寻击喜击 这是条必游之路 这是条快乐之路 饮食所以维持生命 可是贪涛常追随着 设法诱人违反养身的目标上他的圈套 我们应当晓得 养身的食粮和寻乐的食粮 是不同的足以养身的食粮 未必足以寻乐 甚至有时我们会问 饮食的要求是从正当的生理来的呢 还是从贪图快乐的心理来的 在这个疑问前 我们的灵魂觉得兴奋 因为贪图快乐的罪 没可在生理的要求下得到宽恕 我天天努力抵抗这种诱惑 我也常常求你扶我 不要陷落 在这种难以解决的问题中 我每来求你知道 我的天主训道我说 无贪吃滥饮 沉眠你们的心 我没有醉过久 忘人慈的你总不要允许我犯这种病 相反的 我曾贪吃过几次 也忘仁慈的你不要允许我重蹈覆辙 因人是软弱的 假使没有你的支持 谁都不能屹立不摇 我们求你的事情 你常凯然允落 就是我们不求你的事情 你也赐给我们 这每在时候 我们才发觉 我从来没有喝醉过酒 可是我认识若该已经回头 饮食淡薄的酒鬼 从来没有喝醉过酒的人 和喝醉过酒 而现在已改过的人 都该承认 这是你的功绩 我又听见你说 无在偏情后追逐 因脱离有罪的快乐 我很爱听你下边的一句话 我们吃 我们多不到什么 我们不吃 我们也少不了什么 这就是说 那样东西既不会使我丰富 也不会使我贫乏 还有一句话 在我所有中我知足 我富 我也活 我穷 我也活 有了你的鼓励 我什么都能干 这是天使的姿态 我们尘土 当作别论 主 愿你记得 我们是尘土 人是你用泥土造的 他曾一度沦亡 你却拯救了他 保罗宗徒如同我们 也不过是尘土 他自身也没有什么力 那句我爱听的话 有了你的鼓励 我什么都能干 是你默契他写的 请你鼓励我 使得我能干 请你先给问你要求我的东西 然后随你要求吧 保罗承认 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给他的 当他自明得意 他总不忘归功于主 另一个圣贤求你说 请你扫除我的口腹之欲吧 至圣天主 从此可知 你命人做的事情 也是靠你完成的 完善的父亲 你教训我 为洁净的人 什么都是洁净的 可是吃足以起人一斗的东西 是不妥当的 你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在谢恩声中用的东西 都不应当丢掉 食物本身 并不使人们接近天主 谁都不该为了饮食 而择吃我们 总之 食者不要轻视不食者 不食者不要批评食者 这是我学习来的 我主 我的天主 我感谢你 赞美你 你曾打动我的耳骨 光照我的心灵 请你拯救 我于一切诱惑之中 我不怕食物有什么不结 我只怕贪饨龌龊 罗亚什么肉类都吃 以利亚食肉 以恢复他的精神 约翰是个有名的苦修者 他吃蝗虫 他也没有染的什么不解 以扫为了一碗豆羹而受骗 大卫为了杯水而自责 我们的君王 不在瘦肉上 而在面包上受了魔鬼的试探 天主指责徘徊在荒野中的犹太人 不是为了他们要求肉食 却为了他们求食而抱怨了他 我在四面楚歌中 天天抵抗饮食的御兰 色欲可以 而且我已根本予以解决 食欲则不是这样 我对我的口腹当加以激乐 有时紧些 有时松些 可是主 谁能饮食完全终结呢 假食准能的话 他当是伟大的一个 他当称养你的圣名 我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个罪人 但是我也称养你的圣名 愿那个征服世界的人 耶稣为我的罪过 在你台前多多祷告 也把我列在他妙身的孱弱肢体中 为了你的眼 注视着他身上患病的各部分 准都要登记在你的册子上 第24章 秀观 香水香粉 对我已不发生什么影响 不在我眼前 我也不去寻 在我眼前 我也不讨厌 但我终身可气质如必喜 至少我以为这样 不晓得我会自己骗自己吗 可怜 一层黑暗包裹着我的心灵 使我无法认识他的真面目 我的毅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我实在不敢固定 只有经验可以证明他的真情 为了这点 谁都不能自以为固入磐石 今世的生活到处充满着危险 恶人可变为好人 好人可变为恶人 你的仁慈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唯一的依靠 唯一的保证 第25章 听观 耳朵的快乐 一度诱惑落拢了我 可是你总解除了我的置局 拯救了我 现在我还当承认 当我听到一个诸侯 及徐和拍的 唱起铿锵的圣曲 我仍难免神仪 可是我要的话 我就能予以打消 这些曲调和你圣经上的话 大成一片 而且这些话 犹如曲调的灵魂 因此他们要求在我心里 占一个上等的位置 可是我仍难于 给他们一个相当的位置 有时我觉得 我给他们的位置太好 我又觉得 这些圣经上的话 在歌唱声中 比在普通的淡话中 更能剧烈地 深刻地打入我的心脏 灵魂的千情万绪 在声音和歌曲内 都能找到相对的响应 我不知道 它们中间存在着一 种磕磨神秘的关系 五官的快乐 不该削弱灵魂的经历 他屡次玩弄了我 他不敢做理智的侍从 一副主人的派头 随意奴役理智 那么我在不知不觉中犯了罪 事后方才明了 有时我防患防得太紧 甚至有一把大卫诗篇温柔的取掉 一律于以利尽 不准再与我和教会人士的耳骨相接触 我认为亚历山大理亚成主教 阿塔纳西乌斯的办法是适当的 他叫人家唱诗篇 在音符的高低上 不要有剧烈的变动 于是他如此歌唱 简直与朗诵无异 我记得我刚回头时 听到圣歌 我每会替死滂沱 现在歌词比曲调 更能打动我的心 并且我也承认 只要声调是纯洁高尚的 歌咏实在是件有益的事情 我曾一度徘徊在听官的快乐 和良好的曲调中间 我虽没有一定的见解 我却袒护圣教会歌咏的习惯 因为动听的歌声 可使薄弱的神情变为浓厚 假使曲调比歌词更动我的心 我就认为这是种罪恶 应当受罚的 在这场合之下 我宁愿听不到歌声 这是我现在的心理 你们心中怀着善念 想立功劳的人 请捅我何 为我痛哭流涕 你们对于这一切都是门外汉 所以这一切绝对不能感动你们 可是 你 主 我的天主 求你俯听我 眷顾我 联系我 医治我 在你的眼里 我为我是个谜 这也就是个弱点 第26章 事观 未结束关于肉情的诱惑 现在 我来谈 事观的快乐 希望 众热心的教徒 组织你的宫殿个分子 能听我的自我检讨 我虽百般皆探 渴望 早进天堂 我仍四面受敌 我的眼爱美丽其异的形式 鲜艳光耀的色彩 希望他们不要迷惑我的灵魂 希望我的灵魂只知仰慕天主 那些东西 他做的这样好事天主创造的 可是他 不是他们是我的目标 白天黑夜 只要我醒着 他们就来麻烦我 不让我安宁 我的安宁 有时是从和谐的声调 有时是从万籁俱计的家境来的 那个一切颜色的王后 照耀世间的一切的光 白天里 随我在那里 就是我在忙碌不想他的当 他仍百般地符吻我 惨媚我 他的魔力是难以形容的 少了他一刹那 我就觉得需要 他离别了长久一些 我就会发愁 当之此外还有一种光 这是托比所见的光 他牧师名之后 只是他儿子生活的道路 他踏着爱德的步子 在前走着 永不迷路 这是以撒所见的光 那个盲目的老翁 在祝福中认识了他的两个儿子 在错误中 祝福了他的两个儿子 这是雅各所见的光 灿烂星光之下 年老力衰 目光模糊的他 在他的儿子身上 遇见以色列民族号 大光明的前途 当约瑟领着两个儿子来到老人前 较大的站在右边 小的站在左边 请他祝福的时候 他竟别惧双眼 神秘地横插两手 把右手放在四孙头上 左手放在长孙头上 这是真光 独一的真光 见和爱真光的人们 相互打成一片 至于上边我所谈的行光 他用危险的温存 你最担心俗悦的盲人 可是创造万物的天主 你知道 有些人也只利用行光来趁养你 不让他们的灵魂陷于昏睡 我希望是这样的一人 我抵抗眼的花桥 我怕在向你的道路中 前进的脚会遭到缠绊 我向你张桌眼 求你铲除我族前的曼草 肯你予以铲除 因为我时有受半岛的危险 主 以色列的保护者 永远醒着的你 请你不停地救我于危机中 人们用各式艺术 精巧的技术设计 各种衣鞋器皿 和各种古里古怪 跃出正轨的图画雕刻 在本族已迷目的东西上 又增加了一大堆 他们注意于外界的 自创的工程 却忘掉了内心的 造成他们的主宰 又消灭了他在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呢 我的天主和我的光荣 我在这里 我还找到了割送你的资料 我还赞美那个为我牺牲者 因为那些精艺术家的首脑 得以实现的东西 还是从那个美的泉源里来的 美的泉源高于我们的灵魂 我的灵魂日夜景仰它 创造艺术的人 都晓得在这美的泉源里 寻求美的标准 却不晓得寻求使用的原则 可是这个原则 不因他们的忽略而不存在 假使他们也注意的话 他们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将为你而努力 将不专于伤神的快乐上费心 我谈这些真理 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也豁于这些艺术 可是 主 你总救了我 救了我 你的仁慈藏在我目前 我可怜的堕落 你仁慈的拯救了我 你救了我 有时因为陷落上前 我还不觉其苦 有时因为恶习已深 我也难免痛苦 第27章 事关的又一表演 肉欲在贪图各样决性的快乐 人远离天主 做了他的奴隶 此外 在人灵魂上 还有一种更行险恶的欲望 他也经过五官 可是他的目标 不再给他们快乐 而在利用他们寻求经验 这个空虚的好奇心 美其名曰科学 曰知识 既然欲望的要求 再求认识 而事关是认识的重要门户 这种欲望 在圣经上 就成为沐浴 实在 看饰演的天职 可是 我们运用别的四官的时候 我们也没会说看 我们不说 你听怎样火花四射 你闻怎样光明如画 你曾怎样发亮 你摸怎样发光 可是我们不但说看 火怎样发光 这是演的专职 我们还说看 这是什么声音 看 这是什么气味 看 这是什么滋味 看 这是怎样印的 为此 从五官得来的经验 统称沐浴 看是演的天职 说别的观也看 不过类比而已 我们从此也可以分明 在五官的觉察中 有快乐 也有好奇 快乐的对象 是美丽 和谐 芬芳 可口 柔和 而好奇的对象 是反面的 这并不是为了他爱苦辣 只为了他要认识 要经验 看一个千创百孔 令人作恶的死尸 有什么快乐 可是 假使这里横着一个死尸 民众自然会来评调 虽他们 还怕事后 会梦见这凄凉的一幕 请问 谁强迫他们去看 事前 他们岂能相信会 看到什么美丽悦目的东西 关于别的四官 也是一样的 我不想赘述了 剧场内各种古怪的表演 也无非是从好奇并来的 好奇并以我们研究 我们以外的秘密 认识这些秘密 一点也没有用 人们只为认识而认识 好奇并 在同一的目标下 促人运用那个腐败的科学 魔术 好奇并 在我们教会里 使人纯为了要满足他的痴心 去忘世天主 要求他发圣迹 救援我的天主 在这充满危机的丛林里 我靠你给我的力 我已斩除了不少的荆棘 并已平之于心灵以外 在这险恶封构生活漩涡中 何时 何时我能说 现在什么诱惑 都不能迷我的眼睛 引我的注意 动我的好奇心了呢 是的 戏剧已不在我心上了 星辰的运行 我也不注意了 占卜 我再不去问津了 五花八门的魔术 已使我头痛了 我的天主 我应该是你的中途 可是魔鬼常催促我 要求你显奇迹 现在 我用耶稣君主 和纯洁的耶路撒冷的名义 恳求你 使以离圣魔杖的我 离开 它越远越好 可是 当我求你恢复一人的康健 我的目标是大不同的 主 我求你继续使我服从你的圣意 可是 每天还有许多不足重视的智节 来试探我们的好奇心 我们的失败 谁能加以计算 几次 我们纯为了友谊 或为避免使人难受 去听人家的闲音闲语 而结果听出滋味来呢 我虽再不到剧场里去看跑狗追眠 但偶在田野中 看到这种狩猎的镜头 沉思凝想的我就会被他分心 我虽不知离开原路 可是我的心已被吸引了去 假使我不就此警觉 收敛我心 我可能呆呆的张口望着 我还说什么 在我独居斗士 忽见壁虎捉苍蝇 或蜘蛛缠绕 那投入他网中的小虫 我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那边去 那些小虫的把戏 还能引起我的好奇心 接上去 我就赞美你 你是造物主 奇妙的统治一切 可是 当我分心走意之时 我并没有这种思想 迷途之反是一件事 总不陷落又是一件事 我的生平充满着这种弱点 我的唯一希望是你的极大仁慈 我们的心里包藏着这类的祸殃根 我们的祈祷每被打断或骚扰 当我们举心向你祷告之际 那些胡思乱想就会涌人我的脑海 我也不知他们是从哪来的 竟会冷不防地打断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 这些缺点是否当看作无足轻重的东西 我的希望是什么 不就是你老已明满天下的仁慈吗 你已展开了我的回头之路 这个规划的工作到了什么程度 你也明白晓得 你先医好了我复仇的偏情 解脱我情欲的桎 使我将来能满瞻你的慈祥 保偿你的恩德 你为压制我的骄傲 使我擅负你的恶头 你给了我畏惧你的心理 我现在负着 我觉得正如你所许的 他是甘疑的 实在他早是甘疑的 不过当我怕背他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这点 主只有你在行使威权的时候 没有半点傲气 为了你是独一的真主宰 你以上再没有什么主宰可说 请问此生我能否从 骄傲中解放出来 骄傲之徒又要人爱他 又要人怕他 因而觉得一种快乐 实在这并不是快乐 可怜的生活 讨厌的空场面罢了 人家所以不爱慕你 不敬畏你 这也是理由中的一个 你呢你择斥骄傲的人 爱护谦虚的人 你向世俗的奢望怒吼 山岳的根基也要震动 在社会中 我们高贵的职位 会使人爱我们 或怕我们 征服的仇敌 紧紧跟着我们 绝用以打倒我们 他用这种虚荣做诱饵 散在我们族前 又我们失去 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骗 他要我们抛弃 基于真理的快乐 寻求基于狂妄的快乐 这样我们不乐于为你 却乐于带你受人爱 受人怕 这样因他的同化作用 我们和他 虽没有什么有爱可言 我们和他却共同受苦 他把他的王做 放于凛冽的北风中 使得我们冒着寒冷的黑暗 崇拜你恶意的模仿者 主 我们是渺小的一群 请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看待吧 请展开你的两翼 使得我们得到一个避难所 希望你是我们的光荣 希望我们为你而受人爱 为你的圣训而受人怕 违反你的禁令 寻求人们送羊的人 审判的日子 得不到他们的辩护 也免不掉你的刑法 受赞美的不是怀恶意 做恶事的人 赞美当归于你给愚人的功绩 假使一个人重视人家的赞美 而轻视那个赞美所由来的功绩 这个赞美仍阻挡不住你的责致 这里赞美的人 胜于受赞美的人 因为赞美的人所注意的 是天主的功绩 受赞美的人所注意的 是外来的虚 第28章 傲骨冷冷 主 我们天天不停地在风雨中受吹打 人的口舌是日常熏至我们的火炉 你要我们在这点上自行节制 主 请你先给问你要求我的东西 然后随你要求吧 你晓得 为这件事 我怎样向你屁气悲好 我还不明了这种不俗 在我身上究竟澄清到什么地步 我很怕那些你所认识 我还摸不清的前世力 对于别的诱惑 在一定的程度下 我尚能在我身上看个明白 可是对于这种诱惑 我的观察力几乎等于零 为测量我对于淫乐和好奇心的抵抗力 只要看那些偏情来进食 我的意志怎样予以驱逐 去远时我的心灵怎样予以怀念 我们寻求财物 为满足三欲之一 或三欲之二或三欲之三 假使一个拥有财博的人 要知道他是否轻视财博 为尝试起见 他尽可把财博抛去一次 为表示我们不受荣誉的奴役 我们是否应当活一个古怪的 不尽人情的性命 使认识我们的人都轻慢我们 这是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假使荣誉是良好品行的天然同伴 那么我们既然不应当放弃良好的品行 也不应当放弃我们的荣誉 可见为测量我们对于一样 失去宝贝的心理或冷淡或焦虑 非先失去它一次不可确定 主 关于这种诱惑 我当怎样向你坦白 我很爱荣誉 可是我更爱真理 假使人家问我 我愿陷入旁门左道而受人尊敬 意愿坚持真理道德而受人鄙弃 我会当机立断向那里去的 可是我很不愿意为了人家的称阳 我对于我所做的一样好事更觉快乐 不过我应该承认人家的称阳 能增加我的快乐 如同人家的毁谤能减虚我的快乐 这是我的弱点 当我感不安 我就以为有了借口 这种心理究竟有什么价值 主 只有你知道 我呢 我每为死而烦恼 你叫我们修杰德 不要忘爱 你也叫我们修义德 指定爱的对象 你不但要我们爱你 还要我们爱旁人 我听到人家准确的鼓励 我就喜欢 因为我感觉他有前途 有进步 我听到人家的毁谤 我就难过 因为这是违反正义的 有时我感到不痛快 因为人家赞美我的 正是那个是我讨厌的 或为了把无足轻重的东西 探作无价之宝 从此 我也明了 我的不痛快 是为了赞美我的人的见解 违反我的见解 原来他的利益 不在我心上 我所以更觉满意的理由 只为了我身上那些 忠我义的优点 也忠旁人的义 从利益角度看来 假使我得到的赞美 同我的见解不合的活 换句话 假使人家赞美的 正是服我义的 或正是我最不以为义的 那么 那个赞美 不算真的赞美 在这点上 我是否还犹豫不定 归根结底 依据你的真理 我爱受赞美 当为了旁人的利益 不当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我是否到了这个程度 我不得而知 在这点上 你比我认识的更确切 我的天人 我求你展开我的灵围 献出真面目 使得同情于我 窗上的兄弟们 见而为我祈祷 求你知道 我做一个更严密的自我检讨 假使我受赞美的时候 真为了旁人的利益而动心 那么 为什么旁人受毁谤的时候 我少动心 而我自己受毁谤的时候 多动心呢 为了吗 我和旁人同受违反正义的攻击 而对于我所受的攻击 更愤愤不平呢 这点我岂是意识不到吗 为此 我是否应该说 我哄骗了我自己 我是否在你前 用心口卖了真理 主 这种疯狂 请你感叹远扬 因为我深怕 我的言语 不要成为一种 专服我头的罪恶的相友 我是一条可怜虫 一个穷小子 我的好处 就在暗中好气 自送自成 追求你的仁慈 直到我的缺陷被填满 可以获得 桀骜之目所 看不到的和平材质 从我们嘴里出来的言语 和我们显着的行为 能引起一种 非常凶险的诱惑 这种诱惑 是从爱慕荣誉的心理产生的 它为标榜我们的身份 常寻求浮夸的赞颂 这种诱惑 在我们做自我检讨的时候 在我们的自我检讨里 每能屹立不遥 一位虚荣的妙 妙在轻视虚荣中有虚荣 实在 在轻视虚荣中求虚荣的人 并不轻视虚荣 因为耀武扬威的人 一定不会轻视光荣的 第二十九章 自满自足 在我们的心灵里 心灵的深处 还存着别一个同类的诱惑 它使人直高气扬 自满自足 不管人家的青眼或白眼 而且绝对不管人家 衬心不衬心 自明得意的人们 最使你讨厌 无论他们或以恶为善 或把来自你的善当做自己的善 或虽承认你的善 而仍归功于自己 或虽归功于你的圣宠 而怀着醋意 不与人同乐 在一切风波中 尤其是在这种风波中 请看我怎样心惊遥遥 我觉得我还会受侵害 可是你就要予以救济的 真理 你常与我同行 指导我什么当舍 什么当取 我呢 我也尽我所能 把我的潜见报告你 求你执政 我运用我的五官 在可能范围内 持躯于宇宙中 我在我身上 观察那个 使我五官活跃的性命 然后 我进入我记忆的唐奥 它是异常复杂 异常丰富的 惊奇呐喊的我 认为没有你在那里 我什么都分华不出 最后 我也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你 在我巡礼的路上 一一努力予以甄别 加以批评 查问了五官供给的资料以后 我去研究 别的和我打成一片的种种 我也不忘检点 直思传递的五官 在那无穷的宝库里 有的我特语提出 有的我仍让他们躲着 谁做了这一切 不是我 不是你 这是我的一种力 你 永流的光 我研究万有的物体 性质 价值 你是我的指导 我听你的训令 在这习以为常的工作里 我寻得一种乐趣 它是我百忙后的休息所 遵照你的命令 南北奔走的我觉得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靠山 在你那里 我凌落的情绪 可以冲击 连一个也不会失掉 有时 你在我心灵里 鼓起一种非常甘意的情绪 假使它到达顶点 它一定不是此生的产物 可是很快的 我又堕入可怕的陈王 我的恶习又围着我 控制着我 我哭也没有用 恶习的担子是很重的 我能去的地方 我不要去 我要去的地方 我不能去 真可怜 真可怜 从此可见 我为什么把三欲 引我犯的罪过 叙述如下 同时也可见 怎样我求你回春之手 医治我的创伤 我虽心伤 我仍看见你的光耀 我设伏在你神光之下喊道 谁能生到那里 我被丢在远离圣母之地 你是真理 你是万物之王 气量狭窄的 我不愿意失掉你 可是同时也不愿意放弃虚伪 说谎的人 媚于对事情的真面目 也不愿意茫然无知 我失掉你 因为你和虚伪是不能并存的 第三十章 不通的路径 未同你和好 我去找谁做我的中宝 是否当去寻天神 用什么稻文 什么礼仪 我听说 不少的人 在自力宣告失败之后 曾去走这条路 为了他们过分热忱于什么神的显现 中陷入迷魂阵中 他们寻你 他们一掐傲气 满怀空学问 不时垂胸忏悔 他们吸引接近他们见解的士族有利分子 造成一堆胡群狗挡 纵横持躯 滥用权威 在这环境内 他们寻求足以澄清心灵的中宝 哪里找得到 可怜狡猾的魔鬼 摇身一变而为光明的天神 就得广失伎俩了 为了他没有血肉 他针对有血肉的傲物 另具一种深刻的吸引力 他们是要死的 有罪的 你呢 主 他们傲傲然想联络的你 是永生的 无罪的 为此 那个人天见的中宝 当一方面有点像天主 一方面有点像人 假使他指向天主 那么离人太远 无法尽他中宝之职 至于那个假中宝 他在你神秘的批准之下 玩弄骄傲的人们 他和人们相同的 不过是罪恶罢了 他向他们表示 他有和天主共同支点 为了他没有死亡的肉躯 他就自夸是永生不死的 当知死亡是罪的后果 赴罪的他 当于赴罪的人类 在同一命运下 受永死之法 第三十一章 不步的中宝 根据你奥妙的仁词 你差下了一个真中宝 你要人们效法他 自卑自贱 这个人天见的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他正站于众人和 永生至义者的中间 他如同人 可以死亡 他如同天主 没有罪过 性命和平是义德的后果 靠义德他亲近天主 他消灭了忏悔的罪人的死亡 他也接受了人类死亡的命运 古教的圣人赖他将来的苦难得救 我们赖他已受的苦难得救 为了他是人 他才是入天间的中宝 单凭他圣言的地位 为了他等于天主 三位中的一位 而且是独一的天主 他不能做中宝 慈善的父亲 你怎样爱我们 你为我们罪人 竟不惜牺牲你的独子 你怎样爱我们 你使圣子和你立于同等的地位 而无僭越之罪 他竟听命至死 钉死十字架 他是我们该死的人中 独一自由者 因为他可以舍生取死 又可以舍死取生 他在你前 为我们又是圣江 又是牺牲 他是圣江 正为了他又是牺牲 他在你前 为我们又是司祭 又是祭品 他是司祭 正为了他又是祭品 他是你生的 他是我们做奴隶的 一跃而为你的儿子 而他反做了我们的奴仆 为此我绝对相信 为了他坐在你的右边 为我们转达 你将治好我的一切疾病 不是这样 我就要失望了 我的疾病又很多 又很重 可是你的钥匙还要坚强呢 假使圣子不降生为人 据我人间 妄扬星探之后 我们会想 他是绝对不能和我们打成一片的 想到我的罪 我惶恐 看到我的苦 仿佛我压的气都透不过来 于是我计划避人旷野 可是你阻止了我 你壮我的胆说 基督为众人死 使生者不为自己而生 然为为众人舍生的基督而生 主 我把我的忧虑委托于你 比得生活而赏识你法律的种种妙计 你认识我的鱼鲁 我的软弱 请你教训我 医治我 一切智慧学问的宝库 潜藏在你的独生子身上 他用自己的血就赎了我 愿傲慢之徒 不要再诽谤我 我常纪念赎我的代价 我看他当作我的饮食 贫穷的我并以分之于众 愿饥饿之罪 能和我同得保育 而使寻求无主的人们 终得歌颂他 第一章 奥古斯丁的义务 主 无穷是属于你的 我跟你说的一切 你早已知道 临时发生的事情 你起临时才知道吗 那么 我为什么还要多话呢 这自然不是为了你不晓得 而我来报告你 不 这不过为使 在我的和念我书的人们的心里 能引起一种更热烈的爱 使得同声呼道 主是伟大的 最应当受赞美的 我已说过 我还要说 我这样做 为了我要对你以爱还爱 我们祈祷 可是真理告诉我们 天父晓得你们的需要 早在你们请求之前 我们向你披露我们的罪过 和你驾驭我们的恩惠 就是披露我们的心灵 使得你完成你的善功 我们结束我们的悲剧 而享受你的幸福 你教训我们要安平 要良善 要哀痛 要可慕正义 慈慧待人 要心静 要和平 这样 我尽我的心力 向你叙述了一大堆东西 这不是在你督促之下进行的吗 无主 我的天主 你是完善的 你的仁慈是永远的 你的各种训惠 警告 安慰 指导 驱策我向教民宣传你的言论 这一切的一切 我的突笔 怎够予以描写呢 假使可能的话 我怎肯放松寸金一般的寸音呢 我久蓄意研究你的圣经 提出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 叙述与揭露你给我的光明 和我自身的黑暗 直至你的宠力 牢笼了我整个的偏情 必要的身心休息 和做完了我职内外的事物之后 余下的时间 我都愿意用在这个工作上 主 我的天主 请府听我的祷告 求你的慈悲实现我的希望 这并不是只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也为了我的弟兄们的好处 主 我是如此 别无他意 请允许我把我的言语思想 为你能做的一切奉献于儿 但是还求你赐我 我要献给你的一切 因为我是一贫如洗的穷鬼 你是最丰富的 求你周记的 你必予以振救 你是没有忧虑的 你常顾到我们的需要 求你洗出我嘴唇内外的一切冒失虚妄 我希望在你的圣经里 找到纯洁的乐趣 我也希望不要为了我的糊涂 自误且误人 主 求你保护我 可怜我 主 我的天主 你是盲目者的光 弱者的力 你也是明目者的光 强者的力 求你回顾我的灵魂 倾听他发自幽谷中的呼号 假使你的两耳不在幽谷中 我们到哪去 呼吁呢 白日是你的 黑夜也是你的 光阴在你指挥下流着 请你给我充分的时间 是能研究你圣经的宝藏 你的圣经之门 信物在敲门者前 予以封闭 这些浩凡神秘的卷子 写来不是没有目标的 这些森林中 其没有游戏饮食 时来时去的迷路 主 请你在我身上 完成你的事业 又请把那些傲指启示我 你的言论是我的快乐 你的言论是我种快乐的精华 求你给我所爱的 我实在爱它 我爱它 这是出于你的恩赐 请勿放弃你的恩赐 请勿藐视你虚首灌溉的小草 在你的圣经中 我寻获的一切 我都要向你提供 希望听到赞美的歌声 我能热恋着你 瞻仰圣经中所在的一切美妙 从开天披地开始 直到同你永留神国的建立为止 主 请你可怜我 和俯听我的祷告 红尘中的一切 金银宝石 鲜衣华福 荣誉权味 肉情的快乐 此生的幸福 都不在我心上 实在 为那些寻求天国正义的人们 这一切也都不少 主 我的希望从此可见一斑 虽人们给我叙述了他们的快乐 可是 那些快乐 和你的圣经 是漠不相关的 圣经 是我的希望源泉 圣父 请你看 细看 并加以鼓励 希望你的仁慈之目眷顾我 希望你的圣经之门 在我敲扣之下 能应声而起 我靠五主耶稣基督 你的儿子 坐在你右边的人子 你和我们之间的中间的 我切切地求你 在我们还不晓得寻觅你的当 你用他来寻我们 这无非在我们发见后 使我们去寻你 我求你 一 我用圣言的名义 你用它造了万物 我自然是其中之一 二 我用你独生子的名义 你用它叫信中做你的义子 我自然不在例外 三 我用坐在你右边者的名义 它为我们转达 它是智慧和学问的总宝库 我在你圣经中寻的 就是它 摩西论它时写道 直言的就是它 直言的就是真理 第二章 唯一的老师 最初你造了天地 主 请你指导我明了这句话的意义 写的人摩西早不在了 他离开了今世的你 去见后世的你 现在他也不在我眼前 假使他在这里的话 我要接近他 询问他 用你的名义 请他揭露他的秘密 我要洗耳恭听他 假使他说犹太话 他的话只是我的耳边风 打不进我的理智 相反的 假使他说拉丁话 我会懂他所说的 可是 我怎样会知道 他说的是真理呢 就是我知道的话 真理是否从他来的 不 这是在我理智的唐奥里 那个不带任何色彩的 犹太的 希腊的 拉丁的 蛮邦的 真理 告诉我的 他不需起灵于口舌自音 他会对我说 他说的是真理 然后 我立刻会坚决肯定的 向你的忠仆说 你说的是真理 可惜 我无法问他 那么 真理 我只有问你了 当你讲他说的是真理的当 你充满了他的心 我的天主 我不问你 问谁 求你宽赦我的罪果 请你使我明了 你叫你忠仆所说的 第三章 天地是受造的 天地在前 仿佛呼着 他们是受造的 因为他们在变换 不受造面自有的东西 不能平天一样 他从前没有的事物 不是这样 他就变换了 他们仿佛又呼着 他们不是自有的 假使我们有 就为了我们是受造的 我们自己不能造自己 因为在造的工作前 我们先应当存在 这是个动若观火 无法否认的真理 为此 主 他们是你造的 你是美丽的 因为他们是美丽的 你是完善的 因为他们是完善的 你存在 因为他们存在 可是他们的美善 存在 不能和他们的造物者之美 善 存在 相提并论 比起你来 他们可说不美 不善 而且不存在 我们晓得这一切 我们当归功于你 我们的学问 同你的比起来 简直是愚昧无知 第四章 一言而万有受造 可是你怎样造了天地 为做这样伟大的工程 你可用了什么工具 你不像一个普通的工匠 运用它的相像力 改变一样物体为病一样物体 这种能力也是你造的 它把各种模样 表现在早已存在的一种物质上 或土或石或木 这一切 假使你不造它 它何从而来 济湿的肉身 它指挥肢体的灵魂 它运用的物质 它艺术的天才 它计划的实现 它灵敏的手法 它审美的观念 都是你赐给它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称扬你是造物主 可是你怎样造了万物 我的天主 你怎样造了天地 自然你不是在天地中 在空中 更不是在天地包有的水汽中造了天地 你不是在宇宙中造了宇宙 为了在宇宙受造之前 没有什么它可以侧身的地方 你手中也没有什么 为造天地用的东西 那个你用以造化的物质 假使不是你造的 是哪里来的呢 什么物体 不是从你的物体来的呢 你说了一句话 就有万物 你用圣言造了万物 第五章 天主的圣言 可是你怎样说了话 是否像那彩云中发来的声音 这是我的钟爱之子 这个声音响了就停止 开始了就结束 它的字音 一而二 二而三 而至最后的一个 震荡了就沉寂 这明明是一种受造之物的动作 宣传你永远的临时机关 这些刹那间过去的话 是从耳朵传人理智的 理智之耳 倾听着你的永远圣言 理智把这些临时的话 和你永远沉寂的圣言 两相比较之下 认为这是另一件事 绝对这是另一件事 这些话远在我上 他们既请客逃去 不可算什么 可是天主之言 永远存在我上 假使你用临时的 可以听到的话 命有天地 假使真的你这样造了天地 那么 未有天地之前 已有一种物质的东西 运用它的动作 临时传步这个声浪 可是 未有天地之前 没有什么物质可言 假使有的话 一定也是你造的 而且你造它 不会像你造天地 起灵于络绎的声音的 这个中间的物质 无论怎样 假使不经你的造化 绝不能存在的 可是 你用什么话 做了那 你用以说那些话的物质 你这样叫我们认识圣言 它在你所在的地方 它如同你 也是天主 它永远存在 一切永远已由它决定 这里没有什么前后 什么继续可言 一切是同时永远宣布的 不是这样 就要有时间性的变动 那么就不是真永远 真永生了 我的天主 这我已知道 为此我感谢你 主 我知道 我称养你 我想爱护真理的人 一定会和我同声赞颂你的 主 我们晓得 一样东西死 就是它在存留之后 停止存留 生 就是从乌有中间开始有 你的圣言 实在是永生永远的 在它 没有什么过去和继续 你永远并同时说 你的永远圣言所说的一切 你所说的 行将实现 你用圣言造物 可是 诸凡受造的东西 并不同时 也并不永远存在 主 我的天主 我问你 为什么这样 我虽懂得一点 我却不知怎样解释 一切开始有的东西开始有 和停止有的东西停止有 是否为了你永远的理智认为 或当开始有 或当停止有 但是当之 在你的理智里 没有什么潮来潮落的 这个理智 就是你的圣言 无上原则 它也训导我们 在圣经里 它进了人的嘴 同我们谈话 它的话震动人们的耳骨 使得他们吸氧它 在内心寻觅它 在永远的真理中找到它 那是这个完善的 不一的大师 对于他弟子们的作风 主 这里我听你的声音给我说 训导我们的 才算真的和我们谈话 不训导我们的 虽和我们谈话 等于不谈话 实在训导我们的 只有不变的真理 受造之物的教导可贵 再能引我们接近永远的真理 当我们站在永远的真理前 听它指导的时候 我们才算真的受训 我们听到新郎的声音 觉得兴奋 因为它把我们归于原主 它是无上的原则 假使缺了它 我们怎能迷途知返 当我们从迷途中归来 我们晓得我们归正 这个认识当归功于它的训导 因为它是原则 同我们谈话的就是它 天主你在这原则中造了天地 这原则就是你的圣言 你的儿子 你的德能 你的智慧 你的真理 为此 你的言行是奇妙的 谁能最明了这个奇妙 谁能予以庆数 那个随时光照我 攻击我心 而不损伤 它的是谁 我觉得又恐惧 又热爱 我恐惧 为了我不像它 我热爱 为了我像它 是的 智慧随时光照我 扫除我的云雾 可是 假使我不自振作 重重的黑暗 又要来笼罩着我 百姓之中 我的毅力逐渐消逝 甚至无法维持我的善愿 主 假使你不来连事 我的罪恶 抑制我的摔腿 我怎能再齐力呢 你从腐败中 救了我的性命 你的慈民鼓励了我 你的恩宠 满足了我的希望 青年的我行将焕然一新 如同强壮的鹰 在希望中 我们得了救 我们耐着 期望你实践你的约 谁能的话 我请他静听内心之言 我根据你的圣训 我抱着一望之臣呼道主 你的事业 是何等辉煌的 你用你的智慧做了一切 它就是原则 在这个原则里 你造了天地 第六章 几个难题 那些给我们说 下边几句话的人们 当还怀着臣服的怪胎 天主在造天地之前做什么 假使他闲着 没有行动 为什么不继续空闲下去呢 假使有个时期 在天主 发生了一个新的动作 新的意志 未造那个未造的东西 那么 怎能谈真的永远 实在天主的意志 不是重受造之物 他在重受造之物前 早已存在 没有造物主的意志 什么都造不起来 天主的意志 就是天主本体 假使在天主的本体内 发生新的东西 那么 天主的本体 不能说是永远的 假使天主 永远要受造之物存在 为什么受造之物 不是永远的呢 第七章 永远的借词 智慧的天主 神灵的光明 说这些话的人们 还不懂你是谁 还不懂你对内和对外的一切工作 他们很愿意了解永远的妙地 可是他们的思想 还在过去将来的波浪中 沉浮着 谁能控制和镇定这个思想 使他倾向不变动的永远光辉 然后 在犹豫的暂时和不变的永远前 他会觉得前者与后者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无论多么长时间 是逐渐的 一点点积极起来的 相反的 我们谈永远 算术中和的问题 是差不尽的 因为水远是整个的现在 他也会觉得 将来逐过去 将来跟过去 将来过去 都是永远产生出来的 谁能控制人的思想 使他站着观察 怎样永远是持久不变的 怎样他虽没有将来过去 他却确定将来和过去 我的手能做到这点吗 我的话 我的嘴 我的手 能否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 第八章 难题的答案 请看我对于那个问题 天主在造天地之前做什么 的答案 我绝对不愿再掀出那个 战人为逃避这个问题的滑稽答案 他为哪些讨论这种妙利的人们造了地狱 看清楚是件事情 说笑话 又是件事情 不 我绝不这样答复 假使我不知道 我宁愿说不知道 我不愿讥讽问难的人 也不愿赞许做诡辩的人 最后我要说 你是我们的天主 一切受造之物的造物主 假使天地二字指一切受造之物 那么 我敢说 天主在造天地之前 没有做什么 假使做过什么的话 那样东西也当包括在受造之物的范围内 我满望认识一切与我有益的事情 如同我明明知道 没有你的造化 怎有受造之物 假使一个浅见之徒 或于错谬的观念 惊奇地认为 你 全能的天主 电造和掌管宇宙的你 天地的创造者 在这大工程开幕前 你历久闲游着 我希望他赶快从梦中醒来 发现他惊奇的对象是空的 既然你是世纪的创造者 那么 在你造他们之前 无数的世界怎样能过去呢 时间还没有受造 怎能有个时间呢 假使它不存在 它怎能过去呢 既然你是一切事件的创造者 那么 假使在你造天地之前 有个时间 怎能说你闲着呢 这个时间 也是你的手计 没有一个时间 在你没有造它之前 能流逝吗 假使在没有天地之前 也没有时间 那么 为什么要问你在那时做的工作 因为 没有时间 怎有那时 不 你在时间前 不是个时间问题 不是这样 你就不是永远在时间前 你永远在时间前 你控制将来的时间 因为它们将来 它们来了之后 就成过去 可是 你是永存的 你的岁月是不会过去的 你的岁月 不去也不来 我们的岁月且去且来 才能都来 你的岁月为了长存着 是同时并存的 它们为了长存着 也不过去 也不受来者驱赶 我的岁月当记述过去 你的岁月犹如一日 你的日子并不天天掉心 这是个永远的今天 这是没有明天的今天 这是个没有昨天的今天 你的今天就是永远 你生了一个和你同事永远的儿子 你给他说 今天我生了你 一切时间是你创造的 你在一切时间之前 时间不能在一个时间内 没有时间 第九章 时间的分析 所以没有一个你不工作的时间 因为时间也是你造的 没有一个和你一样永远的时间 因为你永远存在 假使时间永远存在 时间就不是时间了 那么 时间究竟是什么 谁能简易地给他一个解释 关于时间 谁能有一个清晰的观念 谁能把这个观念写出来 可是 在我们谈话中 时间的观念 在重观念中 不是最习惯最熟悉的一个观念吗 我们谈时间 自然我们懂得 什么是时间 当另一人谈时间 我们也同样领会 那么 时间究竟是什么 假使人家不问我 我像很明亮 假使要我解释起来 我就忙无头绪 可是我敢大胆说 假使什么都没有 那么 也就没有现在的时间 可是过去和将来 这两个时间是怎样的 过去已不在 将来还没有 现在 假使永远是现在 不流入过去 那么 就不是时间 而是永远了 为此 假使现在是时间 当流入过去 怎么我们能说 它存在 正为了它的要素是过去 可是我们不能说 这是一个时间 为了它奔向乌有相去 我们说长时间短时间 这是对过去或将来而言 一个长的过去 比方百年前 一个长的将来 比方百年后 一个短的过去 比方十天前 一个短的将来 比方十天后 可是 那个不存在的东西 怎能或长或短呢 因为过去已不在 将来还没有 我们为准确起见 应当说 时间是长的 过去曾是长的 将来将是长的 主 我的光明 在这里 你的真理 不要笑人的鱼鲁吗 那个长的过去 长在它过去以后 意在它还存在之时 自然 它只在 它存在的时候 能是长的 它一过去 就没有了 绝对乌有的东西 怎能是长的 那么 我们不能说 过去的时间 曾是长的 因为过去是零 零怎能有长短 那么 我们可以说 现在的时间 当是长的 因为它是长的 就在它是现在的 它若不流入过去 它能是长的 可是 一流入过去 它就化为乌有 它就不能是长的了 呀 我的灵魂 现在能否是长的 你既有它的观念 又能测量它的过程 你将怎样答复我呢 现在的一百年 是个长时间吗 第一 你当看 这一百年 是否是现在的 假设第一年 还在过去 那么 它还是现在的 可是 其余的九十九年 还当来 那么 还不存在 假设现在 轮到第二年了 第一年寄过去 第二年却存在 可是 别的还当来 在这百年中 所以我们把那一年 看作现在的一年 在它前的 当然已过去 在它后的 还当来 那么 百年不能同时 是现在的 那么 现在的一年 是否是现在的 假设第一个月 是现在的 别的月还当来 假设第二个月 是现在的 第一个月 已过去 别的月 还在无有之乡 那么 现在的年 不是整个的 现在存着 那么 这个年不能算是现在的 因为一年包括十二个月 一个月是现在的话 别的月当是或已过去 或上未来 那么 这个月不能算是现在的 可算现在的 只有月中的一天 假设第一天是现在的 别天都当逐渐来 假设最后的一天是现在的 别天都已过去 假设中间的一天是现在的 那么 它前有过去的日子 后有将来的日子 请看 现在的时间是什么 这是唯一可称为长的时间 它也不过一天罢了 假设我们在研究那一天 它也不是整个的现在的 一日夜共二十四点钟 对第一终点炎 后的二十三终点 是当来的终点 对最后一终点炎 前的二十三终点 已经过去 中间的终点介于若干当来 和已过终点的当中 这个独一的终点 是由许多分秒组织成的 试问再来去的分秒以外 现在的时间 还剩多少 假设有一个不可分的分秒 那么 只有这个时间的一点 可成现在 可是 这一点的来去是很迅速 甚至没有经过可言 假设它会经过的话 在它身上 就可以分将来和过去 当之现在的是 没有过程的 那么 哪种时间有长短可言呢 是不是将来 可是我们不说将来是长的 因为将来还不存在 我们说 这将是长的 那么 乃时将是长的呢 现在 它既没有来 它没有可以称长道短的地方 就是将来 它进入了现在的阶段 根据上面的言论 它也没有什么 可以称长道短的地方 可是 主 我们觉得 时间有前后的过程 假设我们把它们彼此比较起来 我们要说 有的长 有的短 假设我们把两种过程比较起来 我们要说 这个比那个长若干 这个比那个长两倍 或三倍 或相等等 可是我们测量时间 根据我们良心的感觉 只在它过去的时候 过去已不存在 将来尚未存在 我们怎能去测量呢 除非我们认为 零是可以测量的 为此 正在过去的时间 是可以测量的 已经过去的时间 它既然是乌有 是不能测量的 天父 我摸索 我不能肯定 我的天主 请你辅助我 指导我吧 时间可分为三种 过去 现在 将来 这是谁都不敢否认的 这是我们童年时所学的 我们成年后 转译教授儿童的 三个时间中 只有现在存在着 其余的两个时间 都在乌有之相 也许我们可以说 它们也存在 可是 从将来变为 现在的现在 我不知它 是从哪个 象牙之塔里出来的 那个 从现在变为 过去的过去 我不知它 到哪个 西天乐土上去的 预言将来的人 假使将来不存在的话 在哪里看见它呢 人怎能看见 不存在的东西呢 谈过去的人们 假使他们的故事 不在他们的脑海中 怎能是真实的呢 假使过去是虚无 怎能可以发现呢 那么 将来和过去都存在 主 我的希望 请你使我心平气和 继续我的工作 假使将来和过去都存在的话 我愿意晓得 它们躲在哪里 假使这对我还是不可能的 至少我知道 不论他们在哪里 他们也不是将来 也不是过去 而是现在 这怎样说呢 因为将来 从将来的观点看 它还不存在 过去从过去的观点看 它已不存在 为此 不论他们存在哪里 怎样存在 他们的存在 只为了他们 在一种观点下 还是现在的 当我们深述过去 那个从我们记忆里来的 并不是已经过去的事实 而是事实的观念 事实观念的代表 言语 事实经我们的五官 在我们的脑海里 留下一种相对的印象 这样 我的童年 如别的过去 已经过去 可是当我记忆它 我谈论它 我在现在看见它的影像 因为这个影像 还存在我记忆中 预言未来 事情是否也是这样 预言者是否已见到 将来事情的现象 我的天主 我承认 对于这点 我一无所知 我知道的是 平常我们总计划 将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个事前的计划 是现在的 那个计划的实行 既然是将来的 还不存在 当我们开始我们的计划 且已讨论实行 实行就存在 存在的实行 已不是将来 而是现在 不论这神秘预见的性质怎样 人能看见的 不过是存在的东西 现在存在的自然不是将来 而是现在 当人家说 预见将来 并不是说 已见将来未来的东西 人家看见的 恐是那些事情的原因 事情的先驱现象 他们已存在 他们为预见者 已不是将来 而是现在 这样 他们就帮助他预言将来 这些已经存在的观念 预言者已在自己的脑海里 一一看到 这里 可从许多例子中 举出一个来 我看到黎明 我预报太阳将东升 我看到的是现在的 预报的是将来的 所以 不是已存在的太阳 而是它将来的上升 可是 这个上升 假使在我脑海里 没有它的印象 如我现在所说的 我怎能预报呢 当之我所看见的黎明 不是太阳的东升 在太阳前的黎明 也不是那个 在我脑海中的印象 可是 我仿佛看见 两者联系的存在 于是我 雕能报告将发生的现象 将来还没有 假使它还没有 就是它没有 它没有 人不能看见它 可是 根据现在的和可见的现象 人能为它预先做报告 可是 你 万物的主宰 用什么方法 报告人将来的事情呢 你曾把将来的事情 告诉了先知们 对你是没有将来的 你怎样报告他们呢 最好换句话说 你怎样把已经存在的 报告他们 而使他们认识将来呢 因为不存在的东西 是不能报告的 我承认你的作风 我完全无从捉摸 太玄妙了 只靠我的力 我实在不能了解 但靠你 我的神木之光 在你允许之下 我也许会明答的 第十章 时间分析的结论 现在我已明了 将来和过去都不存在 我们说 时间分三类过去 现在 将来 说的更准确些 三种时间是 过去的现在 现在的现在 和将来的现在 这不过是个类比的说法 这是我们思维中 三种不同的观察 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过去的事情 于现在是记忆 现在的事情 于现在是直觉 将来的事 于现在是等待 假使我能这样说 我认为有三种时间 时间有三种 过去 现在 将来 我们继续这样说吧 这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习惯 只要大家否认 将来已存在 过去还存在 我不愿多事计较 在我们的谈话里 绝对的准确性很少 我们用的语调 往往是有缺点的 可是 人家都明了 我们要指出的东西 第十一章 新的难题 刚才我说 我们测量时间 正在它过去的当 那么 我们说 这个时间比那个时间 要大一倍 或彼此相等 我们测量时间 我们也指出 时间部分中的比例 我在上面已说过 只有过去的时间能测量 假使人家问我 你怎样知道 我要答到 我知道 因为我测量过 可是 怎能测量不存在的东西呢 过去如同将来 不是都不存在吗 那么 没有距离的现在 我们怎样能测量呢 我们测量它 正在它过去的当 过去之后 它既不存在 怎能受测量 人家测量的时间 人家测量的时间 从哪里来的 经过哪里 到哪里去 从哪里 不从将来 从哪里 经过哪里 不经过现在 经过哪里 到哪里去 不到过去去 到哪里去 从还不存在的那里来 从哪里 经过不可捉摸的那里 到乌有的那里去 可是 我们测量时间 不是在空间中 进行的吗 论时间关系的时候 我们说一倍 两倍 三倍 相等 或别的差别 这是谈时间的空间 流动的时间 在什么空间中 我们去测量它 是否在将来中 奈得它当出发 与经过的地点 可是 还没有存在的东西 不能受测量 是否在现在中 那个它当经过的地点 不过没有空间 怎能测量 是否在过去中 奈得它 当去沦没自己的地点 可是 不存在的东西 怎能受测量 第十二章 波云雾 为解释这个大谜 我的心觉得很焦急 主 我的天主 完善的父亲 在这些又习见 又玄妙的问题上 请你不要封闭 我的研究之门 主 请让我深入 在你仁慈的光明中 从事研究 关于这些问题 我去问谁 向谁去暴露我的余尘 最好向你 因为我热烈地 学习你的圣经 你从没有冷眼看我 请你给我我所爱的 我爱 也是为了你的缘故 我的天主 给我吧 你给予你的儿子们的 一定是好东西 给我吧 我为促你赐给我 从开始到现在 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用基督 诸圣之圣的名义 恳求你 使谁都不能做梗 我信 为此我说 我终生的希望 在瞻仰主的福乐 你给我的许多岁月 一一过去 怎样我不知不识 我们谈时间 还在谈时间 某人谈话谈了好久 做事做了好久 这我好久没有看见 这个字音很长 那个字音很短 这个时间比那个时间大一倍 这一切 我们自己说 听见人家说 我们懂 人家也懂 这是很清楚的 可是 也是很黑暗 很分歧的 第十三章 时间的真意 我听见一个学士说 时间就是 日月星辰的运动 我不能赞成 假使真的这样 时间为什么 不是别的一切物体的运动 万一天上的星辰 停止运动 而一桃像的轮子 还在转动 那么 轮子的转动 就不能用时间去计算了 我们就无法说 轮子转的有时快 有时慢 有时维持着同一的速率 有时转的长 有时转的短 那么 我们谈话 不能在时间中进行了 那么 我们用的字音 不能有长短的分别了 因为长字音占的时间多 短字音占的时间短 我的天主 请你用一个简单的辟语 使我们对于大小的事情 有若干公共的见解 天上的星辰是年纪月日的标识 这是不容疑惑的 我绝对不会说 这个小轮子的一转 代表一天 可是那个学师不能说 这样的轮子旋转 不代表什么时间 我想认识的是时间的要素和性质 根据时间 我们可以说 这个动作比那个动作要长一倍 一天 不单是太阳临照的时间 白天的时间 而是太阳从东方出发 回到东方的时间 我们说若干天 若干天 黑夜也算在里头 既然日子是由从东方出发 回到东方的太阳行动完成的 我要问 完成日子的 是运动呢 亦是运动的时间 或许同时又是运动 又是运动的时间 日子是否只是太阳的运动 那么 假使太阳在一点钟内 可以回到它的出发点 一点钟就是一天了 日子是否是运动的过程 假使太阳先后东升 中间的距离 素为一点钟 日子就要不存在了 或许太阳当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奔走二十四次 未完成一天 是否又是运动 又是运动的时间 那么 假使太阳在一点钟内 完成它的路线 或从一个清早到另一个清早 继续停止二十四点钟 人家不能说日子存在 为此我要问的 已不是日子是什么 而是时间 测量太阳旋转的时间是什么 普通我们说 假使太阳在十二小时内 完成它经常的路线 就比本来的时间要缩短一半 再把这两个时间比较之下 我们要说 第一次太阳旋转的时间 比第二次太阳旋转的时间 是二与一之比 希望人家不要给我说 时间就是天体的运动 从前太阳一一个人的请求 曾中途停止 让它完成它的战功 可是时间仍在前进 因为战争是在预算的时间内完成 我认为时间是种延长 可是我究竟看见没有 或许不过我以为看见 你是光你是真理 请你在这问题上指导我 当人家说时间是个物体的运动 你是否要我赞成 一定不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脱离时间而动的 这点我明了 这是你说的 至于物体的运动就是时间 那我不懂 而且这也不是你说的 当一个物体动的时候 我用时间从动开始 到动完了 测量它动的长短 假使我不看见它开始动 不看见它停止动 那么我无法测量它整个动的长短 它零散的动 假使我看见的话 自然我还能予以测量 假使我看见它动的长 我只能说它动的长 此外 我才不能多说一句 因为准确的测量 不能脱离比较 比较之下 我才能说 这个动经过若干时间 比那个动多两倍 假使在空间 我们能指出 一个动的物体的起点和终点 或是它在一个圆周上 运动时逐步经过的个点 我们能说 这个物体 或它的部分 从一点到另一点 用了若干时间 这样 一个物体的运动是一件事 它的运动过程的测量 又是一件事 谁都知道 两者之间 哪个当成为时间 我们说 一个物体不规则低动 时快 时慢 时停 完全是对时间的 动停的过程 动停过程的多少 不问我们测量的准确或约模 都是根据时间的 那么 时间明明不是物体的动了 主 我承认我不懂时间是什么 可是 我也当承认 我在时间中说话 我好久在谈时间 那个好久 也无法是时间的过程 我既连时间也不认识 我怎样能认识时间的长短 这是否为了我所认识的 我不知表示的缘故 可怜 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的天主 你明白知道 我并非说谎 我的心口是同的 主 我的天主 请点起我的灯 光照我的黑暗 当我的灵魂 向你说我测量时间 这个我的自白 是否准确 主 我的天主 是的 我测量 可是 我不认识 我测量的东西 我用时间测量物体的运动 我也测量识问 一个物体的运动 运动的长短 从起点到终点的时间 假使我不测量时间 我怎能测量它们呢 可是 我用什么去测量时间 用一个较短的时间 去量另一个较长的时间 比如用一轴之长 去量一柱之长一个距离 我们用短的过程 去量长的过程 我们厚的过程 比前的过程大两倍 我们用诗句去量诗的长短 用韵脚去量诗句的长短 用字音的多少 去量韵脚的长短 用短的韵脚 去量长的韵脚 我们的测量 不是在白纸上进行的 因为我们测量的 不是空问 而是时间 假使字音由发出而过去 我们说 这首诗歌是长的 因为它包含若干诗句 这个诗句是长的 因为它包含若干字音 这个字音是长的 因为比那个字音 要长两倍 就是这样 我们还不能这实测醉时间 因为一句念得慢的短诗 比一句念得快的长诗 历史可以更加长 关于一首诗 一个韵脚 一个字音 我们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 最后 我认为 时间是种延长 什么东西的延长 我不得而知 假使不是心灵的延长 我更要莫名其妙了 我的天主 我问你 当我说 或笼统地说 这个时间比那个时间长 或确切地说 这个时间是那个时间的两倍 我测量什么 我知道 我测量时间 可是 我不测量将来 为了它还不存在 我也不测量过去 为了它已不存在 那么 我测量什么 是否是正在过去的时间 而不是已经过去的时间 这在上面 我已说过了 第十四章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 我的灵魂 请注意 请切实注意 天主是我的辅导 造我们的是他 不是我们自己 请看真理起来的方向 比如 一个声音开始震动 持续 终于停止 化为乌有 它动的前 在将来之中 为了它还不存在 它不能受测量 现在也不能受测量 为了它不存在 那么 只在它震动的当 为了它存在 它可以受测量 现在也不能受测量 为了它不存在 那么 只在它震动的当 为了它存在 它可以受测量 就是当时 来来去去 它也不是静的 它的可以测量 是否为了这一点 正在过去的 似占据着若干 可以测量的时间线 至于现在 是没有延长的 假使它在这个阶段内 可以测量 请看另一个假设 另一个声音开始震动 继续震动 不停地震动 我们快予以测量 因为它停止震动后 就要过去 不能再受测量 快予以测量 测定它经过的长短 可是 假使它常常震动的话 测量是不可能的 因为测量的对象 是它开始震动 和停止震动间的一段过程 大家知道 只有起点中点间的一段过程 是可以测量的 一个还在震动的声音 所以不能测量 理由是很显明的 只要它不停止 我们不能说它长 说它短 说它比另一个或相等 或长一倍 或长两倍 可是它一停止震动 它就停止存在 那么 怎能测量 可是 我仍测量时间 那么 我们所测量的 不是那个还不存在的 也不是那个已不存在的 也不是那个没有过程的 也不是那个没有界限的 那么 我们测量的 也不是将来 也不是过去 也不是现在 也不是正在过去的 可是 我们还在测量时间 天主 万物的创造者 这个诗句 是由八个长短参姿的声音组成的 一 三 五 七 是短的 二 四 六 八 是长的 长的比短的 长的要长一倍 这是我们的口耳报告我们的 这是很显明的 我用短的去量长的 我觉得长的比短的长一倍 可是字音的发出 先一个 后一个 逐渐来的 假使短的先来 长的后来 我怎能留下短的 当作单位 为量那个比它长一倍的字音呢 而且我量长的字音 只在它声浪停止之后 可是 它停止之后 是它已不存在了吗 那么 我量 我量什么 那个短字音 我测量的单位在哪里 那个 我要测量的长字音 又在哪里 长的短的 都在空气中震荡过 散播过 现在已过去 已不存在 可是 我测量 我根据我口耳的报告 我晓得 长的是短的一倍 这自然 是在它们过去后 才能得到的结果 它们既不存在 那么 我测量的 不是它们 而当是深流于我记忆中的印象 那么 我的心灵 我的测量时间 是在你那里进行的 请你不要问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请你 也不要为了你所得 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议论 而寝食不安 我再跟你说 在你那里 我测量时间 过去的东西 在你那里 留下一种印象 我测量的 就是那个 还存在的印象 而不是它的 已经过去本身 那么 或者 时间就是那个 或者我测量的 竟不是时间 怎么 我们也测量休止 我们说 这个休止的过程 等于那个声音的过程 我们首先当注意 那个声音的过程 未能把它做工具 去测量休止的过程 为明了诗歌文章间 声调过程的关系 我们不一定要去朗诵 就是 不动唇舌的没诵 也可得到 同一的结果 比如 某假药 发出一个相当长的音 并且在他的思想里 预先决定他的长短 他在静默中 思考他的行程 再把这个计划 交于记忆之行 然后开始发音 而音的振动 到预定的界限就停止 我说什么 这个音虽挤振动 还要振动 因为已过去的已经振动 而留着的还要振动 它这样全部过去 而现在的行为 总将来到过去 过去因将来的消逝而增长 将来洁尽之时 一切就成过去 将来还不存在 怎能递减 至于枯竭 过去已不存在 怎能旧居丰富 是否为了在我们的记忆中 目目相继的当 同时存留着等候 注意 纪念三种行为吗 等候的对象行到注意前 就变为纪念 将来不存在 怀都不否认 可是将来的等候 早在心灵中 过去不存在 谁都不疑惑 可是过去的印象 还存在记忆中 现在是流动的一点 没有空间 那个不相信 继续的注意力 使行将过去的东西 走入乌有之乡 长久的不是将来 为了将来不存在 一个长久的将来 就是一个长久的等候将来 长久的不是过去 为了过去不存在 一个长久的过去 就是一个长久的纪念过去 比如 我要唱一支 我能背诵的歌曲 开始之前 我等候着它 开始之后 过去的一一 从我记忆里起来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两点上 一 记忆 这是对于已经背诵出的 二 等候 这是对于我将背诵的 可是 我的注意力长 站在岗位上 使得将来的变为过去的 在这个工作 进行的路上 搜索见松弛 记忆见丰富 待搜索全部停止 我已经完成的工作 重归于记忆之中 对那整个的歌曲是这样 对那歌曲的各部分 小而至于每个字音 也是这样 再扩大出去 对一个大的工作 工作的各部分 对人的整个生活 生活的各部分 对人类的历史 历史的各部分 也是这样 第十五章 结局的默想 灵灵落落 我的生命可算什么 你的仁慈远在重生命之上 你的手 因无主人子之功 收纳了我 它是独一的 你和我们人类的中宝 它运用一切 在一切之中 使我因它把握那个 因它已把握我者 从此跳出红尘 归向于唯一的你 从此忘掉幕后 不管将来过去 只管现在 勇往之前 追求天香的得胜之 到了那里 我将听到你的夸奖 和你的不来不去 永远存留的福乐 那时 我将在你的范畴里 拥有一个坚强的体质 那时 我将不会再颠倒 在那些无谓的问题之中 天主再造天地前做什么 在前 他既没有做什么 怎样他想做起东西来呢 主 请你光照他们 好好意想他们所说的 当之总没有 在时间还不存在的当 是没有意义的 说人总没有做什么 和说人没有一个时间做过什么 不是一样的 希望他们懂得 在万物创造之前 没有时间可言 请他们不要再胡周了 希望他们注意现实 承认你在时间还没有存在的时候 早已存在 你是一切时间的创造者 没有一个时间 一样东西 就是它存在时间之外 也不能像你是永远的 主 我的天主 你的秘密里 有多少的扬长取经呢 我的罪恶 把我放逐到 不知哪个天涯海角 请医治我的两眼 使得他们在你喜乐的光明中 张开来 假使有个人 学问广博 实践高原 能认识过去将来 如同我能熟悉最普遍的民歌之一 这个人一定要是我崇拜惊奇 将来过去的一切 他都一目了然 如同我唱那支民歌的时候 唱过的 所剩的也都一目了然 普世的造物主 众生灵的造物主 我绝对不想对于将来过去 有个像你的认识 你的学问是无穷奥妙的 我们听人家唱一支歌曲 我们一面等待将来的音调 一面记着过去的音调 那么在得到的不同意向下 我们才能感到不同的情绪 可是 对你不变的永远 神魂的造物主 不会发生这种情形的 最初你洞察天地 你的理智不受改变 同样你造了天地之后 你的行为 也没有增减 希望懂这点的人赞扬你 希望不懂这点的人也赞扬你 呀你是何等伟大的 可是你却爱住在谦逊的人心里 希望你扶起堕落的人们 支持现在站着的人们 不置颠仆 第一章 古经的难懂 主在这匮乏的生活里 在你圣经上的训话 敲我心门的当 我的心里是复杂的 为此人类可怜的理智 差不多常有说不尽的话 搜寻比获得更费事 要求比得到更冗长 寇门比取物更足以疲劳人的手 可是你已答应了我们 谁都不能作梗 假使天主帮助我们 谁能阻挠我们 求则得密则祸 寇则为辱开启 这些都是你的诺言 这是真理的诺言 谁还担心受骗 第二章天卖天 卑微的我像尊贵的你承认 天地是你造的 是的 我所见的天 我所踏得地 和我的尘土之身 都是你的首计 可见 主 哪里是天外天 如诗篇的作者所称的 天外天是属于主的 地球呢 它已给予人们 那个我们看不见的天在哪里 比起它来 我们所见的 无非是尘土 这个以地球为中心的有形世界 虽不是尽善尽美的 也有它足以迷人的相貌 可是比起天外天来 我们的苍天也不过尘土而已 这两个硕大的物体在我的大地 赴我的苍天 比那个不属于世人 只属于天主的天外天 都可称为尘土 第三章 黑暗的深渊 这一大堆物质是看不出的 没有组织的 在这浩浩无垠的深渊里 没有半点光明 没有一点情色 魏斯尼说 黑暗笼罩在深渊上面 黑暗是什么 不是光明不到之处吗 假使光明已存在 而不照耀普世的话 它藏在哪里呢 在它没有存在的当 黑暗的存在 就是光明的不存在 黑暗所以当道 正为了光明的没落 这正如同没有声音的地方 只有寂静一般 那么说寂静存在 等于说声音不存在 主 这个向你呼吁的灵魂 从你那里学习了这一切 主 你告诉我 在这一大堆明完的物质 还没有形色 没有变化的当 没有色 没有形 没有肉躯 没有神魂 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绝对的乌有 这是一堆不具形色的混沌罢了 第四章 无定型的物质 这堆混沌是什么 怎样能使那些天资迟钝的人们 对他有个认识 最好找一个大家喜用的名字 我想 深渊大地最为适当 深渊大地 在造化中所占的地位 自然积不到有光明的高级物体 那么 为什么这堆不美而将称出万美的混沌 我不要称他看不出的和没有组织的土地呢 在我们的理智 对于这个问题 寻求我们感官能了解的一个答案的当 他会说 这不是个可想的模型 如生命 如正义 因为具体之物的质 这也不是个可觉的模型 因为无形无相的东西是见不到 绝不到的 在我们的理智这样思量的当 他努力在不认识中认识它 可是在认识中仍有不认识的 第五章 关于这种物质的一个观念 主 假使我当用我的口舌笔墨 叔叔你教我关于这物质的一切 它的名字 对我已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东西 就是同我谈这个物质的人们 也都茫然无知 我用一大堆的方式 想去形容它 结果还是失败 在我的想象里 纷纷扰扰 起伏着各种丑恶可怕的模型 这些形象虽丑恶可怕 但总是模型 那个我所称的混沌 它不是没有模型 可是 那个它承载我目前的模型 这样的古怪 只使我神智模糊 感官颠倒 这个自成一体的模型 同别的完善的模型 比较起来是不像样的 理智报告我 设想一个绝对没有形象的东西 或把一个东西的形象全部包去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形象都没有的东西 是不能存在的 换句话 它就是乌有 借在乌有和有形象中间的怪物 又不是模型 又不是乌有 又不是没有形象的东西 也不是个近乎乌有的东西 我想从一个模型 变为另一个模型 自有它一定的过程 可是这个过程 不能是乌有 我要确切的见解 我不要猜测之词 假使现在我的笔舌书写出你 关于这问题 告诉我的种种真理 听我话 看我书的人们 谁能坚持到底 明了而后已呢 我的心灵为表示它的感谢 将不停向你唱赞美诗 可是你的启示 也是无法诠释的 变动的东西的变动性 使它接受种种不同的模型 变动性是什么 有形的呢 还是无形的 像神体呢 还是像肉体 假使能说的话 我要说 这是一样乌有而有 不存在而存在的东西 可是它总该应有种物体 才能接受各种可见的 复杂的模型 第六章 无定型物质的来路 无论如何 这个物体 如同别的物体 都是从你来的 可是一样东西 向你的程度愈低 和你的距离也愈大 这里我们不谈空间的距离 主 你是绝对不变的 永远一样的 你是圣 圣 圣 全能的主 天主 你用你所定的原则 和你所生的智慧 从乌有中造了东西 你所造的天地 不是从你的性体里分出来的 不是这样 要有一样等于你的独生子 和等于你的东西 不从你产生的 不应当等于你 于三位一体 一体三位的天主 你没有用别的东西 你只用你的智慧造了天地 你从乌有中造了天地 地在整个的宇宙中 不过沧海一宿 你是全能美好的 你造的大天小地 也是美好的 你从乌有中造了天地 一个接近你 一个接近虚无 一个只有你在它的上面 一个只有虚无在它的下面 主 这个天外天是你的 至于那个 你给予人类 供它享受的地 不是现在 我们所接触的地 它早是看不出的 没有形象的 它是个深渊 它的上面 没有半点浮光 黑暗笼罩深渊 黑暗弥漫在深渊的内外 我们现在所称的深渊 中温藏着可以看见的水 水的深处也有光 由于其中的虫鱼都得想见 可是这堆没有任何形象的混沌 极等于虚无 可是它已有接受形象的能力 主 你从一团混沌造了世界 这团混沌是你从乌有中造的 从这极等于虚无的东西 你造了千奇万妙 使我们称赏 这个有形的苍天 把水分了开来 在你造了光之后第一天 你一眼而它就存在 它照在地上又照在海上 海是你在第三天 总久已存在混沌中制造出来的 你先造了天外天 然后造了天地 至于这个地球 开始时不过是一团混沌 既然看不见又没有秩序 完全包裹在黑暗中 从这团混沌 即等于灵的混沌中 你造了这常在变化的世界 这个变化使我们能了解和测量时间 从混沌中来的万物变化 使我们认识时间的面目 第七章 起初为什么不谈时间 为此圣神 你仆人的导师 只教他写你造了天地 没有教他论诗 神圣的三位一体 最初你造的天外天 四是有理智的 他虽没有你的无穷 却有一种仿佛无穷的无穷 他摘扬你的福乐 他稳定不变 受造之后 他一心羡慕你 逍遥于万物之杀 至于那个混沌 你也不算在你的日程中 没有模型 没有秩序的地方 什么也不来 什么也不往 没有往来的地方 没有日子 没有时间 第八章 啃刺光明 真理 我心的光明 希望同我讲话的 不是我的黑暗 我倾向他们 我目光发暗 可是在这个深渊的底层里 我还是热烈地爱你 在我的迷途里 我还是想念你 我听见你的声音 在我背后 唤我归来 可见 为了我喧哗的偏情 我没有听得清楚 现在 我上季接不着下气 我游到你的活水里来 希望人家总不要绑我起来 让我引着活着 希望我的生命 不是由我而来的生命 我犯罪 我活得不好 我为我 简直是个死亡 你复活了我 谈吧 交吧 我深信你的圣经 可是经内的话是深奥的 第九章 以往得到的几个观点 主 你用强有力的声音 给我神魂之耳说 只有你是永远的 是永生的 因为在你身上 模型 动作 一点没有变化 你的意志 也不随时间而变动 因为一个不停变动的意志 不能是不朽的 为了你的光明 这点我看得非常清晰 希望这个光明还要加强 使得我在你闭印之下 把你的默契 深深的明刻于我心中 主 你又用你强有力的声音 给我神魂之耳说 一切的物质性体 都是你造的 可是它们的所以有 和你的所以有 是出然不同的 除掉乌有 除掉被逆你的至尊 偏爱卑贱事物的罪恶 一切都是从你来的 任何罪恶不能妨害你 也不能扰乱 上上下下 你所定的各种秩序 这点我也看得非常清晰 希望这个光明还要加强 使得我在你闭印之下 把你的默契 深深的明刻于我心中 主 你又用你强有力的声音 给我神魂之耳之说 比如有样受造之物 你是他唯一的福乐 他冰晶欲节 随时随地 决意侍奉你到底 他全心向你 他在你永远的现在吧 不忘将来 不管过去 时间的进展 环境的变换 什么他都不愿 假使这样的东西 实有的话 他也不能像你是 同样永远的 假使这样的东西存在的话 他当怎样兴奋地 仰慕你的幸福 做你永远的福地 接受你的光明 这个历久不渝 满辈你幸福的福地 这个同坐天明的天使 在沧桑之天以外 和和睦睦 互相缔结的 金银神体 成为属于主的天脉天 是最适宜的 希望在这辽远的下土上 窜流的灵魂 能明了这点 希望他可念你 他的酸泪 已变为他的饮料 你的天主在哪里 他也不管人家的难题 希望他向你要求 终生住在你的家里 他的生命就是你 你的日子就是永远 你既不变 你的年头也就是永远 希望 假使可能的话 人灵都明了 你的水远 架在一切时间之上 因为你永远的福地 虽不同你同样水远 但为了它和你坚久的结合 是没有什么沧桑之变的 为了你的光明 这点我也看得非常清晰 希望这个光明还要加强 使得我在你避印之下 把你的默契深深地明刻于我心中 我觉得 在那些下层之物的变化里 存着一种没有模型的物质 我想 只有黑白部分的糊涂虫 才会对我说 假使取消一切模型 那个没有模型的 万物由它化成的物质 还能产生时间的沧桑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变化 哪里会有时间 没有形象 哪里会有不同的物类 第十章 时间以外 经这样观察之后 我的天主 在你许可的范围内 且在你催促我扣门 而你给我开启的前提下 我觉得 在你的造化工程中 有两样东西 虽不同你同样永远 却不隶属于时间 一样很完善 它从没有停止想见你 什么变化都不能来扰乱它 它虽不变 可是能变的 一样是没有模型的 为此它没有静动 不受时间的约束 可是它的混沌性 没有永久存在 为了你最初造了天地 可是地还是看不见的 没有组织的 黑暗笼罩在深渊之上 圣经用这几句话 描写了混沌 使那些学士知道 没有模型的东西 不就是乌有 从这堆混沌里 当铲除苍天 一个可见和有组织的大地 美丽的水和别的一切 这个工程 这一切由于活动 与形象有规律的变化 都受时间的控制 最初 天主造了天地 地势看不见的 黑暗笼罩深渊之上 我的天主 我听到这些圣经上的话 我觉得你不说日子 这是你要我明了 这里的天 是指天外天 神明之天 它的知识是整个的 不是凌落的 它不在迷雾里 镜子中看东西 它看东西不是一时这样 一时那样 可是它同时面对着面 彻底了解一切 我也明了 这里的地 是只看不见的 没有组织的 和不受时间的变化 控制的天 只有时间的变化 能产生那么这样 没有模型 不能谈这样那样 最初 天主造了天地 为了圣经上 没有日子 这里的天 是指样完善的东西 就是天外天 这里的地 是指样没有模型的东西 就是看不见的 没有组织的地 圣经上说 第二天 天主造了穷仓 就是天 从此 可见前面的天诀 不是后面的天 你的默契是玄妙的 你把最肤浅的 很亲切地告诉像 小孩一般的我们 我的天主 这是何等深奥的 何等深奥的 人家看到你的默契 总要且敬且爱 且战且味 我深恨他们的仇敌 你为什么不用双刃的剑 全部予以歼灭呢 我愿见他们为己而死 比得为你而生 可是 除了仇敌以外 还有一等称赏创世纪的人们 给我说 你的注解是错的 莫锦摩西写的圣神 不要人家这样去懂 你讲的是错的 只有我们讲的是对的 我答应他们说 我们的天主 请你做我们的评判员 第十一章 斗争 真理用它强有力的声音 告诉我神魂之耳 关于造物主的永恒性 它物体的绝对不变性 和它的二二一的物体和意志的同一性 主 你看 这怎能错误呢 天主的意志 不是朝三暮四的 他要的东西可以无穷尽 他要的东西的实现 可以贯通古今 可是他只要一次 他的意志是不变的 他并不有时要这样 有时要那样 从前不要的东西 现在他不会再要 从前他要的东西 现在他不会不要 因为不是这样 他的意志将是一个变动的意志 变动的意志 不能是永远的 当知天主是永恒的 真理用它强有力的声音 告诉我神魂之耳说 将来的东西一实现 我们的等候就变为直觉 一切过去之后 我们的直觉就变为记忆 移动的理智是能变的 能变的东西不能 是永恒的 可是天主是永恒的 这些我聚集连贯起来的 真理招是我 我的天主 永恒的天主 用他万古不变的意志 造了宇宙 他的智慧 是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 你们反对我的诸位朋友 你们以为如何 这一切是否错误 没有错误 你们恐怕要说 那最末还有什么 那么一切已拥有形象的物质 和一切能接受形象的物质 它们的物体 不是从那个最美善 无上的自存之物来的吗 我们也不否认这点 那么你们否认什么 你们否认有样高贵的受造之物 它一片冰心 热爱真的 正真永远的天主 它虽不是永远的 它总不离开 不被弃它 它不受时间的沧桑诱惑 它常安然瞻仰着 那个无上的真理 天主 它既一些爱慕你 它看到你 它就满意 它不理你 也不想自己 这是天主的府地 没有一点沉俗气 没有一点苍天的无质气 它完全是无形的 它分成你的永远 因为它是永远没有斑点的 你在无穷是之事造了它 你制定的法律 是永远不变的 可是它是受造之物 它是有始的 智慧是在一切受造之物前造的 智慧存在之前 没有什么时间可言 我们的天主 这里 我们自然不谈圣负的智慧 这个智慧绝对等于圣负 并于无始之始 同它一起有的 这个智慧 这个原则 就是你用来造天地万物的 我们只谈那个受造的智慧 那个聪明的神体 它因的你的光也变了光 它虽是受造之物 它已被称为智慧 可是 如同光源和和反光 不得并驾齐驱 创造的智慧和被造的智慧 也不得相提并论 我们都晓得 使人做义人的义德 和做义人后获得的义德 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被称为你的义德 你的一个中途 没有这样说吗 使得我们在它变为天主的义德 为此有个受造的智慧 它是一个聪明的神体 它住在上天的圣城中 它是自由的 永远的 那个天 就是赞颂你的诸天之天 天外之天 我再说一次 在这智慧存在之前 没有什么时间可言 可是 在它没有存在之前 已有永远的造物主 它是由它来的 我说造物主先存在 不以时间为依据 而以它的受造为依据 我们的天主 从此可知 它是怎样受造的 它和你各有各的性体 是截然两物 它虽能永远瞻仰你的圣容 在它身上 和在它存在前 还没有时间 为此 它是绝对不变的 可是 它有别一种变动性 能使它回到寒冷的黑暗中去 假使那个把它和你地结的爱活 不予以一个光热的永远的日子 光明璀璨的府地喝 我爱美丽 我爱我主的光荣府地 像它的 它造的 在这几旅城市 我常愿瞻仰你 我要求你的和我的创造者 也收我住在那里 住在它的身边 我如同一只迷途的羔羊 我希望附在我木桶的两肩上 进入它为你造的府地 你们反对我的诸位朋友 你们以为如何 你们不是也承认摩西是天主的中途 它的书是在圣神指导之下写成的吗 那个天主的府地 虽没有天主的永远 也自有它的永远那里 你们找不到什么世上的沧桑 因为它高居在时间之上 它永远同天主秘密地结合着 你们要说是的 没有疑惑 那么当我听到那个神圣光荣的声音 畅论天主的事情时 你们可找到什么错头吗 我说 没有模型的物质 为了它什么模型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组织可说 这点恐怕你们不能同意 可是没有组织的地方 不能有时间的沧桑 这个极等于乌有 而不是纯粹乌有的东西 随它的物体怎样细微 也当是从造物主来的 你们恐怕要说 这我们也不否认 第十二章 置之不理 我的天主 我愿意同承认这些真理的人们谈话 至于否认这些真理的人士 让他们去狂吠吧 他们只能自寻麻烦 我将努力使他们平心静气 倾听你的圣讯 假使他们拒绝我 我的天主 我仍恳求你不要抛弃我不同我讲话 请你继续老老实实的在我心里讲话 因为只有你能这样讲 让他们去吹灰蒙蔽自己的眼睛吧 我要收敛心神 向你唱我的情歌 从窜流之地做缠绵的呼吁 我憧憬向往耶路撒冷 我的家乡 我的母亲 我也敬仰你 他的君王 他的光明 他的父亲 他的宝障 他的索天 他纯洁浓烈的幸福 他真实的快乐 他不朽的产业 他一切的一切 因为你是无上真实的美善 我不要再离开你 我仁慈的天主 你中恢复了我的河山 重整了我的容貌 使我记录我慈母的和平怀中 踏上真理的阶梯 或登真理的峰顶 而永居在里头 对于那些恭敬礼拜摩西的创世纪 承认他的权威 而还抱着若干意见的人士 我这样说 我们的天主 请你做我的忏悔 与他们责难之间 争端的裁判者 第十三章 五花八门 他们说 这一切说得很好 可是 摩西在圣神的墨照下 写最初天主造了天地的当 并不如同你这样想 不 他的天不止那个有精神的 有理智的 常常瞻仰天主光仪的物体 他的地也不止一种没有模型的物质 那么 他要说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 完全符合他的见解 可是 可是 他用天地 先简单笼统地提出 这整个的有形世界 然后照圣神的指点 用日期的分化法 再一样一样予以罗列 为了听他说话的 都是鱼鲁的老百姓 他们能懂的 不过是些有形的受造之物 可是他们也认为 那个看不见的 无组织的地 那个黑暗的深渊 如同我上边所说的 不妨称为 没有形象的物质 大家都知道 从这个物质里 逐渐化为 有形的花花世界 有人还要说 对我们 天地两字 就是指那个 没有模型的混沌的物质 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 都是由他化成的 天地混指宇宙问的一切 也有人会说 天地包括有形无形的一切 这样再智慧 或原则中受造的一切 就包括在天地两个字内 可是 一切受造之物 不是从大主的性体分出来 而是从乌有中来的 受造之物和天主 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受造之物有变动性 或现已不变的 像你永远的伏地 或远在变的 像人的灵魂肉身 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 基本物质 一切有形无形之物 没有而极能获得 模型的物质 就是我们所称看不见的 和无组织的地 与黑暗的深渊 我们应该区别的 一看不见的和无组织的地 是对形象而言 指有形的物质 二 黑暗的深渊 是对物质而言 只当受你神光规定的物形 最后 还有人会说 最初天主造了天地 我们以为这里的天地 不能指有形无形 已经成全的物体 但只指混沌的 可以做成别的一切东西的物质 因为它虽没有固定的形质 但可以一经固定 或称天为无形的受造之物 或称地为有形的受造之物 第十四章 宽大的原则 我听 我研究这些不同的解释 可是我不想多于辩论 因为这种辩论 可使我们的听众 陷入无礼物中 一律丛生 你的律法 引用得当 能有伟大的建设 它的目标 是由劫心 良知 诚信来的爱德 无主耶稣把教徒和先知书 总括在爱天主爱人两条诫命中 实在是最对的 天主 我黑暗中的光明 只要我热烈地拥护你的圣训 解释得稍有一同 那有什么关系 我这样说 另一个博学知识那样说 而听的人 不以我的学说为然 那有什么关系 我们读一个学者的作品 我们努力寻求明了它的真意 在明了它的真意之后 我们不能把认以为错的见解 归之于作者 在圣经中 我们个人既以寻求作者的真意为目标 那么 主 灵性之光 假使我们发现一个异于作者的见解 只要有价值 为作者的真意 那有什么损失 第十五章 中流砥柱 主 这里的基本真理 一 天地是你造的 二 你的智慧 就是你 用以化成一切的原则 三 这个有形的宇宙 包括天地两大部分 天地是万物的简称 四 可以变得一切 没有固定的模型 因此可以接受别的模型 而发生变化 五 一样本可以变化的东西 为了密集于一个不变的模型之上 不受时间的沧桑影响 六 那个极等于乌有 没有定型的东西 也不受时间的沧桑所影响 七 根据习惯 原料可以借用从它制造出来的东西的名字 那么 天地的原料 也可称天地 八 万物之中 最与无定型的东西接近的是深渊 九 一切进化成和能化成的东西 都是你的工作 因为任何物是从你来的 十 从无定型的东西化成出来的东西 开始时是无定型的 后来才有它的定型 第十六章 自由选择 承认这些真理和深信摩西 在圣神末道下写创诗迹的人们 也各有各的见解 有人说 最初天主造了天地 指天主 用他永远的圣言 造了聪明的和可以感觉的 或无形的和有形的世界 有人说 这句话指天主 用他永远的圣言 造了有形的世界 以及世界中我们灼见和席见的一切 有人说 这句话指天主 用他永远的圣言 造了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 无固定型的原料 有人说 这句话指天主 用他永远的圣言 造了一切有形之物的 无定型的原料 那时天地也包藏其中 现已各有各的模型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 有人说 这句话指天主开始工作 先造了无定型的原料 天地寓于其中 后来既从他产出 现在已昭然若揭 和别的他们包藏的东西 可以等量齐观 地是看不见的 无组织的 黑暗笼罩在深渊之上 对于这几句话 也有许多合理而不同的注解 有人说 这对天主手造的物质 就是那个 还没有定型 没有组织 没有光明 一切有形之物的原料 有人说 这个天地的总称值 没有定型和黑暗的物质 将来有形之天地和天地间 我们五官所见的东西 都是从这个物质里产生出来的 有人说 这个天地的总称值 没有定型和黑暗的物质 将来聪明之天 或称天外天和将来的地 就是一切有形之物 其间壁包括有形之天 都是从这个物质里产生出来的 有人说 这个无定型的东西 不是圣经上所称的天地 它早已存在 这是圣经上所称的 看不见的地 无组织的黑暗之渊 从这个东西里 如在圣经上早已说过的 天主造了天地 或一切无形有形的东西 有人说 那个天主 用以造天地的无定型物质 早已存在 天地指宇宙间整个的物质 它可分两大部分 以上等部分 一下等部分 以及两极内包括的 我们所习见的一切 对于最后两点 人家可这样问难 假使你以为 天地不止无定型的物质 那么 像天主用了 不是他造的东西 造了天地 因为经上没有说 天主造这个物质 除非经上写的天地 就是这个物质 至少的就是这个物质 至于那个看不见的 和无组织的地 假使经上称它为 无定型的物质 我们不能否认 它就是天主所造的天地 对于这些难题 指最后两个主张的人 或其中之一 可以这样说 我们不否认 这个无定型的物质 是天主造的 因为我们承认 任何物质是从天主来的 以有定的行受造这物 高于能受造 和能有定型的东西 不错 圣经上不说天主造无定型的东西 可是圣经上也不说 天主造之爱者 普制者 上作者 统权者 大能者 屹立者诸品天神 但是保罗宗徒予以区别 究竟都是天主所造的 假使你以为 一切包括在他造了天地五字之中 那么那个天主之神 在上巡礼的水 是否也包括其中 假使概括在地里 那么 为什么地是没有定型的物质 而水却这样的秀丽呢 那么 又为什么说 从这个无定型的物质 造了穷仓 又叫天 而不说造水呢 水又不是看不见的 又不是无定型的 我们所见的水 有的这样美丽 它们的美丽 是否从下边的天主 一句话里来的 穷仓下的珠水 集合起来吧 这句话是否也是他们组成的信号 那么 穷仓上的水呢 是否仍旧没有定型 没有一个相当的地位吗 圣经上 那句话是天主用以造水的 有许多东西 在创世纪里 从没有说他们是天主造的 可是他们的受造 谁也不疑惑 谁也相信 只有狂人能为了创世纪 不说他们是何时受造的 说他们是同天主同样永远的 那么 为什么在真光之下 我们要否认这个无定型的物质 经上所称的看不见的 和无组织的黑暗之冤 是天主在乌有中造的 而不是永远的呢 第17章 奥古斯丁的见解 我看了这些注解 我进我的棉薄加以检讨 我的天主 你晓得我是愚笨的 我以为 若是几个可靠的证人 报告我们一件事情 能发生两种冲突 一在报告的事实上 二在证人的思想上 造化是否是件事实 是个问题 摩西 你的中途 要读他的书 或听他的话的人 怎样去懂 又是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 我愿那些指路为马的人远离我 关于第二个问题 我愿那些认为 摩西说的是假的人也远离我 可是 主 我愿和你打成一片 希望与那些热心爱你 把你的真理 做精神食粮的圣贤 共同心乐于你 共同研究你的圣经 在你忠实的作者笔下 寻求你的思想 可是 这个思想 在可能的千头万绪中 是不容易找的 谁能肯定地说 这是摩西想说的 这是摩西寄予在这段文字里的思想 谁能确切地说 不论摩西个人的思想怎样 这个记载是真的 主 我愿在这本我的忏悔录里 表示我的称颂之臣 我恳求你的仁慈 使我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敢肯定地说 世上一切 无形的如同有形的 都是你用不变的圣言造的 可是 我实在不敢说 摩西写最初天主造了天地的当 也有这个思想 我不怕说那个 因为我在你真光中看见了他 我不敢说这个 因为我在摩西的思想中 我看不见他 摩西用在原始 易于很能解说造化之实 天地两字很能指点那个 无定形 无组织 一切神形之物的原制 我以为上面两种不同的思想 是同样可能的 可是在两种思想中 哪种是摩西的思想 我实在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 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 或怀着上面两种思想中的一种 或净另有一种 我以为 这个伟大的作家所写的和所见的 一定是适当的 希望人家不要来麻烦我 对我说摩西的真思想 不是你说的 而是我说的 假使人家对我说 你怎样知道你的注解就是摩西的思想 一 我想我不用不平 二 我只有抄袭前面的答案 假使我的对方强硬地表示意见 那么 我想根据那个答案 再补充几句 可是 当人家对我说 摩西的真思想不是你说的 而是我说的 同时 我当申明 他并不否认我意见的价值 我的天主 你是穷人的性命 在你的胸怀中是没有矛盾的 求你降下一阵温和的宠度 到我心里 使我能容忍这一类的人 说这些画者 既不是圣贤 又不是明理人 实在是奥图 绝对不是摩西的思想 他们爱他的思想 不是为了真理 却只为了 这是他们的产物 不是这样 别人的思想 只要合乎真理 他们也当爱他 我爱他们所说的 不是为了这是他们的产物 却只为了这是真理 我认为 只要他们的见解 证明是真理 他们的见解 已不是他们独有的 假使他们爱一个见解 为了他是真理 那么 这个见解 既属于我 又属于他们 因为 这个见解 以一跃而为 众爱护真理 人们的公有物 为此 当他们坚持 摩西的思想 不是我给他你的思想 而是他们给他你的思想 那么 我很不乐意 我决予以拒绝 不知他们是否晓得 他们的貌美 是从大胆来的 是从骄傲来的 不是从直觉来的 主 你的判断是可怕的 你的真理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张三或李四 是属于我们大众的 你明明叫我们分享你的真理 并尊尊告诫我们 假使我们不愿意被剥夺的话 不要看作思误 假使一个人 把这个公享之物 据为私用 把大众之物占为私有 那么他就等于脱离公库 进入私事 掏弃真理 崇拜虚言 说大话的人 是以私利为出发点的 我的天主 最精明的判官 你就是真理 请你听我 给予我敌人的答案 我在你台前说话 我在我的弟兄前说话 他们合法地利用圣训 为达到爱德的目标 主 假使你喜欢的话 请听 听我的答案 下面就是我的几句 充满和爱的话 当我们两人看见 或你说的是真理 或我说的是真理的时候 我要问你 我们在哪里看见了他 一定不是在你身上我看见 也一定不是在我身上你看见 我们是在超越我们的理智 不变的真理里见到的 假使我们对于无主天主的光 没有争端 为什么对于旁人的思想 我们要争起来呢 我们不能看见旁人的思想 如见不变的光 假使摩西显身给我们说 这是我的思想 我们虽能不懂他的话 我们却会相信他的话 当心 我们切不可为了傲气 而在圣经问题上互相攻击 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爱我们的主 天主 和爱人如己吧 假使摩西的思想 不符合这两条爱天主爱人的诫命 默契摩西写圣经的主 也前后矛盾 说谎哄人了 从此可见 在许多注解中 要指出那个单独解除摩西的思想 这是件疯狂的行为 并且纷争容易杀爱德 而爱德就是《创世纪》的作者的最高目标 我的天主 我自卑自贱 你就提拔我 我劳苦 你就安慰我 你听我的忏悔 宽舍我的罪过 你寄命我爱人如己 我不相信像摩西这样一个你的中途 未尽他的责任 会缺少一切应有的恩宠 假使我生在那个时候 假使你要我用我的心 我的口 我的手宣传那个 当了波鱼天下万民 历几千年做中流砥柱的圣经 非得到那一切恩宠 我一定不愿去干 人的本性是同的 一个人假使没有你的垂柱 可算什么 为此 假如我是摩西 我当写创世纪 我要要求你 给我一支达一支笔 一种流畅的笔法 使赞我输的人们 不能了解天主怎样造天地者 不能说这是对牛弹琴的文章 能了解者能在这几句简单的话里 寻获一切可能的真理 最后 假使一个人赖你的真光 能为这几句话下一个新的注解 只要合理 我也不胜欢迎之志 第十八章千头万绪 一个泉源 虽占的地位很小 可是比从他奋出的 灌溉各远方的江河更加丰富 同样 拟圣经上的寥寥数字 表面看来 似乎只有一个真理 可是一经学者的发觉 鼓鼓而流 大有流个不尽之概 念或听念创世纪披头而句话的人们 或以为天主像个人 像样具有无穷能力的东西 有一个时候 他忽然决定 在身外创造天地 两个浩大的物体 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中间包罗万象 天主说 要哪个 哪个就有了 他听到这句话 他又以为 画是有始有终的 一时想 一时停 话才说完 物就跟来 总之 这等人的见解 都是俗人 对于俗世的见解 这等人像小孩子 对于形而上的思想 是门外汉 他们又于字面的氛围中 如藏于一个母亲的胸怀内 可是 为了他们坚信 世界一切奇奇妙妙的东西 都是天主造的 他们的信德大厦 不断向上高筑 万一他们中间的一个 藐视一般的见解 骄傲地跃出他十速的老巢 可怜的他 行将跌倒地上去 主 天主 请禁连他 不要许路人的脚 见他这只羽毛 尚未丰满的小鸟 求你岔下一位天使 把他送还老巢 让他生长 以气高飞值 这些圣经上的话 对有等人 已不是各朝 而是个陆林 他们且非且明 乐也融融 着实藏于农业中的梅果 他们独创世纪 觉得亡古来今 一切时间 都受你永远不变者的控制 凡属受造的东西 都是你的首计 你的意志就是你 所以它虽创造 仍没有丝毫的变化 仍不发生新的举动 你造万物 你并不从你的性体 物物的标准中抽出什么东西来 可是你从乌有中找出一样无定型的物质 它虽不像你 它可接受一种 以你为根据的模型 一切受造之物 照你预先指定的 各有各的形制 可是你是一切的总会 世上的万物 或环视于你周围的 或纵横持续与时间空间 而不断变化的 统统是很好的 他们看到这一切 他们在你真光中尽情地予以称赏 有人以为 在原始当作在无上的智慧节 因为他也同我交谈 有人以为 在原始当作创世节 或最初节 再认为 天主用他的智慧造了天地的著书家中间 有人以为 天地就是天地的原制 它是无定型的 有人以为 这是指已有定型 若干不同的东西 有人以为 天指有定型的神体 地指无定型的形体 对于用来造天地的无定型物质 也是议论纷纷 莫中一世 有人以为 这是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共同原制 有人以为 这只是一切有形可觉之物的原制 把天地看作已有定型的受造之物的学者中 有人以为 这同时只有形和无形的世界 有人以为 这只指有形的世界 它指星天 大地 黑暗之域 以及三者中包藏的一切 第十九章 疑难重重 坚持最初天主造了天地的学士们的唯一理由 就是为了他们认为 这是将来天地的原制 或是将来有形和无形的世界的原制 假使他们认为 这就是已有定型的天地 那么 我们要质问他们 天主初起造了这个 后来造了什么呢? 假使一开始 什么就都造完 那么 这就表示 后来没有再造了 那么 最初两字就费解了 假使天主先造无定型的物质 后来给予模型 这不是不合逻辑的 可是当分清 在永远的角度下 在时间的角度下 在价值的角度下 在原始的角度下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比方在永远的角度下 天主在万物之前 在时间的角度下 花在果前 在价值的角度下 果在花前 在原始角度下 因在歌曲之前 二三两角度是很易懂的 一四两角度 却是很难懂的 主 你的永远性 是极难解释的 怎么不变的它 创造了变的一切 就先于那一切 因怎样会在歌曲之前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冰雪聪明的人 也难所解 不错 歌曲就是一连串 有组织的音 一样东西可能没有组织而存在 可是不存在的东友 不能有组织 原制在善他产生出的东西之前 可是优先不是从造画里来的 也不是从时间里来的 因为我们不是先发出无组织的 不成歌曲的声音 然后加以组织 使成一个曲子 向工人用银子木料作养器皿 用时间来讲 这些材料是在从他们做成的器皿之前 可是关于歌曲并不这样 我们歌唱 我们可以听见各种不同的音 这些音不是由无组织 而变成有组织的 音意出口 很快的就化为乌有 我们绝对不能用什么法术 去把它们收回 予以整理 歌的整体是由许多的音构成的 音像原制 在音乐家布置之下 受了一个定型 请看 为什么缘故 音 原制 在歌曲 定型 之前 优先与造化的能力无关 因为音不是歌曲的作者 可是音是作曲家 所以产生一样婉转歌曲的工具 优先也不是时间问题 声和曲是同时的 优先也不是贵重问题 音并不优于曲 因为曲就是音 美丽的音 优先只是原始的问题 因为在歌曲里 受定型的不是曲而是不音 福音受了定型就有曲 不是曲受了定型 而后产生音的 明了了上面的一个例子 我们也可以明了 天主先造了天地 宇宙的原制 然后用这个原制造了天地 天地或宇宙的原制 从时间的角度去观察 并没有先受造 因为时间是给有定型的受造之物产生的 换句话 在无定型的宇宙原制前 不发生时间的问题 可是 假使我们不为他 假设一个时间的先前性 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了 从价值方面说 他自然不及由他产生的东西 因为有定型的东西 又与无定型的东西 这应当晓得 永远的天主比他先存在 因为天主从乌有中造了他 是从他产生别的一切 乌有中造了他 是从他产生别的一切 第二十章 爱德的法律 在这样许多不同而同有理由的见解中 我们仍当为了真理而相亲相爱 希望我们的天主可怜我们 引导我们合理地利用你的圣女 一切应以爱德 法律的目标一一为归宿 假使人家问我在这些注解中 哪个是摩西的思想 我想我应该说我一无所知 不是这样我的忏悔录 就失了它的本质 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见解 那些我一语驳斥的烂调除外 都是合理的 可是你的圣经 用简单的笔墨 叙述高深丰富的真理 也不会使那些 怀着希望的小孩 往而却步的 我想我们在圣经上所见的 都是真理 假使我们渴求的 不是海市蜃楼 而是真理的真理 那么我们当彼此相亲相爱 又当爱我们的天主 真理的泉源 我们当向你的忠仆 充满你精神的圣经作者之敬 我们深信他在你指导下写圣经 他的目标无非再使我们得到神光神异 假如某甲对我说 摩西的思想是我所发现的一个 又某一对我说 不不 我所标榜的是他的真思想 我以为最好说 假使两个注解都是真的 摩西很能完全想到 就是人家发现别的一连串的注解 只要合理 我们又尽管可以说 摩西当时也许都想到 我们也尽管可以想 知道他写圣经的天主 定能使圣经里包含着各种后人 能发现的真理 我敢坦白大胆地说 假使我当写一样 反映最大权威的东西 我要写得使读我文字的人们 对于我所说的 能获得若干准确的观念 但我不要读霸天下 写得使别的合理的见解 没有插足的余地 我的天主 我不敢冒昧相信 像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 你没有赐他这样的恩宠 是的 当摩西执笔写创诗迹的时候 在他的脑海里 包藏着后人在他的字里行间 以发现或将发现的一切真理 第二十一章 大祈祷 最后 主 你不是血肉 你是天主 就是假使摩西只知其一 不知其他 当以我走人正道的圣神 能否也茫然于你 有意启示于后人的一切真理 作者的见解 一定优于我们后人的见解 主 请你把他的见解 或别的种种见解 告诉我吧 最要紧的 请你不要让我陷于迷途 第一章 谢词 仁慈的天主 我向你呼吁 我是你造的 你从来不忘记忘掉你的人 求你降临到我心中 他本是你的行宫 具有接待你的热忱 请你不要忽视这个呼吁 在你没有听到他的当 你已向我招呼 从辽远之地 再三再四 催促我回到你身边 呼唤呼唤我的你 是的 主 你洗涎了我的罪行 使我免受惩罚 你遇见我的善功 你赏报了你造我的手 在我身上建树的功绩 我不存在时 你已存在 我实在不该受你造生之恩 一句话 我之为我 和我所有的一切 都出于你的恩赐 你不需要我 我主 我的天主 你绝对无求于我 我当时奉你 不是为了你工作劳苦 也不是为了少了我的奔走 你的能力是将削弱 也不是为了你像田母 不受耕耘 将变为荒芜 不 我当时奉你 恭敬你 为了我个人的幸福 我是你造的 我的享受的天性 也是你给我的 第二章 造化之恩 一切受造之物 都是从你的万善万美之原 里流出来的 他们对你没有用 也不等于你 可是 为了他们是从你来的 他们是美善的 当时你造的天地 在你面前 有什么生存的权利可说 你用你的智慧 造了一切有形无形的物体 所以他们怎样卑鄙 丑陋 紊乱 根本不像你 他们还是隶属于你的智慧 请问 他们对于你能有什么生存的权利可说 一个没有定型的无形之物 高于一个已有定型的有形之物 一个没有组织的有形之物 高于乌有 假使你的智慧不从你的无穷的宝库里 把美善的模型给予它 使他们打入一个大集团 他们还当是无定型的物质 请问 这些你所造的无定型的东西 在你面前 能有什么生存的权利可说 看不见的和没有组织的物质 在你面前能有什么权利可说 当之他们现在的地位 也是出于你的恩赐 说得再彻底些 在乌有中的东西 怎能谈权利 飘忽的 像黑暗之渊的 不像你的 才在胚胎的无形之物 在你面前能有什么权利可说 假使造它的智慧 不使它接近它的创造者 不光造它 使它变成虽不等于 却仿佛于你肖像的光明 为一样有形之物 存在和美丽的存在是两件事 否则任何有形之物 都是美丽的 同样一个有灵之物 生活和智慧的生活 是两件事 否则任何有灵之物 永久都是智慧的 有灵之物 最好常和你打成一片 不是这样 我恐为了它 在归向你之后 所得的光明 在离背你之后 是将失掉 而附陷入黑暗之域 我们有个灵魂 都是有灵之物 我们曾离开你的真光 度一个黑暗的生活 我们现在还受那黑暗的影响 为我们因你独生子的功绩 要从黑暗的深渊里 月灯易得的封顶 光存在吧 乐就存在 你这句话里的光学 我以为很能指无形的受造之物 它已是有生命的东西 可以受你的光照 它有生命 它能受你的光照 这都不是它影响的权利 假使它不变为光 它的卑微 不能忠于你的心 它生来并不就是光 可是 为了它瞻仰你的光源 它就同化了 它生活 幸福的生活 这都出于你的宠字 它转向不能变好变坏的你 它就有力地变了 你是单纯的 为你 生活和幸福的生活 是二而一的 因为你就是你的幸福 你既是自有的 受造之物不存在 或只存在 无定形之境 对你的幸福 一点没有关系 你造它们 不是为了你需要它们 纯为了你无穷的美丽 你使它们各有各的定型 可是你的福乐 并不因此稍增 它们的卑鄙性 不能使美善的你乐意 你加以修饰 比能固而乐之 可是你的美善 并不因此增加 你的圣神 徘徊于水面上 不是随波逐流 也不是安息于其上 我们说圣神 安息在人灵上 无宁说 圣神使他们安息于己身 你的自己自足的 不朽福的 不变动的意志 驾驭着一切有生的东西 在受造的有生之物身上 生活和幸福的生活 不是一物 因为它很能活着 而沉沦于黑暗中 它当归向它的造物主 逐渐接近生活的全员 在光明中瞻仰光明 然后可以得到美善 光明幸福 第三章 惶惶圣三 这里仿佛在迷雾中 我发现了神圣的三位一体 你是父 你造了天地 你用以造天地的智慧 就是子 它从你生等于你 并且和你是同样永远的 我以常天累读地 谈了天外天 看不见的和无组织的地 和黑暗之渊 我也说过 无形受造之物的流动性 它当回向生活的主宰 比得靠它的光 变为活动的 美丽的 而产生介于水地之间的天外天 在天主两字里 我看到了造万物的父 在智慧两字里 我看到了你 用以造天地的子 为了我相信天主有三位 我在你的圣经里 寻求圣三的迹象 经上说 你的神徘徊于水面上 我的天主 我现在已找到了神圣的三位一体 父 子 圣神 万物的创造者 第四章 逍遥之神 欲 真实之光 我把我的心拖给你 因为我怕他的报告是虚幅的 请你驱逐各种的黑暗吧 我因我们慈母的爱德 恳求你给我说 为什么 在天 在看不出的 和无组织的地 以及黑暗之冤后 圣经才提到你的神呢 是不是为了圣神 当用物来衬托出来 而当先写天 地 和黑暗之冤吗 圣神不信于父子 可是不能无信 于是先描写同他发生关系的东西 然后 借以拖出 可是 为什么一定要他这样登台呢 这里 我请有志深造的人 一听保罗的言论 在我们心里的爱德 是由圣神赐给我们的 他为我们谈了许多神圣的问题 又给我们指出了爱德的大道 又跪在你台前 求你使我们能研究基督爱德的无上科学 从此可见 为什么一开始 他就徘徊于水面上 可是 同谁去谈 怎样去谈那个 拉我们渡入深渊的偏情 同谁去谈 怎样去谈 那个领我们向上 那个徘徊于水面上的圣神 给予我们的爱德 偏情使我们下沉 爱德使我们上升 可是 我们说下沉上升 这与空间没有关系 在这个比喻中 有相类的 也有不相类的 我们的偏情 偏爱 邪念 压倒了我们 束缚了我们 你的圣德 运用稳当的圣爱 提拔我们 使我们举心向你 直达当时徘徊于水面上 圣神的所在地 又是我们 在我们的灵魂 度过浊世的惊涛骇浪之后 获得至上的安息 第五章 光芒万丈 天神倒了下来 圆灵也倒了下来 他们的堕落揭露 假使你不说光存在吧 假使光不应声而出 假使天上的天神全部不服从你 失落那个在万变中不变的圣神的和平 整个的有灵阶级也不过是个黑暗之渊罢了 就是那个现在光明灿烂的天外天 也要早已变为黑暗之渊 在被包去了你的光明之福之后的魔鬼 在可怜的烦闷中到处暴露他们的黑暗 这正足以证明你赐予有灵之物的优点 是不可存度的因为他们只在你身上 可以找到相当的安乐 别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也都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父之心 我们的天主 你照耀了我们的黑暗 你给我们穿上了光明之服 而是黑暗的我们光明如画 我的天主把你给我吧 把你还给我吧 我爱你 假使我的爱情还是脆弱的 就请加强它 我不晓得我的爱情到了什么地步 我能生活于你的怀抱中 整个笼罩于你的荣光之下 我晓得的是在你以外 不论我在我内在我外 我只有烦恼 我的天主在你以外 对我一切丰富无非是贫乏 可是 父 死 不也徘徊于水面上吗 假使人家说圣神在水面上 像水中的浮平 那么 太荒诞了 这些话 怎贴在圣神身上 假使人家说 圣神在水面上 就是不变之神 架在一切变更之物上 那么 我们尽可以说 父 子 圣神 同徘徊于水面上 可是 为什么在圣经上 只说你的神徘徊于水面上呢 为什么说的 像他站在空间的一角呢 实在 这不是空间的问题 圣神被看作天主的礼物 在他那边 我们可以安息 想见你 我们的安所 爱情引我们到那个安所去 圣神看见鼻漏的我们 走出死亡之门 也引我们到那里去 为我们 和平就在诚意之中 笨重的肉躯 自有它的归宿 可是有重量的东西 并不一定躯下 它只躯向它的归宿 火焰上 石垛下 火和石在他们重罪的压力下 各向其所而去 灌人水里的油 不久即浮在水面上 水和油 也受这种定律的支配 不得其所的东西 常摇荡不安 直至达到了它的目的 才停止 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情 不论我到什么地方 我常受它的控制 你的礼物熏至我们 使我们上升 我们着了火就生疼 我们口唱神阶之歌 使灵梯之急而上 在你恩惠之火的焚烧中 我们踏步向和平的耶路撒冷而去 我们要往主宫里去 我听到这句话不胜心悦 诚意将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一个位置 除了永远住在那边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要求 只认识这个家境的受造之物 是有福的 假使在他们受造的当 你高居在一切变幻之物上的神 不说光存在吧 不造光 不予提拔 他们的前途 当然又是别一个了 我们先有黑暗的时期 后有光明的时期 至于那个优秀的受造之物 它没有黑暗的时期 假使在圣经上 说得像他们也有一个过渡时期 这不过要我们晓得假使 你不照以真光 他们也能和我们一样 为了你使他们归向真光 他们也成了光 主 我恳求你 使能懂的人们了解这点吧 为什么要麻烦我呢 好像我就是那个 光照入世诸人的光 第六章 圣三的观念 谁能明了全能的三位一体呢 认识他的人 哪个不谈他呢 谈他而同时明了他所谈的东西的人 真是辽弱沉心 人家学习研究 可是没有内心的和平 谁都不能见到这个家境 我要人们在自己身上 观察三种不同的现象 这三种现象和天主圣三的奥迹 是绝对不同的 我将把它们罗列在后面 我要人们多于存度 且能明了这与三位一体的奥迹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三种现象就是存在 认识 愿意 我存在 我认识 我愿意 我是有认识 有愿意的一个 我认识我存在 我愿意 我愿意 我存在和认识 这三种现象的舞台 是同一的活体 同一的灵魂 同一的本质 它们虽各有不同 但不能相离 希望能懂的人去懂吧 个人在自己眼前 希望他注意 细查 而后答复我 再者 假使人家找到什么 又能予以说明的话 请他不要以为 已找到了控制一切 不变的存在 不变的认识 不变的愿意的那个 是否这三个共存的现象 组织成天主三位一体 或是否这三种现象 留在各位 换句话 是否各位都有这三种现象 或是否这两种分配法 同时神妙地实现于 又单纯又复杂的三位一体身上 三位一体没有身外的目标 它在无穷伟大的一体内 不变的存在 认识和爱慕自己 这样的一个奥迹 谁能了解呢 谁能找到相当的话 加以说明呢 谁能冒昧地予以肯定呢 第七章 奥妙的注解 我的信德啊 你再前进吧 对你的主这样说吧 圣 圣 圣 我主 我的天主 我们因父 子 圣神之名灵洗 我们因父 子 圣神之名复洗 天主用基督 在我们中也造了天地 换句话 教会里的神人和俗人 我们的地 在未受定行之前 是看不出的 无组织的 我们笼罩在愚昧的黑暗中 你为了人的罪 罚了他 你的审判是个深渊 如同你的神徘徊于水面上 你的仁慈没有漠视我们的悲剧 你说光存在吧 天国已尽 你们做补熟吧 你们做补熟 可使光明重生 在我们的灵魂极度烦闷的当 主 我们曾记得 你怎样徘徊于约旦河边 涕气谷中 同你一样高的山 怎样为我们而自卑自贱 我们厌恶我们的黑暗 我们转身 向你 光明就产生了 从前我们是黑暗 现在我们已是在主里面的光明了 第八章 我们是光 不错 我们是光 可是 这是因信德 不是因直觉而来的 我们在期望中得了救 已经实现的希望 即不是希望了 冤是由冤引来的 可是 它所靠的是 来自天上瀑布的声音 我同你们讲话 我看你们如血肉之物 非纯神之物 说这句话的人不相信 他已达到了目的 他忘掉了他背后的东西 像在他前面的东西 他在他的重担下叹息 他的灵魂渴望着生活的天主 向迷路追求活泉 他也胡道 几时我能报道呢 他希望早日置灯天堂 他的安息之所 他对下界说 不要讨好红尘 但整理你自己 刷新你的灵魂吧 你不应像理智未开的孩子 没有理智 你应像天真无邪的孩子 天真无邪 对于理智方面 你应是个有智慧的成人 糊涂的加拉泰人 谁迷惑了你们 一传播出这些话的声音 不是保罗的声音 而是你的声音 你因基督从革命利益出发 天上岔下了你的神 他升上天国 打开了奔宠的瀑布 造成一条快乐的河 灌溉你的圣城 这个新郎之友 念念不忘那个圣城 他虽已获得圣神的出宠 可是 在这期待完成成绩 和救赎工作的当 他还不停地接约着 他是教会的一分子 教会既是蠢土 他自然要表示恋爱 他是新郎之友 对于心腹是赤胆忠心的 在他的爱情里 一点没有自私自利的成分 他放弃了他自己的声音 用你的瀑布声音 唤起另一个渊 他敬畏的对象 他怕弱者的精神 会像受毒蛇害的妇娃 日趋腐化 这个纯洁的精神 是从我们的淳朴 你的独生责来的 当我日夜剃气 酸泪当面包的时候 人家不停地嘲笑我说 你的天主在哪里 可是窜流其后 我们将在那个灿烂难言的光里 亲眼见到圣子的真面目 我也呼道 我的天主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当我潇洒出神 手舞足蹈 像你高唱赞美诗的时候 我闻到了些你的心香 可是不转瞬间 我的灵魂又满面愁云 富为深渊 换句话 他觉得他仍是深渊 我的星光 你于黑夜中 在我的族前燃起的星光 对他说 我的灵魂 你为什么忧愁 你为什么烦恼 仰望主吧 他的圣言 是照你步履的灯塔 仰望吧 坚持吧 黑暗 罪恶之母 是会过去的 主的愤怒 有天也会过去的 我们曾是愤怒之子 我们曾是黑暗 在这为了罪当死的肉身上 还带着黑暗的痕迹 这种阴影 尘封来时 当鱼已扫除 仰望主吧 我黎明极其 我见天主 我面见的拯救者 他用助于我们灵魂上的 仁慈的逍遥在我们内心 灼浪之上的圣神 使我们垂死的肉身 着手回春 在积虑尘世间 我们以得变作光的保证 以有被救的希望 以从昏暗黑夜之子的地位 一月而为光明白日之子 谁是白日之子 谁是黑夜之子 我们不能肯定 只有了如指掌的你 能试探我们的心 称光亮为日 称黑暗为夜 除你以外 谁能予以区别呢 我们所有的 那样不是从你来的呢 从这一堆中 我们被选为荣誉之器 别的被斥为丑恶之器 第九章 穷仓等于圣经 主 不是你 谁在我们头上 为你的圣经 盖了一个权威之天 天降像书一般的卷起来 现在他像块羊皮 罩在我们头上 自从那些宣传福音的 使徒买骨地下之后 你圣经的权威更光芒闪耀 主 你知道怎样在人类的元祖犯罪 被判死刑之后 你也取了一个皮肉之身 你展开了圣经的天 像块展开着的羊皮 圣经内包藏着你借人手抄写你的种种默契 它们是庸庸木木 万古长新的 从使徒们死后 你圣经的权威更蒸蒸日上 无边无际 这是因为你以前没有把天展开来如同块羊皮 而你也没有把他们的光荣的复文 传至天涯地角 主 希望我们能看见诸天 你的手工 希望你为我们的眼 扫除天上的乌云 在那边 圣经里可以找到你的驯化 孩子们 千小者 所有的智慧 也是那里得来的 我的天主 请你用还在奶头上的小孩子们的口 完成你的光荣 只有这些书能毁灭骄傲 战胜仇敌 与打败那个自以为是 拒绝你和平建议的律师 主 我不认识别的更能使我忏悔 伸手接受你的恶词 担心白白为你服务的训言 人善的天父 希望我能了解这些话 求你为了我的驯服 赏赐我这个恩典 你的圣经 不是为可教的灵魂写的吗 我相信在这青天之上 还有别的可以预防腐蚀的永生之水 愿他们称养你的名字 愿无量数的天使 不需要瞻养至青天 不需要学习你圣训的天使歌颂你 他们常看见你的圣容 不必起灵于文字 就可于你的面上认识你永远的意志 他们同时读 选 爱 他们读的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他们读的是你不变的计划 和他们选择极爱慕的对象 这卷书永不封关 永在打转 因为这卷书就是你 就是永远的你 这卷书为在青天之上 是为普世万民而写的 凡瞻仰他的人 可以认识你的仁慈 和创造万物的大主宰 因为你的仁慈冤飞利天 你的真理直播云霄 云天过去 青天长存 宣传你福音的人们 能从今世进入后世 可是你的圣经当传至无穷 天地有中 而言永流 这块羊皮将卷起来 摊皮的草地也将同他的美艳 同归于尽 可是 而言永流 你的话在迷雾中 经过天境 显给我们看 我们看到的不是他的真面目 我们虽是你圣子的爱儿 我们的将来还在不知之力 圣子在他的肉目里注视我们 拥抱我们 表示他的气爱 我们闻到他的心香 就迎头赶去 将来他显现的时候 我们要像他 要看到他的真面目 主 看见他的真面目 这就是我们的特恩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 为了你是自由的 你就是智慧 你不变的存在 不变的认识 不变的愿意 你的物体不变的认识愿意 你的理智不变的存在愿意 你意志不变的存在认识 我认为能变的受造之物 在不变之光的照耀下 还不能彻底的认识它 因为只有它能彻底的认识自己 从此可见 为什么我的灵魂 在你台前像沙漠一样 我的灵魂不能自己光照自己 自己酣畅自己 生活之权是在你那里 我们只能在你的光里看见真光 第十章 苦水等于世界 谁把重罪人集成一堆呢 他们有同一的目标 暂时的试服 他们所做的一切 不论怎样万序牵头 总脱不了这个目标 主 你曾命水急于一地 又命陆地向上露出 海是你的 因为你造了它 这个陆地也是你的手造的 海是人类的象征 不是人类败坏的意志象征 你也控制人灵的偏向 你为它们限定疆界 你使浪浪相机而崩溃 你造海洋 你也根据统治万物的总计划 至于那些渴望你的灵魂 你很关心它们的前途 你把它们从苦海里提拔出来 灌以另一种神秘温柔之水 使它们开花结果 我们的灵魂忠于主 天主的诫命 尽其所能 发展慈善事 一本爱德 救济贫穷 我们都有一个测隐之心 为了我们自身的痛苦 推挤及人 我们晓得去帮助遭难的人 一如我们的困难时 所仰望于他人的 这种帮助 有时微如草芥 有时像朱满玄果实的树 在一种坚决的行动下 把受强暴者蹂躏的人 解放出来 予以避印 恢复他音响的权力 第十一章 一片沃土 主 你常般自快乐屹立于下世 我求你允许真理从地中铲出 正义从天上垂下 光亮照耀于天空 我们当与饥饿的人 分食我们的面包 让穷人进我们的屋子 把衣服穿在赤裸的身上 我们绝不藐视我们的兄弟 假使从我们的地里 产出这样的莓果 我请你且看且说 这是好的 希望我们的光明能及时发射 希望这个小小的善功 增高我们的地位 给我们享见活颜的福乐 那么我们在世上 将像锦细于圣经天顶上的灯火 这里你的圣训指导我们辨别 灵性之物与觉性之物 白日与黑夜 爱好灵性之物的灵魂 与奴役于觉性之物的灵魂 在未有天地之前 你运用你的判断力 独自区别光明与黑暗 从你的宠光照耀朴实之后 天上的有灵之物也照耀大地 分开白日与黑夜 标明时间的持续 在这新陈代谢的时序里 我们的救援 已较我们所想的更加接近 黑暗越深 白日越近 年头带着你的花冠 你遣工人到前人拨过种的田筹去 他们还写着新的种子 收获之期当在世磨 这样 你实现了一人的希望 降服了他们的岁月 可是你是永远不变的 你的岁月 正如你为过去的岁月所造的仓库 是永远存留的 你根据你永远的计划 随时配降宠则于地下 有人因圣神得到了智慧之言 这是个大光源 所以赐予爱真理如黎明的人们 有人因圣神得到了科学之言 这是个小光源 还有得到信德或治病之力 或发圣祭之恩 或欲言之宠 或甄别善恶神和通晓万国方言之能 这些恩惠好像星辰 来自同一的圣神 他照他的圣意 把他的恩宠施于个人 使这些星辰为众人的利益光芒四射 科学之言包括一切神秘的真理 他像月亮随不同的时节而变换 别的恩宠 犹如魅爽的星辰 比不上那个灿烂的快乐的预报 将临白日的智慧之光 可是他们为软弱血肉的人们 也是很有用的 以非常谨慎的仆人所说的智慧 四川为耿介拔俗 有圣德的人们 至于血肉的人 在基督前 这是个小孩 他只能吃奶 待长大后 他的胃口才能承受正常的饮食 他的眼睛才能经受住太阳的光线 为照耀在黑夜中行走的人 只有月亮和星光 我们的天主 最高的智慧 这是在你的圣经 你的苍天 内 赐给我们的教训 这个奇妙的宠光 虽还宠照在世间欲言的墓下 以足使我们辨别是非邪症 第十二章 甘土别解 可是 你先当沐浴 你当清洁 你当驱逐一切污你心 处我目的东西 然后 你可见甘土 你先当学习做好 为孤儿申冤 为寡妇护权 然后地里会长出养生的草和满挂果子的树 主说 你来 我们共同讨论一回 是苍天上燃起照耀大地的灯光 圣经上载 有个妇人请无 只是永生之道 那个妇人把耶稣看作一个普通的人 不晓得他就是天主 耶稣对他说 假使你要得永生 你当守十戒 远离恶浊的苦水 无杀人 无奸淫 无偷盗 无妄正 那么你可见甘土 甘土上将长出孝敬父母 爱护旁人的善果 这我都做 妇人说 那么 假使土地是肥沃的 这许多荆棘是哪来的 你去去除千里的曼草 出售你所有的一切 储藏祭品之米 那么 你要获得天宝 假使 你要做个完人 你当个无主 和别的他忠实弟子作伴 那么 那个区分白日黑夜的主人 要给你听智慧之言 而且 你将认识他们 而他们对你 将如天上的明灯 假使你的心不在那里 这一切将是不可能的 假使你的宝藏不在那里 你的心不会在那里的 这都是无主自己的话 可是 一种仇云 遮盖了那个不毛之地 荆棘埋没了圣言之种 你们 被选的民族 你们 不在世俗眼里的圣贤 你们为跟从耶稣 抛弃了一切的人们 你们跟着他走吧 权贵将要相顾失色 踏着你们的光明的步子 走在他后边吧 在天上发出你们的光 使诸天称阳天主的光荣 当之圣还不是天神 最人有希望 你们发光光照大地吧 希望晴朗的白日里 宣传智慧之言 黑夜在明月之下 向黑暗宣传科学之言 月亮和星辰尽对方之亮 光照黑夜 但不因此遭损 好像主曾说 我要火炬在苍天上燃起来 忽然天上一声巨响 仿佛一阵狂风飘来许多火蛇 分停于个人的头上 这些照耀天空的火炬 都藏着永生之言 神圣奇妙的火焰啊 愿你们飞散于各地 你们是世光 你们不当局促在斗下 受真光照耀的人 已受提拔 且已显扬了你们 神圣的火焰 愿你们照耀天下万国 第十三章 圣事 愿海洋受孕产生紫稀 愿水产生虫治 在你们能分别尊卑的当 你们变成了天主的口 天主借你们的口说 愿水也生产 水生产的不是生活之灵 因为它是地生的 而是有生命的重置 与在地面上的飞鸟 我的天主 这些重置就是圣事 他们赖你的使徒们的奔走 力种种风波 传授于天下 靠他们的工作 万民因你的名字得领圣喜 这些可比海怪的伟大奇迹 与你的圣训 同飞翔于地面上 和你圣经的天空中 圣经的权威是他们随身的保镖 主 这不是发生不出什么影响的空言 他们的声音在你的浮游下 已传播于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说谎吗 我是否糊里糊涂 把上天的东西 与地上和海中的东西混为一团 不 一方面的东西 如智慧和科学的光 是一定的 有限的 不是一代一代繁殖的 一方面的东西是物质的 复杂的 变动的 并且在你的逼印下 越传越多 你弥补了我们五官的缺陷 使我们的一种知识 能从多方面表达出来 水产生了许多东西 可是忠当归功于你的圣言 为了人类忘掉了永远的真理 你的圣经 才给了我们这一切 产生这许多东西的 果然是水 可是为了他的惰性 非你的圣言加以驱策 难见成绩 经你手做成的一切 都是美的 造物主的美 是无可比米的 假使亚当不犯罪 则会从他兴起这样的灼浪 换句话 人类则会这样精怪 骄傲 脆弱 那么 宣传你圣讯的人上 也用不到把你的神妙言行 予以物质化 我这样解说 虫制飞鸟 就为了这个缘故 就是对于圣经学 已有造诣的人 仍脱不出物质的网络 假使他们的灵魂 不再生一级 研究超性的生活 它也不会人相关圣欲的 第十四章 神魂 为了你圣言的工作 深海之外 已有干净的陆地 它所产生的 不是虫制飞鸟 而是有超性生命的灵魂 为教外人不可少的洗礼 这个灵魂已不需要了 因为它已不在水中漂流了 照你所规定的 洗礼是如天国之门 为信仰 它已不要求奇迹了 它虽不见奇迹符号 它已深信不疑 因为它已是一块 脱离汹涌海水的良田了 水面以上的陆地 已不需要你从水中 产生出来的飞鸟 请你命你的不道者 把你的圣言报告它 我们只能宣述他们的工作 可是你驻他们工作 修建一个 有超性生命的灵魂 帝是生产这个灵魂的原因 如同海事生产重制 和飞鸟的原因 帝虽还在你为信友们 预备的沿袭上 吃从深水里钓来的鱼 实在它已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假使它还在深水中垂钓 这纯为滋养荒地 飞鸟的确是海的孩子 可是在地上繁殖 人类的不忠信 是福音产生的理由 可是从里头 信徒也可以天天 获得许多宝贵的训惠 有超性生命的灵魂 是地产生的 只有有信德的人能懂得 掏弃世俗之爱是好的 主你是捷径之心的快乐 为你生活的人 先当脱离死亡的快乐的生活 希望你在地上的工作人员 采取别一种立法 不要像从前在水中工作时 专以灵迹 巧言威吓来舒服人心 当之这只可以用来对付愚笨的人 忘掉你 离开你盛面 变为深渊的亚当子孙 是经这条路 富人信德之门的 希望你的工作人员 对于迥异于深渊的净土 好信徒最好以身作则 使他们一趋一步 听讯化的信徒 不再听听而已 亦当研究实行的方针 你们寻求天主 你们的灵魂将生活 它将产生活的灵魂 你们不要迁就世俗 但当远离它 灵魂逃避杀害它的东西 才能生活 你们当紧防狂奔的骄傲 温柔的淫乐 假冒的科学 勿使它们变为训良的野兽 服帖的夹禽 无害的长寿 这些东西 象征灵魂的动作 悟空仪式的神器 淫乐的享受 好奇心毒素 这些都是死灵魂的动作 因为死灵魂 并不像完食 也有它的动作 它离开了生活的泉源 就要死 死海 世俗暂予以收纳 而它也就为世俗之马首是瞻 我的天主 你的圣言是永生的泉源 绝对不会消灭的 为此 它禁止我们离开它 它对我们说 你们不要向世俗看齐 但当努力使受生活之权灌溉的陆地 产生一个活的灵魂 一个在你圣言前纯洁的灵魂 一个靠你圣史的著作 不圣贤的后尘 以基督为标准的灵魂 这是物以类别的意义 一个朋友甘心笑靶 他所爱的人 保罗宗徒说 希望你们像我们 因为我像你们 在活灵魂内 藏着良善的禽兽 你没有说过吗 你做是良善 人人都要爱你 家禽是好的 他们吃 他们不贪淘 他们不吃 他们不觉恶 好好的尝重 以没有害人的毒素 它谨小圣威 宝贵自身 就是与外界有什么接触 也无非为界以上 求永远的真理 众奇兽走出了死路之后 循规蹈矩也都很好 第十五章 仰慕天上之事 主 我们的天主 我们的造物主 什么时候 我们扫除了 使我们虽活有死的世俗之爱 什么时候 我们的灵魂修得行善 活一个真正的生命 什么时候 保罗的那句 你们不要以世俗 为准则的话 实现之后 你下边的一句话 整肃你们的行为 刷新你们的心灵 也将付诸实行 你不说 跟你们的同类 整肃你们的行为 为了这不是要我们 效法我们的祖先 也不是要我们 跟圣贤学习 你也不说 照人的种类圣人吧 可是你说 照我们的肖像造人吧 那么 我们也可以明了你的意志了 不道者靠你的圣经 产生儿子 可是他不爱只吃奶水的孩子 也不想只做他们的奶娘 为此他护道整肃你们的行为 刷新你们的心灵 使得认识天主的又好 又乐意 又成全的意志 你不说 生人吧 你也不说 照人的种类 我们造人吧 你却说 照我们的肖像造人吧 精神一心 能见能懂我们真理的人 不需要别人的指导 自能认识他的前途 根据你的诫命 他自能认识你的意志 和那个好的 乐意的 成全的东西 为了他的聪明 你教以三位一体 一体三位的道理 为此 你先用多数说 我们造人吧 后用单数说 天主造了人 为此 你也先用多数说 照我们的肖像 后用单数说 照天主的肖像 人的自心工作 在认识造物主 与符合他的肖像 这样的一个神人 他审判应受审判的一切 而不受任何人的审判 第十六章 发号施令 他审判一切 这指他的全能 给予海中的鱼 空中的鸟 家禽和野兽 整个的大地 和大地上的各种重置 他的理智 指挥他发号施令 和帮助他了解天主的精神 拥有这样崇高地位的人 还不认识自身的伟大 甘与畜生同流合污 岂不可惜 我的天主 在你宠爱的教会里 不单有依照你的精神出命的人 也有依照你的精神听命的人 为了我们 都是你良好事业中的一分子 你造的人类 有男性 有女性 可是在你的眼里 男人 女人 犹太人 希腊人 奴隶 自由人 都是一律平等的 这些神人 或是出命的 或是听命的 都在神话的空气中 观察一切 他们的审判 管不到星天中光辉的思想 因为关于 这一个崇高的权威 他们绝对没有资格去妄加评论 你的圣经 圣经中的若干难题 也不受他们的节制 就是那些我们认为矛盾的 不可思议的记载 我们也当低头服从 已经神话 已经照天主的肖像刷新的人 不应当犯法 但应当手把 在为或真凭实据之前 我们也不当轻说 谁是神人 谁是肉人 因为只有明眼的你 能予以甄别 主 在早穷丧之前 你早认识他们 且在你神庙的计划中 早规定了他们的命运 随一个人怎样神话 也不当去评判此事的云云众生 以貌相人 总是不公平的 我们怎能知道 谁是圣神的 当想你容福的 谁是执迷不悟的 当受永罚的 为此 照你肖像受造的人 对于天上的星辰 神秘的天空 仙苍天 而有的日夜 总水之会的海 都没有什么权 他只对于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种走兽 整个的地 地面上的爬虫有权 人能说好说坏的对象 以为圣事的施行 你从水底里救起来的人 当经过一番人们的手续 已有信心的人 当时从深渊里钓起来的鱼 二维属于圣经威权下的言论 他们像各种飞舞于空中的鸟 注解也好 叙述也好 讨论也好 辩驳也好 赞美也好 呼吁也好 听到这些不同声调的人民 都被请答以阿门 我们所以要这样物质化的谈 采取各种不同的声音 这是为了世俗的深渊 血肉的盲目 都不能直接收受纯粹的思想 飞鸟虽繁殖在地上 总是从水里来的东西 三位信徒的事业 风化和救济工作 这些都是地的果实 别的他肉目能观察得到的 如一人身上 精杰德 摘戒 圣恩的陶冶 而以驯服的偏情 也得予以平叹 总之 那些他能予以纠正的东西 都得加以批评 第十七章 生长繁殖 可是 这又是个闷葫芦呢 主 你降临人类 使他们生长 繁殖 满布于地上 在这里 你可没有一种暗示给予我们吗 你为什么不降福光 你所称的白日 为什么不降福穷仓 光源 星辰 地海 我的天主 照你的肖像造 我们的天主 我敢说 这是你赐予人的特恩 为此 你也不降福 由于水怪 使他们生长 繁殖 满布于海中 你也不降福飞鸟 使他们繁殖于地上 假使你也将福地上的草木走兽 我敢说 这是专为借生育 以传代的物类 你虽没有给植物 也没有给长仲说 生长繁殖吧 可是它们生育传代 亦如鱼鸟人类 呀 真理 我的光 我还说什么 那么 那句话 就没有意义了 不 慈悲之父 这是不可能的 你的中途 一定不会这样说的 我虽不懂这句话的意义了 比我聪明的人士 运用你赐给他们瑞民的理智 一定会识破 那个迷津的 主 请你允许我在你面前承认 我不能相信 我会这样说废话的 这段圣经给我的思想 我一定不愿意让他们沉眠着 这些思想是真的 我也不见有什么可以阻挡 我做下面的注解 我知道 一个观念 可以根据不同的观点 用许多方法去传达出来 我也知道 我们的理智 可以在许多的观点下 接受一个已经指定的观念 就以爱天主爱人的两个观念而论 我不知可在几多的语言 几多的符号下 把它们表现出来 水中的动物 就在这个意义下 生长繁殖起来 读者诸君 还请你们注意 最初 天主造了天地 这一句简单的话 除掉各种错误的见解 已引起 不知我多少 同样合理的注解 单照你们生长繁殖吧的本一讲 这句话 可以贴在一切 从种子产生的东西上 假使照假界的意义讲 我想 这是圣经的真谛 因为天主 只降伏了人类和水生的动物 我们觉得 还有许多无形的和有形的东西 许多义人和罪人 许多圣经作家 许多不忠心的社会人士 许多慈善事业 许多有益于人的神恩 许多已经驯服的偏情 在这非常复杂的情况中 我们看见繁多 兴容 增长 增长和繁多 就在一样东西 可受千样的描写 或一句话 可有千种的注解 这种现象 只在有形的物象 与无形的观念中可以找到 有形的物象 仿佛水的生育 为了败坏血肉的原因 是不可少的 无形的观念 仿佛人的生育 为了这是从丰富的理智里 产生来的 主 照我们的见解 你就为了这个理由 你给水和人说 你们生长繁殖吧 在这个祝福里 我相信你给我们一种能力 使我们用千种方法 去发表一种观念 用千种注解 去说明一句神秘的话 海水充满之后 当用各种注解 去予以振动 地 注满了人类之后 它的枯河 发现于它可求真理之中 可是理智总是主人翁 第十八章 公养传教士 主 我的天主 我想再说几句 你圣经没求我的话 我不怕说 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理 都是你要我说的东西 我相信我说的都是你默契我的 主 你是真理 不像人会说谎 说谎的人 根据他个人的见解 我要说真理 我所根据的是你的见解 你给我们的食粮 是地上一切有子的草 和有果的树 这不是单为我们的 这也是为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和常种的 至于鱼和海怪 却不在其内 我们说地上的果子 象征慈善事业 这是为了我们生活的需要 由肥沃德的攻击我们的 热心的阿尼瑟福 就是这类的地 你的慈悲表现在他的家里 他救济你的宗徒保罗 不因他身带桎固 而稍存藐视之心 马其顿的弟兄们 也不忘周济保罗 他们的收获是丰盛的 保罗曾为了若干当结果 而不结果的树而结怨 他呼道 当我第一次出庭辩护的时候 谁都不来帮我 众人都遗弃了我 希望这不是他们的罪 这些果子 先当归于教授 我们药理和傲计的人们 当归于他们 一 为了他们是人 也需要食粮 二 为了他们是生活的灵魂 他们给了我们各种修身的典型 三 为了他们是空中的飞鸟 他们到处阴阴而明 使地上充满幸福 第十九章 供养的经义 使这些果子的人 尝到一种快乐 一种以肚皮当神的人 尝不到的快乐 对那些产果人的果 不是他们给予人的 而是他们产果时的目标 保罗宗徒不管肚皮 只知是奉天主 他快乐的来路 我看得做尝清楚 我很愿意庆祝他一番 他才从以巴伏提手中 接到肥利世人的礼物 我知道 他为什么快乐 他快乐 为了他得到一种精神食粮 他老实地说 你们对于我的好意 终如花一般地开了出来 我不胜快乐于主 这个好意 好久藏在你们心里 不过为了你们忙碌 现在才透露了出来 肥利世人满腔愁思 好久像朱不生果子的树 保罗和他们共同欢乐 是为了看见他们像树一般地开了花 接了果 不是为了他自己得了救济 他接上去又说 不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 我这样说 我已学会了随遇而安 早知道在贫苦中怎样活命 在富饶中怎样活命 在任何环境内 在任何地方 我晓得吃饱 也晓得奈饿 我晓得享受 也晓得吃苦 在那个鼓励我的主面前 什么我都能做 伟大的保罗 什么是你快乐的原因 什么是你的快乐 什么是你的食粮 为了你对于天主的认识 为了你是造物主的肖像 你已是个焕然一新的人 你生气勃勃的灵魂 能这样自主 你差异的舌头 能这样宣传天主的妙力 这样的食粮 当给予那样出类拔萃的灵魂 养活你的是什么 是快乐 请需听下面的几句话 你们同情我的困苦 这是很合理的 这是他的快乐 他的食粮 他所以感到欣慰 纯为了他们好心的表示 不是为了他的痛衫 减轻了而分 主 他没有这样 给你说嘛 在我的痛苦中 你扩张了我的心胸 他知道在富饶中怎样活命 他也知道 在你的鼓励下 怎样忍受饥寒 他写信给肥利士人说 你们肥利士的教徒 你们也知道 当我开始宣传福音的时候 在我离开马其顿之际 你们以外 还没有一个肯资助我的教区 你们一再把日常的用品 寄到铁萨洛尼加来给我 为了他们这种优良的作风 他身自庆幸 如见一块荒芜之田 忽悠欣欣向荣 你们送东西来 救济了我 保罗说这句话 是否为了他个人的利益 是否为了这点 他觉得欣慰 一定不是 怎样可以证明 我寻求的不是立马礼物 而是果实 保罗的这句话 不是一个铁证吗 我的天主 你教我辨别礼物和果实的不同 礼物是人家为救济我 而给我的东西 如同银子 饮食 衣 祝等等 果实是救济者良好 纯正的目标 无主耶稣 不单说收纳先知的人 又说因他先知的义人的仇报 他不单说 把一杯凉水 授予我小死中的一个 又说 只要为了他小子的名义 接上去他又说 我老是给你们说 他一定要得到仇报 收纳一个先知 或一个义人 授杯凉水于一个耶稣的小子 这都是礼物 因先知 或义人 或小子的名义 这都是果实 那个寡妇给予先知以利亚的东西 就是这种果实 因为她养她 为了她是天主的人 那只乌鸦送给她的饼 却只是礼物 因为受养的不是以利亚的内心 而是以利亚的外身 能因缺乏食粮而死亡的外身 主 我愿在你台前清土一切的真理 那些阴瑜和海怪神秘的奇迹 而信仰你的人 无地放使似的 在物质方面 救济你的门弟子 他们一面所给的 一面所受的 都不是真正的食粮 因为施舍的方面 缺少神圣的和纯正的目标 接受的方面 也不以对方的礼物为果实 快乐所以是灵魂的唯一食粮 于此可见一斑 鱼和海怪所以只吃地 在与海水分开以后所生的食料 也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十章 美好的造化之功 我的天主 你看了你所造的一切 认为都很好 我们也认为都很好 关于每一类的东西 在你说了有巴以后 它们就应声而出 你一见就认为好 我总算你说了七个好字 第八个好字 就是最后一个好字 是在全部工程 落成之后你说的 这次你又加了一个狠字 零碎的看来 它们是好的 整个地看来 它们是很好的 一个拥有美丽肢体的完整肉身 比零碎的美丽肢体更加美观 第二十一章 时间以外看万物 那么我就留心去研究你的工程 是否在你前后 看了七八次后 才认为好 认为满意的 可是你的观察不受时间的控制 那么 怎能说你看了几次几次呢 那么 我就喊道主 你的圣经 不是真实的吗 不是你默契的吗 不就是坦白 就是真理吗 为什么你对我说你的观察是不受时间控制的 而你的圣经却告诉我你逐天看你的工程 而说它们好呢 一共不是七八次吗 你的答复是很简单的 为了你是天主 这个答复是由你强有力的声音 送进你中途的神魂之耳的 你打开了我的龙耳 对我说你这个人 我圣经上的话就是我的话 不过他的话是限于时间内的 我的话 圣言是不受时间控制的 他和我是同样永远的 你因圣神看见的东西 我也看见 你因圣神说的话 我也同样的说 可是你在时间内看见这些东西 我不在时间内看见它们 你在时间内说这些话 我不在时间内说它们 第二十二章 摩尼人的误解 主 我的天主 从你的真理里 我尝到了一点甘仪 我也明了 若干人对于你的事业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许多事业 是你被迫做的 譬如天的布置 星辰的秩序 这些东西 不是你手中创的 是别一只手造的 你不过加以收集 整理罢了 在打败了你的仇敌之后 你用它们造了一个雄伟的长城 一面为奴役它们 一面为防止它们的另一个反动 别的东西也不是你造的 也不是你组织的 如同血肉的身躯 渺小的动物 根精的植物 这一类东西是你的仇敌造的 它自己也不是你造的 它在宇宙的以下 常接着反抗的旗帜 这是那些没有头脑 不晓得以你的圣神去观察你的事业 和在你的事业里认识你的人们的荒谬 不惊之谈 第23章 造化的真意 在那些以你的圣神看事物的人的灵魂上的 实在你看着 假如他们认为好 就是你认为好 假如一样东西 为了爱的缘故 他们认为满意在这样东西里 满他们意的就是 你一切在我们身上 因你的圣神中我们义的 也中你的义 人心内经过的一切 谁能认识 不是人的神魂而合 同样 天主的一切 谁能认识 不是天主之神而合 保罗又说 我们接受的 不是世俗之神 而是天主之神 靠他 我们能认识天主赐给我们的一切 为此 我敢大胆的说 天主的一切 一定只有天主之神能认识 天主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怎能知道呢 人家的答案如下 就是我们因天主之神认识的一切 也只有他能认识 所以 人家尽可以对在天主之神 启迪下说话的人说 讲话的不是你们 同样 我们可以对那些因天主之神认识的人说 认识的不是你们 同样 我们可以对那些在同一启迪下看尸体的人说 看尸体的不是你们 为此 假如因天主之神 我们以为一样东西好 这不是我们以为好 而是天主以为好 上面的那些糊涂虫 把坏的当做好的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把好的认为好 这样 许多人对于你的造化之功 认为满意 因为这是好的 可是忠他们义的 却不是造化的主人 以水望源 岂有此理 第三个例子 或认为一样东西好 是为了在他身上的天主认为好 毕 在他身上的天主 在他的事业中受了敬爱 这种爱情 只能产生在圣神的启迪之下 这是天主通过了在我们的圣神 赐给我们和散播在我们心中的实爱 我们因圣神的指导小德 存在之物是好的 因为他是从超然存在的天主来的 第24章 一幅鸟看图 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见了天地 或上层和下层物质的受造之物 或精神的和物质的受造之物 为使这些所以组织物质世界 或整个宇宙的东西更加生色起见 你又造了光 把它从黑暗里分了出来 这也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我们又看见了穷仓 或那介于精神之水 与物质之水中间的 宇宙内最先产出的东西 或那个人家所称的天 天鸟翱翔的壁空 其间晴朗的夜里有露水降下 有时还有雨水落到地上来 我们又可看见美丽的 汪洋万寝的海水和大地 大地有布毛的 也有肥沃的 满植着蔬菜草木的 在我们的头顶上 我们可以看见 哪些测量时间的 发光体太阳不霸白日 月亮和星辰 共作黑夜的安慰 在水中 我们可以看见鱼 鲸 一虫 空气的密度 因蒸汽而加强 可以支持飞鸟的翅膀 在地面上 我们可以看见 走兽和照你肖像造的人 谈来他的聪明才智 控制一切无灵之物 在人的灵魂上 有出命的部分 也有寿命的部分 男女虽同是有理智的 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 女人当顺从男人的意志 如同觉性当听灵性的指挥 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一切 灵性是好的 整体是很好的 希望你的事业赞美你 使得我们爱你 希望我们爱你 使得你的事业赞美你 他们在时间内 有始终 有升降 有进退 有美丽 他们各有各的晨曦 有时是神秘的 有时是张明的 他们是你从乌有中造的 不是从你分化出来的 不是从一样不是你造的 而早存在的东西来的 可是从你造的 无定型物质来的 可是它们的存在 和无定型物质的存在 是同时的 天地的内置 和天地的外表 是不同的 内置是你从乌有中造的 外表是你根据内置造的 这两个行为 是同时的 无先后的 第25章 预言里的真理 在你继续的视野 和视野的记载中 我们从预言的观点 曾研究了精神的真理 我们认为 这一切 个别的讲 是好的 整个的讲 是很好的 在你的圣言 你的独生子中 我们看见了天地 教会的 无尘无息 永远存留的守身 当你开始实行你 永远的计划 一面为暴露你的秘密 一面为纠正我们恶逆的时候 为了我们的罪压在我们肩甲上 使我们沉緬在黑暗的深渊中 记得在这个深渊之上 你的神层纵横徜徉着 彼得成姬施旧 你提拔了若干恶棍 使他们脱离匪帮 你可用你圣经的权威 先坚定那些 只肯向你低头的人员 后再坚定那些 也肯服从上属人员的人们 于是 你在天顶上 点起若干火炬 你信徒们的幸福之泉源 这些火炬象征你的圣贤 他们拥有生命之圣言 满辈圣神之恩宠 光芒万丈 灼然不群 你为使教外之邦也得到你的信光 你根据圣经的精神 从物质中创造了圣事 灵迹 传声筒 你又造了信徒的灵魂 它又活泼 又坚强 它的偏情也不敢跋扈 你又根据你的肖像 刷新了灵魂 使它直属于你 抛进人间权威的老套子 你要我们的行动 听理智的指导 如同女人当听她丈夫的指导 信徒们的超性生活 端来教上的保护发展 为此你要信徒维持教士的生计 这种爱德功夫 将来为他们也是有益的 这些在我们眼前的事业 我们认为很好 因为你在我们身上也看见他们 我们靠你给我们的圣神 看见了他们 又因他们爱上了你 第26章 安息日 主 天主 你既给了我们一切 还求你给我们和平 稳定的和平 安息日的和平 不夜的和平 这些美好的东西 不论怎样井井有条 当你预定的界限一冲突 都要化为乌有 他们有他们的清早 他们也有他们的黄昏 可是 第七日是不夜的 没有日落的 因为一经你的祝圣 它将是个永远的白日 你的一切良好的事业 完了之后 你就择第七日为安息日 这大可象征 当我们的大好工作 在你的庇佑下 完了之后 我们将有一个永生的安息日 永远安息在你的圣怀中 那天 如同你今天在我们身上工作 你将在我们身上安息 我们的安息 就是你在我们的安息 一如我们的工作 就是你在我们的工作 可是主 你是常动常静的 你不在时间中观察 你不在时间中工作 你不在时间中安息 可是 我们在时间中的观察 是你的手记 就是时间 时间中后的安息 也都是你的手记 我们看见你所造的万物 为了它们存在 假使它们存在 为了你看见它们 用我们的五官 我们看见它们存在 用我们的理智 我们看见它们是好的 可是你看见了受造后的它们 又看见了受造前的它们 今天 因你的圣神 在获得了好的观念之后 我们决一做好 可惜 我们曾抛弃了你 专在恶浪中浮沉 只有你 独一的好天主 你从没有停止做好 若干我们的事业 为了你的恩宠 固然也是好的 可是 总不是永远的 希望这些事业完了之日 它们能为我们 在你无穷的圣所里 争得安息 自然 你永远安息着 你不需要别的安息 因为安息就是你 这个真理 哪个人能给予别个人 哪个天神能给予别个天神 哪个天神能给予我人 没有一个 为得这个真理 我们应该向你求 在你那里 我上你门去敲 在这条件下 我们才能求得 才能密货 才能敲开 给云